你只是在家里睡了一觉 醒来却发现此地被开发成了国家五位级旅游景点 看着现在的日历略微算了一下 这一觉你尽刻描述了八十年 你乃是一个长生者 真实年龄已经超过了一万岁 从太古时期吃下一颗涅槃骨便于是长寸 只是美国千年便会进入一次涅槃 每次涅槃持续百年 期间会逐渐失去之前的记忆 度过涅槃期之后记忆方可恢复 经历十次便可长生 这次醒来便是你的第十次涅槃 你第一次行走于世间之时 这次上起还是在太古文台 递交权杖的姚舜 炎皇部落的龙旗 一扫六国的秦皇 眉宇间充满霸气的汉武 端坐在凤兰殿的一代女皇武则天 都曾和你有着深厚的勇物 你上次游历世间之时还是在民国 当时不但你一个女子结了个婚 还指点了一些不错的年轻人 如今八十年过去 当年被你指点过的年轻人 如今在龙国各个有着举服轻重的地位 当你睁开眼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凉席上 居住在一个略显拥挤的房子里 眉头忍不住猝了起来 相比自己过去的真人人 这个房子简直连个门房都不理 你在记忆中找到了自己出现在这里的原因 涅槃之前所居住泰玄山 成了国家五一级旅游警局 当年施工的时候你被挖了出来 而且因为正在涅槃整日疯疯癫癫 被官府认为是偷跑进去的老 当地的官府查阅不及费尽九五二牛之力 最终找到了你后人的信息 然后将你送到这 你走出卧室看到一个小女孩正在直播 他叫陈思思暗辈分是你的曾孙女 看到你走出了内屋陈思思下离体 急忙跑过来扶住你 曾爷爷你别乱跑 小心磕道了 望着陈思思你眼神变得柔弧 同时心里满是愧疑 灭具之前你给后人留下了不少财产和抵御 原本以为足以让你的后人大富大贵 可看着这不到时平你的小房子 当初的手段显然是没起作用 不然陈家不会只剩下眼前这个小女孩 你抚摸着小女孩的头发惭愧 以后有曾爷爷在 不会让你再受半点委屈 听到这话陈思思愣住 你们相处的这两年你都是不对 就像一个老小孩一样 现在看着你清澈的眼神 陈思思满脸不敢置信 曾爷爷 您的病好了是吗 你点点头和曾孙女聊了起来 思思 这房子也太小了 曾爷爷以前在地经那边有几套四合院 咱们明儿搬到那边去住 陈思思小嘴微张 曾爷爷爷 你说你在地经有好几套四合院 那可是地经的四合院了 一套最少几千万贵的 甚至要十几二十 你呵呵一笑继续说道 当年你爷爷结婚的时候 各方宾客送的贺礼中有不少房产 小皇帝复一当年也送给爷爷一座四合院 就在紫禁城边上 房契还在呢 陈思思先是一愣 随后从一个老旧的箱子中翻出一张纸 他本来还激动了一下 紫禁城边上的四合院 现在随便一套拿出来也得几个一 结果听见是末代皇帝送的 有些苦笑不得 那个时代留下的房产证 现在早没人认了 你微微一愣这才反应过来 在你涅槃之前 变子王朝就已经走到了末路 一朝天子一朝臣 这些地气可能真的没用 不过随即你就摆了白手无所谓的 那也没事 我当初在汇丰楼那边还存了点雾 咱们现在过去取一下也行 陈思思一乐 表示自己并没有听说过汇丰楼 然而陈思思忘了 他的直播间还没有关子 你的话全被直播间网友听了去 现在电脑屏幕上已经飘满蛋了 老爷子说的是魔都的那个汇丰楼吗 我怎么感觉老爷子还没有完全清醒 一言不合就开吹啊 主播快让开 我们就喜欢看老人家一本正经的吹牛 陈思思脸色总过大还是低声问吧 曾爷爷 你说的是就在魔都的汇丰楼吗 没想到你却是理所当然的说 没错就是那样子 当初我就看出你爷爷是个不争气的 所以只给你爷爷留了一部分财产 其他的全存净汇丰楼了 那些东西当时值得几百万大洋 现在应该还值点钱 这下直播间人气更是暴肿 爱马笑死我了 来了又来了 老爷子真是一言不合就开吹啊 一百万大洋相当于现在的五亿族 老爷子还是说的几百万大洋的东西 主播难道要一跃成为富四代了吗 到了汇丰楼可别这么吹 那地方一般人可进得去的 陈思思也是忍不住笑 但还是在你要求下带着你赶往汇丰楼 十分钟后你们从出租车上下来 看着一路之隔的汇丰楼你眼中满是追 陈思思也是将直播再次打开 主播和老爷子真的去了汇丰楼 主播你可别和老爷子胡闹 汇丰楼在魔都可不简单 赶紧带着老爷子离开吧 陈思思搀扶着你心中也是有些坦克 这地方位于魔都最繁华的地方一看就不简单 而你却是缓缓跨过马路朝着汇丰楼走去 无输众望 刚到门口就被两个西装革履的壮汉拦了下来 两位请问有预约吗 陈思思从来没有机会来过这日 一听取个东西还要预约有点猛了 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妖艳的声音飘了过来 这不是我们陈笑花吗 我看你以前挺高冷的 怎么现在找了个年纪这么大的老头子 陈思思一愣 循着声音望过去是一男一女 陈思思惊讶开口 李子婷 你怎么在这儿 这是他大学的同学 只不过两人关系很一般 李子婷凭借着一张漂亮的领带 早早就过上了财富自由的日子 而李子婷觉得陈思思装纯所以关系很不好 我男朋友说预养 非要来给我挑选一块骨肉 真拿他没办法 还是陈思思你够 放大款直接就找这块入骨的老头 心机挺深 说完根本不等陈思思回应 直接拉着那个男半走进了汇丰楼 你眯起眼睛目光凌冽 思索一番后还是收起了纵手的打算 在曾孙女面前你不想杀生 而此时直播间再一次飘起淡漠 刚那个女的身边那个男的挺眼熟啊 兄弟你们家刚通往啊 魔独小公子王冲冲啊那是 生下来就是富二代真羡慕 陈思思则是被气得小脸通红 见两人直接走了进去 汇丰楼的壮汉非但没有阻拦 反而恭敬行你 再也忍不住出声道 刚才两人预约了吗 他们为什么能进去 西装格履的壮汉很有素养没有生气 礼貌回应道 小姐 王公子是我们汇丰行的钻石会员 并不需要预约 你白板手走上前有些不耐烦道 哪来的这么多屁规矩 我来这还需要预约 宋海平还活着吗 没死就让他过来 刷 两个壮汉脸色微变谨慎问的 您认识宋老爷子 宋海平乃是汇丰典当行创始人 八十年前在民国时都有赫赫威名一代残起 两人看你的姿态 嫉妒觉得没准与老爷子引证 不敢轻易冒犯 你扎扎嘴笑逃 何止是认识 你去跟他说陈玄来了就行了 这随意淡然的语气 更让壮汉觉得你不是在吹你 便立马跑去扭高 宋海平还活着 只是年龄太大早 就不再参与汇丰楼的管理 家业一传承给了宋家后辈 一旁 陈青傻眼 直播间的观众也纷纷震惊 这前边刚有人科普了汇丰楼的强大 陈老爷子 竟然直接就认识他的创始人 好大的背景 宋海平可是真正的大佬 能和他攀上关系 当年必定也是一方人物 岑爷爷 您说的宋海平 是会封点当行的老板吗 您怎么认识他的呀 陈青好奇地问道 听闻乖孙女的声音 叶璇眼中露出一抹怀念 笑道 宋海平啊 当年他当爱魔都就认识了 记得那时候 宋小子还被这个麻袋收盘子收碗呢 当年他也算个有点生意头脑的 我借了他几百个大洋 他就弄出了这个典当行 想当年汇丰楼刚营业的时候 宋海平经常求着我过来做做 没想到 现在连进去都要预约了 闻言 陈青与直播间谁有 全都懵了 紧接着 扑斥一声 差点笑掉大牙 M 人老心不老 挺好 是在下书了 我刚才居然差点就信了 不过不能怪我 老爷子说的神态太像真的了 哈哈 想想也知道 老爷子在开玩笑啊 怎么可能是真的 汇丰楼宋家牛皮都多少年了 如果能让宋家求着老爷子提家谱 那当年老爷子要什么身份 主播 你曾爷爷当年在天桥混过吧 我猜一定说过相声 太假了太假了 我倒是挺佩服老爷子的 别的不说 最少敢吹 换我反正没胆子 在汇丰楼编排宋家 主播 劝着点老爷子吧 小心人家真找你们麻烦 陈青看着弹幕 心顿时提了起来 有些担忧地看了曾爷爷一眼 头皮略微发麻 曾爷爷到底认不认识宋家家主 他也说不好 要是认识自然万事大吉 今天自己二人也能顺利进去 取了曾爷爷寄存的东西 可要是等汇丰楼的负责人出来 发现刚才曾爷爷是在胡掐 人家根本不认识 那就尴尬了 脸色几变 陈青咬牙决定看看再说 别慌 真要不认识 我就说 曾爷爷老糊涂了 大不了赔礼道歉 他默默地想到 汇丰楼顶层 奢华的办公室中 一个见眉心目的男子 宁神看着下属 重复道 他说他叫陈玄 没错 是这个名字 他说 只要给老家主一说 老家主就知道 男子醋眉 他是宋家的第三代长子 宋和山 自小就被以继承人的身份培养 可以说 宋家的关系往他都知道 有名有姓 需要谨慎接待的人物长辈 都叮嘱过他 可记忆中没有这个名字 想了想 他再次确认 自己没有记错后 不露痕迹地挥了挥手 应该是想混进来的 按照规矩办 记住别得罪人 说话客气点 说完 他将这件事抛在脑后 继续处理手里的文件 这种事不是第一次遇到 以前也经常有没预约的客人 想借助宋家好友的身份 蒙混进来 都有经验了 流程很简单 直接说宋家负责人不在 没办法请示 还请客人按照规矩预约 这当然是借口 不过一般人这时候 也就不好意思纠缠下去 真要是有不知道好歹的 那自然是另一个故事 宋家能有这么大的家业 也不是不吃素的 壮汉文言 点头应下 退出了办公室 咔嚓 办公室的门刚刚关上 宋和珊的手机 铃声响了起来 他拿起来一看 正是爷爷的电话 顿时不敢怠慢接听 爷爷 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这周末我回去看您 正想和您杀两盘呢 作为最受老爷子疼爱的宋家第三代 宋和珊说话 还是比较随意 臭小子就你嘴甜 不过这次不是找你下棋 是有正事 下周三 是咱们宋家恩人进山的日子 我要去泰玄山祭拜 你也跟着去吧 要不是你陈爷爷 也没有咱们宋家的今天 做人不能忘本 唉 这么多年了 爷爷快老糊涂了 除了陈玄恩人的名字 样子我有时候都记不清了 也不知道还能去几年 轰隆 电话里 宋家主还在叙叙叨叨 陈和珊却没心思听了 眼睛瞪得老大 艰难地咽了口唾沫 陈玄 刚才下属过来禀告的名字 就是陈玄 他不觉得 会有这妖巧的事 宋家与陈玄这个名字的渊源 知道的人几手 几乎不可能 有人拿着这个名字 来此招摇撞骗 门外的人 就算不是陈玄本人 也一定与他有关系 十有八九是爷爷 朝思暮想了几十年的陈家人 顿时 他差点直接哭出来 忐忑地将这件事 给老爷子说了一下 爷爷 就是这个事 你别急 我现在就下去看看 如果真是陈家人 我一定请他留下 您老人家别急 千万别急 一边说 陈和山一边急匆匆地往楼下跑 电梯都来不及坐 电话里 还有陆陆续续的声音传来 留不下 老子 打断你 腿 被车 会封楼门口 陈玄与陈青 还等在这里 就在这时 上去禀告的壮汉还没回来 李子廷与赵叶 却是掀出来了 他看到陈青忍不住一乐 炫耀的抬起手上 刚刚戴上的玉镯 捋了下头发 冷嘲热讽道 优鹤 陈青你还没走啊 这里没有会员卡 好像只能预约才行吧 哈哈 怎么样 要不要你求我 我可以让我男朋友 带你进去参观参观哟 小人得志 这番话 说得欠揍无比 听到的人 都恨不得给他两个大巴掌 能抽得他 转圈的那种 陈玄眼睛 都微微眯起 陈青脸色冰若寒霜 挺起不大的胸膛 冷声道 不用了 我曾爷爷认识宋家的家主 一会就请我们进去了 说完 他就微微后悔 暗到自己被气糊涂了 这种话能乱说吗 一会万一被证实了 曾爷爷说大话 更丢人 不过话已出口 他哽着脖子强撑 装也得装完再说 果然 对面的魔独小公子赵叶 先绷不住了 睁开一直迷瞪着的眼 咧嘴笑道 哈哈 妹子 你怕不是被骗了吧 魔独有点身份的谁不知道 宋家老爷子 一直在宋氏庄园一养天年 早就不管事了 是一般人攀上交情的 别说是你身边的这老东西 就算魔独的那几位 上面来的大人物 都不一定给宋老爷子认识 说话间 赵叶眼睛微微发亮 上下打亮了一番陈青 这越看越惊艳 昨天玩得太晚 当他还真没注意 差点就错过美人了 陈青与李子婷 完全是不同的类型 李子婷走的是淑女风 诱惑归诱惑 但见多了 也就那么一回事 更何况 已经上过手了 男人自古以来都是如此 有不如偷 偷不如偷不着 眼前的小美女 走的是青春风 一身简简单单的运动服 头上也只是随意地 扎了一个马尾 可这完全遮掩不住 她的天生励志 反而更添加了青春 那么的 今天出门出队了 居然碰到了极品 赵叶不露痕迹地 挣脱了李子婷的手 扬起一个自信的笑容 走到陈青面前 这位小姐 不知道我能不能请你 去这回风楼坐一坐 他们正好到了一批新货玉器 你如果有喜欢的 都有我来买单 我的身价 绝不是你身旁的 这老家伙能比的 他这一身都不够买我双鞋 赵公子 自信满满 不用了 我对你没兴趣 对你的钱也没兴趣 陈青瞥了一眼李子婷 道 李子婷 赵叶脸色 当时就一阵青一阵红 堂堂魔独赵小公子 不要脸面的吗 小丫头 话最好想好了再说 不然 话说到一半 她不由地停下了话头 会封点当行的保镖回来了 赵叶还真有点忌惮 这二人是会风楼的贵客 那就不能轻易招惹 能与宋家做朋友 肯定有身份 没弄清底细 之前先不能冲动 倒不是说怕 而是为这点小事 不值当地惹麻烦 陈青见他没有纠缠不休 也微微松了口气 然后不露痕迹地 将曾爷爷挡在了身后 他怕万一会这个富二代 再不依不饶地碰到曾爷爷 这么大年纪了 摔一下可不行 壮汉回来后 一眼就发现了 门口剑拔弩张的气氛 不过他并没有多管闲事 直接对陈玄客气 却程序化地道 陈先生 今天负责人不在 我们并不能证实您的身份 还请您正常预约 并于七日后再来 这是预约存取业务的联系电话 您可以打电话进行预约 说完 双手递上一张名片 居然说不认识自己 陈玄眉头微宁 不知可否地 单手接过名片瞥了一眼 在手中把玩 他在思索 要不要直接去宋家老宅做作 当年自己 可是曾施恩于宋家 如果真是 小辈不认识 也就罢了 如果是宋海平想忘恩负义 他少不了要出雷霆手段 教训一番这个宋家 历经沧桑 他的处事准则 从来都只有一条 我给你的 才是你的 你不准抢 敢给自己动心眼 那就一个字 死 这条规则通古今 无人可以违背 古来不知道有多少王公贵族 皇亲国妻死于陈玄手上 一个区区富商宋家 在他眼里 不值一提 一言可灭之 至于律法 呵呵 陈玄从不在意 繁俗的律条 无法约束到 他这个长生者头上 旁边 陈青脸刷得变红 强忍住拉着层爷爷 立刻跑的冲动 有点慌 他乃知道老爷子心里的想法 只觉得 真就是吹牛吹破了 甘大的脚趾头 差点直接在地上 抠出来一个三十一厅 直播间的水友 欢快的像是过年 哼 逗死我了 当中被打脸现场 替主播甘大一分钟 玩独自唠 牛皮吹破了 咦 你们什么反应 人家不是说负责人不在吗 朋友 你是无邪吗 汇丰楼买不起手机 人不再打个电话问问 是又不是什么男士 所以客气话而已 哈哈 乐死我了 老爷子承包了我一年的笑点 要说面不改色 还得是陈老爷子 你们看 老爷子依旧淡定从容 实乃我辈之楷模 尼玛 主播别尴尬了 还不快跑 唬不住赵叶 再不跑完了 主播 跑跑跑跑跑 快快 拉着老爷子一起跑 旁边 赵叶彻底放下了心 他就说 怎么可能这么倒霉 在街上随便碰上的妞 就能把宋家扯出来 原来是吹的 此时看着陈青倔强 却强撑着不肯认输的小脸 只觉得腹内生起一团火热 乖乖听话的玩多了 这种还真是有新气感 够近 他拽了拽领口 坏笑道 陈青是吧 我没别的意思 就是想和你认识一下 你再拒绝 那就是不给我面子 再磨多 我赵叶彻底的面子 没那么好拨 你想清楚了 一边说 他一边想上来拉陈青的手 赵公子此时的性质越来越浓 但是想想一会 这小美女带着不愤 委屈的神情被自己带走 都感觉口干舌燥 陈青脸上明显出现惊慌 却死死咬着嘴唇 挡在曾爷爷面前 你别乱来 再乱来 我马上报警 我警告你 我正在直播 碰 不等他话说完 紧接着发生了 让他目瞪口呆的一幕 赵叶 飞了 整个人像是被炮弹 给击中一样 勾搂着身子 凌空飞了出去两三米 撞塌了 会风楼古色古香的木门 不只是陈青呆了 直播间谁有也全呆了 会风楼两个壮汉也呆了 发生了什么 众人的目光聚集到赵叶身上 只见他胸前静静 躺着一张名片 会风楼的预约名片 刚刚被壮汉 送到陈玄手上的那张柔软的名片 再看陈玄 老爷子只是随意瞥了一眼赵叶 毫不在意 目光冰冷的 犹如神明在俯视蝼蚁 锅躁 咕噜 所有人 头皮发麻 寂静片刻 一声尖叫 响彻天空 啊 李子婷喊了一声 慌里慌张地踩着 小高跟跑过去蹲下 只见赵叶整个人脸色苍白如纸 嘴角不断溢出血沫 眼珠子正得像鲸鱼一样鼓了起来 赵叶 你怎么样 你怎么样了赵叶 你别吓了 刚出校门的小姑娘 哪见过这个 吓得不断摇晃赵叶 脸上哭得梨花带雨 谁知歪打正着 赵叶被他摇晃了一阵 扑斥一口吐出鸡血 却也缓了过来 整个人犹如刚刚溺水得救一般 贪婪的大口呼吸 直播间疯了 我操 操操操操操操 你们看到了吗 赵叶被打飞了 震尼玛 暗切 绝对是暗切 暗毛线啊 就是那张名片 干 慧风楼名片 是什么做的 太牛批了吧 兄弟你人傻了吗 名片明显就是正经的名片 牛批的是老爷子啊 这一定是鼓舞 正宗的鼓舞 也没准是以气发功 听说开国时候 都有 后来都被禁了 老爷子 请收下我的膝盖 贵了 真贵了 我跪着看直播 求收徒 我愿意一百万里金 求老爷子收我为徒 一百万 你是看不起鼓舞 还是看不起老爷子 刚才的荧幕 真是让我全身发麻 兄弟们 你们可以去看看回放 跟小李飞刀一样 不对 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 李循环没老爷子牛 简直违背了科学定律 怎么可能 靠 别去看回放 别回看回放 别去看回放 你的世界观会受到暴击 看到有谁有如此说 别说其他观众 陈青都忍不住立刻点开 刚才的回放 片刻后 他小脑袋嗡嗡的 不敢置信的看向 岑爷爷 只感觉牛顿的棺材板压不住了 视频中 赵叶喋喋不休的时候 岑爷爷貌似被吵得有些不耐烦 只见手指轻动 将名片机那么随意的一扔 这个动作绝对没多大力量 就跟往垃圾桶扔东西似的 可与这轻松惬意动作 做出对比的 是对面被轰得面部表情走行的赵叶 还有撞碎了的两扇门 此时此刻 无数人心里憋了一句卧槽 不知当不当讲 这特么不科学啊 登登 陈山河刚跑到楼下 见到的就是这乱糟糟的一幕 不过他没管呆如木鸡的人群 更鼓不上心 专门从国外弄回来的漏雕木门 甚至没心思想 刚才发生了什么 一眼就看见了 身穿中山装 背首站立的老人 陈玄 没错了 绝对没错了 宋家老宅子正堂中 挂的正是他的画像 不能说有点相似 只能说完全一样 连他们气质神态 都丝毫没变 那幅画就像是刚刚给这老人素描出来的 下楼之前 他还怀疑 是不是陈家后人来了 这个想法 现在直接抛之脑后 不可能的 在相的父子 也不可能像到这个程度 来人绝对是陈玄恩人 紧接着 一口凉气涌上陈山河心头 深入骨髓 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记得当年爷爷说过 那幅画是他二十多岁的时候 请人帮陈玄恩人画的 算一下时间 那就是八十多年前 如今爷爷已经近百岁高龄 当年的年轻人都快要行将旧墓 话中人却丝毫没变 死 爷爷当年总唠叨的一句话 猛地浮现在他的脑中 咱们家恩人 不是凡人 没准是天上下凡的神仙 能遇到他老人家 是咱们宋家三生之幸 这些想法在陈山河脑中一闪而过 他强行压下思绪 快步走过去 只是 不等他走到陈玄面前 还躺在地上的赵叶却激动了 推开李子婷 一把拽住了陈山河的腿 宋哥 宋哥 这老家伙在汇丰楼撒野啊 他不光打我 还砸了您的两扇漏雕门 富二代在什么时候会怂 在遇到比自己 更牛的富二代的时候 只会吃喝玩乐的赵公子 在普通人面前是个人物 可在陈山河这种 有真才实学 甚至已经慢慢接手 家族生意的精英面前 那就不够看了 他一直想融入陈山河的圈子 也觉得成功了 此时他挨了打 又是在汇丰楼的地盘 自然希望陈哥出面报仇 可他不知道 过去陈山河对他客客气气 那纯属礼貌 对这种混吃等死的富二代 打心里还是看不上眼 朋友关系什么的 更是无稽之谈 陈山河被拉住裤腿 眉头微醋 无奈停下脚步 耐着性子道 好 好 我知道了 我知道 你先放开 我先过去聊聊 过去聊聊 那不就是帮自己报仇 赵叶美滋滋的松开手 狠狠看向陈玄 好好 宋哥您处理 您先忙 好好收拾收拾他 略过这个小插曲 陈山河站到陈玄面前 不等他说话 陈玄直接冷哼一声 不悦道 和宋海平有几分像 你是他孙子 还是崇孙子 宋海平人呢 宋家如今竟然把我都忘了 还有 你是过来找老夫要说法吗 实锤了 以爷爷如今的身份地位 敢用这种语气 说起他老人家名字的 魔都没有 就算是那几位要员大佬 见到爷爷 也得保持礼数 这位的身份 真的不能再争了 陈山河急忙摆手陈前辈 您别急 先前是我疏忽了 他将之前的事解释了一番 严明是个误会 是自己疏忽大意 宋家绝不敢望陈玄恩人之名 爷爷常常谈起 每年更会去太玄山祭拜 几十年不曾间断 听到这里 陈玄脸色柔和了许多 笑着骂道 祭拜什么祭拜 我又没死 不过也算他有心了 说着 下巴点了点赵叶 询问道 这与你宋家什么关系 哥在以前 宋家可从不 与这种混账东西有牵连 坏都坏不出个样来 废物 我记得当年帮你家立过家谱外 还立过家规 三不交 三不求 都忘没了 赵叶 陈山河瞥了他一眼 果断道 三不交 第一是不交意志消沉之人 第二不交同病相怜之人 第三不交表面恭维背后诋毁之人 三不求 第一不求自己曾经帮助过之人 第二不求瞧不起自己之人 第三不求见我落难躲闪之人 陈前辈 您帮着立下的家规 宋家有一人尚在 就绝不敢忘 至于赵叶 只是个客户 与宋家并无其他关系 更不是朋友 赵叶 俩人不理会旁人 一番问答后 陈璇的气才终于消了 八十年前 他看宋海平机灵 帮衬过不少 如今见当年自己立下的东西 还在被遵守 也颇感欣慰 他脸上露出笑意 大步迈进会风楼 八十年了 常常会风楼的茶味道变没变 乖孙女 跟上 前辈请 前辈里面请 见老爷子终于啃进去 陈山河总算松了口气 后背已经被汗尽透 刚才他感觉到莫大的凶险 总觉得一个应对不好 就会给宋家招惹灭门的惨祸 虽不知道这种感觉如何来的 却让他如坐针毡 好在考验终于过了 他跟在陈璇的身后 只觉得腿脚都在发软 赵叶傻眼了 一把又抓住陈山河裤腿 宋哥 你 这不是解决了吗 解决了 那我这 哦 你把这两扇门前赔了就可以走了 今天算你命大 老爷子没跟你计较 回去偷着乐吧 赵叶看着离去的陈山河 一张脸 逐渐变得争鸣 废差点 气炸 我挨了打 还赔钱 还偷着乐 气人太甚 赵叶 咱们现在怎么办 李子婷揉了揉脚腕问道 刚刚赵叶猛地推他石崴到了 看去已经红肿一片 他却敢怒不敢言 对自己的身份 十分有自知之明 平常撒撒娇没事 现在赵叶都被收拾了一顿 正在气头上 不适合再闹 而且 说起来 如果不是自己想让陈青难堪 也不会出这档子似 他小心翼翼地说话 生怕被迁怒 怎么办 赵叶眼神争鸣起来 恨声道 这是当然不能算完 陈玄 宋山河 我要他们好看 受这么大屈辱 要是能乖乖咽下去这口气 他就不是魔独小公子赵叶 向来都是他欺负人 什么时候被人欺负过 有仇当天报 第二天都等不到 只不过 他到底不傻 知道宋家这个态度 对待那老家伙 肯定有来头 想在魔独官面上收拾他 怕是不容易 宋家都能挡下 看来只能耍阴招了 走 先回去 让老黑找几个好手 说着 两人一蹶一拐地往外走 愤外凄惨 只是不等赵叶出门 就又听到了 差点让他原地爆炸的声音 赵先生 两扇股门共166万 您看 刷卡 随着陈玄走进汇丰楼 这场闹剧 才得以暂时告一段落 全程目睹了整个直播过程的众多水友 已经齐刷刷地亢奋起来 我靠我靠我靠 老爷子是真有来头 不是吹的 宋山和 宋家真正的的第三代继承人 宋氏集团官网上有身份介绍 实锤了 不是假的 飞镖教训跋扈二代 宋家弟子扶手引路 老爷子到底是什么来头 同问 好奇死了 泽泽 你们发现没 宋和山的态度 谦卑得有点过头了呀 不是说了吗 当年对宋家有大恩 宋家心性还行 没忘恩负义 嗯 开玩笑了吧 就凭老爷子刚才那一首 敢忘恩负义 怕不是要凉 万万没想到 我是来看大白腿的 这竟然发现了了不得的秘密 你们说谷真的存在吗 以前我也不信 但是现在 想想武当山的那位 飞檐走壁的道长 再看看老爷子 我表示怀疑 甭猜了 接着看 我预感老爷子 还会有出手的机会 直播间的热度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提升 明明是大白天 却很快突破了 以前澄清直播的 最高人数记录 而且还在不断增长 这一幕 让他激动的小脸通红 宋山河将二人 引到汇丰楼最高层 一间古色古香的茶室 这间茶室布置的 不是很奢华 突出一个简洁 桌椅茶柜全都是木质 散发出阵阵木香 不止如此 在这间茶室中 透过窗户 能看到下方的展览大厅 琳琅满目地 摆放了众多古董 与珠宝玉器 这是汇丰楼最顶级的招待室 在以前很少打开 有资格 坐在这间茶室的 身份最低 也要是省部级大员 陈青以前大学时候 选修过古董鉴赏 稍微打量了 一番屋内的布置 不由地暗暗泽舌 他带着几分炫耀的心态 低声冲直播间解释道 兄弟们 汇丰楼的名声真不是盖的 就凭这间茶室的布置 最少也能买下 我们小区一栋楼了 你们看 这套三张椅子 一张桌的茶几 全都是顶级红木 还带有完整的纹理 更可怕的是 外边隐隐都有自然包疆了 最少有几百年的历史 价值最低也得一个小目标 还有那边 看到墙上被玻璃 罩罩住的欲如一美 绝对的唐代官瑶出品 我猜也得值2000万以上 好家伙 谁有没有被吓了一跳 一张桌子价值一个亿 一个玉器2000万 想都不敢想 当下自然又是一阵热闹的讨论 一旁的宋商和听见 带请陈玄坐下后 笑着回头道 陈小姐 您这可就看走眼了 这套桌椅 虽然也是价值不菲 但是与欲如一可没办法比 陈青满脑袋问号 想了想 有些不服气 不可能啊 大学教授说过 唐代玉器 哪怕顶级官瑶 现在应该也就在一两千万之间 而且 去年家世得拍卖会上 也有过成交 宋商和笑眯眯的也不反驳 只是将墙上的防护罩打开 双手取出欲如一 放置在桌子上 请陈青近距离观看 陈青没想到 竟然有机会近距离观察这件珍宝 略带忐忑地走上前去 这一看 顿时傻了眼 不只是他 直播间的观众 也仿佛被掐住了脖子 欲如一通体晶莹剔透 是最顶尖的水色 可这不是关键 问题的关键在于 欲如一尾端上 有一行小凯 特命工匠制作如意 宋宇先生留念舞 妈了 真妈了 陈青头皮都发炸 悄悄后退了两步 得离这玩意远点 万一碰到了 以自己现在的收入 从唐代打工也赔不起 唐代历史上 唯一私人喜应克制五字的 只有那一位女皇帝 绝不可能是其他人 在当时其他人敢用这个字 是大不敬 会掉脑袋的 这梅欲如意 竟然是武皇私人赠予的礼物 有无与伦比的历史价值 这迷码 隔着屏幕 我都退了两步 会封楼太牛了 这玩意 竟然都能拿出来 武则天私人礼物 有董强的出来说说 这到底值多少钱 不知道 不知道 什么意思 古代讲究君权天授 君王至高无上 无人能与他们比肩 我实在不知道 武皇当年为何会赠予 什么人私人礼物 这个先生 不知道指的是什么人 按照道理来说 不应该啊 咦 你们说 这东西 会不会是假的 不可能 看着水色 绝对是最顶级的真品玉才 除了皇帝外 其他人得到的几率太小 而且 就算唐朝有人 得到了这预料 也不敢雕刻这字样啊 诸九族的罪过 呼 没想到在这直播间 开了眼了 这没欲如意 如果拿出去 白手估计 换一套四合院 不成问题 死 价值几个亿 最保守的说法 你肯出钱 也没人肯卖 宋先生 您忙收起来吧 这太贵重了 就在这时 不等陈青说完 发生了让他大脑空白的一幕 曾爷爷 随手拎起了欲如意 他吓得腿都有点发软 老爷子这时候 要是一个手抖 他卖身赔偿都不够 哼 怕什么 这屋子里的东西 都是我当年留给宋小子的场面的 也就是我给你说寄存的东西 都是咱家的 呜 陈青不知道 这是今天第几次 自己脑瓜紫嗡嗡的了 只感觉口干舌燥 甚至想去烫卫生间 呼 我是在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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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理会曾孙女在一旁的叙叙叨叨 陈玄看着欲如意 目光出现些许的缅怀 五妹娘 当年确实是个有能力的 可惜 现在也已经化为了一碰尘土 世间 毕竟只有自己一人长生而已 随后 在曾爷爷与宋山河的聊天中 陈青确认 自己真的是一个隐藏了多年的富四代 还是好到没边的那种 此刻 他有了一个全新的人生感悟 什么叫幸福 幸福就是你突然多了一个神秘无比的曾爷爷 随手能拿出来无数古董的那种 他看向藏爷爷的目光 已经全都是小星星 太幸福了 又过了片刻 陈玄倒扣起了茶杯 好了 茶也喝了 送小子去取点钱 我也该回去了 陈玄平静说道 啊 这 陈前辈 我爷爷正在赶来的路上 务必让我留住您 宋和山为难道 见不见 都一样 日后再说吧 虽然当年我教了他一些强身健体的功夫 可如今年纪已大 贸然激动不是好事 见如此说 思绪一番后 宋山河勉强硬下 主要是 就算他不想 也改变不了眼前这老爷子的想法 那这些古董 他小心问道 陈玄摆摆手 不在意道 留在这吧 我带回去也没用 去取点零用钱就行 他原本就没打算将这些玩意带回去 要不是乖孙女的房子太狭小 甚至都不想来联系故人 嫌麻烦 宋山河连忙道 好 好 这些东西永远给您存在着 您随时可以来取 前辈请您稍等 交代完下属 没片刻 已经有人送上来一张卡 宋山河恭敬放在陈玄面前 前辈 这里边是一千万 是晚辈的一点心意 日后您但有所需 可以随时来取 一千万 陈亲脸上出现喜色 古董在值钱 没变现时候 也用不了不是 这可是货真价实的现金 而陈玄眼中出现一抹忧生 却同样没说什么 点点头让乖孙女收起卡 然后起身离开 宋山河里送出门口 过了不到十分钟 一个车队停在汇丰楼门口 车刚刚停问 最中间的防弹车上 匆匆忙忙地下来 一位虚发揭白的老者 正是宋家的老家主 宋海平 他刚见到孙子 急忙道 陈叔呢 已经离开了 宋山河立刻将陈玄出现后 所有的事 给爷爷说了一遍 谁知 刚刚说完 宋海平举起拐杖就打 混账 这么大的事 谁让你自己做主的 我今天打死你个不孝子孙 一千万 你气死我了 宋山河也不敢躲 反而乖乖跪在地上 等爷爷好不容易出了气 才郁闷道 爷爷 不知我哪做错了 不说还好 说了宋海平旗又来了 光光又是一顿打 我早就说过 汇丰楼当年是夜书 资助我开起来的 没有当初那几千个大洋 能有宋家现在 我当年送夜书一半的股份 他老人家可以不要 你哪来的胆子 不给 混账东西 现在去给我查账 将这八十年 汇丰楼利润算清楚 取一半 到时候和我一起送去 文言 宋山河脸色都变了 汇丰楼利润极大 八十年的一半利润 那必然是个天文数字 而且 这还不是关键 关键是 以前的利润都用出去了 谁家也不会让钱 在银行躺着 现在突然要凑集 这么一大笔现金 太难了 宋海平见此 又举起了拐杖 立声道 钱不够 去给我卖宅子 卖那些乱七八糟的 股票债券凑 敢少了一分 我扒了你的皮 是 这一幕 发生在陈玄刚刚离去的茶室 并无人知道 可很快 魔都市场发现 宋家疯了一样 在筹集现金 甚至不惜出售 聚宝盆一样的几个产业 无数大佬惊讶 金融市场 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 喂 于小双 你看我直播了没 看了 恭喜你啊 直接成千万富翁了 突然成了有钱人 什么感觉 你别闹了 钱 是我曾爷爷的 又不是我的 再说 以你家的势力 恐怕还看不上这点吧 嗨 开玩笑吗 说 什么事 陈青看了眼 还走在前面的曾爷爷 捂住手机 小声道 你关系多 能不能帮我找个房子 我现在住的那地方 实在不方便 以前老爷子 没醒的时候还好 现在醒了 两人挤在一个 一居室 确实也不是办法 电话对面 沉默片刻后 房子 要我说你干脆别租了 直接上我这来算了 啊 这不行 我带这个老人 算怎么回事 哎呀 这有什么呀 我这是独栋小别墅 反正就我一个人住 你们过来 正好给我凑个半 以咱俩的关系 真不用客气 早就让你来了 不等陈青再拒绝 只听那边接着劝道 而且你想想 老爷子这么大年纪了 身体肯定抵不上我们年轻人 你找个需要上楼下楼的房子 肯定不行 有电梯老人也不习惯 陈青一想 顿时觉得 不愧是好闺蜜 想得真周到 自己都疏忽了 老人家都喜欢住 挨着地面的房子 那行吧 那就麻烦你了 陈小青 你再给我客气就绝交 好好 我不说了 于小双 那就这么定了啊 一会儿我回去就直接过去了 拜拜 一会儿见 挂掉电话 陈青心里喜滋滋的 于小双是他最好的朋友 关键时刻 果然靠得住 俩人多年的交情 也确实不用客气 他颠颠地跑前面 去给曾爷爷说了一下 陈玄自然没反对 反正就是个临时落脚的地方 他是真的 是钱财如粪土 下午 两人打了一辆出租 带着两个箱子 来到了魔都郊区 子愿别墅群 这里环境要比市里好得多 空气清晰 还有鸟鸣虫叫 甚至还有一条清澈的小河围绕而过 陈玄对这个环境很满意 陈爷爷 您好 07号别墅门口 一个竖着双马尾的小姑娘 早就等在这里 看到陈玄后乖巧问道 好好 听妻儿说 这些年你帮了她不少 多谢了 陈玄和绪笑道 路上乖孙女 可是好一阵夸了她这个闺蜜 于小双眯起大眼睛 偷偷给了陈青一个 算你有良心的眼神 然后主动搀扶着陈玄往里走 哪有 我们是朋友吗 都是些小事 这是一栋双层小别墅 一楼两个房间 二楼两个房间 于小双超级懂事的 让老爷子自己选喜欢的房间 最后一夜选选了 二楼靠左侧的一间房 打开窗户 可以看到青山绿水 正符合她的心性 如此 算是暂时安顿了下来 收拾妥当 陈青在客厅 开启了今天的正式直播 白天算翻外 直播间刚开 就呼啦啦涌入了好多人 呼啦啦的开始刷屏 都让让 让我先看看 主播有钱了变没变 哇 太效率了吧 上午拿的钱 下午就换房子了 还是小别墅 羡慕 老爷子呢 据说会功夫的老爷子呢 同上 慕名而来 真能把名片当飞刀 假的吧 B站还有视频 刚开的朋友可以 先去看看 话说老爷子人呢 请出来露一手 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 涌入了太多人 陈青蒙头蒙脑的一看 才惊喜发现 短短一天 自己长了十多万的关注 可貌似这十多万人 不是来看自己的 他一脑袋问号 主播 你曾爷爷什么时候表演武术 我一会再过来 同问 想看小李飞镖 你给个表演的时间点 靠 你们都是看了视频过来的吗 我还以为就我自己呢 新来的基本都是 老爷子的视频已经上热榜了 太流皮了 哎 你们说真的有武术存在吗 我还以为都是表演操那种吗 不知道 没见到老爷子 之前我也不信 见弹幕密密麻麻 全都是讨论曾爷爷的 陈青小脸上大写了个酒 喂喂喂 兄弟们搞什么啊 我是游戏主播好不好 他在直播间插科打混一阵 终于让观众的注意力 回到了自己身上 这才稍稍松了口气 曾爷爷爷年纪大了 他可不想 为了自己的直播事业 就抢拉着老爷子出镜 上了年纪的人 应该都喜欢清静 也不太容易接受新鲜事物 还是不去打扰老爷子的好 可他刚刚打开游戏界面 还没来得及匹配房间 突然直播间 又来了一波密密麻麻的弹幕 哇 这就是传说中的曾爷爷吗 好有嫌弃啊 只是看起来不像一百多岁啊 我还以为就我一个感觉不对劲 看起来比我 七十岁的奶奶还年轻 不会才六十来岁吧 不知道啊 曾爷爷 算辈分 应该是主播爸爸的爷爷 四倍的老人 主播 现在都二十多 那老人怎么应该也得八九十了吧 如果陈家人都按照二十岁结婚 并且当年就生子 那老爷子现在应该也有一百了 应该是保养得好啊 主播 麻烦问问 你曾爷爷用的什么护肤品 帮我带购一套 陈青回头 吓了一跳 老爷子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走到了自己的身后 这时的老爷子 已经换下了那一身中山装 而是穿上了更显宽松的青衫长袍 就是那种民国时期 文人默克穿的 呦 曾爷爷 你怎么换上了这身 陈玄白白手往门外走 笑道 在家里还是穿着身舒坦 你忙你的 我出去溜达溜达 那你别走远了呀 就在门口 就在这时 听闻老爷子要出去 还在二楼收拾的于小双 慌里慌张地从二楼上探出了脑袋 哎哎 老爷子等等 你这些衣服 有需要洗的吗 一会阿姨过来 哎呀 话音未落 他脚下的拖鞋突然踩空 直接头朝下翻过了栏杆往下栽 嗡 看到这一幕 陈青惊恐至极 全身发麻 满脑子只剩下了一个想法 完了 与小双要凉 二楼不算特别高 但是也要有三四米的高度 头朝下的摔下来 不死也得飞 直播间所有人也全都懵了 只能眼睁睁看着 连发弹幕的时间都没有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刚刚走到门口的陈玄霍然扭头 紧接着 他直接回身飞奔 两步越过客厅 第三步直接凌空起飞跃起 这一跃竟然直接飞到了二楼围栏处 抱住了与小双 再接着 另一只手爬住围栏一番 两个人已经回到了二楼 潇洒干脆利索 一番动作说时迟坐时快 也不过区区一眨眼的时间而已 与小双已经被救 这一切 全都被摄像头看得清清楚楚 与小双 陈青 谁有 莫说别人 就连当事人与小双都懵了 一边傻傻地看看陈玄 一边看看二楼到一楼的高度 只觉得世界观受到了暴击 陈爷爷 飞 飞上来了 你这孩子 要稳重 别慌慌张张的 陈玄不悦地唠叨了一句 刚才多危险 要不是正好有自己在 现在都能开戏了 嗯嗯 与小双麻木地点头 我明天就找人把护栏夹高 以前我也不怎么来二楼 此刻 他觉得自己精神错乱了 那么的 现在自己该关心的是 怎么夹高护栏的事吗 老爷子刚才玩了一出飞天 飞天啊 就是那种不符合科学规律的飞天 懂不懂 现在他只觉得自己乱糟糟的 澄清脑袋僵硬地回过头 怀疑自己是不是出现了幻觉 下一秒 爆炸的直播间带他回到了现实 卧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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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不住脚了 牛顿呢 起来解释一下吧 朋友们不用太惊讶 可能在你们 外行看来这挺不可思议 但对于作为一个专业跳高运动员的我来说 其实也看得一脸猛逼 这特么怎么做到的 老爷子碾压了国家队 心满意足了 兄弟们 这就是你们要看的功夫 来来来 小礼物走一波 都把666打在宫屏上 云身不知处 打赏了超级火箭X1 再来个 再来个 小小鸟 打赏了火箭X5 别逗了 主播快去看看 老爷子没事吧 有些人可能会一瞬间爆发潜力 以前地震时候 还有母亲掀起大卡车 可那是会透支的 最后一条弹幕 陈青看了 也后知后觉地担心起来 他连忙跑到二楼 表情都要快哭出来了 我的老太爷 你没事吧 双儿 你也还好吧 云小双心计的摇摇头 拍着不大的胸扑道 我没事 就是吓了一跳 主要是陈爷 走吧 我去开车 咱们还是先去医院吧 对对 先去医院做个检查 俩人慌里慌张地 找钥匙穿外套 行了 你们该干嘛干嘛去 我没事 陈玄懒得搭理他们 溜溜答答地下了楼 俩人傻了眼 曾爷爷 你干嘛去啊 六弯 陈玄淡定回应 能有个屁事 他心里暗道 别说这点高度 就算从珠穆朗马峰上跳下来 自己也摔不死 长生者的名头闹着玩啊 十次涅槃之后 陈玄隐隐有种感觉 现在别说意外 就算自己想弄死自己 怕是也难 何谓长生 不死不灭 与天同兽视为长生 当然 到底是不是能活到世界爆炸 他现在还不敢说 但有一点敢肯定 反正人为的灾难 绝对搞不死自己 肉体抗个几百吨的炸弹 问题不大 等陈玄出门后 于小双也拖着个行李箱往外走 你干嘛去 陈青好奇问道 于小双 刚才曾爷爷找衣服 将这些老照片也全扔给我了 让我丢了 我觉得可惜 想出去弄点相框表起来 你不用管我 一会就回来了 话没说完 他便已经风风火火地出了门 相片 陈青记得 曾爷爷当时确实有个小包袱 里面都是些老旧的黑白照片 不过他没戏看过 也就没多在意 别墅外的小河边 陈玄静心宁气 感受自然间的天地灵气 直觉浑身舒爽 这里的环境 确实要比市里边好得多 虽然与泰玄山还相差甚远 但也在能接受的范围 清醒过来后 他也思考过这个问题 要不要去找个名山大川去隐居 可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 不为别的 就因为还有个曾孙女在身边 让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跟着自己去深山野灵过原始生活 实在是不现实 更何况 如今十次涅槃完成 修为已经到顶 就算去灵气浓郁的地方生活 除了感受舒适些外 其他的也没什么用 去不去的 等以后再说 哎 动作慢点 一手丹田 精神放空 对对 跟着我的节奏来 前方 突然在林中出现个小广场 陈玄放眼望去 只见有十来个老人 正在打太极 他慢悠悠走过去 在一旁的木椅上坐下 笑眯眯地看着 这些人的动作 在他眼里 着实是漏洞百出 别说异 就连行都似是而非 说是太极 实际与真正太极毫不沾边 不过他也并未出声指点 非清非故的 也就看个热闹而已 之所以在这座议会 也只不过是因为 想起了故人 颇为感到好笑 大概三百年前 他无意间指点过 陈家沟的一个年轻人几招 记得叫 陈补 没想到那小伙子 因为自己的几句话 竟然弄出了 举世闻名的太极 哭笑不得 不承想 呆了没一会 领头之人竟然走了过来 老兄弟 刚住过来的 李良才毫不见外地 坐在陈补身边 取出毛巾擦了擦汗 又取出水痛快喝了几口 是啊 今天刚搬过来 哼笑 我说以前没见过呢 这里住的人少 时间长了 大家都认识了 说着 李良才上下打量了一番陈补 越看 双眼越是放光 老兄弟 你这锻炼得不错啊 身上一丝坠肉都没有 在咱们这个年纪可不容易 也是退休老干部吧 你以前是哪派的 广场派 还是太极派 陈玄听不懂了 广场派这个词 他没理解 思索一番 觉得可能是新出来的帮派什么的 应该算是太极派的吧 他迟疑说道 哟喝 既然是自己人 老兄弟你算是找到组织了 太极一个人练可不行 就得人多一起 不是老哥给你吹 就在魔度这一块 我的太极水平 应该算有一号了 以前在单位参加过不少比赛 拿奖拿的手都软了 走走走 我介绍大家给你认识 说话间 陈玄被这热情的老头 愣声声给拉了起来 他行走世间 就是为了感受 云云众生的喜怒哀乐 也就没拒绝 到了小广场 老头老太太都颇为热情 纷纷起哄 让陈玄先打一段看看 陈玄懒得给人表演 推脱了几句 万万没成想 这群人热情过了头 尤其是一位游灵导饭的老太太 掏心掏肺地劝道 没事 水平差点不算啥 正好李大哥在这 让他指导你几句 你绝对受用不清 练到死都够用了 哼哼 既然这样 那就现丑了 陈玄此时 也有了活动活动筋骨的想法 想着回去也没事 打几招也无妨 这些人既然在这里见到了自己 也算是该有这一桩机缘 好 来来来 都让让 老陈别紧张 放开了打就行 李大哥会在一旁指点你 多一个小区的 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 可别给咱们见外 开始了开始了 快看 十来个人围绕了一个大圈 陈玄闭目片刻 豁然睁开 闪过两道金光 他双手微微抬起 道运自生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现场 所有人陷入寂静之中 迷迷糊糊的众人 仿佛看到 一抹淡然身影 在演化数个动作 惊艳 只见有时如老树屹历千年 时而又如微风拂过 清风拂山岗 明月照大江 时间对众人来说 已经没有了意义 似乎过了永恒 又像是只过了一瞬 无从分辨 画面结束 众人情绪不一 有人记住了一个完整动作 面露狂喜 而有人只记住个棋手势 有些沮丧 等所有人回过神 现场哪还有刚才那人的身影 咱们今天真是见到了神仙啊 李良才到吸口凉气 难难说道 其他人也各个感觉惊心 只要不傻 都知道遇到的不是一般人 就算不是神仙 也绝对是顶级国术大师 专门教导紫禁城里面人物的那种 不错 现在想想 我还觉得精神不同 像是更年轻了 好家伙 我还以为是我的错觉 你也感受到了 还有我 我也是 看了这一次 比我自己练一辈子都有效 你们谁记住老神仙叫什么 住哪了 好像叫陈玄 住在七号别墅 我警告你们 可别去贸然打扰老神仙 万一惹得人家不喜 咱们可没什么好果子吃 哎呀 老李 这还用你说啊 我们都懂 大家伙可记住了 偶遇老神仙可以 可别故意去麻烦人家 知道 岑爷爷 您回来了 嗯 门口活动了活动 回到别墅 陈玄只见俩丫头正在定相框 一看 正是自己的一些老照片 哼哼 那些人都不会喘气了 还摆不摆的 没啥用 嗨 给您老人家留个纪念吗 想必这些人都是您的朋友 挂在这 您就不会忘了他们了 您还有别的朋友吗 我帮您都挂上 已经直播完的陈青头也不回地说道 手里拿着个小锤子 光光地敲着钉子 陈玄摇摇头 不在意道 别的 就算了 朋友有一点多 都挂上 怕是挂不下 晚上吃完饭 陈青和于小双 赤着小脚丫在沙发上打游戏 不时地杂杂呼呼地吵闹一番 陈玄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 很是满足 这种生活氛围他很喜欢 比起以前在山中涅槃时候的日子 要好上太多 以前在山中的时候 常常一个打坐 就是百年时光 哭泣得很 如今涅槃完成 自己终于又能享受天伦之乐 着实不错 又过了片刻 俩丫头终于玩完了 于小双揉了揉脖子 突然想到了什么 忐忑地看向陈玄问道 陈爷爷 您今天出去 没遇到什么事吧 嗯 没有啊 鱼丫头怎么了 陈玄疑惑问道 陈青也好奇地看过来 于小双文言 整个人直接向后一仰 生无可恋地叹了口气 摆出一张咸鱼脸 然后有气无力地道 忘了给你们说了 这个小区有一群麻烦的老头老太太 就是整天在广场上打太极的一群人 这群人整天闲着没事 拉人打太极 你说年轻人有几个对那有兴趣啊 烦人得很 嗨 我当什么事呢 你不去不就完了呀 陈青撇了撇嘴 爬到沙发上坏笑挪鱼道 难道你与大小姐也是个社恐 不好意思拒绝 别提了 真要那么简单就好了 于小双痛苦地闭上眼 无奈道 那群老头老太太 可不是平常人 不是从魔都重要部门退下来的老干部 就是大集团的老领导 反正 能量很大 不能得罪 像我们自己开公司的 更是得哄着那群祖宗 要是敢说几句不好听的 分分钟有人查你 这个别墅小区哪都好 就这是个大麻烦 年轻的没几个不凡的 我现在出门进门都躲着他们 每次遇到了 都要让我跟着打几遍 丑死了 说完 他痛苦地揉了揉脑袋 将发行动的一团糟 看得出来 真的很郁闷 陈玄见此 不知可否地端起茶笑了笑 约丫头放心 今天我碰你说的人了 交流了一番 都挺好说话的 放心 再有人拉你 只要你说住在七号院就没事 说完 他也不解释 溜溜地搭上了楼 客厅剩下的俩女一脸猛逼 什么意思 不知道啊 不过我曾爷爷说话都很有用 明天你试试看 嗯 好吧 不过最好别遇到 第二天 清晨 太阳刚刚升起 窗外百鸟争鸣 与小双捏手捏脚地溜出了别墅 怕打扰到陈青和老爷子休息 他自己成立了个小型创业公司 每天都要去上班 才起得这么早 不然这个点客气不来 刚刚出门 他吓了一跳 心脏都差点骤停 只见自家门口 不远处 有十几个老头老太太在散步 柳湾 眼神都若有若无地 看着别墅大门 头皮发麻 干颤 卧槽 难道是前几次 自己偷着溜了 惹急了这帮祖宗 今天组团到我家门口 来等我刷新 他暗戳戳地想到 与小双深吸口气 强行堆出个笑脸 陈爷爷 您没打太急 我今天真没时间 得去公司 往奶奶 明天 明天我早点起来 一定陪您 留爷爷早啊 你别拦我 他决定先发制人 不等一群祖宗说话 先甜甜地挨个问候 顺带堵死他们的话 只是等说完才发现 情况有点不对 换成以前这群老人 早就过来拉自己了 甭管你有什么事 先跟着打一圈再说 但今天这群大爷奶奶 只是随便看了自己一眼 就利索地放行了 甚至 感觉有点嫌弃 嫌自己在这碍事 心里奇怪 他反倒是不着急走了 磨蹭到李大爷身边 乖巧道 李大爷 您今天怎么没去 小广场那边打太极啊 李良才眼神直勾勾的 盯着七号院的门 怎么还不出来啊 于小双发呆 李大爷 您等谁呢 对了 忘了问你 小于 住在你家的老神仙是谁啊 老神仙 首先 就这个称呼 都让于小双梦了 这说的肯定是陈爷爷 只不过陈爷爷昨天刚住进来 也就昨天下午出去转了一圈 怎么就成老神仙了 是我朋友的陈爷爷 据说一百多岁了 简单介绍了几句 他眼睛一转 突然觉得陈爷爷年龄大了 天天和自己还有亲儿一块生活也没意思 没准和这群大爷大妈能玩到一块 一群老年人应该有话题聊 对 就这么办 应该介绍他们认识一下 他越想越觉得自己琢磨的有道理 李爷爷 你等着 我去看看陈爷爷醒了没 话没说完 于小双就想着往回跑 万万没想到 他这个举动就像捅了马蜂窝 一群平均年龄六七十的老头老太太 差点蹦起来 别 不要 于儿 冷静 给我站住 千万别打扰到老神仙 十来个人近乎以冲刺的速度 跑过来拦住了他 于小双 又双若着猛了 也惊了 至于这么大反应吗 只是不等他细问 就被一群老人给连拉带劝的送走了 可不敢让他继续在这待着 惊扰到老神仙怎么办 直到看不到他的身影 以李良才为首的太极帮成员 才松了口气 并且神秘兮兮的 开了一个简短的小会 记住 任何人不能随意打听老神仙的事 以免惊扰到人家 昨天的场面 你们也都见过了 那太极图 和咱们身体的变化 你们都感受过 绝对货真价实 人家是有修为的 可不是卖宝剑品的骗子 这是仙缘 咱们慢慢来 谁敢擅自行动 别怪我把你踢出去 可没有情面讲 其他人纷纷响应 懂 老李你放心 咱们就不傻 慢慢来 大家都用用心 争取能给老神仙帮点什么忙 混个脸书 神仙用得上 咱们帮啥忙 诶 这你就不懂了吧 神仙才懒得理会繁俗的事 再说 老神仙不是也有家人 对对对 有道理 咱们都上上心 以后七号院就是圣地 没事 千万别打扰 说起来 我倒是听我儿子说起了个事 就刚才那个鱼丫头的公司 遇到点麻烦 回去我打听打听 各位 这是个机会 咱们一定把握好了 走走走 今天不打拳了 还没学会 咱们打半天也没用 先回去给儿子打听打听 看看鱼丫头 到底遇到什么事 咱们漂漂亮亮的解决了 七号别墅 二层 正在打坐中的陈玄 哭笑不得 不过也没管 随他们去 亲儿 你曾爷爷到底干什么的 开车行驶在路上 于小双迫不及待地 戴上蓝牙耳机 拨通了陈青的电话 嗯 陈青迷迷糊糊地感觉诧异 他眼睛都还没睁开 瞥了一眼 发现才七点 不由得有些抓狂 不知道啊 曾爷爷没怎么说过 怎么了 紧接着 电话对面的于小双 神秘兮兮地 将早上的事说了一遍 最后 坦特问道 我是说 你爷爷当年不是混江湖的吧 我怀疑老爷子把我们小区的老头老太太全骗了 亲儿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这群老头老太太背景了大的吓人 思索半天 于小双觉得这是唯一一个合理解释 昨天陈爷爷出门 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 捂住了所有老头老太太 不然还能是怎么回事 陈老爷子真是神仙 别逗了 作为好朋友 他觉得自己有必要给陈青提醒一下 不然万一哪天老爷子完崩了 麻烦就大了 今天门口的那群老人家里没一个简单的 黑白通吃 不然也不能在寸土寸金的子院别墅区养老 挂断电话 陈青也睡不着了 猝着眉头思索起来 以前曾爷爷疯疯癫癫的时候 和寻常老人没什么区别 可他醒不来这才两天 自己这个曾孙女 是越来越看不懂老爷子了 此刻他心头也闪现出一抹疑惑 曾爷爷当年到底是干嘛的 于总 您可算来了 叶总在办公室等您了 刚到公司 前台小姑娘立刻紧张地小跑了过来 小声说道 文言与小双脸上立刻阴云密布 这事儿与他公司前几天合作的一项业务有关 他公司的主营业务就是做新媒体销售 说白了就是 手下有一些主播 然后帮商家直播带货 公司赚取坑位费 在魔度来说 他们做得还不错 有不小的名气 前些天有公司与他们签订了一份合同 付出了天价的坑位费 要求进行一场观众不低于一千万人直播 本来这是一单好生意 与小双自然高高兴兴地签了合同 结果半路出了岔子 他手下的两个顶梁柱主播 不惜付出违约金要跳槽 而且要求立刻离职 这一下就有了问题 手下的大主播都跑了 剩下的几个小主播难以撑住场面 也没有那么多的观众 不得已 与小双最后选择了违约 要付出高达两千万的违约金 做过公司的都知道 可能只看业务好看 但一看账面都一样 很少留存那么多的现金 而且人家根本不给时间筹备 这两天与小双正在发愁此事 到了现在 他那还能不知道自己被人算计了 手下人也一定是被高价挖走才会跳槽 可惜一环套一环 此时看明白已晚 而且要强的他也没打算麻烦家里 不然再想自己出来折腾 很难再被允许 一定要挺住 他默默想到 没事 不行我把住的别墅卖了 公司不会倒下 看着忧心忡忡的员工 于小双安慰了一句后 走进了办公室 内心却苦涩无比 卖房子倒是能解决问题 可昨天刚把陈青和陈爷爷接过来 自己办的这叫什么事 屋内有两人 一位约莫五六十岁的男子 身穿正装 脸上带着高深莫测的笑意 正是叶总 叶问天 还有位二十来岁的年轻男子 全身潮牌 正在坏笑地看着于小双 是叶总的儿子 叶末 于小双 怎么样了 两千万 我今天要一分不少的见到 我警告你 再拿不出钱 可别怪我不客气了 我手下的一帮兄弟 可没我这么好说话 叶末大咧咧地摊在沙发上 眼神肆无忌惮地上下 打亮于小双 你 于小双气节 哎 说的什么话 叶问天装作生气地 瞪了儿子一眼 可紧接着又假嘻嘻道 可是于总 在商言商 咱们都是生意人 一切得按照规矩办事 你看钱 两人一个唱白脸 一个唱红脸 话里话外的意思都一样 掏钱 他们父子二人 其实根本不是生意人 二人 专业走江湖 这次是有人 让他们出面 其实背后另有人做局 为的就是把于小双踢出去 直播带货这块 被富家子弟看上了 想吃下这个市场 于小双沉默片刻 叹息一声 无奈道 我名下有栋别墅 在紫苑 卖了钱就给你们 他话还没说完 吊耳郎当的叶末 直接跳了起来 嚣张道 你想的美 谁知道你到底有没有 还想拖 哼 告诉你 少玩花样 今天你必须掏出钱来 再说 还紫苑有栋别墅 你知道紫苑的别墅多少钱吗 你买得起 你公司卖十次都不够 王八蛋 于小双气得要发疯 可还是无奈地忍了下去 要怪就怪自己没经验 被人坑了 协商一番 他最终同意 带两人回别墅去看房本 证明自己确实有还款能力 一行人下楼 来到停车场 与小双脸色在变 发现这俩家伙 今天真是有备而来 停车场 还有辆大面包 里面 足足有二三十号人 看来 今天很难善了 希望别吓到陈爷爷 他忧心忡忡地 带着一行人回家 哟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子愿啊 老子 还是第一次来 真特么气派 叶哥 咱们兄弟什么时候 才能弄一套啊 卧槽 这大门就得得几百万吧 够咱们兄弟玩多久啊 呵 呸 闻名点 别特么给老子丢人 于小双垂头走在前边 身后跟着一大帮杂杂呼呼的人 穿衣打扮都是五颜六色的 分外辣眼 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人 李爷爷 您还在这啊 刚到家门口 于小双眼前一亮 见到了熟人 李良才 李爷爷要是肯帮我 说不定这个麻烦就解决了 他心中暗想 李老头别看整天痴迷太急 可以前 那也是魔都要害部门的风云人物 李良才一看 于小双还有他身后的人 眼睛顿时放光 激动得手 都要颤抖 啊 没溜完呢 于丫头回来了呀 你家去吧 走了呀 在于小双失望的眼神中 他转身走了 步伐比以前要快得多 就像怕惹麻烦一样 唉 人果然 人果然还是要靠自己 于小双眼神黯淡下来 默默打开了家门 只是 他没看到 李良才刚刚拐了个弯 已经飞奔起来 嘴巴都快得到耳根 娘脸 机会来了 别激动 不能我一个人解决了 不道德 得去把老伙计们都叫上 大家都混个脸熟 仙缘啊 俺老李来了 此时时间已经到了下午 陈青四后 曾爷爷吃完饭后 照常打开了直播 谁只刚打开就被吓了一跳 好家伙 往常人气最多的时候 也只有三十多万的直播间 现在直接突破了一百万 翻了三倍 而且随着他的开播 还在直线增长 我靠 兄弟们 我这是火了吗 他双眼放光的 喃喃自语了一句 谁知这句话 换来了水友们的疯狂吐槽 哈哈 亲儿别逗了 你火个毛线啊 你曾爷爷才火了 主播今天没看斗音吧 昨天 老爷子凌空飞天的视频 都上热榜了 老爷子在哪 快让我瞅瞅 那个谁 这个主播叫啥来着 麻烦你让让 我们来看大师的 昨天的视频是真的吗 我看了 感觉都不可思议 感觉就算是个专业跳高运动员 可能都做不出啊 不会是剪辑的吧 兄弟不用可能 我就是跳高国家队的 真做不出来 不是剪辑的 昨天我们亲眼看到的 三观都受到了暴击 主播别默计了 麻烦你让让 我们要看老爷子 刷刷刷 弹幕刷新的飞快 密密麻麻 陈青都来不及看清 人太多了 不过大体表现的 只有一个意思 要看老爷子 人数增长得太快了 就这么开播 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人数已经又翻了三倍 来到了一百五十万 陈青强行安耐住 激动的心情 歉意地笑道 我曾爷爷刚刚午睡去了 结果 他话还没说完 只见直播间 又是一波疯狂弹幕 哇 来了来了 这就是你们要看的大师 我的天 先锋道骨 别的不谈 就这卖相 如果摆摊子算卦 最少也得一百块钱 碾压同行啊 老爷好啊 麻烦你给我算下 什么时候能结婚 陈青回头 果然看见曾爷爷又出来了 而且最让他震惊的是 老爷子换了一身打扮 原本穿在身上的中山装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件青色道袍 昨天随意扎着的头发 也被一根木质发际束住 脚上踩得老弟都不邪 再加上那一身独有的淡然气质 莫说别人 他这个朝夕相处了两年的曾孙女 都愣神了 先锋道骨 他此刻突然理解了这个词 这个词被人发明出来 就是用来形容曾爷爷的 我的天 曾爷爷 您这是 昨天在京北上下的单 别说 这个朝代送东西真快 比以前的行脚商人快多了 我们那个会可没有 叶玄满意说道 昨天他被与小双交汇了网购 好奇之下浏览了一番 发现很有意思 包罗万象 想要啥有啥 而且不管天南地北 第二天就能到 比他以前在皇朝做供奉的时候还快 话未说完 他已经凑到了电脑前面 好奇地看着弹幕 昨天也弄明白了 主播是怎么回事 感觉挺有意思 老爷爷好啊 麻烦你给我算下 什么时候能找到女朋友 正巧 这条弹幕被他看得清清楚楚 陈选手掐选指 推测一番 神秘莫测笑道 相逢救世员 老夫且算上一挂 这位叫我有一个小小鸟的朋友 你命中没有桃花节制啊 先天条件不足 难以弥补 你就算交上了 怕也不能长相厮守 也更难幸福 况且 老夫劝解你一句 还是别结婚的好 让人独守空房 着实是不道德 片刻地寂静之后 直播间疯狂起来 我靠靠靠 老爷子真会算 肯定开玩笑的呀 神他们先天条件不足 这是要笑死我 继承我的花呗吗 扑 此时此刻 我出了大喊666 实在不能再说点别的 哈哈 这话是说 这位兄弟的功夫不行 节目效果是棒 但是不得不说 这么调侃谁又不太合适 确实 有点过分了 陈青顾不上笑 也担心起来 平心而论说 他也觉得曾爷爷的话过了 当下态度诚恳地道歉道 这位兄弟 我曾爷爷年纪大了 有时候好开玩笑 你别介意 不等他说完 直播间出现了 让所有人震惊的一幕 我是一只小小鸟 打赏主播超级火箭X10 我是一只小小鸟 打赏主播超级火箭X10 我是一只小小鸟 打赏主播超级火箭X10 老爷子 大师 求你指点迷惊 告诉我个办法 只要能帮我治病 让我干啥都行 屏幕另一端 一个相貌英俊的青年激动不已 他正是我有一只小小鸟 本名叫陈康 陈康命好也不好 说他好 他出生在一个富贵之家 从小不缺吃不缺穿 家庭和谐 父母恩爱 自己也毕业于名牌大学 人生可谓是圆满 可是唯独有一点 他先天羊根不足 无法进行夫妻间的和谐运动 就因为这 数次谈上了心仪之人 也都没修成证过 家里为此也出了大力气 忠心名医 甚至是世界级专家都找过 可都没办法 钱花出去无数 最终换来的都是失望 甚至最后 他父母都放弃了 劝他不结婚也挺好 人明明中有第六感 只是时而灵 时而不灵 此刻 陈康就有种感觉 这位老爷子刚才说的话 绝对不是随口乱掰的 一定是真算出了什么 这种感觉强烈无比 他紧张地盯着屏幕 侯姐耸动 手心都开始出汗 溺水之人 见到一根稻草 是绝不会放手的 陈玄一声轻笑 缓缓摇了摇头 平淡道 法不可清传 并不能乱医 先天有损 想让我帮你改 咱们不熟 也劝你莫要再多说了 除了我曾孙女求我 世间再无一人 能让老夫改变主意 能改 但是为什么帮你 陈玄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他又没打算 客串名医 也懒得找麻烦 虽然此人的病对他来说 也就是挥手间的事 但非清非故的 凭什么帮你 我是一只小小鸟 打赏主播超级火箭X10 主播 求交个朋友 我是一只小小鸟 打赏主播超级火箭X10 主播 救救我 我真的快活不下去了 求你救救我 眨眼间 陈康刷出去了100枚超级火箭 加上刚才的30个 一共130枚 一枚2000块 共26万 这一下子 直接成了榜一大哥 只是别人家的榜一大哥 那是真大哥 主播的好好哄着 陈庆这位榜一大哥 姿态低的 都快成孙子了 而且话里那个可怜 都没法形容 见着伤心 闻着流泪 陈庆蒙头蒙脑的 也看不明白情况了 他本想拒绝 直播是一回事 给人看病又是一回事 那不是瞎胡闹吗 只是 他突然想起了 与小双早上 给自己说的话 心里不禁也泛起一丝狐疑 曾爷爷莫不是 真有特殊的本事 这倒是个事实的机会 老爷子如果治好了 那皆大欢喜 如果没治好 大不了把人家的钱 全退了就行 曾爷爷 您要是不为难的话 就帮帮他吧 小姑娘撒娇的本事 都与生俱来的 陈庆在直播间 就是兄弟们 在陈玄面前成小女孩了 呵呵 这倒不为难 随手的事 没啥难的 陈玄盘稀坐在地上 双手掐到家法印 嘴中念念有词 片刻后 直接双眼猛睁 随手一指 一道旁人看不见的 悬光冲天而起 自动寻人而去 在直播间见过 也叫运到有了牵连 不用非要见面才行 施法结束后 陈玄拍拍土站了起来 云淡风轻道 好了 我是一只小小鸟 谁有 陈青扶住了脑袋 按道自己 要不要连夜跑路 直播这碗饭 怕是吃不下去 双玄见此 也不急 双眼虚眯 信与不信 都不要乱说 自己去看看 不就知道了吗 过了一分钟 我是一只小小鸟 没有再说话 但是礼物 刷了有十分钟 直接给陈青直播间 送上了首页 我是一只小小鸟 打赏主播超级火箭X100 我是一只小小鸟 打赏主播超级火箭X100 整整一千枚 二百万 眼都不眨 就这么扔出去了 直播间水友们彻底笑喷了 这尼玛不是拖 我直播把电脑吃了 主播想火想疯了 用这种手段 还不如再让老爷子 来两段功夫 泽泽 老套路 没劲 无聊不无聊 又是一个老骗子 接下来不会忽悠我们 买保健品吧 别说 跟看小品似的 老爷子演技还是在线的 不会有人认真了吧 笑死我了 不 刚才老爷子突然睁眼的眼神 你们看见了没 太吓人了 我觉得真有功夫 有功夫是真的 视频能作证 可这隔空看病 就太扯了吧 也没准不是看病 小说上不是说能欺负啥的 看你们一本正经的讨论 笑死我了 除了叶玄 我是一只小小鸟外 没人相信真治好了 所有人都觉得彩排好的 陈青也半信半疑 说不信都不用理由 脑子正常的都不信 可要说彻底不信 一千多枚火箭 可不是假的 这可不是自己安排人刷的 一时间 脑子乱哄哄的他 也想不明白怎么回事 所有人都尚不知道 今日之后 再日后会造成多大的波澜 咔 就在这时 于小双 于小双带着乌泱泱二三十号人走了进来 叶问天 我警告让你的人老实点 见一群人刚进门就四处翻腾 嘴里还说着不干不净的话 于小双当即脸色就变了 呵斥出声 他现在都不敢去看陈青还有陈玄 没脸 刚搬过来 自己就要卖房子了 这是让人家白 折腾了一场 可说起来也怪不到他 他前天也没想到 会弄到卖房子的地步 如果不是有人刻意算计 无论如何也不至于 叶末一听他吆喝自己老爹 立刻急了 姓余的 你还装什么装 合同上写了 今天是你赔付违约金的最后一天 今天拿不出钱来赔偿金再翻十倍 那就是两个亿 你以为我们那么闲 跟着你过来 明摆着告诉你 你今天要不把这栋别墅赔给我们 要不 嘿嘿 叶问天也本相毕露 在沙发上大摇大摆地坐下 后辈的人谋的是市场 他们父子二人 琢磨的 就是这栋别墅 之所以之前逼得没那么紧 就是为了 等着最后一天 于小双脸色难看 恨得咬牙切齿 我这栋房子市场价 最低也得八千万 你想直接抵两千万 你特么 漂漂亮亮的大美女 气得脏话 都飙出来了 嘿嘿 叶末伸手指了 指自己带来的一群小混混 嘚瑟道 你卖啊 你今天能卖了我算服你 我倒要看看 我们兄弟就在这 有谁敢买 于小双气的胸膛 剧烈起伏 看得叶末 一群小混混眼都直了 鱼丫头 急什么 陈璇不知道何时走了过来 老神在在地坐到沙发上 看向叶问天 老家伙 你 嗯 不等叶末骂完 陈璇淡然地扫了他一眼 就这一眼 叶末犹如被掐住了嗓子的鸡 又像是站在了悬崖边上 后背刷得就出汗了 他慌张地回退两步 脑子嗡嗡的 别说是他 就连直播间看到这一幕的水友 都感受到了不同寻常 我的天 刚才怎么回事 降温了 嘶 我也感觉有点发冷 就像有人拿刀架在我脖子上 好可怕的眼神 我现在确信一点 老爷子当年也绝对是个狠角色 老爷子都被挺直了 你们有没有觉得 他现在像一座大山 何止是大山 我觉得像泰山 不怕各位笑话 刚才我隔着屏幕 都感觉旁观发解 叶问天促起了眉 也察觉到不同寻常 朋友 我没你这个朋友 你还不配 叶玄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 接着转头看向于小双 这是怎么回事啊 于小双看陈老爷子给自己出气 心里终于痛快了一点 接着快速把事情的始末说了一遍 陈玄听完 点点头不再说话 不过神态从容 像是心里已经有了主意 好了 走吧 于总先带我去看看房板 叶问天守着陈玄之 感觉全身都不自在 终于等到两人说完 迫不及待地站起了身 叶末也不敢多呆 守着老爷子太吓人了 急忙跟在老爹的身后 于小双无奈带着二人上了楼 曾爷爷 于小双是我最好的朋友 要不咱们先借给他钱 陈青在一旁着急地问道 他没钱 可曾爷爷有钱送家给的一千万 虽然卡在自己这 可这钱不是他的 所以刚才当着闺蜜的面 也不敢直接说 现在赶紧来求老爷子 不用 你在边上看着就成 说着 陈玄瞥了一眼小混混们 随意道 都老实点 音量不大 更没有气急败坏 平平淡淡的 就像问你吃了没 可听在二三十个小混混耳中 却感觉如响雷一般 冷 骨头缝里都发寒 全都不自觉地乖乖蹲在地上 一些有经验的 直接双手捏着自己耳垂 相互间对视 眼神都惊惧 这老家伙谁啊 不知道啊 叶哥没说 太特么可怕了 直播间又是满屏的六百六十六 只不过陈青现在 也没心情去看 爸 刚才 刚上了楼梯 叶末急忙看向老爹 指了指楼下的叶玄 没敢问出声 叶问天用眼神制止住他 低声道 咱们办自己的事 别去惹他 高人 还有沉稳点 别一惊一乍的 说话的同时 他眼中出现浓浓的忌惮 跑江湖能跑到五六十岁 本事怎么样先不说 眼力肯定够 不然活不到这岁数 他突然怀疑自己这个单子 是不是接错了 这与小双 家里有这么为可怕的主 别回头有命赚钱没命话 下一刻 他不怀疑了 卧槽 叶问天再也保持不住风度 一声国粹猛的出口 叶末 说好的沉稳点呢 叶问天感觉自己有点上头 口干舌燥 指着墙上的一张张照片 不敢置信道 特斯拉 叶末 爹 好好的你说电动汽车干嘛 没烧油的好 碰 叶问天一巴掌护在儿子头上 呵斥道 让特曼尼好好念书你不听 特斯拉是发明交流店的那位 说话间又走了几步 父子二人都傻眼了 傅一 爱因斯坦 慈禧 一位未活在传说中的大佬 全都出现了 而且所有照片惊人的遗致 都是与楼下那位老爷子的合影 细心的叶问天 还发现最恐怖的一点 所有照片中 老爷子都坐在主位 就连与慈禧的都是如此 咕噜 什么人物能让那位站在一旁 别慌 儿子 沉住气 别主动去惹他就行 当年就算有什么吓人的身份 现在也管不到咱们头上 话没说完 叶问天又停下了脚步 嘴唇发白 手发颤 差点蹲下 叶摩一把扶住老爹 又怎么了 叶问天颤颤巍巍地提起手 指了指最后一张照片 杜月 生 照片中 陈玄依旧端坐在太师椅上 一个中年人讨好的笑着站在一旁 隔着照片都能感受到他的卑微和窃喜 貌似于这位老人合影是天大的荣耀 混旁门的可以不认识特斯拉 但一定认识杜月生 这位活跃于近代的大佬 是真正的风云人物 已经被某些小混混看成了祖师爷 关公都不败了 败这位 而且 这位留下的影响力延伸到了现在 港都的某些著名社团的前身 都是这位创建的红帮 爹 这特曼 到底是什么神仙 叶问天没回答他 而是在思索一个问题 自己究竟是走了什么运动 能敲竹杠敲到祖师爷的家里 妖兽 做了大死了 爹 不至于吧 叶末到底是年轻 没有叶问天那么敏锐 他觉得 纵然楼下的老头年轻时候 真的有身份 现在也爬了窝 不然 他们父子二人都没听过 常年混迹在魔都 那些有名有姓的 惹不起人物 他们心里都有个名单 反正没这个老头 你不懂 叶问天摇了摇头 脸色凝重起来 混江湖不是打打杀杀 是人情世故 老爷子当年的人脉 但凡还有一两条能发挥作用 也能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思索一番 叶问天悄悄叮嘱道 听我的 你别多嘴 咱们今天只要赔偿金两千万就行 这栋宅子就算了 他一会 想卖宅子你也别捣乱 记住了 赔偿金必须要 不要不能让于小双退出市场 那没办法给背后的人交代 这边得罪不起 那边也惹不起 可额外的才不能再贪 容易出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叶问天总觉得心里发秃秃 老感觉今天要倒霉 爹 一听此话 叶末脸都扭曲了 这栋房子要是能黑下来 那就是小一个亿 比他们这些年坑蒙拐骗的总和还多 就这么舍了 疼得他心里直抽抽 碰 只是不等他再说话 叶问天已经又一巴掌护过来 眼神严厉 叶总 你们这是 走在前边的于小双 也听到了后边的动静 回过头诧意问道 叶问天深吸口气 收起了脸上假兮兮的笑 正色道 于总 事儿到了今天 想必你也看明白了 我们父子二人 就是给人跑腿 背后另有他人 冤有投债有主 你也别记恨我们 刚才我这蠢儿子说 要房子是开玩笑的 我们只要两千万的违约金 多一分都不要 而且 只要你答应我官厅公司 违约金也不用今天掏出来 错些日子也行 于小双都猛了 发生了什么 这位突然这么好说话 真让他不适应 和刚才进门前的态度差距也太大了吧 而且这条件 已经不能说是退了一步 简直是退到家了 只是 抱歉 我不能答应 无论什么原因 万象天一都不会关门 他果断拒绝 态度强硬 公司关门 代表着退出了这个市场 是像藏在暗处的敌人认输 于小双不干 哪怕今天卖了房子也不干 不为别的 吃这么大的闷亏 就堵口气 更何况 他也舍不得倾注了自己心血的万象天一 信余的 给你脸了是吧 我爹好好给你说话 你听不懂 叶问天还在酝酿情绪 没想到他身后的叶末突然爆发了 直接越过他 指着于小双骂了起来 嗡 叶问天脑瓜子嗡嗡的 直接傻了眼 他真没想到 一直还算听话的儿子 为啥今天突然违背了自己的决定 你搞毛呢 叶末真是冲动吗 也不是 他也是有自己的想法 总的来说就一个字 贪 老爹年纪大了 果然是江湖越老胆子越小 吃这碗饭啪个屁啊 干完这一票 弄他小一个亿 直接离开魔都都行 他如此想到 于小双脸色发白 也被吓了一跳 猎切后退了两步 以为叶末要打自己 丧死 只是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楼下传来一声怒吓 紧接着不等几人反应过来 楼下的陈璇 竟然直接一跃而起 飞上了二楼 然后 直接伸腿 一踹 碰 哗啦 叶末像的炮弹一样 撞碎了二楼的围栏 然后在一楼小混混们 惊惊的目光中 飞越过他们 撞到了对面墙上 滑下去 这距离 足足有个十几米 不 嗨嗨 爹 疼死我了 叶末的惨叫声 让所有人都回过了神 儿子 叶问天红了眼 刷刷刷跑了过去 陈青猛了 于小双猛了 小混混们梦了 直播间观众也梦了 这泥马 这是老头 开什么玩笑 谁家老头能飞五六米 还一脚能把人踹飞十几米 卧槽 真能凌空起飞 我还以为视频是剪辑的呢 刚才说老爷子掉微压的 出来看看 不是 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不科学啊 一脚把人踹飞十几米远 根本就不可能做得好不好 一个人最少也得一百多斤 那得需要多大的爆发力 不然 你以为为啥会有这么多人来直播间 凌空起飞也不科学 没有任何助力 直接一跃五六米高 太夸张了吧 头皮发麻 盈盈有些兴奋 我觉得老爷子 给我们拉开了一个不为人知的世界 鼓舞 瑟瑟 兄弟们看着吧 我敢打赌 老爷子绝对有功夫在身 如果我猜错了 直播干风扇 无当 你妈 狼人 陈青癫癫的跑到了陈玄身边 见老爷子面色如常 才松了口气 关心道 岑爷爷 没事吧 与小双在一旁 也是一脸关切 陈玄摆了摆手 没事 死不了 小小惩戒了一番 我根本没敢用力 我是在问您啊 不过两女孩也反应了过来 老爷子现在这状态 肯定没啥事 毕竟曾经一张名片 就把人轰飞出去过 既然打人的没事 那现在就看被打的了 三人都看向 还躺在一楼的夜幕 则则 这叫一个惨啊 撞碎围栏的时候 准是被木刺扎狠了 身上跟花洒一样 血流了一地 不过人倒是没大事 已经被搀扶着做了起来 于小双 你太狠了 我跟你没完 叶问天爱子心切 仇恨地盯着于小双怒吼出声 眼神恨不得杀了他 说话的时候 他眼睛都没敢冲 陈玄的方向瞥一眼 从心 于小双 你嘛 又不是我踹的 不过他也是个有担当的 陈爷爷是给自己出的头 踹就踹了 打就打了 只是不等他说话 家里呼啦啦地 又进来了一群人 李大爷 刘大爷 王奶奶 赵伯伯 紫苑太极派成员 终于登场 一群平均年龄 在65岁上下的老头老太太 此时像感激一样 兴高采烈地走了进来 进来后的动作 整齐华裔的吓人 装作敲咪咪的看一眼陈玄 然后马上 把目光瞥向别处 生怕被看到一样 来之前 老李交代大家了 咱们这是看在 林家必舍的份上 主动给于丫头帮忙 和陈神仙没关系 可别想着邪恩图报 一群混到过高位的人 那都是以前常年被舔的人精 现在换他们来讨好人 今夜那叫一个丰富 见到这一群老人进来 二三十个小混混 和叶家父子都梦了 卧槽 还来 一个老头都这么可怕了 还来一群 要不要人活了 叶末血都不敢吐了 在一旁乖乖看着 登登登 于小双赶紧跑下楼 请爷爷奶奶们坐下 李爷爷 您这是 李良才挥挥手 洋装生气道 于丫头 怎么是看不起你李爷爷 家里出了事 有人来找麻烦 也不说一声 我早跟你说过 咱们小巨人少 有事就招呼一声 大家伙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 没什么不能解决的 听见了没 于小双赶发誓 以前这群老家伙 除了拉自己打太极之外 真没说过这话 甚至前天自己还拿这件事试探过这位 看能不能让这位出面调解一下 可记得李大爷当时直接打了个哈哈 说早就不管事了呀 李大爷 到底是什么 让您的态度 在两天间玩了个飘移 啊 这不是怕麻烦到您老人家吗 脑子里胡思乱想着 嘴上已经甜甜的接过了话 和一群爷爷奶奶客气了一番 好了 你在一边看着 爷爷给你处理 李良才直接接过了处置权 这时 直播间来了几条弹幕 引起了众多水友的疯狂 说话的是平时活跃度很高的账号 都是魔都地区的富二代 哎 哎哎 那不是枫叶集团的老董事长吗 嘖嘖 看见最前面的那个老爷子没有 其貌不扬对吧 以前是某某部门的一把手 刚退休没几年 你妈 爷爷 我靠 我给家里打个电话 我大伯杂也去了 通过这几个账号 众人明白了一件事 这些老爷子们都相当有来头 事儿有意思了 叶问天这时候 也终于辨认出了其中一位老人的身份 深深吸了口凉气 特么的刚才在小区门口遇到了 自己没认真看 现在后悔的牙疼 主要刚才李老头穿的太极服 没认出来 他对这个老人的认识 可比谁有深切多了 当年他年轻混几的时候 魔都还是这群人的天下 一个个跺跺脚 都让人心惨 李老 您还记得我吗 我是小叶 当年给您拜过兽 他舔着脸凑到李良才身边 小心翼翼地说道 李良才斜瞥了他一眼 冷横道 就是你弄事儿 这些人都是你带来的 来之前 他已经打听清楚 与小双这件事的细节 知道了缘由 甚至知道的 比叶问天都多 有关部门想了解的东西 就一定能知道 啪 叶问天轻轻拍了一下自己的脸 苦笑道 我这是不知道您在这 不然就我俩胆子也不敢过来 您赎罪 我这就走 说完 他就想溜 好吧 再不跑 没准就得进去过年了 可是舞台刚不知好 一群急着想表演的老头老太太 能让他走 别闹了 你走了 我们怎么给老神仙说好感 站住 等等 赶走 叶问天 小叶 事儿没弄完呢 这什么急啊 咱们一桩桩说 这小子怎么回事 李良才悄悄堵住门 指着叶末问道 老夫踹的 一声冷哼 陈玄直接从二楼越到了一楼客厅 开口承认 敢做敢当 一群老人家目睹这一幕 眼神都颤抖起来 纷纷互相给眼色 看到了没 我真架实的神仙 这五六米的高度 咱们谁敢来 谁敢试试 恐怕当场就能抬走 老神 嗨嗨 陈师傅 您别急 咱们得看家属怎么说 要讲下国的规矩 小叶 你说说 我看像是摔的呀 是摔的 他走路不小心摔的 说这话的时候 叶问天脸都抽抽 可形势比人强 真不敢撒野 摔得这么严重 不长眼 从那边的二楼摔到了这边 嗯 那你们回头 别忘了给人家损坏的东西修好 李良吩咐完 这才满意的点点头 一般的小老百姓 他还真不敢这么欺负 可叶家二人是什么 货色他早就弄清楚了 不是好玩意 随便弄 让他方就不能圆 是 李老 这时候 于小双搬了张太师椅过来 请李爷爷坐下 李良才刚想抬屁股 突然僵住 然后客气地亲自将椅子 搬到陈玄身边 陈师傅 您坐下看 别累着 咱们慢慢处理 你坐吧 你身子鼓不强 别别别 您坐 我站着就行 听鱼儿说您一百多岁了 尊老阿又是传统美德 这一幕 自然又让所有人震惊 直播间的水友 下巴都快下来了 我靠 老爷子到底什么身份 不知道 反正肯定不简单 废话 整个魔独有几个 能让李老让坐的 老爷子越来越神秘啊 期待 我有预感 咱们现在看到的 只是老爷子的冰山一角 李良才哪有心思管 别人怎么想 看老神仙坐下了 这才满意的笑笑 按道成功刷了一波好感 陈玄到底什么身份这个问题 除了水友之外 叶问天也在想 越想越慌 只感觉自己肝都在发产 嘴唇都白了 特么的 这次真是闯进了阎王殿 别说钱 现在能让他全须全已的退出去 他愿意给陈玄盖个庙供起来 李老 要不我们先走 走不着急 事别说完呢 一桩桩说 李良才和颜悦色地将他拦住 继续道 这个小意外解决了 咱们先说 你和鱼儿公司的合同 违约金是两千万对吧 咔嚓 一股不好的欲感浮现心头 这群老家伙 有备而来 叶问天决定不犹豫了 破财免灾 钱不要了 这事 他要抽身退出来 身后之人爱怎么怎么着吧 李老 那就是个玩笑 我和于总的小玩笑 回去我就把合同撕了 没这回事 叶问天信誓旦旦地说道 情真意切 仿佛真就是朋友间闹着玩的 叶末和一群小混混 心疼得要死 可也不敢多嘴 这把一毛钱没赚到不说 还要赔一大笔 结果 让所有人震惊的是出现了 李良才缓缓摇了摇头 郑重道 说的这叫什么话 合同弄出来 就是遵守的 老赵 老人中 一个稍微年轻些地站出来 先是冲尘玄微微弯腰 而后淡定地抽出一张支票 和一个收据合同 两千万 签字 按手印 钱是你的了 一旁的于小双急了 赵伯伯 不等他说完 陈玄一把拉住了他 眼睛须眯 脸上第一次有了笑容 低声道 呵呵 于丫头 看着就行 这群老狐狸 有点倒横 爷爷今天心情好 就给他们个表现的机会吧 那边 叶问天骑虎南下 更不敢拒绝 虽然知道拿了这笔钱不妥 可他更不敢不拿 只能硬着头皮签字 刷刷刷 龙飞凤舞 签字画压完成 老赵仔细检查一番 确认无误后 再次冲尘玄公进弯腰 退回了人群 叶问天心里空落落 只感觉自己办了无法挽回的事 果然 下一秒 李良才的话 证实了他的预感 好了 钱你收了 这场诈骗起因 过程 结果都有了 证据链确凿 小叶啊 两千万 够你把老底做穿 没个一两百年 别想出来了 你诈骗的具体资料 老单位都搜集齐全 哄 叶问天 豁然抬头 眼中喷火 干 钱是你逼着我收的 王八蛋 李良才 依旧云淡风轻 笑容和蔼 不收钱 你就是诈骗未遂 那怎么行 表达不了 我们对老神仙的敬意啊 卧槽 你们这是钓鱼执法 真当我们傻啊 叶末沉默不下去了 一窜而起 脸红脖子粗的吼道 他心里发痕 也顾不上忌惮对面的身份 诈骗这罪名 是绝对不能认 认了就完了 真得去牢里度过余生 叶问天在一旁沉默 显然怒气条也满了 李良才对此自然是早有准备 不慌不忙地笑笑 说什么胡话呢 我早就退了 现在就是一介白身 没有执法权 刚才那两千万 是我们作为邻居 借给鱼儿的钱 和我们可没关系 一番话说的慢条思理 彻底堵死了最后一丝漏洞 明面上来讲确实如此 但实际上懂得都懂 叶末脖子上青筋都冒了出来 咬牙切齿地死死盯着屋子中的所有人 他到现在也没想明白 今天这是怎么了 自己和老爹碧于小双 也不是一天两天 以前怎么没人出头 今天齐刷刷全冒出来了 倒霉 唉 叶问天挥手制止了儿子 垂头丧气地哀求道 李老 您高抬贵手 纸条生路 他算看了出来 人家算好了自己的反应 缓缓相扣 胆寒 现在唯一的希望 就是能让这位大老方自己一条生路 不然就准备去采缝纫机吧 李良才觉得 火候差不多 收起了和蔼的微笑 低声道 坦白从宽 回家过年 抗拒从年 老底坐穿 小叶啊 你又不是主谋 撑死了也就是个从犯 叶问天脸色变得煞白 这句话的意思只有一个 指证你背后的人 我们目标是他 你就是个顺带的 不重要 背后之人能量很大 说出来自己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可不说 更惨 死道有不死平道 他心意横 咬牙道 赵叶 说完 叶家父子和众多小混混 直接被一直在房外的有关部门带走了 同一时间 在某豪华公寓中 赵叶也被带走 这场闹剧暂时告一段落 卧槽 赵小公子命犯陈家 又是他 赵叶算是倒了血没 笑死我了 七拐八拐的又栽了 不知道他伤养好了没有 上次的事我知道后续 据说赵叶被老爷子一鸣片打飞之后 想着找乱七八糟的人报复一下 但是被宋家警告了 宋老爷子亲自发话 吓了赵家一跳 赵叶被他爹亲手又揍了一顿 这这这 太惨了吧 活该 鸭就是个胡作非为的富二代 早就该被收拾了 对 那玩意不是好鸟 就拿这次的事来说 要不是有老爷子在 主播这个闺蜜 不就被逼得卖房子了 大块人心 话说曾爷爷和这群老人什么关系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总觉得这些人在讨好老爷子 咦 你也是啊 我也这样觉得 同感 这直播间越来越好玩了 期待后续 确实 跟追剧一样 老爷子身上 总能发掘出惊人的亮点 高山流水打赏主播超级火箭一 不是我的错 打赏主播超级火箭一 爱谁谁打赏主播超级火箭五 陈青还在跑前跑后 所以直播间现在主播都没了 可观众却看得滋滋有味 谁有门自己聊自己的 该打赏打赏 还震惊震惊 跟看伦理剧一样 超级有意思 甚至直播间的热度 夸张得到了三百万 人气恐怖 都做吧 陈玄建一众老人眼巴巴地看着自己 哪能不知道他是如何想的 挥手让众人坐下 李 刚开口 他语气迟疑了一下 李良才很有眼色 急忙道 您叫我小李就行 在您面前 我是小辈 懂事 陈玄满一点头 思索了一番 笑道 今天的事麻烦诸位了 不麻烦不麻烦 我们和鱼儿都是邻居 应该做的 陈椰子可别这么说 我们闲得无聊 主动过来看看 对对 顺手的事 一群人七嘴八舌的白手 他们可不敢鞠躬 听我说 陈玄端起茶杯饮了一口 平淡开口 瞬间 寂静下来 一群老人像乖宝宝一样做好 大气都不喘 太极别想了 没有个百十年功夫 练不出什么玩意 一群老人脸上不可避免的出现失落之色 只是下一秒 又听到陈玄说道 不过相逢即是圆 你们帮了我点小忙 我教你们一套强身健体的功法 明天早上七点 老地方 行了 我有些乏了 说完 陈玄端起茶杯 一群老人纷纷激动起来 起身鞠躬后 离开了七号别墅 刚才的一幕 差点让直播间炸裂 我靠 兄弟们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这这 这已经不是单纯的讨好了吧 原谅我平级的思维 实在是想不明白 我大博是铁血人物 我平时见了都怕 今天这是怎么了 好奇死了 到底怎么回事 是啊 说的什么太急 都怪主播 没全程直播老爷子 人都走完了 别墅终于清静了下来 于小双和陈青 再也压制不住好奇心 激动地缠着曾爷爷问东问西 他俩稀里糊涂的 到现在都没明白 这到底怎么回事 尤其是与小双 他做梦 也想不到自己这个大难关 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被摆平了 都不真实 曾爷爷 你就给我们说说嘛 陈爷爷 李爷爷他们 为什么那么尊敬你啊 您就说说呗 不然我晚上 都睡不着了 看着俩馋人的小丫头 陈玄呵呵一笑 也不是什么大事 昨天我不是出门溜弯啊 看他们正在打太极拳 不过打得实在不像话 就略微指点了一下 结果他们 好像把我当什么神仙了 行了 我上去休息会 你们玩吧 说完 陈玄溜溜达达地上了楼 于小双谢了陈青一番后 也出门去找人修楼梯和围栏 没事了的陈青 终于想起了 自己还正在直播 等他坐到电脑面前一看 人都傻了 直播间人数 已经突破了五百万 妥妥地晋升了一线主播 还不止如此 他更没想到的是 自己都没直播 竟然又收到了一百多万的礼物 妈了 他呆萌的表情 笑翻了直播间 水友们沉浸在欢乐的氛围之中 某直播靠滑水月入百万 主播 我什么都没干 就晋级了 全网震惊 某主播消极滑水 竟成了一线网红 主播我警告你 大家都是来看老爷子的 明天早上七点带我们一起去老地方 不然分分钟取关 万人血书 同求 同求 魔都 某个公立养老院中 一对中年夫妇 正陪着一个青年 在迎宾室中安静等待 青年前文出现过 正是患有先天急症的陈康 陪在他左右的人 是他父母 原来陈康抱着适时的心态 在陈青直播间 请老爷子治病后 甭管过程多扯 效果那叫立竿见影 顿时让他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自信 激动之下的陈康当即将这个消息 还有来龙去脉告诉了父母 初听这件事的时候 陈父还有陈母 自然是一百个不相信 心里还琢磨 儿子是不是郁闷之下 得了精神病 不过等他们到了家 尤其是陈父与陈康到卫生间看过之后 心里犹如天雷滚滚 真的好了 被众多世界级名家宣布不可能的事 就这么突如其来的好了 而且治病过程更是堪称魔幻 足以挑战任何一个正常人的三观 陈家一家子商量了一下 觉得还是去找名医看看好 不然心里总有点不放心 他们家就在魔都 自然第一站找的就是魔都的顶级专家 张志远 张老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中医专家 常年给政商界著名人物做身体调理 医术是出了名的 约约之后 约在这家养老院见面 陈家现在就是在等张老 趁着这段时间 他们也看完了陈青的直播 陈府看到直播间变成黑屏 这才收起手机 仍有些不敢置信的 好家伙 儿子 现在我有点相信你说的话了 这位陈老爷子绝对是奇人 接着不能妻子与儿子疑惑 他继续解释道 刚才看到后面出现的那群老人妹 身份没一个简单的 都是以前老魔独威名赫赫的人物 那些人的态度 你们都看到了 不会觉得傻吧 听到老爹这番话 陈康满不在意道 爹 我早就给你说 那是神仙了 你还不信我 现在信了吧 他亲身体验了治病过程 心里对陈玄早就是弱神明了 唯独陈母 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嘀嘀咕咕道 我还是觉得假 准是阴差阳错的碰巧了 主要是过程太假了吧 他坐下念了个咒 咱儿子的病就好了 他哪怕是开点药也行啊 不等陈家三人再讨论 门外快步走进来 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 正是刚刚忙完的张志远 张志远一看陈家三人 眉头立刻皱了起来 小陈啊 我不是早就说过 令公子的病 确实无药可医吗 要有办法 我怎么也不会给你藏着捏着 说着端起茶杯喝水 陈家找了他不止一次了 诊经给的更是大方 可先天之急凡间无解 他也没办法 张老 不是 这次不是求你给开药 而是我儿子的病被人治好了 我心里不放心 所以找你给看看 扑 嗨嗨 张志远一口水差点给呛死 好不容易咽下去后 脸色变得不是很好看 小陈 大晚上的你 给我开玩笑是不是 蓝消遣我呢 今天我也不怕说话难听 直接告诉你 你儿子并不可能好 这就跟四肢先天残疾一样 除非移植 不然无药可治 至于移植以前也给你们说过 现在的医学条件 还不是很完善 回去吧 我确实没办法 说着他就向门外走去 医术再好的名医 对某些病也束手无策 张老 张老 真的 千真万确 不信您看看 臣妇千拉万拽 这才答应让张老给检查一番 二人进了另一间房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很快 一脸怀疑人生的张志远走了回来 他看陈康的眼神 就像在看怪物 这特么不科学 他觉得自己 这几十年学的医术理论知识受到了暴击 这件事 如果一定要形容一下 就像是一个天生眉长胳膊的人 突然一夜间 长出了个与正常人完全没区别的胳膊 完全不可能啊 来来来 你们详细给我说说 到底怎么治好的 重新坐下 张志远眉头紧皱地拿起了笔询问起来 好奇心都快要爆炸 陈家三人对视一眼 陈傅苦笑一声 道 张老 我知道这件事很 不真实 但你一定要相信 接下来我说的 每一句话都千真万确 啪 张志远打开笔帽 点头道 没事 你说 我行医一辈子 见过稀奇的事不少 可 陈傅点点头 我儿子这病 是他看直播的时候 被一个老先生凌空施法治好的 张志远放下笔 用看神经病的眼神看着陈傅 一旁的陈康早就有所准备 立刻打开手机里的视频 当时他还以为老爷子要给自己开药 他记不住 所以录了视频 谁知拍下了堪称灵异的视频 许久后 张志远狠狠揉了揉太阳穴 又搓了搓发麻的脸 这才回过了神 怎么说呢 这不能说是没有科学依据 也能说是完全不讲道理 要不是陈康是他以前亲手接知的病人 他得一百万个不相信 这特么是修宪吧 仙人 反正不可能是医生 医术别说会这种手段 听都没听过 一旁 陈傅小心翼翼道 张老 您看清是怎么回事了吗 我儿子这有后遗症吗 鬼知道 我看明白个屁啊 张志远心里暗道 然后陈英片刻 安慰道 这件事 有点古怪 我看的也不是太明白 这样 你把视频发给我 我晚上找其他几个专家一起讨论一下 有结果了再联系你 当然 你不用担心 你儿子的 状态目前还挺好 和常人的完全无异 陈家三人终于放下了心 感恩戴德地传输了视频 留下整经之后 告辞离去 张志远想了想 拨通了国内其他医学大拿的电话 几个小时后 下国医学界掀起了巨大的风暴 一群医学大佬仿佛各个都年轻了几十岁 不断地呼朋唤友 喊徒弟 请教老师一起研究这起病例 老张 你在医学部门 快来快来 问世 你一定看看这个 今晚都去给我写论文 纯靠猜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手段 多离谱的 可能都列举出来 这种治疗手段 他们闻所未闻啊 到底是碰巧 还是真的是 某种无法解释的治疗手段 如果真是治疗手段 能治好别的病吗 对癌症有没有效果 一个个问题 让所有医学大佬抓耳挠腮 整个行业都沸腾了 甚至许多人按蹉蹉地想 上世纪西医的重大突破 将医学推进了几十年 难不成中医的春天到了 这件事没有随着深夜的到来平息 反而愈演愈烈 讨论范围不断扩大 医学的突破 在所有人眼中都是顶级大事 毕竟无论身份多么高贵 也没人敢保证自己不得不病 一日 清晨 太阳还未完全升起 草木枝叶上也带着露水 陈璇走在前面 神情淡然 于小双和举着自拍单的陈青 乖乖跟在身后 两人都一脸兴奋 不只是他们 直播间里也早就吵翻了天 我靠 我还以为我来得够早了 没想到已经这么多人了 泽泽 老爷子的视频急紧 已经在全网爆火了 你们看了没 两次轻功起飞 一次爆踹 和一次名片飞镖都太帅 点播量破亿了 斗音 B站 恐怖 四百万人 主播这妥妥要逆天的节奏啊 我就没听说过 那个主播大清早的直播 有这个级别的人气 和主播没啥关系吧 都是来看老爷子的 这倒是 主播躺赢 人生赢家 兄弟们 我没走错地方吧 来瞻仰老爷子的 那视频 看得我全身都燃起来了 这是灵气复苏了吗 好家伙 先锋盗鼓 这又是一位武当道常识的人物吗 就没人对一会的传功感兴趣吗 我专门为这个来的 太想看看 能折腹我大伯的功夫 啥样了 当然感兴趣了 不然这么早谁起得来 想看加一 想看加二 想看加三 主播 你先问问老爷子能不能直播 有些功夫讲究传承 别让老爷子为难 这位兄弟说得对 陈青看到弹幕 也后知后觉得暗道 自己鲁莽了 竟然没想着 先问问曾爷爷能不能直播 以目前曾爷爷表现出来的情况看 老爷子年轻时候绝对有功夫 说不准还是传说中的真功夫传承 不然正常老人再怎么着 也不能一跳五六米高 轻易把人踹出去十几米吧 而真正的传承 一般都很讲究门户之鉴 想到这 他快步上前两步 颠颠跑到陈玄身边 乖巧问道 曾爷爷 一会您要教理爷爷他们功夫 我可以直播给大家看吗 超级多的人都很好奇 陈玄文言 直接看向手机 一看在线人数和纷纷的弹幕 也有些诧异 和矮笑道 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喜欢看我这老头子 至于武情戏 可以看 没什么不能看的 这套断体法 本来被创造出来 就是为了使人强身健体用的 后来阴差阳错的失传了 功法说白了 没什么神秘的 重要的是 每日能耐住惰性坚持 就这样一路聊着 很快到了竹林中的小广场 李良才等人早就到了这里 正忐忑地等候陈玄 看到他过来 纷纷上前问好 李良才拒道道 陈神仙 您看我们需要准备什么 不等他说完 陈玄摆摆手直言道 我不是神仙 这世界也没什么神仙 叫我先生吧 传业受到 可称为先生 先生好 齐刷刷的问候声 让陈玄目光中 也露出了回忆 当年他门下弟子无数 每日都被人如此问候 其中许多弟子 在正史中 都留下了赫赫的威名 到自己门下习武的魏青 还有获居病 与自己学习建树的鬼谷子 还有那个图孙概念 学到了八卦图的诸葛 还有许多自己都忘记名字的弟子 街都顾去了 想到这 陈玄微微挺直了几辆 单手伸出 掌心向上 平淡到 年里 开始今日授课 话落 一股清风平地儿起 将众人全部扶起 不可抗拒 风起风落 竟然没吹动地上的任何一片之夜 言出法随 不讲科学 一群老头老太太 哪见过这个 当场神色震撼 恨不得兴奋地吼出来 就算对今天最抱有期待的李良才 也万万没想到 开场就建设大招 直播间的观众也沸腾了 我靠 是我眼花了吗 我怎么看见 风将那些人扶起来了 你嘛 不是我幻觉啊 我也看见了 太恐怖了 现场13个老人 刚才正好有13阵风 这特么怎么做到的 剪辑 剪辑你妹啊 这是现场直播 卧槽草草 头皮发麻 老爷子是修道之人 身上没准有真气什么的 可能咱们普通人不知道 我是正宗道家弟子 也不知道有那玩意 爱你到天荒地老 打赏主播火箭X时 太特么秀了 我就问问还有谁 猪猪打赏主播火箭X时 那些人叫老爷子神仙 似乎是有道理的 都别多想了 没准是巧合 隔着屏幕的水友都那么震惊 就更别提在现场的陈青 和与小双二人了 他们人都傻了 不过不理会众人的惊恶 陈璇已经开始授课 他语气不虚不及 声音不大 可听在众人耳中却如雷贯耳 深入心神 仿佛大道之音 令人忍不住肃默 所有人都来不及再琢磨 急忙静下心来 生怕错过一个字 武情戏是一门古武行一拳法 分为虎氏 鹿氏 熊氏 元氏鸟氏 虎氏主公 鹿氏主行 熊氏主房 元氏主月 鸟氏主掠 相辅相成 此法乃上古之石老夫官 嗨嗨 华陀官武情所创 算得上不错的入门功法 简单一学 学成之后 既可强身健体 又能功法强敌 不贯等年龄都大了 贪多嚼不烂 更何况 如今 也用不上功法之招式了 所以我今日教导你们 武情戏之原式 其修养身体之用 修炼到入门 旁的不多 增受个十年问题不大 如果炼到大成 可多活半个甲子 完整的武情戏 配合总刚心法式功法 功法不可清传 如果有人想学 陈玄会观察其品行 心性等个方面 如果都还满意 正式招告天下 举办收徒一试后 才会传授 但单独一试 就只是健身法了 没那么多讲究 哗 所有人都梦了 主要是陈玄说的太离谱 这功法入门 都能增加十年寿命 练成了 更是能多活三十年 太夸张了吧 现在之人感受着 陈玄不经意间 散发出的威势 还不敢有疑问 可直播间的观众忍不住了 虽然我觉得 老爷子真有功法 但刚才的说法 绝对是吹 我的天 能多活三十年 现在国民平均寿命才七十岁 相对于多了小一半 这要是真的 国家队都得入场了吧 鼓舞真有这么神奇吗 直播间 有鼓舞大师 或者国术大师在吗 没片刻 有一则弹幕出现 引爆了直播间 哼 别人赵松 十三路弹腿继承人 今日巧合看到了这场直播 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 刚才这位老先生所说 简直是一派胡言 自古以来 全怕手撞 为何如此说 意思就是 练武伤身 老年后都有各类影集 用年轻人的话说 就是职业病 武能强身健体的说法 都是错的 更别说延年益寿 这压就是个骗子 大家千万别相信 古舞 自古以来讲究的是 南拳北腿 以长江为界 长江南边拳法传承比较多 长江北边 则是腿法传承比较多 十三路弹腿 就是正宗的北派腿法 以攻击犀利 延绵不绝为特点 往往对攻起来 犹如狂风暴雨 只要压制住了敌人 就绝不会给敌人喘息的机会 赵松就是练习弹腿的代表性人物 而且因为常常混迹于网络 所以知道的人很多 被誉为古舞大师 真正功夫到底怎么样 没人知道 但看他拍摄的视频 反正很有威势 积累了一大批的粉丝 看到这位冒出了头 熟悉他的网友 纷纷开始捧场 我就说 陈老爷子是吹的 你们还不信 现在赵大师亲自来打假了 赵师傅好 明下期视频 什么时候说 赵师傅不是说 要去武当山踢馆吗 到底什么时候去 我等了半年了 这不是吹牛赵吗 天天吹的响亮 现在来着碰瓷来了 不错 吹的再牛 有本事别总避避 来两场 真的让我们开开眼 虽然我也觉得 陈老爷子说话 有夸大的嫌疑 但这位的名声 M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 陈老爷子比这位强一百倍 有本事 赵松你 来个原地起飞 来个踹飞十几米 我自愿给你当靶子 那么麻烦干嘛 这位赵大师要是不服 有本事来和老爷子 对练两招啊 手底下见真张 敢不敢 放的话 你要是赢了 我给你刷一千超火 说到做到 本人就看不起装笔饭 卧槽 有前任性 弹幕纷纷扰扰 赵大师有粉丝 陈玄就没有了 不但有 而且更多 这两天不经意间露出的棘手 已经吸引了大批的真爱粉 某台电脑前 一个些许发福的中年人 先是皱眉 等看到 有网友说他 如果和陈玄切搓赢了 刷一千枚超火的时候 眼神火热 一千枚那就是二百万 就算抛去平台分成 也还有一百大几十万 不是个小数目 赵松心动了 思索一番 略微肥胖的手指刷刷刷 打下一行字发送 哼 这位网友说笑了 这位老爷子 看起来的有六七十岁 我赢了 也怕胜之不武 还是算了 欲擒故纵 还得拿话鸡一下 果然 刚才那位网友激动了 说到做到 我敢去公正处做公正 有本事你来啊 哼 既然这位网友这么热情 那我给大家表演一场 友谊赛也可以 不知道这位陈师傅 敢不敢硬下 要是不敢 那也就算了 毕竟这年头弄虚 做假骗学费的 开个玩笑 这话太不要脸了 顿时引起了一片骂声 紧接着 拳王等待陈老爷子的回应 赵松身后 一个美艳的助理见状 有些担心 你别瞎答应 那老头的视频我看过 看着挺吓人的 别回头把你的招牌砸了 而且他出现的太突然 我们完全没有那位的资料 赵大师专线 专门吃网络这碗饭 有专业团队 这位助理 就是其中之一 专门负责给他策划溪流 赵松摆摆手 笑道 我也看了视频 完全不用担心 吻赢的局 说真的 他要是一跃起跳个两三米 我还真不敢随便印象 但是一跳那么高 还能把人踹飞个十几米 不用多想了 肯定是假的 正常人谁能做到 助理有些不解 那视频赵松瞥了他一眼 这你还不明白 起跳是掉的威亚 踹人是找的演员 咱们的老手断了 你傻了 武当山的张山行我打不过 打个老头 还是十拿九稳的 放心 此时 陈玄已经讲解完 还没正式开始传授 在这个功夫 陈青点点跑过来 将网友赌约的事 还有赵松挑战都说了 曾爷爷 我看要不算了吧 陈玄没有急着说话 翻着手机 将刚才的弹幕都看了一遍 越看眉头粗得越紧 十三路弹腿 以他的身份 本来是不屑与人比武的 寻常人能见到他都是服务员 哪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挑战 可是 这个赵松刚才的言行 让他很是不喜 为了赚钱 像个小丑一样的卖弄是非 遭见鼓舞 败坏名声 不止如此 看到十三路弹腿 他还想起了 上次苏醒时候 遇到的一件事 当年下国正直乱世 洋人在国内耀武扬威 欺压民众 十三路弹腿那一带的继承人 名为赵雍 名字虽然叫雍 但人可不雍 那一次他路遇不平 悍然出手 愣是活活踢爆了 十来个洋兵 才中枪而死 很有气节 怎么传人到了这一带 如此不争气了 让他来魔都 老夫教教他做人的道理 陈玄淡淡说道 闻言 不知道为何 现场的众人突然感觉浑身一冷 都打了个冷战 老爷子突然变得好可怕 看到陈玄印下 网友们纷纷沸腾 开始紧锣密鼓地询问赵大师行程 看热闹得不嫌是大 很快赵大师方言 下午的高铁 明天上午登门挑战 陈先生 要不您先回去休息 等明天 准备赢下切磋后 再教我们 李良才说道 刚才他们都听清楚陈青的话了 自然也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此时自然劝陈玄先回去调整状态 陈先生的武学境界 他们是一万个幸福 但是要说实战 他们心里也没底 毕竟要挑战的 这位是练武之人 肯定不是普通人能比的 而且年纪也比陈老爷子小太多 陈玄白白手 混不在意道 练武贵在坚持 切勿三心二意 就算有天大的事 也必须完成每日的练习 好了 收心 做好准备 等看众人都屏息静气后 陈玄这才继续道 原是 你要把自己想象成猿猴 一动一径 皆是如此 说话间 陈玄配合着 做出各种的动作 老袁望月 攀岩 跳跃 怒目 不管直播间 还是小广场上 所有人都梦了 在他们眼中 仿佛真有一只 霸气外露的老猿 在行走跳跃 捕食 战斗 唯妙唯笑 我的妈 我似乎看见了 斗战圣佛老年版 头皮发炸 这就是原事 太可怕了 这是模仿吗 我读书少 你别骗我 腰兽了 老爷子被猿猴附身了 教导完后 陈玄悠然离去 师父领进门 修行靠个人 他今日教导一次 已经是这些人的服员 能学会多少 就看资质和命数了 岑爷爷 您现在要去哪 陈青举着个手机 跟在后边 与小双公司 暂时没什么事 也就跟着一起溜达 我随便转转 你们有事忙你们的去 不用陪着我这老头子 陈玄想自己转转 挥手赶走了俩丫头 俩女一听 也知道老爷子 大概是想要个亲近 也就溜了 与小双去了公司 陈青则终于想起来 自己是个游戏主播 陈玄终于亲近下来 万万没想到 另一个行业 已经掀起了滔天巨浪 医学界 在当前的背景下 医学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 西医已经是世界的主流 中医则渐渐地没落 除了极少数中医世家外 基本都快断了传承 国内各地 打着中医大师名头的人 都受配方的居多 这更是进一步败坏了 行业的名头 中医可以说 从上到下都活得很艰难 今天 则是出了例外 魔读某著名的招待所内 数位享誉世界的知名专家 坐在一间会议室内 正在开会 更有两位被特邀来的中医名家 如果有外人在这 一定会惊掉下巴 这里的任何艺人 都是医学界的态度 千金难求一次出诊的那种 两位中医名家也不简单 都有为领导人 调养身体的经历 是真正的大师 其中就有张志远 他们这些人 可以说代表了医学界的最前沿 各位 病历都看完了 都说说怎么回事吧 说话的是锦自珍 摩大医学系教授 医学院院士 牵投了数个国家级项目 众人的面前 都有一份病例 病人名字赫然是陈康 会议室响起了一阵低声讨论 片刻后 有人苦笑道 锦老 说实话 咱们这些人研究了这么久 别说进展 简直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其他人纷纷赞同 碰 锦老将茶杯放在桌子上 语气严肃道 想不明白也要想 这件事的重要性 你们不会不明白吗 肢体凭空在生 这是能影响世界的大事 如果这种技术 我们能掌握 别的不说 光活体器官移植 都能救下多少命 我敢肯定 这是本世纪最重要的 一项医学技术 道理我们都明白 可不懂就是不懂 再急也没用啊 一群人哀声叹气 锦自珍自己也是眉头紧簇 他看向两位中医大师 二位有什么想法吗 这会不会是属于中医的范畴 顶级专家其实都知道 中医很神秘 有很多现代科学 解释不了的东西 比如在很多著作上出现的经脉 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 现在都不好说 张志远放下看了千百遍的病历 苦笑道 中医也不是玄学 也要讲究个基本逻辑才行 看视频咱们都知道 那位像是起了个阵法 就把病治好了 简直难以想象 我说咱们研究半天 不如亲自去找 那位陈氏请教一番 这话让其他人双眼都放了光 结果 锦自侦探了口气 缓慢摇头道 不行 这个想法 我早就给上面提过 不同意 上面只有一句话 那位身份特殊 任何官方人员不能直接接触 绝不能轻易打扰 死 他们听出了忌惮的意味 一群人面面相亏 想不通到底是什么人物 才能让如今的下国 不敢轻易打扰 不能细想 细思极恐 两久后 有位年轻些的专家 出了个主意 嘿嘿 我有个馊点子 可能有用 黑猫白猫 能抓住耗子 就是好猫 快说 咱们可以在全网 公布这则案例 并且极大的宣传这种技术 并且恳请当事人 来摩大给学子讲课 哗 一群人变了脸色 沉默不言 这个办法 可以说是打擦边球 官方人员不出面打扰 但是宣扬功绩总可以吧 而且请这位讲讲课 可不算打扰 毕竟不喜欢可以拒绝 用名义裹挟 锦自针有些犹豫 这办法说起来有点缺德 到时候已经发布 全国不得沸腾啊 锦老 不能犹豫了 这种技术 万一能被咱们掌握 能救多少人 功德无量啊 对 都是为了百姓 最后一句话 打动了锦自针 他睁开苍老的双眼 直声道 说得好 都是为了百姓 为了下国 就按这个办法来 以我的名义来 如果惹得那位不喜 我甘愿赴金请罪 哼 我愿意复明 这种大事要参与参与 一起 出名头的事 别想丢下我 联名举办发布会吧 别用官方的名头 就用咱们自己的 好 下午 魔都招待所大厅中 数百位携带着长枪短炮的记者 架好了装备 新闻发布会还没开始 相熟的记者之间 纷纷打听小道消息 哥们 有没有什么内部消息 这次十位医学大佬 为什么举办联合发布会 不知道啊 真的很突然 是台里临时布置的任务 我也是 临近中午接到的通知 饭都没吃 就急忙忙往这边赶 嗯 有意思了 都这么着急 说明 说明什么没继续说下去 但大家都露出了然的神色 今天的发布会 是临时决定 召开的 一定有重大的消息公布 下午两点整 一行专家快步走了进来 井自珍没有按照以前的流程走 而是直接宣布了消息 各位媒体的朋友 今天我们召开发布会 是因为一项跨世纪的医学技术出现了 我们迫不及待的要分享给大家 这项技术的出现 可以说开创了一个医学的分支 填补了世界医学的一项空白 目前我们尚且不知道 这项技术的具体细节 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普及的可能 但这项技术的出现 就给我们指明了一个研究方向 接下来我将为大家介绍 这项神秘的技术 陈玄先生 我们以个人的名义 希望能恳请您 并且欢迎您到摩大开一场公开课 为我们这些人 还有无数医学学子传业解惑 举国轰动 陈玄这个名字 之前对绝大多数人来说 都还比较陌生 毕竟喜欢看直播的是少数人 可从这场发布会结束 可谓说是家喻户晓 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三个横空出现的问题 占据了热搜的前三 陈玄是谁 在哪可以找到陈玄 陈世新医学技术的特点是什么 这下子 关注陈金的水友们 可有话说了 纷纷献身解答 从一百多岁的高龄 说到耳不聋眼 不花一跳 能起飞个五六米 又从汇丰楼的一名片 轰飞赵叶 再说到一脚踹飞魔都 小混混十几米远 当然 传授原事 和接受赵松的挑战 也没被拉下 说的这叫一个热血沸腾 这叫一个鱼有熔烟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们这些水友 是陈玄本人呢 也经过这些人的介绍 普罗大众也终于对陈玄 有了个了解 越了解越是轰动 好家伙 这一桩桩的事 是正常人能办出来的吗 不看不知道 谁看谁发梦 时间又过了十几分钟 等新知道陈玄名字的网友 看完老爷子的视频回来 又一新问题横空出世 以碾压的姿态 占据了热搜榜第一 陈老爷子 是不是传说中的修道者 不怪太多人 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实在是越了解陈玄的细节 按照官方证件来说 陈玄最少也得一百二三十岁了 可看起来最多只有六七十而已 这是第一个疑点 就算这勉强能用长寿 保养好等借口解释 那一次次让人看得怀疑 人生的出手又怎么说 会公伏家年龄超大 广大网友想到 修道者之类的 看上去是很有道理的 此时 无数人呼啦啦涌入了 陈青的直播间 现实中想找到老爷子比较困难 但进个直播间就简单了 忍不住想去瞻仰一下真容 兄弟们 前面房子绝对有人在狗 看我抄他后路 咱们一会去赌桥 今天我要大杀四方 带着耳机的 陈青聚精会神地玩着游戏 他直播的是 当下热火的绝地求生 可就在这时 直播间的弹幕 突然和炸了一样 主播 你还玩毛线的游戏啊 你曾爷爷火了 老爷子呢 我们要看老爷子 我太年轻了 做梦我也想不到 昨天老爷子 直播看病竟然是真的 这特么怎么可能啊 刚从发布会过来 现在还感觉晕乎乎的 到底是什么情况 太假了吧 要不是十大专家联名 举办发布会 我绝对一百个不相信 对头 如果换成别人来开发布会 我肯定怀疑是托 肢体重生 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 这不是跟小说中的一样 发展到以后 会不会能滴血重生 不死不灭 兄弟你说错了 这可比小说里的厉害多了 你不想想 小说里的 还得去找个天才地宝啥的 这直接起阵就行 方便快捷 卧槽 你这么一说 还真是 主播干嘛呢 请老爷子出来啊 三百万 五百万 八百万 一千三百万 短短的十来分钟 直播间呼啦啦涌 近来两千多万人 陈青就是再猛圈也知道不对劲了 这些观众绝不是来看自己打游戏的 绝地求生一共的游戏玩家 估计也没这么多 他匆忙下了游戏 一看直播间的弹幕 小心肝斗 差点跳出来 我靠 我曾爷爷到底干啥了 话刚出口 一大群观众 已经开始给他解释起了刚发生的事 等他看完 小嘴已经成了O型 目瞪口呆 咕噜 陈青艰难地咽了口唾液 不敢置信道 我曾爷爷昨天 真的把我有一个小小鸟治好了 昨日全程近距离观看了整件事的陈青很猛 怎么说呢 就像一觉醒来 突然分不清 外边是清晨还是傍晚 甚至怀疑这个世界是假的 那种违和感 让他整个人都晕乎乎的 因为昨天他距离最近 看到了最多的细节 感受也最深 曾爷爷盘膝念叨了一阵子 就把隔着一百多公里的网友病治好了 此时此刻 他从小就学的科学世界观 轰然倒塌 稀碎 枝呀 就在这时 房门打开 陈玄走了进来 他今天到离园去听了戏 一壶茶喝了一天 心情颇为不错 曾爷爷 陈青刚看到 整个人直接扑了过来 激动的小脸通红 眼睛里都闪星星 白皙的小手紧紧地攥住了陈玄的衣袖 乖孙女慢点 有话慢慢说 别急 陈玄笑咪咪看向他 这次醒来 对这个尽心尽力照顾了自己两年的曾孙女 是真心喜爱 怎么了呀 给曾爷爷说说 陈青都快激动地说不出话了 拉着曾爷爷来到电脑前 激动地指着弹幕道 曾爷爷 你昨天帮那个网友治病来着 还记得吗 他好了 十大专家联名举办了发布会 一听是这事 陈玄笑呵呵地眯起了眼 是吗 那真是不错 那位网友运气好 碰巧了 曾爷爷 我就帮着欺负了一下而已 这话里的意思像是 瞎猫碰到了死耗子 和自己无关 可与其异常平淡 没任何惊喜的意思 陈玄自然知道自己给治好了 只不过 他不打算宣扬 木秀鱼灵 风必催之 在这个无灵的年代 太过招摇不是好事 古武显露一下还没事 先术法术还是算了 免得引起掌权者的贪欲之心 怕倒是不怕 可也懒得找麻烦 可是十大专家联名发布会 陈青有些疑惑道 陈玄白手 专家也有错的时候 要相信科学 此言一出 无数网友弹幕铺天而来 看吧 当事人承认是瞎懵的了 散了散了 都别乱猜了 没事多看看马列主意 哎 白激动了 我还以为能给身体换得不见呢 老爷子也帮我祈福一下呗 我给主播刷超火 这老爷子 真的有一百二三十岁 看着最多也就六十多吧 助言有数 我还是感觉 老爷子是有修为的道士 老爷子讲讲长生秘诀啊 三言两语 陈玄将话题给带到了别处 语言辉谐和蔼的 与众多网友互动聊天 就是不多说昨天治病的事 有人一定要问他就说 碰巧了 其他一概不知 魔都招待所 景自珍深深醋眉 看向其他人 苦笑道 怎么办 人家不上当 陈玄的话能骗到了外行 却骗不了他们 什么碰巧运气好 全都是瞎扯 一个人运气再好 也不可能凭空长出一条腿来 要不算了吧 上面不让把扰 咱们也没别的办法 不行就当没这回事吧 有人叹气说道 文言 所有人都沉默了下来 可以这么办吗 可以 就当没这么回事 大家各回个家 该问诊的问诊 该研究的 去接着研究 这样最好 不用担心惹陈玄不高兴 也不用担心上面怪罪 况且以他们的身份地位 就算费尽心力学会了这技术 也很难再有提升 换句话说 他们这些人 在下国医学界混到顶了 没了上升空间 不管生育还是地位 都是如此 现在费尽心思地琢磨这件事 说白了 只是对医学进步的渴望 对治愈生命的追求 与自身利益关系不大 能成最好 实在没研究明白 也没人怪罪 只是 不行 紧自针摇头 站起身走到窗户边上 声音凝重道 诸位 你我都知道 它绝对有我们未知的某种手段 能重生断肢的某种技术 这种技术对下国 对医学意味着什么 你们也明白 确实 从道理上来讲 在种种的规则束缚下 我们尝试过了 没能学习到 现在放弃也没人怪我们 但是 说着 它回过神 眼神坚毅地看向其他人 我们现在放弃 能对得起自己良心吗 等以后我们面对那些 因为意外没有了肢体的病人 先天残疾的病人 需要更换器官的病人 不会羞愧吗 这个技术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 只为了云云众生 只为了那些病人 只为了 到死的那天不会后悔 我打算直接在直播间 与陈玄对话 你们可以选择走 或者留下 沉默 无人说话 都在各自考量 锦老说的简单 但是这件事 再继续下去 不好办 容易碰到红线 上面的话 就是铁律 说不让打扰 一定是有原因的 现在在陈玄影会拒绝的前提下 不管用什么办法接着追问 都有打扰的嫌疑 不好办 很容易引火烧身 玩火自焚 这是拿身家性命做赌注 上面说了不让打扰 自己要是玩脱了 肯定得背锅 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 赌这么大 也没什么好处 不值 锦老 对不起了 我得尽快回去研究项目 现在已经到了关键点 一味医学大能起身 微微弯腰后离开会议室 可 锦老 我还有一大家子 算了 这件事做不得了 不能强求 您何必呢 一味接一味地站起身 唯有坐在首位的井字 针不动如山 苍老的身躯 犹如钉在了椅子上 真正的信仰者 就是 哪怕无一人支持 也要坚持自己的决定 虽千万人无往矣 只是站有一个接一个地离去 他攥着扶手的手掌 愈加用力 我不走 锦老我和你一起 就在这时 一个人突然重新坐下 毅然决然地说道 张志远 第一个拿到这份病例的名家 他这位向来不被看好的中医名家 竟然选择了留下 老张 你发什么疯 中医刚刚被上面一些人认可 另一位中医大师乐大师 拉了他一下 低声喝道 中医的环境这些年一直不好 近些年刚刚有些起色 他们两个被一些人逐渐认可 现在掺和到这里边去 很容易引火烧身 功亏一篑 老月 你走吧 你家的白草铺子 传承了几百年 不能断 张老说的对 我必须要见识一下 那位怎么做到的 我有预感 这种手段 可能与中医有关 我留下 他们这个身份地位 做的决定 也不容他人再全 乐大师叹息一声 离开了会议室 哈哈 我向来有些看不上中医 觉得都是过去古人 联蒙带猜的手段 远不如西医科学 今天我虽然也这么认为 但中医的风骨 却让我刮目相看 景自珍赞叹一句 喊助理近来 连线了陈青的直播间 陈玄还在与众多网友聊天 却突然见眼前的屏幕 分为了两个 左边是自己 右边出现了 两位端坐在会议室的老者 他们都还会说话 观众先兴奋了 好家伙 景教授亲自来连线了 另一位好像是张大师 两位都是国内顶级的医学专家 分别代表了中医与西医 两位教授好 奇怪 陈老爷子不是辟谣了吗 怎么两位专家又来了 泽泽 看吧 感觉有意思了 陈先生 您好 两人先开口问好 态度恭敬 嗯 陈玄态度一改之前的和善 轻轻笑了一声 眼神须眯 这些人 有点过分了 自己明白着 不愿意被打扰 还敢三番两次来试探自己 哼 就这么一瞬间的功夫 一个眼神的改变 齐刷刷让直播间 千万人打了个寒战 只感觉冷风刺骨 弹幕瞬间都近乎没有了 堪称奇迹 而景自珍和张志源两位 更是只觉得 落入了无底的深渊 头皮发炸 惹怒他了 二人突然意识到 上面为什么不让打扰这位了 这位绝对不简单 他们想说点什么 只不过全身不受控制的颤抖 说不出话来 甚至他们冥冥中有种感觉 仿佛对面之人只要愿意 一个眼神就能杀死自己 二人惊恐至极 只觉得后背 都已经出了一层戏喊 太可怕了 陈璇不说话 两人连说也说不出来 直播间一时间 竟然安静了下来 曾爷爷 感受到气氛不对劲 陈青在一旁小声喊了一声 双手紧张地攥在了一起 诶 陈璇眼神一揉 硬了一声 瞬间 气氛活了 除了这些孙二人外 直播间所有人都 齐刷刷地喘了口气 我靠 刚才怎么了 我突然觉得 老爷子是洪水猛兽 气都不敢喘 刚才我都不敢看老爷子 心里慌慌的 死 都这样吗 老爷子气场太强了 居然把咱们这么多人震住了 呜呜 我们只能看和蔼的老爷子吗 认真的老爷子 我们竟然没资格看 那是一种精神器 据说练舞到最高境界后 才能产生 我在一本古记中看到过 这还是第一次感受 太可怕了 呼呼 我用热水洗了个脸才缓过来 说吧 什么事 不理会热闹的弹幕 陈玄律为有些不耐烦的问道 他生平最恨别人违背他的意志 世间唯一长生者说的话 就是天律 不可违抗 前面他们弄的什么发布会 已经让他有些不耐烦 现在还敢来找自己 得寸进尺 之所以 现在还给这二人吭声的机会 全是看在陈青在一旁 对面 不等紧自针说话 一旁的张志远 突然做出了 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动作 他竟然搬开椅子 直接对着屏幕跪了下去 口中高呼道 陈恩人 您身怀旷世医术 晚辈恳求您传到解惑 怜悯世人 当年您曾传给张家 针灸点穴之法 却恰逢乱世 现如今已全部遗失 张家张志远 惭愧叩手 碰 张志远一个响头 重重地磕了下去 然后跪幅在地 不敢起身 全身已经在颤抖 他认出来了 他认出陈玄是谁了 大概百年前 张家先人有幸 曾经被一人赠予过一本 针灸点穴之法 那本书的 原本他没看过 早在战火中损毁了 他爷爷当年死前 仍旧耿耿于怀 说张家是罪人 断了中医的传承 张家有一幅毛笔画像 画中就是那位 赠予针灸点穴法的恩人 毛笔画重神而不重刑 再加上过了一百来年 多少有些褪色 他之前还真没认出来 可刚刚陈玄一簇眉 他立刻认出来了 那股灵霸天下的气势 绝不会是别人 一定是当年的恩人 绝不会错 所有人满脑袋大写的猛逼 又跪了一个 老爷子当年到底什么来头 陈玄身体微微前倾 认真看了几眼 才从屏幕中那张苍老的脸上 看出些许熟悉的样子 再加上对方刚才的话 终于想起了当年之事 那还是上次出山时候 遇到的小插曲 自上古以来 自己断断续续在太玄山涅槃十次 住的时间也不短 当地总有些百姓 见过自己施展手段 所以也不知道 从何时开始起 就有一则传说流传了下来 太玄山住着神仙 住了几千年了 传得有鼻子有眼 颇为真实 既然有传说 那就少不了人去山里寻到求仙 幻想遇到仙缘 一步登天 这些人的目的不尽相同 有想长生不老的 有想拜师学艺的 有祈福的 也有想拜入仙门 不过除了极少数信任 有幸遇到过陈玄外 大多都无功而返 张家那位仙人 就是那极少数的信任之一 他恰巧遇到了 刚刚结束第九次涅槃的陈玄 陈玄当时心情正好 索性扮了一次神仙 就询问他想求什么 结果那傻小子说的话 却让他微微有些意外 他不求长生 不求仙法 不求虔诚 不求俘虏 只求能用于凡间的医术 态度极为坚决 按他的话说 是为了天下贫苦的黎明百姓求的 这傻小子 有难得的医者人心 当时陈玄暗道 思索了一番 就交给他一本 自己早些年编写的 针灸点学之法 学会这套技术后 行医不用药 拿着根银针 就能走天下 能治大多数常见病 对某种急症 也有抑制的疗效 年轻人狂喜 满意的不行 这正符合他的要求 贫困的老百姓 哪来的钱买药 回忆一闪而过 回到眼前 掀起来吧 这时代不信动不动就跪下了 张继是你什么人 他端起桌上的茶杯抿了口 淡淡问道 张志远一听 颤颤巍巍爬起来 恭敬地垂手站立 却不敢再大摇大摆地坐下 那是晚辈的祖父 问什么答什么 多一句话都不敢说 爷爷当年遇见对面之人时候 应该也就二十多岁 如今别说爷爷 自己都老了 结果这位 看着才六七十 不能细想 细思极恐 嗯 是他孙子 现在他活着吗 爷爷比不得前辈 他十年前已经过去了 却不想前辈还风采依旧 张志远不露痕迹地拍了个马屁 也是 遇到他都一百多年前的事了 死了也正常 这几句对话 在直播间引起了轩然大波 关于陈玄年龄问题的争议 这几天就没有断过 虽然陈青信誓旦旦地保证 曾爷爷爷确实一百多岁了 但大多数网友都不信 谁家一百多岁的老人 能一飞五六米 还有这身板 年轻人都比不上好不好 绝大多数人猜测陈玄最多六十岁 甚至还有人信誓旦旦地说 他只有三四十岁 是主播的爸爸 直播里是化过妆的 全都是为了节目效果 这荒唐的言论 竟然信的人也不少 让陈青恨得牙痒痒 可也无可奈何 总而言之 这个问题算是陈玄目前来说 唯一的黑点 现在终于被证实了 还是全国文明的张大师亲自证实的 以张志远的名头和身份 不可能有人把他收买 配合演戏 卧槽 老爷子真的一百多岁了 我一直以为是假的 这下子实锤了 太可怕了 我感觉科学受到挑战了 不是说 现在理论上来说 人类最多活到一百三十五岁吗 老爷子究竟是怎么做到一百多岁了 还这么硬朗 这真不可思议 可以说 简直是生命史上的奇迹 按理说 如果人类到了这个高龄 身体器官已经不可逆转的衰竭才对啊 真想切片研究一下 M 你切片老爷子 兄弟 你想来一次空中飞人 我个人感觉 可能与老爷子练武有关 鼓舞可能真有我们理解不了的神奇 大家对老爷子 是高手这件事不怀疑了吧 我怀疑我的性别 都不会怀疑老爷子的功夫 兄弟们 我决定了 从明天开始 就认真修炼原事 绝对努力练习 立铁为正 我要向天在界三十年 一起 同上 直播间中 陈玄已经问完了自己想问的 陷入沉默之中 目录思索之色 另一端的两位大师 自然不敢打扰 只能按搓搓的眼神交流 好在有默契 连懵带猜的 也大致弄懂了 锦自珍眼神露出疑惑 这位到底是什么人 张志远眼神须眯 极其可怕之人 直播结束在说 锦自珍悄悄撇了下嘴角 我搭的话怎么样 看能不能套上交情 张志远露出眼白 怕是不配 锦自珍 所在 这时候 陈玄终于出生了 我知道 你们想问什么 明白地告诉你们 别想了 他一开口 就将话彻底毒死 张志远脸上出现失望 眼皮都搭了下来 叹息一声 并未再敢多说什么 锦自珍却不一样 他知道陈玄不简单 但感受没有张志远那么深 就这么轻飘飘一句话 不能让他放弃 张志远目录哀求 陈先生 这种医术对下国真的很重要 请您再考虑考虑 而且我们不白要 只要您答应 多少钱都可以商量 说着 他看向一旁的陈青 那天陈玄一开始 也不打算治疗陈康 都是因为这个曾孙女开口 才治疗的 所以锦自珍认为 这可能是个突破口 陈康好像刷了不少礼物 这位姑娘 你劝劝陈前辈 这种技术 我们真的很需要 我们有钱 比陈康有钱 这就给你刷 都是为了百姓 都是为了国家 我可以指天发誓 绝没任何私心 锦自珍赠送主播 超级火箭X100 锦自珍赠送主播 超级火箭X100 锦自珍赠送主播 超级火箭X100 可以看出 这位医学大佬 很少接触直播 网友竟然是自己的真名 说的话更是情真意切 不不少网友都被感动了 陈玄侧目看向曾孙女 眼神柔和没有说话 想看看 他打算怎么做 陈青深吸口气 直接无视了直播间 不断飞起的火箭 注视着哀求不断的锦自珍 神色平淡地摇了摇头 锦爷爷 我在学校听过您的名字 也很敬佩您 您是个了不起的人 但我不会劝阻爷爷什么 更不会仗着自己 是晚辈 就肆意地妄想 改变曾爷爷的决定 他这么做 一定是有道理的 这件事与我无关 您刷的钱 我会原封不动地退还给您 对不起 陈玄露出笑意 对这个曾孙女郁佳满意 懂进退 明道理 很不错 张志远与锦自珍见华 都说到了这个地步 人家还是拒绝 也没了任何办法 极度失望之下 微微行礼后 打算断开直播 就在这时 陈玄平淡开口 断指众生法我教不了 你们也学不了 就不用想了 但真九点学法 倒是可以指点一二 不是说 要我去什么 魔读大学开个课吗 就后天吧 恰巧 我也想去乖孙女的学校看看 直播间的另一边 两位老人豁然抬头 双眼放光 闲谈几句 将开课的事商定好后 两位老人恭敬行李后 退出直播 二人的身份 可以说是医学太陡 但在陈玄面前 却自觉地持弟子礼 谦卑地 甚至让人感觉有点过分 许多网友感觉有点怪 陈轻易也是如此 他乖巧地站在岑爷爷身后 力度恰好的 帮他揉捏肩膀 然后撒娇道 岑爷爷 怎么感觉那两位 对你有点怕吗 还有您与张大师的祖父 当年是好朋友吗 您真的会医术吗 这些可以给我们说说吗 一连串的问题 都被抛了出来 这几句话刚问出来 直播间已经 齐刷刷地来了阵叫好 显然广大网友 也想知道 这些问题的答案 陈轻身体微微厚痒 半靠在椅背上 舒服地眯起了眼 都是当年的事儿了 不过你们愿意听 说说也无妨 就当讲故事了 先说张继 也就是张志远的祖父 我遇到他的时候 还是一百多年前 当时他也不过是个 十七八岁的少年 明明出生在富贵之家 却很是特立独行 接下来 在陈轻苍老的声音中 求仙的故事缓缓到来 众多听众仿佛身灵其境 等听到张继在山中 执意寻找神仙 甚至险些将自己饿死的时候 陈轻哈哈大笑的前府后仰 直言 幸好是遇到了岑爷爷 不然现在可就少了一位中医大师 可等听到那少年 不求富贵前程 只求能救人性命的医术 尤其是穷人性命的时候 又忍不住肃然起敬 以天下苍生为己任 可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没想到这种人 没想到真的存在 在那个乱世 肯关心贫苦百姓的生死 就算得上有之之事了 如果关心之余 还能稍微对百姓好些 修些桥 铺些路 那名声会传遍方圆的几百里 被称为远近文明的大善人 像张继这种 出身富贵 却甘愿舍弃一切 只为寻求治愈平民宪法的人物 说傻也好 说胜也行 反正寻常人做不来 直播间其他观众的心情 亦是跟着上下起伏 等听到陈轩 恰巧会一门精卖点学法 又传给张继后 观众们又纷纷叫好 仿佛这才是应该有的圆满结局 故事不长 不过几分钟已经讲完 说完张继的故事 陈轩平淡的笑呵呵道 乖孙女 现在明白 张志远为何给我行大礼了吧 要没有我那部医书 哪有现在的张家 说一句 是老夫成全的张家 也不为过 张家如今名满天下 靠的就是那部 真九点学法积累的名声 甚至让张家 在下国初期的混乱时候 也安然无恙 不然没准早就在乱世中 家破人亡了 因此 陈轩对张家的大恩 别说一个想 三跪九寇都不过分 略微停顿一下 陈轩继续道 至于锦自珍 他也是一位如同张继的人物 心性很好 他对我恭敬 只是单纯地渴望想学医术 倒没什么别的心思 没想到这个时代 还有这种人 也是因为他在 我才答应去讲讲学 嗯嗯 陈轻脑袋点得犹如小鸡灼米 他想了一下 眼睛一转 古灵精怪的道 那曾爷爷 您怎么学习的医术 为什么后来没有行医呢 这个问题也很关键 老爷子随便送出了一本医书 就成就了一位中医大家 为什么他自己没有成为医生呢 呵呵 陈轩淡然一笑 平淡道 乖孙女 难道会做饭 就一定要去做厨子 会杀猪 就要去做屠夫 当年行走天下 曾爷爷会的手艺多了 都去做哪能做的过来 不自夸地说一句 虽然我的医术 让张志远他们一惊一乍的 但医术 在爷爷的一身本事中 根本排不上号 这话说的傲气 我看不上眼的东西 能把当时名医羡慕的发疯 直播间陷入欢乐之中 哈哈 老爷子会的有点多 我绝对相信 行走了一百多年江湖 不多学点手艺 压身我才不信呢 只是 老爷子绝对吹牛了吧 我反正不信 随便拿出个技术 就能震惊世界 这又不是写小说 哎 兄弟你认真了呀 老爷子明显在看玩笑 乐呵乐呵得了 兄弟们 一招先吃变天 你们哪来的脸 笑话老爷子吹牛 我就算退一万步说 老爷子真吹牛了 光凭医术 你们谁能比 没没没 我等哪敢嘲笑老爷子 开玩笑而已 诸位 你们就认定 老爷子是在吹牛了 别忘了那一声鼓舞 说不准当年的老爷子 也是位大人物 死 你不说我还真忘了 确实 老爷子功夫也相当高明 话是这么说 但是打打杀杀的 哪有做名医好 陈玄懒得在理会直播间 其他人信不信他根本不在意 想说只是单纯的自己想说说 其他人的想法都不重要 他做了片刻 然后转身上楼去歇息 夕阳夕落 叮咚 临近傍晚的时候 门铃突然被暗响 谁啊 陈青有些奇怪 于小双今天回父母家了 家里只有自己和祖爷二人 他急匆匆在直播间说了一声 就跑过去开门 打开门 外边站着一个 让他极其意外的队伍 领头的是位熟人 宋山河 他旁边站着一位身穿堂装的老人 正笑容和蔼地看着自己 不过夸张的是 二人的身后 有七八位女子 提着古色古香的饭盒跟着 宋总 您这是 陈青傻了眼 他一边让开门请众人进来 一边疑惑问道 陈姑娘 我们 碰 没等宋山河话说完 旁边的老人直接一巴掌护在了 他脑袋上 接着吹胡子瞪眼道 混账 我管陈叔叫说 你按辈分该叫什么 哄 宋山河算了半天 头都大了 自己爷爷向陈青层爷爷叫叔 自己爸爸向陈青层爷爷叫爷爷 那自己也得跟着叫曾爷爷 这么论 这小丫头和自己是平辈 自己得叫妹子 宋山河脸色忍不住抽搐了一下 他身为宋家第三代人 但如今也快笨四 儿子都十几岁了 陈青完全比自己儿子大不了几岁 不过现在不是琢磨这个的时候 宋山河悄悄吸了口气 温和道 小青妹子 我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 又等他说完 老人直接越过他 热情地攥住陈青的手 笑眯眯道 我是宋海平 孩子 你也管我叫爷爷就好 我是来看陈叔的 第一次见面 这就当做见面礼了 说话间 一串暗红色的木串 从老人手上滑落 无声无息地 直接套在了陈青手上 卧槽 一句国骂 同时在宋山河和陈青心里响起 宋山河是羡慕得要死 那串珠子 据说是某个著名古寺的大师 亲手所作 用的是寺内 一颗沐浴了千年香火的怀木 而且戴在爷爷手上 本有几十个年头了 夏天虫鼠不清 蚊虫不扰 冬天摸上去温如暖浴 绝对是难得的珍宝 曾经有人出嫁五个亿 都被爷爷直接回绝了 宋家的小辈们 琢磨多少年了 可不管谁再受宠 也没人得到过 万万没想到 今天就这么简单地送人了 他心都疼得哆嗦 陈青惊讶 也是因为他认出来了 这串珠子 被称为魔都十大天价珠宝之一 被某杂志发布过 据说最低也要值几个亿 这个数字 让他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他陈青何德何能 带这种几个亿的首饰 就是把自己拆了按骨头卖 也卖不了个零头 陈青赶紧摘下来 双手递还给老人 宋爷爷您好 您是来找我岑爷爷的吧 我这就给您上去找岑爷爷下来 不过这礼物太贵重了 我实在不能要 通过之前会封楼的事 陈青知道 曾爷爷与宋家有很深的渊源 但那不是一码事 自己不能随意 收这么贵重的东西 陈家虽然坎坷多奸 但记得从前父母 在世的时候 时常教导自己做人的道理 家风很好 这 见小姑娘态度坚决 递给自己后 快步走上了楼 宋海平苦笑两声 喃喃自语道 陈叔的后人 果然不一般 这一幕 被人直播的电脑 拍得清清楚楚 许多水有羡慕的眼都红 我的天 兄弟们知道 刚才主播拒绝什么了吗 淮花香木串 以前在福布 杂志上记录过 据说 如果拿出来拍卖 保底八个亿 卧槽 八个亿 够买我们一个小区了 主播流劈 几个亿的东西 竟然说不要就不要 太尼玛任性了 哎 收下多好 这保底 也得少奋斗二百年 我不相信 真有是钱财如粪土的人 会不会是主播不认识 楼下的你傻了吗 主播不认识 能说这东西贵重 兄弟们 我从陈青第一次直播就观看了 果然没看错人 没别的说的 一个字 以后继续支持 宋家也够刁 传闻中的隐藏富豪 果然名不虚传 出手送的见面里 就是吉 这明显是爱屋吉乌啊 不知道老爷子和宋家关系的 可以去前面补补饭 许多老爷子火了后 第一次来直播间的观众 也纷纷惊讶了 他们一直把陈青当作背景板 没想到这小主播竟然这么有骨气 爱了爱了 呵呵 以前的宋小子 现在也变成了宋老头 就在这时 陈玄孝呵呵地下了楼 打量了一番宋海平 调侃了一句 陈叔 尽管早就有了心理准备 但看到真的是八十年前的那个人 宋海平还是忍不住心情激动 颤颤巍巍地直接跪下 碰 额头触底 近一个世纪的光阴转瞬即过 当年背着麻袋的穷小子 现在成了新下国的隐藏富商 拥有了莫大的话语权 这一切都是这个男人所赐给的 他跪得心甘情愿 后方 目睹这一幕的陈青和宋庆贺 连卧槽都忘了 真惊呆了 直播间观众也全都傻了 陈老爷子和宋家有救 大家都知道 可没想到 两位老人见面的方式 竟然是这样 不是想象中的相互寒暄 不是久别的老友重逢 而是一种 在这个世纪不可能存在的境界 是一种狂信徒对神明的虔诚跪拜 不可思议 爷爷 你这是干嘛 你快起来 宋山很快反应过来 尤其是看到电脑上的直播 脸色更是一变 宋太爷代表的 不光是他自己 更是代表着宋家 这种动作是万万不该有的 陈家 不管当年对自家有什么大恩 都不应该这么做 更何况 以如今的宋家来说 妥妥地算得上豪门 而落魄到只剩下两人的陈家 根本没法与自家比 说的功利一点 不管陈玄当年是什么人物 现在都只是一个孤家寡人 甚至得去汇丰楼 找自家要点生活费 才能维持体面的生活 爷爷要将汇丰楼一半的利润 交还陈家 已经是个疯狂的决定 现在竟然还要行大礼 这到底是为什么 以爷爷的身份 不管是魔都还是帝都 都绝不会有人能让爷爷跪下 如今的下国 没人有这个资格才对 不承想 这个动作惹怒了向来宠爱他的爷爷 滚 畜生 给我跪下 宋海平犹如一头苍老的狂狮 怒吼出声 眼见爷爷眼中的利涩 宋山和浑身打了个寒战 也不敢再多话 直接跪在爷爷身后 宋家内部人都知道 老爷子虽然年近百岁 但耳不拢眼不瞎 思维更是清晰 家族大事儿 都是爷爷拿主意 是真正的掌舵人 爷爷 大事上从不犯错 他一跪 跟着他们来的人刷刷刷 也全都跪下了 这都是依附在宋家的人 不是嫡系 也不可能被宋海平带到这里来 一时间场面堪称壮观 唯独陈青一人 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直播间的人全都猛了 普通人可能感受 还有些不明显 但那几个长刷礼物的富二代 已经震撼到差点爆炸 宋老爷子是魔都商界的 执牛而者 是一位真正从战乱中 崛起的枭雄 别说他们这些二代 就算是各自家里的长辈 都对宋爷推崇至极 他们爷爷辈的 像宋老爷子叫宋大哥 父辈的称呼 宋老爷子宋伯 小一辈的称呼宋爷 不是一家如此称呼 而是只要在魔都商界圈子里 就是这个称呼 这是规矩 在无数大鳄盘踞的魔都 能混到这个地步 宋家的可怕可见一般 这不单单是有钱就能做到的 这位老爷子的一生 堪称传奇 据老辈相传 宋海平初期依靠古董 赚取了大量的资金 等战乱暴乱后 他将保押在了某个 不被看好的势力上 哪怕当时那个势力 被逼迫的不断转移 连落脚之地都没有 可宋海平封了一样的权力支持 通过在全世界跑四川 筹措了大批的药品 电子元器件 甚至枪支弹药和款项 全部无偿赠送给了那个势力 宋家当时一度破产 因无数人嘲笑 可事实证明 他赌对了 新下国建立后 天下谁人还敢小觑宋家 传言 有某位大人 曾私下送给宋老爷子四个字 国之栋梁 他怎么可以跪下 他怎么能跪下 他又怎么会跪下 那么 能让他心甘心愿跪下的人 当年到底什么身份 心底发寒 整个魔都 所有得到这个消息的人 在想想前段时间 宋家疯了一样筹措资金 感觉 天可能要变了 风雨欲来 我听你孙子说 这些年 你年年去太玄山跪我 我还没死呢 还没找你算账 现在还敢跪 陈玄阳装恼怒的呵斥了一句 不过眼角的笑意展露无遗 能见到八十年前的熟人 显然也很高兴 陈叔说的对 我的错 我的错 该打 您是神仙中人 怎么会死呢 是我糊涂了 宋海平爬起来 善笑的连忙引陈玄坐下 恭敬至极 您不知道 当年您留下的几句话 就进了太玄山 急坏了我们这些人 宋海平显然有太多话想说 情绪忍不住激动 说起当年的事 一时间忍不住老泪纵横 陈玄静静听着 偶尔安慰两句 八十年对宋商和来说是一辈子 但对他而言 不过是一场沉眠 感慨肯定有一些 但要说多么激动就谈不上了 所以淡定的多 等过了片刻 看宋海平有些气短的停下了话头 他双眼须眯 声音貌似寻常的问道 我一直没去找你 就是等着你过来 既然今天你来了 那想必是想好给我个怎么样的交代了 说说吧 陈家是怎么没的 小青的父母 又是怎么死的 气氛 突然间冷了下来 陈青抬头 眼中出现疑惑 他很小的时候 爷爷奶奶就没了 不到十岁 父母也齐齐双亡 死因是车祸 不过他一直以为 自己是命不好而已 但是现在看来 可能另有隐情 能凭借自己考上摩大 还拿全额奖学金的人 不会智力有问题 以前主要是不知道 这位陈爷爷的存在 现在看 陈爷爷当年指点了一番张记 成就了一位中医大师 资助了一番宋家 铸就了一座庞大的商业帝国 那自己家怎么会简单 来之前 宋海平就想过这个问题 当年宋家 可以说是依靠陈玄一手扶持起来的 堪称是陈家的衣服 关系很是亲密 这种家族在魔独还有几个 陈玄当年静泰玄山之前 叮嘱过当初的自己这些人 看过好陈家 可结果还是出了意外 他叹息一声 隐晦地看了眼电脑上的直播界面 陈青立刻看懂了 直接过去对谁友们道歉 各位不好意思啊 我们家来客人了 今天的直播就先结束 明天咱们继续 不理会网友们 让继续求直播 力所地关掉了电脑 见此 宋海平才深吸口气 低声解释了些什么 陈玄当年宁走后 发生了很多事 陈玄静静听完 神色一直平静 两久后才轻轻点了点头 心中有了计较 哎 他们自己的命 我当年给他们说过 老夫走后 莫要掺和到里面去 哪个朝代开国都乱 怪不得你 只是这简简单单的四个字 却让宋海平如势负重 这些年陈甸甸压在自己心里的石头 终于扳开了 陈叔没有怪自己 聊完此事 气氛终于轻松了许多 陈玄看着后方 众人手上拖着的一个个石盒 笑着道 纹丝豆腐 清蒸粉蟹狮子头 都是淮阳菜 难得你还记得 我的口味 有心了 走吧 今天咱们好好喝上两杯 明月高悬 酒散人离 一辆低调的防弹车 缓缓驶离了紫苑 后座上 宋海平揉了揉自己的眉心 轻轻叹了口气 汇丰楼的资产 还没处理好吗 副驾驶上 宋山河苦笑道 爷爷 汇丰楼一直是咱们家的支柱产业 设计的资金额度极大 恐怕还需要一点时间 说完 他犹如再三 还是忍不住问道 而且 真的需要这样 这笔资金送出去 咱们真要伤筋动骨了 还有您今晚的动作 恐怕现在很多人已经知道了 陈家当年再怎么强大 现在都已经落魄 宋海平瞥了他一眼 冷哼一声 你觉得犯不上 宋山河没有说话 显然是默认了 哼 你觉得不值当的 是因为你没经历过当年的事 宋老爷子眼神犀利 不见一点浑浊 继续道 过去的陈家很可怕 不说只手遮天 但也有左右时政的能力了 近乎让所有人忌惮 比我们现在还要 让人怕得多 但就是那么可怕的陈家 没了陈叔后 也转眼间就烟消云散了 你说说是为了什么 知道爷爷这是在给自己上课 宋河山深入思考了一番 而后神色一争 面目不改置信 后面 宋老爷子缓缓闭上了眼 没错 陈家的可怕 不在于拥有多少钱 有多少权力 有多少人脉 而在于有陈叔在 陈叔的强大 从不是依靠这些凡事的俗物 别看现在陈家只有两人 但他如果想 可以轻松地得到一切 你以为我过去说 陈叔是神仙 是为了什么 我今天晚上跪在了陈叔的面前 那些不懂的蠢货不用理会 真正能看懂的人 反而更激怒我们 你真以为谁都有资格跪在他面前 这是荣耀 山河 你要学的东西还很多 记住一点 不惜代价的筹措资金 把这件事办好 陈叔出事后 第一站去的咱们宋家会封楼 这就是咱们家这几十年最大的机会 一定要抓住 你以为现在没人来拜访陈叔 是因为没人想来 错 是他们没得到召唤 不敢来 宋山河冷汗津津 嘴唇发干 他第一次理解了那位老人的强大 第二日 陈玄依旧是那身宽松的道袍 背着手 悠然来到小广场 李良才等人正在练习 一群平均年龄都在六十岁上下的老年人 像个猿猴一样 做出各种动作 引得近处的年轻人 纷纷瞩目 可他们没人在意 反而联系更卖力 一个个脸色通红 因为他们都感受到了效果 昨天刚刚锻炼一天 晚上回去 全身都热乎乎的 舒服得很 许多有老年病的人 都感觉到了难得的轻松 一天而已 比他们锻炼了几十年的太极拳 强出太多 要不是陈玄早就交代过 不能急功求成 他们恨不得睡都不睡了 一旁 陈青突然接了个电话 宋大哥 啊 问问岑爷爷 举着电话 陈青小跑过来 小声道 岑爷爷 宋大哥在小区外安排了人 拦住了那个叫 赵松的武术大师 问要不要把他请走 对了 他身边跟了不少人过来 乌乌泱泱的不少 之前直播的时候说过 赵松约的今天来挑战 陈玄大清早来着 自然就是为了等他 文言评诞道 不用 让他进来 七名道士之徒 正想要教训他一番 嗯 陈青小脸通红的硬了下来 转身回了电话后 也打开了直播 他现在对曾爷爷 那是有一万个放心 老爷子的功夫 谁怀疑 他都不会怀疑 赵松还没来 直播间已经涌入了 大批的观众 老爷子现在 真是火出圈了 关注直播间的人非常多 我靠 主播你 让我伤心了 昨天竟然说关就关 就是 是我们提不动刀了 还是你飘了 求求你告诉我吧 昨天宋爷究竟说了什么 好奇一晚上了 不该问的别问 保密守则忘了 好了别说闲话了 我刚从赵大师的直播间过来 他已经到紫园门口了 老爷子真要接受挑战吗 我看要不还是算了吧 让一个一百多岁的老人 对战一个壮年 我怎么看 怎么觉得不靠谱 看到关注的人这么多 陈青也很是开心 悄悄吐了吐舌头 挑战的事 曾爷爷已经答应了 现在就是在等赵大师 我劝也劝不听啊 而且 大家不用担心 曾爷爷的功夫很高很高 最少得有三四层楼那些高 不会输的 就在陈青和网友们互动的时候 小广场上已经出现了很多人 乱哄哄的 竟然有上百号之多 显然很多附近的观众 直接来现场观看了 功夫大师赵松VS玄学陈老爷子 马上开始 赵松约莫四十多岁 脉相不错 身穿着一件短打练功服 脚上踩的也是老布鞋 装扮到是一副练武之人的样子 只不过 他身后架着各种摄像机的专业团队 让他相比武术大师的身份 更像是一个演员 他打量了一番陈玄 悄悄放下心 行了 这些年出名后前没少捞 再加上助理那么漂亮 身体自然而然是不如从前了 要是对战撞年 还真有点发出 不过打个老头 还是稳胜的 是刷名声的好机会 当下 假模假样的双手抱拳行了个礼 呵呵 老先生 您真要和我比试 要知道拳脚无眼 要是伤到了您 别说 这番话加上动作 有那么点样子 尹格周围阵阵叫好 谁知 陈玄瞥了他一眼 表现得颇为不屑 滚吧 别在这碍我的眼了 见你之前我还道你 怎么也是个练武之人 许是一时走了邪路 没想到你竟然连基本的架子都丢了 哼 失望的摇摇头 转身就要离开 他不屑 与这类人多费口舌 多说一个字 都是浪费 周围的人呈猛逼状态 这什么情况 不是说要比武吗 怎么又要走了 当下 不管是现场 还是直播间里 都热闹非常 哈哈 赵大师鼓舞大师的身份 实质名归 打假专业户 陈老头的舔狗们何在 什么情况 不是怕了吧 嚣张个什么劲啊 陈老爷子的造诣有多高 你们没看视频 没听老爷子说啊 是看不上赵松 哼 我就佩服你这样的 骗自己这么有意思 陈老头不敢动手 是真的吧 真的屁啊 老爷子是看不起他 你听不懂人话 行了别吵了 你们说 现在算分出输赢了吗 那位网友的一千枚超火 可没刷呢 一千枚超级火箭的问题 赵松也正在想 陈老头不敢跟自己打 不诈屈人之兵是好事 回头润色一番 就能出一期视频 但是这不打的话 那一千枚超火就没了 不行 最少得比划两下 呵呵 老先生这么说 就有点过分了 赵松双臂抱胸 昂着头道 自古文无第一 无无第二 既不分年幼 打不过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但是你走之前还编排赵某 有点说不过去了吧 今天不想打也行 你利索地认个书 我转头就走 不然就承认自己是个混吃混喝的骗子 你要怕了也行 赵某让着你 我就站在这不动 你能让我离开半步 都算你赢 他喋喋不休个没完 已经走了十来步的陈玄 被烦得不行 他不屑与跳梁小丑比试是真的 但被吵得不耐烦了 也不会惯着 锅躁 一声苍老的呵斥 惊动树上的几只飞鸟 扑朗扔的飞离 又带落几片树叶 陈玄头都没回 右手举起 双指恰好捏住其中一片 刷 向后一甩 轰 啊 赵松已经犹如被炮弹轰到了一样 凌空飞出去八米远 众人猛了一下后 急忙看过去 只见赵大师躺在广场的大理石上 已经是出气多进气手 快要不行了 唯独他胸前的一片树叶 清脆欲滴 此时的他 哪还有刚才的神器 人都快没了 他团队的人都吓坏了 乱七八糟地盲成了一团 快 快叫救护车 来来 大家帮着抬一下 那边有车 别乱动 等医生来 他胸前骨头全碎了 太惨了 赵大师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坚持一下 医生很快就到 乌烟瘴气 乱七八糟 直到回到别墅 陈玄还有些生气 难得的沉下了脸 鼓舞算是多年前他创建的 当年何等凡胜 眼见这次苏醒后摔落至此 心里多少有点不痛快 陈清第一次见到这么可怕的曾爷爷 在一旁乖乖站着 也不敢说话 只是他不敢吭声 直播间可都快炸了 卧曹曹曹曹曹曹曹 这次是树叶 太玄幻了吧 我的天 吓死我了 刚才我大气都不敢喘 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我感觉都不真实 树叶那么轻 再怎么样 也不可能啊 一片树叶都能这么猛 这要是给老爷子个钢蹦 还不得轰飞坦克啊 常在河边走 哪能不试鞋 这次赵大师算灾了 老爷子的功夫太厉害了 绝对是鼓舞的天花板 咦 这次怎么没人怀疑老爷子是找演员了 现场一百多个人亲眼见了 还怀一个毛啊 别墅中 陈玄待了片刻 才恢复平静 看曾爷爷脸色转好了 陈清才敢靠不去 轻轻帮老爷子揉肩 小声问道 曾爷爷 我看咱们走的时候 赵大师吐了好多血 没事吧 他有点担心 赵大师会挺不住 毕竟真的很惨 陈玄摇摇头 我没用力 应该不至于死了 不过这次略微惩戒他一番 够他在床上 反思个十年八年的 死 给躺个十年八年 太惨了 这番话 自然又引起了直播间的热论 不过这次没人感觉 老爷子是吹牛了 都感觉十有八九是真的 毕竟 既然一片树叶 能把人轰飞八米 那再加上的几米 也就不是不能接受的事了 这时候 叫那三米两米的 针完全没意义 这件事并未平息 很快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而且比上次的视频更火爆 原因只有一个 这一次有一百多人在现场 都是证人 纷纷保证千针万确的针 就差指天发誓了 很显然 不可能这么多人都撒谎 所以视频爆了 在这和平世界 竟然针见到了传说中的武功高手 疯狂程度可想而知 尤其是再加上 老爷子本身就是名人 更吸引人眼珠 武术大师和医学大师 究竟哪个才是他的真面目 一百多岁的老人 竟然做出了这样的事 即将去摩大演讲的人 今天竟然在街头斗殴 两位落得同一下场的人 竟然是一个姓 真的是巧合 外界的纷纷扰扰 打扰不到子愿的亲近 客厅中 一个女佣戴着洁白的围裙 走过来低声问道 陈先生 早餐准备好了 您现在要用餐吗 这是宋家安排过来 照顾老爷子起居的人 陈玄也没拒绝宋家的这个心意 毕竟 他是食不厌惊之人 陈青和于小双倒是会做饭 但口味就只能说是凑合 如今专业厨师来了 可算是解放了二人 嗯 开饭吧 将手里的古籍放到书架上 陈玄走到餐桌旁坐下 一看 桌子上简简单单的摆放着几样小食 种类虽然不算多 但做的可谓是色香味俱全 而且全都是当年自己喜欢的口味 当下惠心一笑 端起了碗筷 这一幕 让旁边过来负责的管家 心中一喜 放下了心 来之前 宋家早就晋级培训过他们 他们的薪资 完全按照老爷子的满意程度来发放 只要老爷子满意 那每个月能拿到手的钱 简直可以媲美精灵 总的来说 他们的任务就一个 想招法的让老爷子满意 一旁 陈青呼啦啦的喝完一碗谢黄粥 满意的拍了拍肚子 然后笑道 曾爷爷 您今天有事吗 明天 您才去魔读讲课 今天要不我带您去转转魔读 陈玄不急不慢地喝完了粥 才慢慢的 也行 转转也好 明天要去你的学校了 也是该准备些礼物 现在的学校在陈玄看来 就相当于以前的学堂 过去要跟着先生学习 那是需要准备述修 是件极为庄重之事 以前自家孙女家里没人 自然也就忽视了这些礼节 这次自己去 拜谢一番也是应该 嗯 还有我 我也要去 一旁的于小双 急忙咽下嘴里的包子 急忙举手喊道 你今天不去公司了 陈青好奇 于小双擦了擦手 翻了个漂亮的白眼 今天周日 休息 你以为谁都像你啊 陈青泪目 主播这个行业 就没休息日这么一说 只要世界不爆炸 就得干活 很快 三人来到了魔都的著名商业圈 只是看了许多家店铺 陈玄都不甚满意 全都是些工艺品 实在看不上眼 逛到最后 就连陈青都感觉小腿有些发酸 他拽着老爷子的胳膊苦笑道 曾爷爷 你想准备什么呀 魔都最好的礼品店都在这边了 这些不行 陈玄固执地摇摇头 啊 那这些玩意出手是电污学堂 罢了 还是我亲手写上一幅字吧 话未说完 老爷子转身进了一间毛笔店 陈青和于小双一头雾水 曾爷爷武功厉害 他们是知道的 医术也得到了专家的推崇 但是难道还会写字 好家伙 文武双全 他们俩怀着半信半疑的心态跟了进去 不怪他们还心存怀疑 实在是很难相信 一个人能全知全能 要知道 哪怕曾爷爷已经有一百多岁的高龄 但一生的精力总是有限的 不能什么都会吧 笔烟店中 装修古色古香 看上去很上档次 一只只毛笔 摆放在精美的柜台中 木制的 预制的 不尽相同 店内没服务员 只有一个老掌柜 旁边跟着个小学徒 这种高端店 依靠的不是走梁 讲究三年不开张 开张吃三年 老先生 可否有看上眼的 掌柜推开刚要上前搭话的小学徒 自己亲自接待 他干了一辈子文丸自画这行 眼睛早就成了火眼金睛 这位主顾他一眼就看出来了不简单 别的不说 光是行走间的气势 就不是一般身份的人能有的 是个大客户 陈璇扫了一眼店里 微微醋眉 就这些货了 店里的东西 虽然包装很精美 笔杆上雕龙画缝的 但全都是样子货 品质一般 得嘞 就这一句话 掌柜的就知道 真正懂行的来了 哟 你老看来是想要好东西了 我这有室友 但是价格 价格没关系 只要让我藏爷爷满意就行 不等他说完 刚进来的陈青豪爽道 神色间就三个字 不差钱 这几天直播间 网友接连给老爷子 刷了好几百万 他连同送家给的 一千万都存在一起了 这次难得老爷子 想买点东西 肯定可拙尽地买好的 再说 一只笔能有多少钱 撑死了几万块到了头 他暗磋磋想到 边上的陈璇 猜透了乖孙女的心思 意味深长地笑笑不说话 这店里没好玩也就算了 但凡有个差不多的 小丫头一会 你就等着心疼吧 好 掌柜的一听 眼睛都笑成了一条缝 转身去了后屋 没一会抱着一个木盒子回来了 盒子呈暗红色 上面都隐隐能看出来包姜 咔 掌柜的轻轻打开 只见其中一根看起来 普普通通的毛笔 静静躺在黄绸中 这根毛笔 哪里看起来都很一般 唯独笔风是紫色的 不知道用的什么动物的毛 这就是最好的 你没骗我们吧 多少钱 陈青好奇地直接拿了起来 还好玩地上下甩了两下 别 请您放下 瞅见他的动作 老掌柜和小学徒都吓坏了 急忙连喊出声 这位客人 这件毛笔是小店的珍宝 一口价420万 您拿文点 这东西值400多万 陈青和于小双 嘴巴张得能赛下个鸡蛋 紧接着于小双声气道 你们抢钱啊 是不是看我们不懂行 就骗我们 陈爷爷 咱们走 去别处看看 这家店坑人 陈青也在一旁不断地点小脑袋 什么比能贵到这个程度 同等重量的黄金 也没这么贵啊 准是这个无良奸商 看老人家岁数大了 想坑一把 却不想 陈玄悄悄推开两女 聚精会神地拿起这只毛笔 仔细看了几眼后 满意地笑了 没想到 现在还能见到明时的宣称子豪 看样子 还是当年的贡品 不错 有些年头没见过了 老夫以前用过 很顺手 这只保养得还这么好 400多万架不高 成情了 陈玄非但没有觉得贵 反而感谢了掌柜一句 仿佛占了人家便宜 这场景 陈青和于小双 脑子跌机了 面面相亏 掌柜的笑眯上了眼 白手道 您老是个行家 这物件也不算占您便宜 一般人看不懂也买不起 老先生怎么样 满意的话 试试看如何 这么贵重的东西 必须得当面设好才行 出门就不退不换 陈玄掂量两下 也来了兴致 哼 那就写上几个字 一旁的小学徒很有眼力镜 听闻此话 连忙在桌上铺好宣纸 开始研磨 待到一切准备好后 陈玄双眼微眯 酝酿许久 一股无声无息的气势 萦绕在店中 射人心魄 见到这阵势 其他人也不敢打扰 纷纷凝神静气等待 甚至心理素质较差的 两个姑娘和小学徒 都下意识平住了呼吸 很快 陈玄来的感觉 刷刷刷写下了几个大字 逼走龙蛇 一气呵成 动作赏心悦目 写完后 他自己也颇为满意地看了两眼 不错 没丢了水准 只是 嘿嘿 曾爷爷 您老写得太快了 还没沾墨呢 要不您再写一次 陈青在一旁尴尬地说道 与小双也扑斥笑出了声 老爷子太逗了 刚才竟然没有沾墨 白浪费了感情 小学徒也在一旁咧嘴傻笑 陈玄也不在意 更没有什么尴尬之类的情绪 直接将笔装在盒子中 没墨就没墨吧 精气神到了就行了 乖孙女 结账 哦 见老爷子真要四百多万买只毛笔 陈青心痛得 简直无法呼吸 十分怀疑曾爷爷看走眼了 掌柜的就是无良奸商 可曾爷爷喜欢 他只能怪怪地 到小学徒那准备刷卡 慢 就在这时 一直在发愣的掌柜的 突然喊出了声 众人问声看去 只见掌柜的犹如得了 帕金森综合针一样 双手捧着那张宣纸 颤抖个不停 师父 小学徒疑惑问道 掌柜的没搭理他 而是崇敬地看着陈玄 恳求道 老先生 这幅字能否卖给小店 嗯 什么字 刚才老爷子 不是忘了詹默吗 一群人面面相亏 都猛圈地向着那张纸看去 这一看 全都傻了眼 只见长条宣纸上 八个白色大字跃然而现 浮如心智皆是逍遥 自己明明苍境有力 却单单这么看着 都能感受到 一股飘渺之意 为何 但又觉得 本应该如此 很显然是符好字 而且 比为詹默 却写出了字 这灵异现象 更让所有人都梦了 师父 这是 老掌柜目光狂热地捧着字帖 兴奋至极的道 传说这书圣当年书法大成之时 能够以神为影 写下神字 我一直以为是传言 未曾想今天竟然见到了 神乎其神 老先生 这幅自贴卖给我如何 我愿意出价百万 轰隆 小学徒 陈青 与小双三人 全都傻眼了 一幅自百万 这价格 别说现代书法家 就算是近代的优秀作品 都到不了 唯有那些古代的著名书法作品 能比 他们看陈玄的眼神 这叫一个怪异 掌柜的这意思 岂不是说 老爷子的书法造诣 能媲美古人 太玄幻了吧 这怎么可能吗 三位看不懂的围观群众 在一旁不敢出声了 默默看着 陈玄没想到 遇到个懂强的 也颇为开心 稍微想了想 大手一挥笑道 价不算高 但能遇到就是缘 给你了 掌柜的一听 仿佛占了天大的便宜 脸上 这褶子都笑开了 是是是 小店门小钱少 是您抬爱了 按理来说这副字 能当传家宝 就算后边再加个零 都不为过 您老人家以后 有什么需要的直言就行 最好的纸墨 已会给您准备好 用完了了 随时来取 不理会掌柜的再续道 陈青怕他反悔了 赶紧准备刷卡 毛笔420万 扣掉字100 一共收您320万 小学徒举着机器礼貌说道 好 陈青刚准备付钱 谁知 老掌柜一巴掌 突然拍在了 小学徒的脑袋上 这一幕 让陈青心里一紧 掌柜的反悔了 师父 我算的没错呀 小学徒委屈说道 糊涂 我说的是一字100万 这八个字作价800万 你要找给这位姑娘 380万 轰隆 众人犹如五雷龙顶 一符字100万 已经是难以置信添价 结果竟然是一个字100万 我的天 古人说一字千斤 今天他们 算是见识到了 陈青晕乎乎地换算了一下 现在黄金 也就300多一克 相当于15万一斤 这么一算 老爷子这八个字 相当于 一个字6.66斤 直到收到钱出门 他还觉得不可思议 这也不怪他 谁遇到这事也得猛 明明是去买几百万的笔 结果一分钱没花出去不说 还赚了几百万 小说都不敢这么写啊 字画店里 老掌柜细细观摩乃福字 越来越是喜爱 师父 这幅画 真这么值钱吗 咱们这一下 相当于把钱抽空了 小学徒撇了撇嘴 稍有些抱怨 在这地方开店 必须要准备一些流动资金才行 上货和房租都要用 现在钱全用来买了这么一幅 不仔细看就瞅不见的字 他觉得太亏了 呵呵 小子 你懂个屁 老掌柜取出店里最好的字矿 将其认真地表起来 然后唏嘘道 要不是对了那位老爷子演员 别说八百万 八千万 你都买不到绳字 咱们这是捡了天大的便宜 别的不说 就这幅字 你要是拿到家室得拍卖会上去 最少也能卖个小目标 这还是最低 要是碰上几个懂行的 不卖房卖的 别想拿下 不然 若是碰见了却错过 死都不能瞑目 好家伙 小学徒暗暗则舌 瞅着那副字不敢置信 这能值一个亿 太值钱了 对了师傅 刚才那位小姑娘 好像是个主播 我以前见过 嗯 你确定吗 应该没错 那给你个任务 每天都要准时看她的直播 要是哪天老爷子还想卖字 一定要第一时间抢到 记住了 掌柜的吩咐完 笑眯眯地掏出了手里 在某个聊天群中炫耀道 老伙计们 我偶得了一幅作品 还不错 请各位鉴赏鉴赏 图片发送 没几分钟 某个著名书法大师 聚集的聊天群炸了 我的妈呀 这是我眼花了 咕噜 诸位 这难道是 没错 以神欲比 不染墨迹而显字 绝对是传说中的神字 老姚 我的个乖乖 这是从哪收上来的 有人倒了书胜的墓了 奇怪 书胜他老人家 为什么会写这几个字 卖我 老姚 不管你多少钱收的 我加三成 我加一半 老兄弟这么多年的交情了 你一定给我留着 我现在 就往你那赶 只有十来个人的聊天群 消息刷刷刷的出现 满屏带小红点的语音 老掌柜眼一看 得了 虚荣心彻底被满足 想看见这群眼高于顶的家伙 这么激动可不容易 不是书胜的 你们再猜 老神自在地回复一句后 不是书胜的 那什么人还能写出神字 死 各位 确实不是书胜的 你看那纸的色度 明显是现代的宣纸 我的乖乖 不会是近代的哪位书法大家写的吧 这 近代有名的 就那几个人 谁有这个功力 等炫耀好一番后 老掌柜才满足了虚荣心 而后略带几分炫耀地 将刚才的事讲述了一遍 诸位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这字 真就是活生生在我眼前写出来的 同一时间 紫月 兄弟们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今天我陪祖爷爷去买笔 碰到了见我能吹一辈子的事 直播镜头前 陈青等老爷子上楼去换衣服后 贼兮兮地在屏幕前说道 以老爷子如今的热度 直播间的人气自然不会少 此时虽然刚刚开播 但已经涌入近来许多老观众 众人都被陈青给勾引起了兴趣 什么事 主播学坏了 竟然也会掉位口了 不会是老爷子又一张名片 轰飞了谁吧 不能吧 凭老爷子现在的知名度 只要家里通往的 谁还敢随便给他老人家递名片 说得好有道理 主播 你快说啊 老爷子什么时候下来 我想看老爷子 陈青喝了口水 开启了讲故事模式 生情并茂地讲述了一番今天的事 最后 扎了扎嘴 满脸不可思议地道 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 既然有人一百万买我曾爷爷一个字 兄弟们 听清楚 是一个字 曾爷爷写了八个字 那位老板直接八百万买走了 我刚刚偷偷看了看 钱还在卡里 不是诈骗 你们说我们这么做 不会被查水表吧 听完他的小故事 众多网友也一脸猛逼 要不是这种事有名有姓的 很容易证实 他们都会怀疑 是不是主播编的 去买毛笔 结果一只毛笔四百多万 这都够挑战寻常小老百姓的想象力了 但更离奇的 是人家转身八百万 买走了老爷子试笔的作品 呼 主播 请务必将那家店的位置告诉我 我有个朋友 恰巧最近也想去买笔 我也是我也是 书法乃是国粹 我从小就喜欢 求你了 告诉我店铺在哪吧 各位 这里边水很深 你们太年轻把握不住 让我先去试试 都别吵了 我就是魔都的 我先去 喂喂 你们够了呀 人家老板也不一定是傻 没准老爷子的 书法造诣很高呢 就是 现在啥事发生在老爷子身上 我都不好奇 你就算告诉我 老爷子会非我都相信 不科学的事多了就习惯了 大家别开玩笑了 说点认真的 首先我们确认一点 能在魔都开高端比验电的人 绝不可能傻 以这个为条件 推测的话 我觉得有两种可能 第一个 那位老板想借桥搭线 没准是想通过老爷子 认识那个大佬 比如说 宋家 老爷子的人脉关系不可忽视 也可能是 我们不知道的其他大人物 第二个可能 这就是一桩普普通通的交易 老爷子的书法 确实有极高的造诣 不过我个人感觉 这不太可能 现代书法大师 都没有这么贵的价格 别说一个字百万 就算一幅作品 能拍出百万的都没见过 书画活着的人 写的都不值钱 非得等死了 嗨嗨 你们都懂 而且 老爷子的功夫 大概已经是天花板的层次了 医术貌似也很厉害 要是说他老人家的书法 也能媲美古人 似乎不太可能 就算老爷子活了一百多岁 也不可能同时在多个行业 达到顶尖水平 综合来说 我觉得 第一个可能接近现实 那个老板没准想借老爷子 搭上那根线 如果主播不是很缺钱 还是退回去比较好 不然后续很可能有麻烦 这一番分析 赢得了众人的肯定 有条有理 逻辑在线 其他的观众也纷纷劝主播 别财迷心窍 不然招惹一身麻烦就不好了 不过这些人中 有多少是真心为陈青着想 又有多少是羡慕极度恨 那就不得而知了 陈青听他们这么说 也觉得很有道理 绳子什么的他也不懂 但凭现代手段 想做到也不是太难 别这是一场掩人耳目的送礼吧 曾爷爷年龄大了 对现在科技了解的不深 没准真被吹捧的信了 各位 你们说的对 先舍后求 没准麻烦很快就来 贪便宜准吃大亏 曾爷爷年龄那么大了 我可不想让他做什么为难的事 一会我就把钱给退回去 陈青郑重说道 对于他的迷途之反 直播间刷出了阵阵的好评 仿佛看到了回头的浪子 看到了迷途之反的羔羊 众人表现得十分欣慰 这意外之才不是自己的 还是退回去比较好 不然 我们心里容易不舒服 可惜 就在这时 直播间突然飞起了火箭 于尚斋打赏直播超级火箭X时 主播你好 我是于尚斋的负责人 你今天去的别人店 是我老有开的 于尚斋打赏直播超级火箭X时 请问老先生在吗 我们想求他的其他作品 一字愿意出价200万 劳烦您问问老先生 藏书阁打赏主播超级火箭X15 姑娘 我们也买 我们愿意一字300万 价格好商量 都好商量 月威如打赏直播超级火箭X20 两位过分了吧 说好的一起来求 你们都默默的 跑直播间来干嘛 于尚斋打赏主播超级火箭X20 老家伙你当谁傻呀 万一只有一幅怎么办 能求到几个字 完全可以当镇垫之宝了 藏书阁打赏直播超级火箭X20 主播麻烦你通报一声 本人想求见老先生一面 直播间其他人都傻了 这三家都是魔都 鼎鼎大名的古玩店 最顶级的那种 他们现在说一句话 就刷上20枚超火 这么一小会 主播还在猛圈中 已经进账了几十万 谁有中 一大群人化身成了柠檬金 牙都酸掉了 陈青看着一轮轮地报价 人都傻了 曾爷爷的字 真的值这个价钱 思索一番 他抱着怀疑的态度问道 你们 说的都是真的 于尚斋 姑娘你年轻可能不知道 神字意味着什么 本人可以负责任地说一句 无论任何神字 都是举世难寻的珍宝 及其有收藏价值 据古籍所考察 下国的历史中 目前为止 应该只有书圣王羲之 在巅峰时期能写出来 能写出神字 代表了书法境界的巅峰 老先生的自觉 对质这个价钱 月威卢 不错 整个世界目前现存的神字 只有一张 出现在四十多年前的 一场拍卖会上 可惜并未留存在下国 流落到了国外 为这件事 我们这些人遗憾了一辈子 没想到有生之年 还能见到神字啊 藏书阁 价格都好商量 三家确实心里想的都差不多 一个字几百万听着恐怖 其实真算算 也就那么回事 这种字据说想写出来 极其耗费精气神 可能一天都很难写出来几个 这先不说 就算老先生 真拿出一篇几百字的巨著 撑死了也就十几个亿 这个价格 他们还吃得下 而且真论质量 要比市面上被炒作的那些作品 强出百倍 况且 看今天直播的热度 老爷子能写神字 显然已经捅漏了出去 现在只有自己三家抢 明天就不一定了 也就是说 现在买到就是赚到 今天三百万一字就买到 明天没准就是五百万 一千万都有可能 资本逐利 最后能涨到什么程度 谁都不知道 再有一个 老先生年龄那么大了 没准哪天人就没了 到时候 手里有一副神字 别说卖 就算挂在家里收门票都值 通过这几家的解释 陈青终于弄明白了神字的价值 整个人都梦了 不光他 直播间谁又也全都梦了 不用墨就能写数字 这玩意 听着跟天书一样 要不是知道这几家发言的古玩店 都是官方号 不可能有人冒充 他们都忍不住怀疑 这是拖 一个字两三百万还能再商量 我的个乖乖 老爷子要是当场抄一篇出师表 这不就是一套帝都四合院出来了 陈青看他们喊家越来越凶 也扎舌了起来 各位 你们别报价了 我说了也没用 曾爷爷写不写我也不知道 一会他出来后 我帮你们问问吧 几家自然又是一番感谢 就在直播间吵吵闹闹的时候 陈玄换了身轻便的一副 悠然走下了楼 余丫头 过来磨磨 看陈青在直播工作 他也没叫乖孙女过来 另一个丫头也一样 俩孩子在他眼里 也没啥区别 来嘞 与小双放下手里的零食 小跑进行手间进手 然后乖乖跑到桌子边上 整理纸张笔验 陈青记得几家店铺的请求 也笑嘻嘻地自动凑了过去 嗯 你不直播了 陈玄侧头问道 知道您老人家一个字几百万 我呢 还能做得住啊 陈青心里嘀咕了一声 他笑嘻嘻地帮老爷子揉肩 曾爷爷 您怎么还用墨呀 不写咱们那种白字了 嗯 陈玄舒服地眯上眼 啊 这是总给你们学校的理 太随意了不好 得认真点才行 不然拿不出手 你不是总刀的 你那学校现在最好的吗 这一幕 又让直播间谁又忍不住乐 老爷子能写出一字几百万的绳子 就够夸张了 现在听他老人家的话 还能写出比神字更厉害的 这话 别说一群普通人不信 纵然是三家店铺的负责人 都摇头苦笑 呵 老先生应该是在开玩笑 神字已然是书法的天花板 老夫实在想不到 还能有什么作品 可超越神字 应该是神字太过费神 今天老先生已经写过 恐怕再想写出来也难 不错 没想到老先生 竟然还这么幽默风趣 实乃高人 先锋道鼓 就看老先生的神态 绝非普通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见上一面 要是能被教会上几句 实乃三生有幸 我靠 你们迷动了吧 话说以你们的身份 这么挺合适吗 这三人的发言 真把直播间的众人雷得不轻 他们理解不了神字 在书法界的地位 也理解不了几人 对陈玄的崇拜 简直和当面看到李太白 或者王羲之差不多了 直播间的事 在书桌旁的几人 自然是看不见 说回书桌旁 陈青文言 转到前面 直接盘膝坐在地上 帮藏爷爷捶腿 然后笑嘻嘻道 爷爷 刚才直播间来了几个人 说是那个卖毛笔老板的朋友 他们也想买您的作品 不过要那种白字才行 一个字出价三百万 还说 您要是不满意 可以再商量 您看要卖吗 死了 陈玄还没说话 旁边的于小双震惊之下 双手一抖 直接把一张雪白的宣纸 撕成了两半 目瞪口呆地看着陈青 咕噜 你认真的 当然了 据说那几个人是月威炉 藏书阁 还有于上斋的负责人 应该不是假的 现在还在直播间等着呢 于小双心里 简直有一万匹马飞奔而过 刚才老爷子一个字 卖出去一百万 已经震碎了他的三观 让他不得不以零食来麻痹自己 结果这才一袋薯条的功夫 就涨了三倍 电梯也没这么快啊 自己辛辛苦苦开公司 养着一大帮子人 每天忙到没时间睡觉 一年挣的钱 还没老爷子一个字多 此刻 他在思索一个可能 自己关了公司去练书法怎么样 不理会一惊一乍的于小双 陈玄起身 起身去整理笔墨纸业 神色淡然 并没有因为 听到自己自涨价了 有任何激动的神色 乖孙女啊 你缺钱吗 不缺吧 咱们钱还有不少呢 而且 最近网友们送了好多礼物 陈青一听 哪还能不明白岑爷爷的意思 笑眯眯的乖巧的道 岑爷爷您 不想卖咱就不卖了 别说有您的钱 现在就凭我自己挣的钱 也能养活咱们呢 陈玄欣未点点头 眼神认真起来 似乎是在自言自语 又似乎是教导 陈青和于小双 难难自语道 人最重要的是 认清自己 到底想要什么 万不可迷失本心 钱才如此 全是如此 若是一招踏错 则难免落得悔恨 切莫记住了 手中 两行大字 跃然于纸上 此去因多现 初心进不为 此去因多现 初心进不为 陈青看着两行诗 眼神陷润迷茫之中 诗词没有什么稀奇的 上学时候都背过 可明明普普通通的白纸黑字 在他眼睛 竟然慢慢有了变化 一幅幅画面 映射在他的眼前 画中 一个扎着马尾的小女孩 在跪在地上 眼神倔强 明明泪水在眼睛里打转 也不肯让他留下来 在他的周围 有林帆白糖 两张熟悉的照片 摆放在宫卫上 这赫然是一场丧事 周围有嘈杂的声音传来 年纪这么小 以后怎么办 他家里人都没了 哎 咱们这些邻居 能帮一点就帮一点吧 等待许久 周围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散去 小女孩垫着脚尖抱起照片 轻轻地擦拭 爸 妈 你们放心吧 我会好好读书 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父母车祸双亡 年幼的他 已经懂得了 自己再也无依靠 还记得父母生前的叮嘱 画面再变 不同时期的小女孩出现 深夜卷缩在被窝中的时候 搬着凳子做饭的时候 同学讥讽嘲笑的时候 一个孩子 纵然不缺钱财 生活也太难 一路看下去 遭受了数不清的困难和委屈 直到最后 他站在魔都大学的校门口 校夜如花 终达所愿 陈青哭了 哭得稀里哗啦的 他看着这幅字 如同看见了自己二十多年的经历 酸甜苦辣 冷暖自知 此刻他极其庆幸 庆幸自己始终记得父母的嘱托 记得最初的目标 郑英读过书 他如今才能在这寸土寸金的魔都养活自己 且生活得很好 也英读过说 他才能有了如今的见识 如果早早因为没人管教 荒废了学业 他不知道如今的自己是个什么样子 当然 这一切都是假如自己的生活中 曾也也没有出现 旁边 于小双也愣住了 他一时看到了自己的一幕幕 自己的叛逆 自己的坚持 自己的荒唐过往 与陈青不同的事 生活无忧的他 发现自己活得根本没有目标 浑浑噩噩 兜兜转转 开公司是为了与父母置气 耍小性子 是为了引起爹妈的注意 这一刻 他慌了 也后悔了 自己要这么过一辈子吗 千人千面 每个人从字中看到的不尽相同 有些人看完欣慰一笑 为自己坚持最初的目标而自傲 有些人悔恨不已 恨自己虚度了年华 年龄越大 胆污越多 不说客厅中的两个姑娘 就连直播间中也陷入了寂静 这绝对是堪称诡异的现象 足足千万人的直播间 竟然一时间没任何弹幕 无论怎么想都不可能的事 就在眼前这么发生了 二十年华 正是好时候 亲儿 于丫头 你们要想好一生该怎么过 曾爷爷希望你们能此生尽兴 不负烧华 陈玄收起笔 敬首后轻声说道 他语气有些唏嘘 长生往年 见证过了太多的人生 亦有过太多的经历 所以才明白人最重要的明目本心 浑浑噩噩的虚度 灵了终究难免悔恨 这是他对陈青的期许 也是教诲 说完 转身上了楼 这一番苍老的声音 惊醒了无数梦中人 直播间真的炸了 呜 好难过 我竟然躺了好几年了 卧槽 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福字不对劲 别盯着看 好想痛快哭一场 我看到了自己回忆 我也是 浑身都湿透了 魔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专业人士出来解释一下 at月威炉 at鱼上斋 求解释 at月威炉 自己看不懂 当然要求交专家了 在无数网友的期盼中 月威炉的负责人 终于发言了 月威炉 朋友们 这幅字有神奇的现象 大家都知道了 长时间盯着看会容易让人陷入回忆中去 这种情况 你们不是专业相关人员 自然看不懂 对我们专业人士来说 一样吗 月威炉 卧槽 这到底怎么做到的 藏书哥 主播 这幅字 我想一个亿收走 请你帮着问问 老先生 可以转让吗 月威炉 老家伙不要脸了 姑娘 我们愿意 一亿三千万收走 于上斋 一亿五千万 两位别抢了 在一众网友的目瞪口呆中 这幅刚出炉 没有几分钟的字 以做火箭的速度 上升到了三个亿 可惜他们算是白喊架了 陈青这次问都不用问了 直接干脆地回绝了几人 他擦了擦通红的眼睛 低沉道 这幅字 是曾爷爷要赠送给我们学校的礼物 不会卖的 今天我有些想我爸妈了 情绪不好 就先不直播了 对不起啊大家 等众人安慰了好一阵后 他才关掉直播间 月威炉 一位老人面色复杂地放下了手机 摘下眼镜 揉了揉眉心 旁边立刻有人递过来茶杯 师父 刚才那副字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全程在一旁观看直播的小学徒 呆呆地问道 人都处于半猛圈状态 虽然说是学徒 但能跟在顶级古玩店 老负责人身边学习 见识那也是一流的 可刚才那副字展现的奇妙 让他打破脑袋 也理解不了 则啊 老人端起茶杯饮了一口 回忆许久 缓缓道 具体怎么回事 我也不清楚 但是能引起人情绪的变化 猜测一下 我觉得 应该是和神字一个路数 可能是神字的进阶版 当然 都是我猜的 具体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 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 不过 那副字一定是无价之宝 我们必须要得到 学徒立刻变成一张苦瓜脸 挠了挠头 可是人家 不是明说了事 赠送给摩大的礼物吗 不肯卖啊 碰 老负责人将茶杯放在桌子上 瞥了他一眼 你不会动动脑子 这副字 他们不肯卖 不是要送给摩大吗 去从摩大想办法 记住 不惜一切代价也得买到 能不能压下另一几家 咱们成为行业龙头 就看这一把了 这副字的价值 要远超你的想象 死 学徒没想到 师父看得这么重 郑重地点了点头 我现在就去摩都 看能不能提前谈下来 说完 转身出门 直接驱车去往摩都 最高学府 聪明人不止一个 同样的情景 在不同的古董店出现 古玩行业 就在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下午 掀起了滔天的波浪 摩都大学 医学系会议室内 锦自珍坐在最前方的位置 左手第一位 坐的张志远 其他人也全都是下国各地汇聚而来的医学大拿 明天就是陈玄约定好来讲课的日子 现在正在最后的准备工作 各位 我再重复一遍 明天陈先生来讲课 一定不能出岔子 医学系的学生都要准时到场 现场的录制设备也要提前调试 锦自珍郑重地将注意事项说了一遍 呵 锦老 我感觉咱们这么做 是不是有点过了 有位教授等他说完 笑着问道 那位陈先生到目前为止 我们没查到任何的从医经历 也就是说 除了那个 咱们现在也看不明白的病例外 没任何让人信服的证据 能表明他的医术水平 甚至别说医术 就连这个人的资料 咱们都没有一心半点 只能追溯到两年前 他突然从泰玄山被找出来 当时还疯疯癫癫的 摩大毕竟是顶级学府 贸然开课 一个弄不好 很容易形成不好的社会舆论 这个问题 不单单是这位教授 很多人都有顾虑 摩大是下国的顶级学府 不是谁都有资格来着开堂讲课的 因为这也代表摩大 在用自身的信誉为来讲课的人背书 这不是小事 事关摩读大学百年来积累的声望 必须慎重 除此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没说出来的原因 医学发展到今天 西医已经有成套的科学体系 可谓是世界医学的主流 现在莫名其妙地跑出来一个中医大师 很多人还是觉得不怎么靠谱 陈康的案例 他们倾向于奇迹的成分更大一些 尤其是许多年轻些医学专家 态度更是不以为意 他们很多人有国外留学的经历 一生从事的工作和研究 也都是西医 向来是对中医秉持着怀疑的态度 传统中医都是如此看待 更别说陈玄接近玄幻的手法 锦自珍这么推崇 一位不知道哪里出来的人 还视为医学希望 这些年轻一代的栋梁中 不少人都暗自猜测锦老是不是有些糊涂了 难道也开始迷信鬼神 这种可能不是没有 许多伟大的人物在老年的时候 都会出现这种思想 与学识无关 纵然是爱因斯坦 晚年的时候也痴迷于神学 下国古代的帝皇 更是在追求长生的路上没停过 锦老现在的岁数 很有这种可能 不然以他的身份 如此推崇一位 从来没有从一经验的人 说不过去啊 年轻一代的教授们 眼神不断交流 锦次真看在眼里 心里无奈叹了口气 他老了 虽然现在站的位置高 但不能否认一点 下国现在真正的医学界中留砥柱 还是这些四十来岁的年轻人 想让这群下国医学界的中留砥柱认同 得拿出真本事 靠嘴说没用 只能希望明白 陈先生能把这些人折服 不然这场公开课 恐怕没什么效果 公开课是我一手促成的 有什么问题我来承担 你们不用担心 这节课 明天一定要顺利举办 好了 我先走了 你们再商量商量细节 说完 锦次真走出了会议室 张志远笑笑 也跟了出去 等二人都出门 会议室内响起了轻笑声 这些老一辈的人 终究是 没能逃脱历史的规律 可悲可叹 确实 我本以为洞悉了人体本质的人 最后不会走到这条路上 没想到 还是要追去玄之又玄的东西 慎言 对锦老要保持尊敬 他老人家 是为下国立过功的人 而且 锦老如此急迫 也是想下国的医术 能走出自己的路子 不被西方牵制 他绝没有任何私心 您误会 我的意思了 我没有任何误会 锦老的意思 也一直很尊敬他老人家 只是有些感慨 将医学进步的希望 放在近乎玄学的中医身上 有点属于病急乱投医了 刘教授 关于这位陈先生 您怎么看 中医 我不否认 有些方子很有效 但只能作为现代西医的补充 这是我对中医的态度 还有一点 我很难把那位陈先生 表现出的手法 归为中医 甚至医学上 我觉得归属于 道法 或者魔法什么上更合适 哈哈 那位陈先生的 直播我看了 确实表现出了一些 异于常人的地方 尤其那鼓舞 嗯 那位老人身体素质 确实不像一百多岁的 我也着实有点好奇 我们现在要怎么办 井老既然决定了 明天的公开课肯定要举办 但是 我们也不能拿摩大百年积累的信誉 来做赌注 这样吧 明天那位陈先生来了 你们先上去 以请教为名提问 如果他真有本事 那就顺利开课 如果是烂于充数 他想必 自己也不会好意思再讲下去 到时候 咱们顺势开展成普及课 也能圆得过去 众人纷纷点头 这倒是个好主意 既没有让井老难堪 也保住了摩大的声誉 两全其美 第二天 摩都大学 校门口处 挤满了无数的学生 放眼望去人山人海 熙熙攘攘 就算这样 还是不断有学生赶来校门口 三五成群的 这些学生神色间充满了激动 呆了没一会 一众校领导 也跟着井自珍走了出来 没想到人竟然这么多 你们组织出来迎接的 井自珍背着手笑着问道 他很满意这情景 人多说明人气旺 一会课堂上人就少不了 这我们可不敢鞠躬 身后有人笑着解释道 都是学生自发出来的 您老看直播比较少 可能不知道 相比医学 陈先生的鼓舞 才真让年轻人疯狂 今天有机会亲眼看陈先生 学生们忍不住全都跑来了 嘿 别说学生们 我们这些人 也有见识见识的心思 一片树叶 能击费一个成年人 确实是神奇 说起鼓舞 一群人也是纷纷感叹 就在这时 前面的学生们突然喊了起来 来了来了 快看 老爷子真来了 哇 看起来比我爸都年轻 真的有一百多岁了 那就是陈青和于小双 绝色双娇啊 直播竟然真没化妆 兄弟快点 把我拍个照 回头我就发朋友圈 就说是和天下第一的合影 帮我也拍下 就在陈玄乘坐的轿车 缓缓停在魔都大学门口之时 远处 一个眼神阴冷的中年人 正在拿着手机低声说些什么 他低垂着头 且戴着口罩 看不清具体的面貌 只是一道猙獰的伤疤 从眼角斜着 到了鼻梁位置 颇为圣人 看到目标了 要现在动手吗 李四声音冰冷地问道 纵然是一个专业的雇佣兵 他也从没想过 有朝一日 要在下国最高学府门口 进行暗杀活动 太疯狂了 不管成功与否 这都是在挑衅东方熊市的威严 不过 这并未让他害怕 反而兴奋起来 电话对面 沉默片刻 赵承夜也咬紧了牙 眼神冲雪 他没见过陈玄 却恨之入骨 因为 他唯一的儿子 赵夜 先是被那老头子一张名片 轰碎了胸骨 成了的哪怕好了 也是半残的废人 这还不算完 还直接被国安弄进了牢房 罪名竟然是可笑的 不正当商业竞争 涉嫌欺诈 国安什么时候 也管这罪名了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他原本以为 无非破财免灾而已 但通过上下打点 他才绝望地发现 这次有外力 在不遗余力地落井下石 儿子没捞出来不说 赵氏财团这段时间 也遭受到了 来自各方面的打压 从大众渔轮 到上面政策 再到商业竞争 全方位360度 无死角的打压 更有人爆出了许多 自己过去做过的黑料 短短不过几天的时间 赵氏集团的股价 已经蒸发了90%多 一句话 赵氏完了 大势已去 这一切的根源 就是那个老不死的 赵承夜心灰意冷之下 选择了最后的疯狂报复 李四就是专业人士 在国际佣兵行业 有很大的名声 据说 还是位武功高手 擅长杀人的武功高手 你陈玄不是会鼓舞吗 那这次就看看 你到底死不死 思绪一闪而过 赵承夜嘶哑道 陈玄的视频 我都让你看过了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他的对手 你自己把握吧 如果感觉能杀掉他 那优先目标就是他 如果没有把握 那就宰了他孙女 他们一定要死一个 六号港口未经 给你准备好了船 剩下的 不用我多说了 李四没有回答 直接挂断电话 随手将手机扔到垃圾桶 转身下楼 他现在想的 不是能不能完成暗杀任务 而是完成后 怎么逃脱的问题 目标可能会点鼓舞 但不足为虑 他有这个信心 鼓舞者之间的境界不同 实力差距天差地别 练五分五净 分别是断四肢 躯干 六食 先天 宗师 四肢锻炼完后 不但力大无穷 皮肤更如老牛皮 防御力大大增加 一些军中的精锐 大多都在这一层次 如果有正确的功法 躯干也锻造完毕 那身体的柔韧性 灵活性 协调性 也会相应提升 修炼到这个境界 在任何地方 都能说是高人了 军中的兵王 就是这一层次 说的不是杂牌军 而是各国的王牌军 至于第三层 六食 但凡能到这一境界的 无不是各国的宝贝 平时都藏着掖着 很少有人显露出来 对那些人来说 嗅觉如犬 嗜觉如鹰 嗅觉如蛇 听觉如鼠 触觉如猫 更有神秘异常的第六感 再加上前两境界的身体加成 一人匹敌一个 不动用热武器的连队 没任何问题 这就是古武的前三层标准 李四的字符 不是凭空而来的 他就是来自东南亚的第三层六世强者 现在还行走在世界各地暗杀 也早已不是为了钱 而是为了突破传说中的第四境 先天 据说这一境界 改变的不再是身体 而是会产生神奇的暗境 或者叫内力 功力都行 可惜 这个末法年代 究竟还有没有先天高人存在 谁都不知道 李四希望自己能成为第一个 为此 他疯狂地转战各地 挑战高手 以往在生死间突破 校门口 陈玄刚刚下车 陈先生 十分感谢您 今天能来讲课 我们摩大的深深学子们 也都十分期待啊 锦子真老脸堆满了笑 乐呵呵地说道 陈玄看着周围的年轻人 兴致也高了许多 他这辈子 就爱指点年轻人 以前是 现在也是 要没这个爱好 历史上出色的年轻人 最少得少一半 他笑眯眯地寒暄了几句 又冲周围学生打了个招呼 立刻引起一片欢呼 老爷子 给我签个名啊 我超级崇拜你 陈爷爷 您今天讲医学吗 要不医学先算了 您讲讲 怎么用树叶把人轰出去 我有个朋友很感兴趣 鼓舞真的存在吗 您今天可以给我们演示演示吗 求您了 陈大师 您收图吗 我从小就感觉我骨骼惊奇 必定是练武的奇才 我想买秘笈 能练成降龙十八掌 或者如来神掌的那种 您知道哪有卖的吗 听着周围人学生的胡言乱语 紧自针脸上挂不住了 黑得跟个鞋底似的 挥手驱赶学生 都捣什么乱 去去去 全都去大理拜堂 还不站坐去 陈先生今天要讲医学 都带好笔记 谁敢不用心 就给我等着留级吧 见景老极了 一群学生悄悄吐了吐舌头 才不情不愿地往学校走 就在这时 一个戴着兜帽的人逆流而上 腰间鼓鼓囊囊的 他原本应该挺引人注意 却出奇地被绝大多数人所忽视 除了陈璇眼睛微眯 近了 又近了 李四直到距离陈璇三米内 才彻底放下了戒心 无声无息地松了口气 又有些失望 这个任务白接了 这老头是个骗子 不是什么高充 不然 如果对自己有危险 自己的零食早就发出了警报 算了 既然来了 还是宰了吧 就当刷任务成功率 两个目标全杀了 不知道这个任务 能不能平为完美 心里思索 他手上也没有半点犹豫 整个人凌空飞起 狠狠地一个膝撞向陈璇脑袋 与此同时 右手迅速地在腰间一抹 一柄带有血槽的匕首 飞快射出 带着尖锐声直冲陈璇面颊 啊 这一幕 被周围的学生看得清清楚楚 有人发出刺耳尖叫 锦字珍也看到了 他正在陈璇旁边 来不及细想 怒吼出声的同时 一把推开了陈璇 自己挡在了前面 数字 而敢 锦字珍目眶欲裂 大脑一片空白 他万万没有想到 在这最高学府的门口 竟然有人行刺杀之举 而且目标 还是他历经万难 舍弃了老脸 请来的陈璇 好大的胆子 锦要关头 他来不及细想 直接挺身挡在了陈璇的面前 这与陈璇的身份无关 换任何一个年轻人在他身旁 他也会这么做 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 死无所惧 明示风流 无外如此 风声忽面 凶狠的人影已经凌空撞来 锦自真心中也害怕 却强迫自己睁着眼睛 死死盯着贼子 周围 时间仿佛静止 所有人都惊骇地看着这一幕 就在这悲剧即将发生的刹那 一声冷哼 响彻全场 好胆 紧接着 一股霸绝天下的气息横扫而出 自陈璇身上浩荡出数十米 周围之人全都不自觉地打了个冷战 气温瞬间降下了十几度 不等众人惊讶 又发生了玄幻的一幕 陈璇的动作似乎加快了几百倍 苍劲的手不知何时抬起 食指与中指一夹 匕首已停在他面前 刷 随手一甩 匕首转换方向 以肉眼看不见的速度 定在了上在空中的李四身上 哄 匕首带着肉体 速度丝毫不减地倒飞而出 直到撞在路边的轿车 重达数吨的汽车 竟然被撞得声声横移了许多 尘埃落定 此时 惊呼喊叫声才响起来 啊 杀人了 杀人了 哦 快报警 有人持凶杀人 这是刺客 我的天 好可怕啊 我刚才都不敢看他的眼神 没事吧 别靠过去 大家都不要乱 保持安静 按顺序进学校 学生会的组织一下 卧槽 刚才你们看到了吗 老爷子刚才徒手接了飞镖 太帅了 我敢打赌 老爷子绝对是武功高手 陈爷爷的老手艺了 凶手也不简单 刚才我都要吓死了 都不敢看他的眼神 嘶 我觉得这是真正的杀手 就是电影中的那类 太可怕了 刚才的招式 如果打中警老 估计警老直接就凉了 曾爷爷 你没事吧 陈青终于缓过神来 慌里慌张地跑到陈玄面前 确认老爷子什么事都没有后 才松了口气 乖孙女 我没事 你先上旁边歇会 说完 陈玄收敛气息 走向瘫躺在地上的刺客 路过警自针时 淡淡地夸赞道 你做得很好 一个没经过训练的普通人 但毫不犹豫地 挡在危险面前 很不容易 警自针此时 哪还有刚才的风范 后怕的腿都软了 苦笑着说不出话 他事意搀扶着自己的学生跟上 一群人散成半圆 朝着地上的李四围了过去 嗨嗨 李四任务失败 且被打得重伤摊在地上 却并没任何的失落 反而双眼血量 匕首还插在他的左腿膝盖上 鲜血阴阴流出 他强忍着疼痛 挪动了下身体 支撑着上半身痒 靠在车门上 等动作做完 长舒了口气 望着陈玄 呲牙咧嘴地笑道 嗨嗨 你不是六十 是先天强者 哼 没想到 这世界上 竟然真有先天强者 语气中 带着三分唏嘘 带着三分遗憾 亦带着四分的满足 自小学五 他一直是最顶尖的天才 就连许多老前辈 也从未被他放在眼里 李四的目标 一直是先天境 事实上 他也能担得起如此傲气 十一岁断四肢 十五岁活躯干 二十一岁明六十 可谓五道横通 可惜 至此也算到了头 从二十岁出头 转眼二十年已过 至今四十有余 别说晋级先天 就连先天的门都没看到 甚至 他一度怀疑 这个世界 究竟还有没有 那个境界的存在 或者是前人杜撰出来的 直到今天 不成想 就这么突如其来的 毫无准备地见到了 自己这朝思梦想的境界 眼前这老头 绝对是先天无遗 外行看不出来 他心里却是明白 自己射出的匕首 简直能屁眉子弹 射穿五毫米的钢板 都一点问题没有 普通人不可能空手接住 别说普通人 就算换个六十高手 都不可能 唯有先天进高手 凭借传说中的内力 才能做到这一点 先天 哼 陈玄吃笑一声 也懒得与他多说一句废话 更没有什么惺惺相惜 这人的鼓舞境界在他眼里 也就比赵松强点 都是稀松平常 一个眼神能瞪死的那种 他现在心里是真不痛快 不管什么仇怨 如果只是袭杀自己 那也没关系 行走江湖 乃能不被人记恨 可这东西竟然袭击陈青 彻底触犯了陈玄的逆龄 厌恶地看了他一眼后 不露痕迹地 朝外边宋家 跟随的人使了个眼色 转身走向魔都大学 众目睽睽之下 尤其是陈青还在一旁 陈玄没有动杀手 不过这种人 肯定是不能活着放走 宋家会处理好后事 当年依附于他身边的这些家族 就是用来服务他生活的 能在那个世道混起来的家族 手又怎么可能干净 眼见他走了 还等着温化的李四吉了 等等 你还没问我是谁指使的呢 我可以告诉你 我全都告诉你 你告诉我 怎么晋级先天 我把什么都告诉你 停下 给我停下 你想要什么 都能商量 不等他说完 陈玄已经走进了魔都大学 而这时 还有一辆救护车停了过来 从车上跑下来 两个戴着口罩 抬着担架的医生 不由分说的 就将李四往车上扯 先生 不管有什么事 可以等伤好了再说 您现在必须立刻接手治疗 感受到身体确实有点失血过多 李四也就放弃了挣扎 只是上车的瞬间 不知道看见了什么 手用力地向往抓 另外 有人也提着工具跑了过来 没几下就将地上的血打扫干净 撞坏的车 也被无声无息地拖走 不过几分钟的时间 魔都大学门口 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似乎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魔大里边 此时缓过神来的学生们 全都双眼放光地盯着陈玄 不只是学生 就连一众的教授 也全都面色古怪 一脸地怀疑人生 刚才发生的一幕 他们可都是看得真真的 心里犹如被一万匹马来回奔跑 刚刚就在他们面前 这位据说一百多岁的老爷子 徒手接住了一把飞刀 而且这还不算完 他竟然在眨眼之间 又将飞刀反扔回去 最不可思议的是 那把飞刀 带着一个成年人 将汽车撞了出去 我的天 这要多大的力量 是正常人能办到的事 忍了一会 别说学生们 就连一群教授 都忍不住相互间嘀咕了 我越想越不可思议 刚才陈玄 陈老爷子是怎么做到的 这不科学啊 飞刀的速度那么快 在那么短的距离 动能应该是可以 媲美小口金子弹了吧 人怎么可能徒手接住 我也想不明白 换个其他人 别说飞刀 恐怕飞过来的菜刀 都能惨死当场 理论上来说 如果一个人的动态势力 力量 速度 都是常人五倍以上 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嗨嗨 刘教授 你是想告诉我 这位一百多岁的老人 身体机能比正常人高五倍 我只是说 理论上有可能 而且 恐怕还不止如此 一辆标准国产某某轿车 重2.4吨 能被一柄 飞刀带动 横移近一米 算出来的数据更吓人 别忘了飞刀上还带着一个人 重量变换了 计算因子 也要相应改变 一群拥有顶级脑袋的教授们 越算越感觉人都傻了 刚才的事 完全不是正常人可以做到的 可偏偏就有一个老头 平淡无奇地 做出了这一系列的动作 违背科学 违背规律 却又真实存在 学生们就更不用说了 年轻的他们 比那些老教授 少了点追求原因的心理 议论起来简单了很多 卧槽 终于亲眼看到了 刘P 太尼玛吓人了 这就是绝世高手 兄弟们 绝世高手真的存在 我想拜师 你们知道怎么做 才能让老爷子 收我为徒吗 星星 天亮了 泽泽 刚才那凶手 绝对也是个高手 气势吓人得很 可没想到 在老爷子手里 一个回合都没撑住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就算现场的很多人 看过陈玄之前出手的视频 此时该震惊还是震惊 视频和身灵奇境 完全是两个不同感受 嗨嗨 陈玄眼见他们 当着自己的面刀刀个没完 额头忍不住出现几条黑线 文化人就爱刨根问底 从古至今都这样 毛病 眼看当事人不耐烦了 一众校领导思维 终于回归了现实 陈先生 刚才的事实在对不起 我们没想到 竟然有人在摩大门口 公然行凶 您放心 我们一定给您个交代 一位副院长 咬牙切齿地说道 摩都大学不只是摩都 甚至是整个下国的顶级学府 在众目睽睽之下 竟然有人敢在这里 搞暗杀这一套 实在是胆大包天 必须严惩才行 这一次是没伤到人 可要是假如 下次目标是学生呢 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 一个疏忽 可能就会造成 不可挽回的恶劣后果 其实摩大的领导们也不傻 刚才的凶手 明显是冲着陈玄来的 可是 这不重要 不管他们有什么仇怨 敢在摩大动手 这就是对下国的挑衅 陈玄不以为意 淡然地摆了摆手 不用了 这件事就不劳烦你们了 不是说学生们都准备好了吗 走吧 咱们直接去课堂 三言两语 他将这个事接了过去 可是 刚才说话的领导 还想再说什么 可紧接着就看到 陈玄瞥了自己一眼 顿时浑身发冷 不敢再多说 在这个老人面前 不知道为啥 他总感觉自己发虚 陈先生既然自己有了主意 那我们就不多事了 您这边请 仅自真笑眯眯地在前面引路 宋家庄园 宋老爷子拄着拐杖 端坐在太师椅上 静静地等待消息 虚迷起来的眼睛中 透露着往日不曾有的冰冷 从未见过老爷子 这神态的宋山河 总感觉有点不自在 小声道 爷爷 我会处理好的 您可以先去休息 等那边的审讯结果出来 我第一时间告诉您 不 我就在这等 宋海平揉了揉眉心 郑重道 山河 记住了 陈叔的事 要比其他任何事都重要 不能有丝毫的怠慢 当年我是这么做的 以后 也要这么做 宋家再怎么发展 格局也就在这 只要报警陈叔这棵大树 比你拉拢什么乱七八糟的背景 都有用 他老人家手指头缝里 留出来点好处 也能让咱们家受用不尽 背靠大树好成良啊 现在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动 用不着你操心 等哪天我死了 你当家 也要记住 陈叔的事大过天 咱们宋家 就是陈叔的仆人 就是护卫 知道了吗 是 就在二人闲聊中 没多大一会 一位下属走了进来 都查清楚了 这个家伙叫李四 是个下意雇佣兵 一直混迹在东南亚那边 在暗世界有很大的名声 雇佣他的人是赵承业 下属将得到的情报 详细地禀告 事无巨细 就连这件事的中间人前客 也在这短短时间内 被查了出来 等他说完 脸上出现几分犹豫 还有什么事 都说出来 宋山和力声道 下属不再犹豫 声音带着些许惊恐地问道 这个杀手是六十镜的高手 实力很强 可是全身的骨骼 都被那柄匕首破坏了 简直不可思议 我怀疑 出手的人实力 已经是先天静 闭嘴 这不是你该考虑的事 宋山和不等他说完 严厉地呵斥道 下属急忙低下头 不敢再多说 此时 宋海平闭上了眼睛 阳光照耀在他身上 一半在明 一半在暗 去吧 都处理干净 赵家 彻底完了 等下属出去办事后 房间内恢复了安静 宋家爷孙二人 都沉默着不说话 又过了一会 宋山和还是忍不住了 忐忑地问道 六十的高手 都能被一招打残 爷爷 陈老爷子 到底什么境界 难不成 真的已经是 不怪他如此惊讶 宋家作为魔独老牌家族 也豢养着一些专业的 鼓舞高手 对鼓舞境界了解的 也远比一般人要深 六十高手 已经是鼓舞的天花板 宋家那两个 每年啥都不用干 白拿数百万年新的供奉 就是这个境界 宋山和以前见过二人出手 不说飞天走地 但也能一跃五六米 强得不像人 可就是这等强者 竟然在陈玄面前 一个照面都没走下 实在是很难让人相信 想想都心里发凉 仙天 哼 宋老爷子冷笑一声 转头看向孙子 意味深长地道 陈叔到底什么境界 没人知道 可他八十年前 曾避过仙天高人 仙天 宋山和哑然失声 只感觉 喉咙干涩的生痛 头上都有细汗渗出 是啊 宋海平点点头 眼神闪过一丝回忆 唏嘘道 当年正直乱世 世道远不如现在太平 牛鬼蛇神都跑出来了 记得那年惠丰楼刚开业 咱们被烟贩子柳长盯上了 要咱们帮着运输私货 柳长是货真价实的仙天境高手 一亿手连环刀鸣震海上 我当时虽然害怕 可还是不肯帮着运送大烟坑害国人 无奈之下 求到了陈叔门上 结果 就在那天晚上 说到这 他忍不住停顿了一下 就在那天晚上 横行魔都多年的仙天流 当时就在老魔都引起了轩然大波 也是从那时候起 咱们宋家才真正的站稳脚跟 宋山河听得忍不住扎舌 这么说 陈老爷子当年就是仙天境 最低是仙天巅峰 我们一些老人甚至私下猜测过 叶书甚至有可能是传说中的宗师 不然不会强大到那种程度 我终于明白了 宋山河兴奋的喃喃自语 你明白什么了 明白 您为什么对陈老爷子如此尊敬啊 咱们家有这种强者靠山 再也不居任何黑暗面点 势力打击了 你明白个屁 宋海平瞥了他一眼 直言不讳地骂了一句 然后仰在太师椅上 悠悠叹道 个人武力只是陈叔冰山的一角 他隐藏在暗中的能量 要比你想象的多得多 咱们家要是能靠上这棵大树 在辉煌上八十载 又有何难 赵家 赵承夜贪坐在半宫椅上 失魂落魄 他已经得到了消息 自己最后的手段 也失败了 此刻 他的心态已然彻底崩溃 等待着审判的来临 曾也是一代枭雄的赵承夜明吧 敌人的反扑很快就会到来 那些人不会允许自己活下去 趁着这段时间 他想了很多 想到了自己的白手起家 想到了曾经的一起风华 唯一没想到的 就是这个结局 直到现在 他甚至都不知道敌人是谁 因为自从儿子 惹到那个老头开始 除了明面上疯了一样 撕咬的宋家外 暗中出手的人也不在少数 不然赵氏集团 也不会垮得那么快 陈玄 陈玄 你到底是什么人 他双眼赤红的咬牙想到 就在这时 咔 一道细微的声音响起 赵承夜如同惊弓之鸟 豁然扭头看去 只见原本紧闭的办公室门已经打开 一位带着套袖的宝洁员工 推车走了进来 看起来是想打扫卫生 谁让你进来的 给我滚出去 被吓坏了的赵承夜 犹如发怒的雄狮 暴怒吼道 随手将桌上的烟灰缸砸了过去 刷 烟灰缸被宝洁单手抓住 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走上前几步 又轻轻地放在了桌子上 赵董事长 别这么大脾气啊 乱扔东西 可不是好习惯 赵承夜愣了一下 紧接着反应过来 脸色巨变 嘴唇颤抖地问道 你不是我的员工 你是来杀我的 谁请你来的 给了多少钱 我给你双倍 不 三倍 你说个数 我绝不讨价还价 宝洁嘖嘖出声 像猫桌耗子一样慢慢走近 笑嘻嘻道 我不是来杀你的 是来帮你自杀的 至于钱 你给我 我也不敢要 我来自候鸟 听说过吧 赵承夜满脸煞白 他当然知道候鸟组织 就在前不久 他还雇佣过 没错 李斯就是候鸟组织的 候鸟在暗网中 有很大的名声 至今保持着百分之百的成功率 以爱港敬夜 闻名案事件 你搞错了 你不该杀我 你应该去杀陈玄 你们的人没完成任务 你该去报仇 你该去报仇 赵承夜疯了一样后退 嘶吼着喊道 宝洁一个快步上前 戴着橡皮手套的手 捂住了赵承夜的口鼻 将他按在椅子上 语气温柔地说道 你看 我想让你体面点 你怎么自己 就不懂事呢 安安静静地去死不好吗 最后 我告诉你个秘密 别说李斯是死了 就算没死 我也要亲手去处决了他 我们最高首领下了密令 谁敢招惹陈玄 以及他身边的人 送人头去赔礼道歉 李斯思自接任务 死了也就算了 可我们现在只能用您 这位雇主的命 去给那位赔罪了 你不会介意吧 赵承夜挣扎的力道 越来越小 满眼的震惊和不甘 他万万没想到 杀手不是敌人派来的 自己竟然先死在 这个杀手组织手里 而且是用自己去道歉 陈玄究竟是谁 到底是什么人 这个问题 直到他死 都没想明白 满心的懊悔 如果生命能重来一次 他一定会开局 先打死亲生儿子 坑爹的玩意 两久 他彻底没了气息 办公室人去楼空 赵承夜在办公室 被伪装成自裁 只留下了一封遗书 仅仅过了不到十分钟 又有两个背着电缆的电弓 走进了办公室 卧槽 来晚了 摩都大学 大礼堂 下方是乌泱泱的人群 嘈杂不已 听说陈玄真来讲课了 不只是医学系 许多其他技的学生 都溜了进来 尤其是那些 每天都看直播的学生 这次能见到真人了 谁不想来看看 高台之上 只有一把太师椅 陈玄端坐 俯视着下方 神色平淡 对数千学生的目光 毫不在意 同学们都安静一下 今天我们请来了陈玄先生 来为我们讲课 景自珍介绍了一番后 也去台下做好 学生们并未安静下来 许多闹腾的欢的 反而纷纷起哄 老爷子 医学有什么好讲的 您今天给我们讲讲鼓舞啊 对对 怎么才能一蹦五六米高啊 我是笑蓝球队的 真心求教 您真的会武功吗 电视里的六脉神剑 和如来神掌啥的 您会吗 陈爷爷 您有内功吗 就是能隔空吹灯的那种 听着一声声询问 陈玄白白手 让正吹胡子 瞪眼的景自珍坐下 而后双眼一拧 扫视全场 无声无息的气势 散发而出 刷 若大哥礼堂 数千号人 竟然齐刷刷的 犹如被掐住了脖子 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感觉头皮发麻 眼神都不敢往台上看 犹如那里做了一尊 不可直视的生命 没人想到 认真起来的老爷子 竟然这么可怕 今天老夫受邀前来 是为了讲述医术 有心想学的 现在可以留下 对此不感兴趣的 现在退去 平平淡淡的声音响起 无一人站起身 也没有一人离开 更没有人敢在坑声 一人镇压全场 见此 陈玄满意的点点头 直接进入了正体 中医传承自古 绝非是现在很多人 认为的旁门左道 只是如今西医横行 且中医得到 传承者较少 鱼龙混杂 造成了如今的局面 中医学问繁多 一时间也难以说清 今天 我为你们讲述一番 中医中的针灸之法 眼见陈玄真开课了 底下的一众教授极了 这位陈先生的武功造诣 绝对很高 他们都认同这一点 但这不代表 他的艺术学问也很高 尤其要讲的 还是至今还在医学界 有巨大争议的中医 事关学校名誉 现在也顾不得害怕了 刘洪院长当即 硬着头皮起身 大声质问道 陈先生 既然您说中医有真本事 那请问 又如何会在这 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 被西医全面取代 至于针灸 除了一些香野村医 更是彻底没人用吗 这您怎么解释啊 陈玄话音一顿 缓缓看了他一眼 这个问题 任西庚当年找我求学时 聊起过 道光二年 皇帝开始禁止御医 在皇帝身上行针灸之术 理由是在御医面前 裸露身体 有损皇帝的尊严 此令一出 针灸之术从此衰败 这与针灸本身效果无关 并非是医术本身问题 中医上上下下千年历史 其中凝聚了多少良医的心血 又怎么是可以随意否定的 老夫这次出山 就是不忍见中医之术彻底失传 才在此开堂讲课 今天我传授你们真九点学法 希望你们能传承下去 任西庚 最后一招的太医院长应御医 纵然是摩大心高气傲的教授们 也不敢说自己比得上那位的医术 专给皇宫的贵人看病的医生 没两把刷子的早就死了 绝对有真本事 他竟然找陈先生求过学 这下子彻底把众人震住了 纷纷不再敢多言 静静听着 真九点学法不致绝症 却对诸多杂症有奇效 从原理上来说 属于刺激人体学位 以达到人体自愈的效果 接下来的时间 陈玄引经据点 将一门真九点学法 讲得透彻无比 众人从开始的不在意 渐渐听到聚精会神 不时地爆发出激烈讨论热潮 许多人双眼已经放光 难耐心中的激动 细细记下陈玄说的每句话 纵然是教授们 也听得如痴如醉 锦子真更是泪水横流 这正是他想要的真正传承 这堂课虽然还没结束 但他已经预料到 将会引起怎样的波澜 陈青在下方早已经开启了直播 无数网友们目睹这讲课现场 燃炸了 沸腾了 我的老天 老爷子真去摩打讲课了 虽然我听不懂讲的啥 但看这现场氛围 太掉了吧 此刻我只能大喊666 奈何本人没文化 一句卧槽走天下 文能体比较重一 五能飞刀扎人皮 老爷子为啥这么优秀 文武全通 还都能做到顶尖的境界 收下我的膝盖吧 活得久就是好 有时间学这么多东西 M 楼上的人凶 不是每个老人都这么多才 大部分人老了 也就是跳跳广场舞 我有一只小小鸟 打赏了主播超级火箭100 不学无数打上了主播超级火箭20 等课讲完 满堂寂静无声 刘洪院长第一个站起来 郑重的鞠躬行礼 陈玄先生 我代表摩大医学系 感谢您的无私传承 您今天的这堂课 将极大推进医学的进步 也将中医重新介绍给了世界 这番话 他说得发自肺腑 真心实意 此刻的他 哪还能不明白 真九点学法的珍贵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这门医术 能毫无难度地造就出个中医世家 在过去绝对是非 嫡系不传的郑家秘宝 可今天 这位老爷子 就这么在大庭广众之下 毫无保留地教导了出来 陈老先生 谢谢您 陈爷爷 感谢 老爷子 您是个伟人 我太喜欢您了 我好中意您了 第二个 第三个 第无数个 学生们纷纷起身 激动的小脸通红的感谢 光凭今天这堂课 他们当然不可能彻底学会 真九点学法 但万事开头难 今天陈玄带他们入了门 只要用心钻研 早晚可以熟练掌握 他们这些第一批 学习真九点学法学生 未来必定会被各医疗机构青睐 大好前程 就在眼前 如何能不激动 陈玄等众人静下来 才笑眯眯地站起身 冲着陈青挥挥手 陈青即芒将层爷爷的盒子递上去 我曾孙女在这里求学多年 承蒙照顾 这幅字 是我亲自写的 今日赠送给摩大 以表达感谢 听说他当年领取过学院的助学基金 如果可以 我希望学校将这幅画拍卖 资金就用来给贫困学习助学 你看怎么样 陈玄将盒子交给了景自珍 您老客气了 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只是如果拍卖的话 也行 景自珍自然不会拒绝这个要求 只是他担心 如果拿出来拍卖 又卖不出多少钱 到时候显得难堪 现代的字画流派 都属于正常现象 摩大经常接受捐献 对比也不陌生 算了 既然陈先生这么要求 那就拍卖 大不了到时候 自己拿出积蓄找人买下 景自真默默想到 陈玄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 可也就是笑笑 并未点破 更不屑于去解释 没见识的小子 自己这幅字的价值 你知道个屁 当年想求自己自己的达官贵人 能从这排出去 180里地 将所有事处理完后 陈玄带着曾孙女告辞离开 等陈玄走后 以景自珍为首的摩大领导班子 再一次齐聚会议室 这一次 景自珍可就没了之前的担忧 脸上的皱纹都笑开了花 自己一例召开的 这个公开课 圆满成功 且取得了这么大的成果 对上对下都有个交代 皆大欢喜 那个谁 常务副校长 先去把陈先生的字拍卖了 这件事要处理好 来 咱们剩下的人 好好研究一下真九点学法 这门医术 我是越看越兴奋的 大有学问 随口吩咐一句后 一群专家教授 将精神集中到心道手的医术上 兴致勃勃地讨论 至于拍卖 早已经被众人抛到了脑后 摩大经常接收到捐献物品 早就有了丰富的处理经验 不用去专门举办线下拍卖会 在官网挂个公告 线上就把事给办了 而且如果是贵重的拍卖物 那可能还需要注意一下 但现代人士的字画 撑死了几十万 着实不用太过于注意 与之对比 今日陈玄先生留下的真九点学法 才是无价之宝 死愿 曾爷爷 您看这个力度可以吗 在母校转足了脸面 充分满足虚荣心的陈青 殷勤的帮老爷子揉肩 高兴的眼睛都睁不开了 这一趟摩大之行 对他来说 不亚于衣锦还乡 兴奋至极 一边伺候着老爷子的同事 眼睛还不断往同学群里瞟 看着大学同学们的赞叹 更是开心 堂堂摩大毕业的顶尖学子 毕业做了主播 虽然收入还可以 但往日也没少被奚落 这次终于痛快地打了一次脸 神清气爽 这一幕 也让直播间陷入欢乐的海洋 哈哈 女神的小虚荣心 太可爱了吧 那主播眉飞色舞的样 下巴都快抬到天上去了 哎 我要有这么个层爷爷 得跑房顶上去喊两嗓子 生怕我们村谁听不见 羡慕 好的东西都是人家的 连老爷子都是 话说今天真把我整懵了 没想到中医这么厉害 我跟着老爷子 讲得按了半天当羊学 感觉很有用 你们可以试试 666 老爷子 讲了那么多的学位 你就记住个壮阳的 哪里不足补哪里 兄弟们快去看 摩大直播间开启了 要开始拍卖老爷子的字了 走走走 快点去围观 此条弹幕一出 直播间的人数哗啦啦减少了一大半 对老爷子的那副字 具体能拍卖多少钱 大家还是很关心的 想看看 是否真能拍卖出数亿的天价 陈青见此 自己也急匆匆地点进了摩大直播间 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知道 今天著名的医学家陈玄先生 在摩都大学进行了公开课演讲 我们收获了许多宝贵的知识 在这里再次郑重地 对陈玄先生表达感谢 陈玄先生不但有深奥的思想和医术 人格更是崇高伟大 他要求我们将这副字进行拍卖 拍卖款将用来对贫困学子进行资助 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副字 写的究竟是什么 此去英多县 初心进步为 字卷打开 苍镜的字迹出现 只是拍卖诗根傻了一样 呆呆看着 久久说不出话 不只是他 许多的观众也是这样 唯独从陈青直播间来的水友 早就料到了这一幕 他们早就经历过了 有经验 哈哈 老爷子的神字 是能随便看的吗 蒙圈了吧 能让任何人都陷入感悟之中 真不可思议 就算不是第一次见了 我也觉得不敢置信 没错 而且咱们 还是隔着视频看的 真不知道现场看 又是什么感觉 兄弟们 说真的 这幅画 如果是在别的地方出现 我一定觉得是人间奇迹 可是不知道为啥 知道是老爷子写出来的 就觉得少毒有可能了 卧槽 我也这样 哼 我算看明白 老爷子本人就是个奇迹 过了许久 主持人回过神来 强忍住心中的惊骇 这才继续主持拍卖 这简直是不敢想象 没想到一幅字 竟然能引起如此神奇的现象 各位恕我学书才浅 实在想不通 这是如何做到的 希望今天这幅字 能真正遇到看得懂它的主顾 好 闲话少说 我们的拍卖正式开始 底价 一万起 这价格 让许多新来的观众眼前一亮 现在只要不是傻子 都知道这幅字绝对值钱 买到就是赚到 没人吗 那我先来 两万 哼 你是在亵渎这幅字吗 五万 八万 十一万 随着网络实名化的完善 网络拍卖也早已正规 公民在网上的言行 也要负法律责任 换句话说 价不是瞎喊的 喊了就必须要买 不然承担百分之二十的违约金 想起哄乱喊 顺着网线都能找到你 摩大分分钟 告到你倾家荡产 价格节节攀高 就这么一会的时间已经攀升到百万以上 到了这时候 喊价的人就少了 毕竟有古董字画 专业鉴赏眼光的人是少数 许多人知道字值钱 但到底值多少钱 心里也拿不准 眼见价格攀升速度开始放缓 许多新来的观众纷纷开始感叹 这个价格 已经让他们小心脏受不了了 没想到陈大师一幅字 竟然能卖到百万 这技术太牛了 羡慕 随手一写就是个首富 嘖嘖 酸了酸了 卧槽 前几天著名影星张国战的那幅字 才买了十八万 我已经震惊了 没想到陈大师分分钟将他碾压了 司法这么赚钱吗 看得心里难受 埋头苦干 一辈子赚不了人家一幅字的钱 惆怅 老观众看到这里 饿了 嘿嘿 百万 你们开玩笑的吧 这才是打个头 好戏没开始呢 我偷偷告诉你们 这幅画最低也得加上两个零 要是没卖到 我直播干风扇 舞荡 鼓完几大家还不出手 放心 都是老银币 等着最后杀呢 一百万后边加两个零 一个亿 别说新来的观众 就算是拍卖师都梦了 他摇摇头 笑道 这位朋友说笑了 现代字迹 价格能突破百万 已经是天价 绝不可能上到九位数 话没说完 直播间出现了华丽的火箭 藏书格报价 三亿五千万 拍卖师 猛了 鼓入 这位先生 您确认您输入的金额没错 话刚说一半 拍卖师就按摩自己傻了 在如今的世界 直播在线拍卖的方式 已经应用得很广 技术也很成熟 喊价并不是在评论里 喊一嗓子就完事 而是有专门的报价页面 输入金额系统 也会再三给你确认 也就是说 不存在误喊的事发生 只是 这件事太过不可思议 从一百万 瞬间跃升到三亿五千万 直接翻了三百五十倍 直播平台的拍卖师非常多 也内卷严重 行业标准 就是看你拍卖过物品的金额 十万是一个档次 百万是一个档次 千万又是一个档次 以此类推 根据档次平台 会与拍卖师签订提成合同 他以前只不过是十万档次的拍卖师 谁知道 今天这莫名其妙的一单 直接干到了一这个层面 真猛啊 乖乖 他只感觉自己的小心脏扑腾扑腾的 隐隐间 觉得今天要见证大场面了 兴奋的手抖颤抖 发达了 此刻 说话嘴都有点不利索 咽了口唾沫道 三亿 三亿五千万一次 还有人 还有人要加价吗 还有人要加价吗 当然有 藏书阁 老掌柜盯着直播屏幕 神色阴沉 隐约可见些许不安 三亿五千万就是他喊的 可家刚刚喊完一秒 他就后悔了 不是后悔喊多了 是觉得自己财迷心窍的喊少了 直播间除了他们几家古玩店外 又来了几个官方号 加德 保利 港拍 无一例外 全都是一流的拍卖公司 这些家伙实力的雄厚程度 不是自己能比的 现在想成功拿下这幅字 只有一个策略 那就是 开局直接喊到自己的心理底线最高价 在别人犹豫要不要出手的时候 直接能镇住他们 柱子 再接着喊 喊五亿 思索片刻 老掌柜 沉声吩咐 这是他能拿出最多的预算 一旁的学徒监惊里也梦了 师父 最高价还是咱们喊的 没人顶呢 费什么话 让你家旧家 快点 没人顶 那咱们自己顶自己 尽管满心的不解 学徒还是输入了五亿 藏书阁报价 五亿 直播间 这价格 没人不猛 不少谁有都呲牙咧嘴地掐自己大腿 卧槽 五亿了 兄弟们五亿了 谁这么狠 直接秒杀藏书阁 我看看 干 还是藏书阁 啥情况 藏书阁闹呢 自己顶自己 看不懂 这是出bug了 尼玛 有钱任性 自己顶着自己玩 666 这是多少个零 数不过来了 主播在吗 你怎么看 陈青也看猛了 我怎么看 我跪着看 他知道自己曾爷爷的这幅字 肯定值钱 可原本估摸着 撑死千八百万的也就到头 没想到 现在直接上到了五亿 这数字 真让他也觉得晕乎乎的 怕是直播一辈子也赚不到吧 不管其他人怎么说 老掌柜就死死地盯着屏幕上的倒计十读秒 苍老的手紧紧攥住 这是自己想得到这幅神字的唯一机会 能吓住别人 就赢了 吓不住 自己退场出局 度日如年 每一秒过得都这么慢 可惜 事与愿违 老妖 这套路 还是我玩剩下的 胡我 做梦去吧 于上摘报价 五点五亿 老兄弟们 高抬贵手啊 这幅画 我是真喜欢 想着带进图里呢 月威卢报价 五点七亿 价格 以千万为跳 刷刷刷地往上蹦 拍卖师都放下锤子不说话了 乖乖地缩着头 生怕自己多嘴个一两句坏了事 一千万一跳 本就已经夸张 可还不等水友们兴奋 场面已经又刷刷地发生了变化 真正的大恶张嘴了 人狠话不多 加德拍卖行报价 七亿 港拍拍卖行报价 九亿 保利拍卖行报价 十二亿 你们俩丫头干嘛呢 好好坐着 陈玄换了身衣服下楼 就看见陈青和于小双伸着脖子 脑子都快钻进电脑屏幕了 忍不住呵斥了一句 于小双回头 看见老爷子 兴奋的眉毛都乱颤 陈爷爷 您那副字拍了十七亿 十七亿啊 说这话的时候 他崇拜的 简直满眼都是小星星 老爷子的手 哪还是正常人的手啊 点时曾经有目有 挖金矿都没这么爆裂 陈玄一听这事 不置可否的嗡那声 也没多大兴趣 早知道结果了 还能有啥惊喜 以他的书法造诣 只要世界上能看懂的人没死完 拍卖这个价 不是很正常吗 甚至可以说 已经很低了 这也就是他提前 让摩大别张扬 不然做好宣传 等个十天八天的再拍 翻个几倍不会有问题 记得当年书法刚刚大成 兴致所致 也写过一幅大拍了一次 那次皇家负责造试 参与的都是世界范围的名人 规模比这次大得多 最后的成交价都忘了 反正就记得 有个王爷把王府和万寝良田 都卖了 好像还押上了 封地八十年的税付 没多大意思 可还是那句话 差不多行 过犹不及 好了 别看了 你们俩去把门口的小子 给我喊来 陈玄坐在沙发上 随口吩咐道 哦 陈青和于小双乖乖起身 出门去喊人 他们也知道 自家门口一直有人看守 是宋家安排的人 就是为了帮老爷子 阻拦无关人士的打扰 没一会 俩丫头带着一位干练的中年人 走进了房间 陈先生 中年人身穿黑色中山装 一动一进 都干净利索 动作沉稳 近来也简单问候一句 也并未多话 这让陈玄很是满意 练家子 到哪了 陈玄从身上取出一个小盒子 仔细用一块黄筹包裹 随口问道 是 自幼习武 去年刚刚断完躯干 哪怕以中年人的沉稳 听到陈玄询问自己的武学境界 呼吸也有一些急促 这位可能是先天高人的消息 已经在宋家护卫群传来了 他自然也得到了消息 先天境界 可望而不可及 若是这位能随口指点两句 那终生受用不尽 陈玄包裹完 满意地看了看盒子 放好后 扭头道 好好做事 先给我看几年门再说 出去吧 告诉宋海平 他今天过寿 也敢不给我送擎田 让他滚过来见我 中年人狂喜 是 这对宋家来说 是两桩大喜事 自己先给老爷子看几年门 那意味着日后可能有造化 宋老太爷没给这位发情帖 不是不想请 而是不敢随意打扰 这位主动过去 是大喜事 宋氏庄园 宋海平换上喜庆的衣服 且亲手将头上 早已经稀疏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这才满意地 在换衣镜前端量了一番自己 虽已极度苍老 但眉宇间 依旧可见昔日的风采 人逢喜 是精神爽 自从陈玄回来 他心情一直很好 否则 按照他以前的性子 过受最多也就在院里 和家族子弟吃个饭了事 可这次却提出 想操办一次 和老兄弟们聚聚 宋家人自然同意 爷爷 您这是越活越精神了呀 宋山河最为最受宠的第三代 正在一旁伺候 眼见老爷子打扮利索 耍了句平嘴 还乖巧地将手张递上 哼 怀你小子会说话 宋海平来回走了几步 然后抬起手 摸了摸脸上的老人般 叹道 可惜活不了几天了 日后咱们宋家 还是得靠你们撑起来 走吧 别让他们等急了 宋山河略微有些苦涩的笑笑 没有接话 爷爷说的是实情 这位经历了争容岁月的老人 比谁都清楚自己身体的情况 不是很恶观 甚至应该说 大县临近才对 人活七十古来西 不是任何人都能和那位 近似神仙的陈老爷子比的 爷爷今年过的是105岁大寿 虽然看起来 仍旧能走能动 但身体机能已经临近几点 医生早就说过 最晚也就是到今年的冬天 今年还能过寿 明年此日 怕就只能上坟 或许也正是这个原因 爷爷想趁着今天 与亲朋欢聚一次 说话间 二人慢慢走出了庄园 车已经在门口准备好 宋海平拒绝下人搀扶 可走上几步都要喘息片刻 这么一段距离 脸上已经浮现困乏 这一幕 让宋山河心情愈加沉重 可面上丝毫不鲜 依旧亲生陪爷爷聊天 正在这时 他的手机突然响了 落后几步 这才接听 嗯 什么 陈老爷子 让爷爷过去接他 好好好 挂断电话 宋山河笑得轻松了许多 他可是知道 陈老爷子在爷爷心目中的位置 当即快步上前 爷爷 陈太爷要参加您的寿宴 让您过去接他呢 什么 陈叔要来 宋海平脸上的褶皱都笑开了 只觉得浑身通畅 这辈子最后一个生日 能请到陈叔 不亏了 当年的老家伙们 知道了德谢慕斯 紧接着 他一巴掌护在宋山河脑袋上 在对方迷茫的眼神中 骂道 快把老子扶上车呀 还看个屁 让陈叔等急了怎么办 让老子 自己在这磨蹭到什么时候 宋海平 咧了咧嘴角 立刻招呼周围的人手 快快 请老爷子上车 死怨 什么 岑爷爷 你要我们也去 陈青和于小双 隐隐兴奋的同时 也有点坐立不安 这几天 宋家老爷子百岁大寿的事 在魔都传得沸沸扬扬 有头有脸的都在谈论 谁要是能发出一张受理的邀请函 那真能羡慕整个朋友圈 甚至有人戏称 这张邀请函 就是魔都上层的入场券 他们俩现在听说 自己二人也要去 有些马爪 毕竟是年轻 没参加过这么高规格的宴会 怕丢了人 怕什么 一眼就看透了他们的心思 美好气地瞥了二人一眼 你们有没有点出息 告诉你们 在我身边 这天下就没你们不能去的地方 咱们去送小子的寿宴 试给他脸 这话 真让俩丫头呲哑 老爷子一如既往的霸道 他们不敢再废话 力索地去收拾打扮了 几十分钟后 一辆低调的车队停在紫园外边 唯独一辆不起眼的黑色轿车 驶进了小区 宋爷爷 宋大哥 陈青早在门口等待 看到二人下车 忙小跑过来 诶 好丫头 陈叔呢 曾爷爷在客厅等着你们呢 我去找他出来 陈青扭头 就想往回走 谁知这吓了宋海平一跳 一把拉住陈青 别扁 可不能坏的规矩 必须我进去请才行 降不过宋海平 陈青只能搀扶着他 慢慢往别墅走 能看得出老人很急 呼吸都有些急促了 可奈何身体不给力 速度就是提不上来 干着急 咔 不等他走上台阶 大门已经被打开 陈玄大不留心地走了出来 嫌弃地瞥了宋海平一眼 行了 走个路都要让人掺 也不嫌丢人 我哪里比得上陈叔 您是神仙中人 宋海平汉言的笑笑 神色间流露出一缕不易察觉的羡慕 诺 先把这个吃了 就当你今天的受理了 陈玄扔给他个小盒子 不耐烦说道 而后直接上了车 刷 一旁的宋山和双手接到 递给了爷爷 这是 宋海平似乎想起了什么 手都有些颤抖 慢慢打开了外面的黄筹与盒子 里面静静躺着一粒丹药 晶莹剔透 且泛起丝丝良意 看相貌就知道不是凡品 呵呵 宋海平虽然已经有猜测 但亲眼看到 还是激动不已 呼吸急促地犹如风箱 爷爷 你怎么了 宋山和吓了一跳 急忙帮爷爷捋顺后背 轻轻拍打 生怕他一激动 今天就这么过去 同时下意识 想将丹药盒子拿过来 谁知 他手还没碰到盒子 直接就被老人拍开 然后像怕被抢一样 胡乱地吞咽下去 爷爷都要翻白眼 也不肯吐出来 爷爷 你干嘛呢 这真吓坏了宋山和 鸽子弹那么大的丹药 就是自己也不敢这么愣吃 差点就蹦了起来 就算心里对陈玄再相信 也得检查检查啊 万一有重金属怎么办 一时间急得脑门直冒汗 莫说他 就是陈青和于小双 都吓了一跳 齐刷刷后退一步 心都凉了一半 宋爷爷的身体情况 看着可不怎么妙 这可别给吃死了 那寿里变葬里 宋家能饶了自己算邪门 场面一时间非常混乱 别吵 就在这时 吃下丹药的宋海平摆了摆手 示意众人安静 他双眼紧闭 像是在感受身体的变化 其他人看这样子 也不敢再出声 动作都不敢有 像卡了一样 焦急等待 约莫两分钟后 呼 一声长书 宋海平睁开了双眼 而后 被慢慢地挺直了 卧槽 一向沉稳的宋伤和吓了一跳 不敢置信地吞咽了口拖咽 老爷子的驼背 被治好了 宋海平抬手一抹 额头上都是细密的汗珠 可与此同时 只感觉浑身上下的骨头 都有种说不出来的轻快 尤其是以前时刻都打哆嗦的双腿 此刻不用旁人搀扶 稳稳地站着 竟没有丝毫吃力的感觉 说不出的痛快 多少年 没这么轻快了 是冰清丹 绝对是冰清丹 没想到我这辈子 也有机会吃到这丹药 他人都快笑傻了 年轻时候见过陈玄 将此丹药赐给别人 当时自然是羡慕 没想到自己老了也吃到了 吃下这枚丹药 自己最少也能多活十年 当年亲眼看到过活生生的例子 宋海平谢盟主赐药 宋小子又能替您开门护院个十年了 转身冲着轿车正中跪下 行大礼参拜 其忠心愿将自己比作全 爷爷 宋山河下意识就想搀扶老爷子起来 可突然意识到什么 慢慢停下脚步 十年 他下意识不相信 一粒丹药能延寿十年 这听着跟天书似的 可悄悄观察爷爷的身体状态后 脸色巨变 紧跟着也趴在地上 不像假的 再有这些天 宋海平给他这个接班人 讲过不少当年的事 在这位精英的心中 都快把陈玄扮神话了 此时也信了个八九 他们也俩一跪下 其他宋家的司机护卫 那还敢站着 骑刷刷跪下 好吗 转眼的功夫 又剩下陈青和与小双麻爪的站在原地 一脸的猛逼 风中凌乱 好了 起来吧 每次见你不是哭就是跪的 干嘛呢 吃你口饭是真多 不耐烦的声音从车内响起 宋海平一咕噜 就从地上爬了起来 动作间拿笔像的老人 喜笑颜开的冲刺舟吆喝道 哎 咱这就走 快快 都给我上车 车里陈玄见词 也摇头笑了笑 这小子岁数大了 也改不了当年杂杂乎乎的性子 不过也好 自己就喜欢这一点 在哪都有个人气 不然当年也不会让他 给共计门看门 虽只是一门卫 可当年能踏进那扇门的 都是什么人物 莫说自己这个盟主 就是其他成员 无疑不是天之骄子 能迈进去一步 最少也得在自己眼里 有点东西才行 结实妖念 没一个简单的 和平饭庄 这是一家有百年历史的老店 从招牌名字上就能看出来 其百年未变的几道 招牌菜文明南北 来着吃就吃的一个正宗 尤其是受到一些老人的喜爱 慢慢地 在魔都拥有了偌大的名气 隐隐有餐饮领头羊的趋势 在这里吃饭 甭说遇到那个明星 就是遇到魔都大猿 都不意外 久而久之 想在这里吃饭 没什么身份 都不好意思进门 就算有钱 一张饭票得提前半个月预约 可今日 这座饭店 竟然被人包了下来 有路过的 免不了议论几句 好家伙 这是谁家办事啊 好大的牌面 竟然把这里包下来了 真有钱 可不是 难怪半个月前和平饭庄就不接受预定了 感情有人提前包场了 这一天最少也得几十万吧 不止吧 我觉得得有上百万 那几道压皱菜 都来上一份 就多少钱了 老几位 你们不知道了吧 今天是宋家老爷子在这半寿 邀请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 听说林家和赵家的老人 也都来了 死 怎么这么大场面 以前没见过这么招摇啊 嗨嗨 小道消息 据说宋宋爷子快不行了 饭店内 老人们在二楼包间 年轻的则在大厅吵吵闹闹 老四 可以啊 你 听说你们公司做的游戏爆了 赚了不少吧 赵二哥 你什么时候回的国 甭说我了 我再怎么折腾 也比不上你这混迹在白头鹰的金融句子啊 林姐 你们公司最近上市了 好多人给我推荐你们的股票 咱们都别说了 要说赚钱 还得是宋大哥家 别的不说 汇丰楼就是一座挖不完的金山啊 哼哼 那是那是 不理会年轻人的扎唬 包间里几位老人 眉宇间却有几次忧虑 宋大哥真不行了 听说是 估计也就是今年的事 我琢磨也快了 不然以他的性子 不会这么张扬的过寿 今天这么弄一场 没准是想告别了 唉 他这一走 咱们得日子不好过了 宋燕 你爹到底怎么样了 靠近门口的一个中年人文言 轻叹口气 摇了摇头 医生说了 最晚也就年底 此言一出 几位老人都沉默下来 自家人知道自家事 他们这几家看起来不错 实则是 沾了宋家的光 宋老爷子在下国 可谓是真能通天 没有他的帮忙 几家可没现在的风光 江湖看的不是打打杀杀 而是人情世故 树倒狐孙在 人走茶凉 魔独向来是吃人不秃骨头的地方 宋老爷子一走 几家朝中没人 最后免不了被瓜分的下场 好了 今天不聊这些了 都高兴点 别让宋大哥看出来 也对 宋大哥干嘛去了 怎么这个点还没到 宋燕看了看表 苦笑道 他去接人了 让咱们现在这个等着 接人 赵老爷子不乐意了 眉头一皱 他的身子骨 还能去接人 这不是胡闹啊 什么人这么大家子 其他老几位也满脸的疑惑 能让宋大哥 不顾重病的去接 还把自己这些人晾在这 来人究竟什么身份 魔独大员也不至于啊 我知道的不多 你们也知道 我就喜欢教书 不掺和家里的事 山河跟着去的 我想想 好像是位姓陈的老人 我爹喊他 陈叔 光荡 几位老人 骑刷刷的站了起来 满脸震惊 桌子椅子 藕毒撞倒了一地 会是 是当年那位吗 不能吧 这要是还活着 得多大岁数了 嗨嗨 嗨嗨 应该错不了 别的人不至于 让老宋亲自去请 老天爷 那位 回来了 要变天了 宋燕看这几位的驾驶 着实有点猛了 那到底是谁 我爹说的 陈叔是什么人 可此时 几位老爷子 哪还有心思搭理他 几位平均年龄 在七十以上的老人 比楼下的年轻人还激动 快来人 来人 把这一号包间腾出来 千万打扫干净 韩掌柜的上来 我有事要交代 能被你爹称呼 陈叔的有谁 陈先生这个名字 你忘了 被呵斥了一句 宋燕恍然大悟 二楼的天字号包间 一阵鸡飞狗跳 直到重新打扫得干干净净 才安静下来 原本在其中的客人们 也全都挪出来了 其实天字号包间 旁边的房间都被清空 以防打扰到即将到来的贵客 任何细节都被考虑到 且安排妥当 至此 几位老人才稍稍安定 不过他们现在也不敢 大摇大摆地坐着了 全都下到了一楼 叫着全家老小 起去门口等着 动作都快点 全都给我出去 利索的 磨叽什么呢 你比你爷爷有我价格还大 我抽你 全都去 一会见了人低着头就行了 你们没资格说话 我警告 你们这些小崽子 等会那位到了 谁敢闹事 我包了他的皮 今天全都懂点事 别给家门招灾 记住了没 林兆两家老爷子 将所有人都叮嘱一遍 甚至将五六岁的小娃娃 都快下哭后 这才缓缓地松了口气 三家的年轻一辈 彻底梦了 一会这是谁要来 当年帝都的大员来视察 也没见爷爷这么正中过呀 有人忍不住好奇心 开口询问 爷爷 咱们这是在等谁 到底什么身份 对啊 您老先给我们说说呗 我们也做个心理准备 是帝都来的大官 这场面 着实是让他们觉得有些吓人 能把自家老爷子紧张成这样 别是那几位 天天在新闻上看到的人物吧 赵老爷子深吸口气 紧绷着脸 缓缓道 来的是陈叔 陈叔 三家的年轻人 障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一脸的迷惑 陈叔是个什么身份 林家老爷子看了一眼所有人 郑重道 别的你们都不用多问 你们也没资格知道 就记住一点就行 把那位当祖宗看就行 他是当年的传奇 二人都是一脸的高深莫测 不敢多说半句 似乎单单是陈叔这个名字 说多了都犯机会 他们站在门前静静地等待 不时地整理一下衣服 生怕有一丝褶皱 两位老人紧张得都有些冒汗 尽管勾搂着腰 却绝强地拒绝任何人搀扶 可见陈玄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 也能看到 陈玄留给当年那代知道他的人的印象 八十载不见 如今听闻其名 都恍如惊雷 小辈们则没有那么多敬畏之心了 他们连陈叔是干嘛的都不知道 又怎么可能会怕 甚至心里都在偷偷嘀咕 老爷子们大惊小怪 不过却也多少有些好奇 此刻都在低声议论 宋伯伯 爷爷说的那位陈叔到底是谁啊 对 您给我们说说呗 怎么我感觉我爷爷很怕的样子 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一号人物 宋燕架不住他们 摆了摆手 小声道 你们爷爷叫陈叔 我得叫陈爷爷 你们这些小辈的叫太爷爷或老祖宗才行 关于那位 我知道的也不多 说着 他眼中露出一丝深邃 可是 你们应该知道 我们宋家能够在老魔都站稳脚跟 就因为当年你们的宋爷爷 给那位看过一段时间的大门 我爹他的外号 你们应该也听过吧 就是因此来的 哄 所有人都被镇住了 目瞪口呆 宋老爷子被许多老人称呼为 门徒 这个称呼每次被人提起的时候 宋老爷子都十分高兴 仿佛是偌大的荣耀 说起之人 也是满眼的羡慕 小辈们以前不理解 今日才知道 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 一时间那只感觉荒诞 不可思议 仅仅因为给某人看过一段时间的大门 就在群雄盘踞的老魔都 塑造出个偌大的宋家 那人 到底是什么身份 小辈们终于重视了起来 他们年轻又不是傻 自然不会这时候 摆什么富三代的架子 一个个全都变身乖宝宝 气氛这东西 都是能传染的 本来大家站得还有些随意 可等所有人都凝重起来后 总有人觉得 其他人是不是站得比自己值 这可不行 自己绝不能丢了印象分 挺背 收复 轻呼吸 嗯 其他人一看 更不敢放松了 也一个赛一个的站好 甚至站在最前面的两位老人 都受了影响 感觉气氛越来越紧张 一个劲的把沟楼的被使劲掰直 疼得嗓子眼里吸凉气 和平饭店门口 出现了诡异的一幕 魔都宋赵林三家老牌家族 使着劲的再战君资 不等路过的人诧异 又出现了让人震惊的一幕 和平饭店的老掌柜 退休二十多年的勺子里 坐着轮椅也出来了 我的个乖乖 这位如今都上百岁了 是真正的老人 与宋老爷子同代 林赵两家的老人 都要比人家小二十多岁 据说当年给原大头做过饭 您老也来了 陈先生又回来了 我必须来看看 他们这架势一看就是接人 走过路过的 免不了偷偷拍个照片 都在想 到底谁能有这么大面子 甚至很快有文风赶来的小报记者 偷偷躲藏在角落 时间缓缓流过 大约二十分钟后 一个车队停在了饭店门口 我的乖乖 先下车的陈青和于小双 差点傻了眼 只见饭店门口站满了人 不是西装革履 就是穿金带银一身名牌 那几位老人穿的糖装 更是一看就知道 贵得吓人 这些全都是妥妥的权贵阶层 可这些人都乖乖地站在门口 紧张地盯着车门 咕噜 青儿 你可别给我说 这些人都是来接岑爷爷的 于小双紧张咽了口唾叶 这场面 别说他没见过 估计他爹都没见过 他家在摩都 只能算是小贵 勉勉强强 也能算得上亿万富翁层次 哪怕踮起脚跟 也够不上这里的任何一家 现在这些以前只能仰望的人 居然全都在门口乖乖地等着 一时间 他竟然生出了一些小虚荣心 此刻 宋老爷子也下了车 快步走到中间的车旁 公身打开了车门 陈叔 到了 顿时 门口所有人都下意识 屏住了呼吸 静等着那位传说的到来 很快 一双千层老布鞋 先是落了地 紧接着是一身深色的中山装 简简单单 干净利索 最后 陈璇下车 锐利的目光扫过众人 威严顿声 陈先生 和平饭店门口 所有人垂手 整齐问好 无一人敢抬头对视 你是 陈璇扫了一眼 懒得搭理其他人 直接将目光 聚集在轮椅上的老人身上 依稀觉得有点面熟 以前应该见过 勺子里见到熟悉的人影 老泪纵横 双手紧紧地扒着扶手 嘴唇颤抖道 陈先生 是我呀 小李 您当年最爱吃我做的阳春面 想不到 想不到临死前还能见到您 我 我太高兴了 哦 陈璇一听阳春面 也就记起眼前之人了 抬头瞥了一眼 和平饭店的招牌 笑道 我说 这怎么这么耳熟 原来是当年那个面馆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倒是还记得我 不错 上次他出事 正值修行关键时刻 什么山珍海味都难以下咽 唯独喜好这一家的阳春面 清淡 还有骨子特别的清香 所以常来 不过毕竟是一口吃食而已 也就没留下多大的印象 勺子李文言 更是激动 安安静静地吃饭 谁都不准在这闹事 陈先生 因为当年您的这一句话 整个老魔都 无论再怎么乱 都没影响到和平饭庄 让我李家活过了那动荡的岁月 不管是租借 还是那些要命红黑花棍 来着了都老老实实吃饭掏钱 没一个敢闹事 这大恩大德 我到死也忘不了啊 今天有幸能再见到您 如论如何 也要让我再给您煮碗面 呵呵 好 好 寒暄几句 老掌柜不敢多打扰陈玄时间 再三感谢后退下 精心去准备这辈子的最后一碗面 陈玄一时间 也略微有些感慨 当年跟个愣头青一样 帮自己看门 且偷偷摸摸贩卖古董的 宋小子老了 只会黑黑傻笑的主面小子 也快入土了 时光匆匆 唯独自己与事长存 他挥挥手 率先走进了饭店 宋老爷子和陈青鱼小双 跟在他后边 其他人直到几人进去后 才挪动脚步 他们没有与这位同行的资格 等不见了陈玄的身影 喧嚣声哗然沸腾 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个见面 带给了众人太多的震撼 我的爷啊 和平饭店屹立于魔都百年不抖 源自这位的一句话 没想到没想到 传言和平饭庄有天大的背景 任何人都不能在这闹事 没想到原来是这么个原因 嘿嘿 老辈的传言我知道的比较多 给你们说说啊 和平饭庄是被多方势力保护的 据说以前有位军阀头子 在这闹事 当天就被人沉了僵 照看这里的人多了去了 有很多有大背景的人物 现在都有 这么说来 那些大人物都是因为这位的一句话 自觉地维护起了和平饭庄的秩序 太可怕了吧 八十多年前的一句话 效果维持到了今天 太牛了 这位老爷子好强的气场 他刚才的眼神扫过我 我都感觉全身打哆嗦 还有一点 你们注意到了没 宋伯伯不是说了吗 当年宋爷爷给这位开门护院的时候 才二十来岁 现在宋爷爷都百岁高龄了 算起来 这位最少也得一百二三十岁了吧 可看起来不像啊 助言有数肯定是鼓舞高人 我说你们平时都不玩直播吗 这位很火呀 你们别说不知道 嗯 快推荐给我看看 陈叔 咱们去天字房 还是您的老位置 刚才那两个是老赵和老林 都是当年我跟了您 发达后带出来的 跟着吃了点油水 也算是沾了您的福气 不过他们以前没资格见您 剩下的 都是我们三家的小辈了 魔都各行各夜 今天来的人不少 都在外边的大厅里 人多嘴杂的 刚才也就没让他们去迎您 自从吃了冰清丹后 身体状态好了许多的宋海平 唠叨的没完 一边在前边引路 一边念叨 兴奋 兴奋竟还没过 其实想想也是 王谷今来 能得严寿哲有几人 也就是陈璇这次出现 他命好第一个寻了上来 才魄力得到赐恩赐 不然一远不够格 对陈璇不算难 可说是随手的小事 但这不影响丹药的珍贵 很快 来到了二楼最左边的房间 从这里向外看去 一眼就能望到浩荡的黄浦江 再看着房间内的摆设 陈璇点点头 率先在守卫坐下 还行 都是老样子 没变 当年他就喜欢在这个位置看景 一眼渴望尽半个魔都 坐好后 不耐烦摆摆手 你忙你的去 今天你过寿 怎么也得去露个面 不用管我 我自己在这看看景 把他们两个带着去转转 认识认识那些年轻人 老手在我这老头子 身边有什么意思 眼看陈璇如此说 宋海平自然应下 带着两个丫头出门了 其实他也乐得如此 心里悄悄松了口气 陈叔的境界太高 他心知自己够不到 或许唯有山河长江 能与这位对异 和平饭庄分小厅 大厅 二楼包间 已经全都被宋家包了下来 二楼包间 坐的是陈璇与三家长辈 小厅则是杂杂乎乎的年轻一代 大厅今天来的是 魔都各界贺寿的人士 刚才出门去迎接的 都是三大家的人 并未让外人出去 照爷子和林爷子嘴上 说是不劳烦众人 其实心里想的是 外人可没资格去接尘先生 此刻 宋海平带着陈青 和宇小双出门后 先是来到了 二楼邻近的小包间 里边的是 三大家族的两位老太爷 以及逐渐过渡了 权力的第二代 宋大哥 宋伯 来来来 宋海平笑眯眯的将陈青 和宇小双请进来 俩丫头 认认 这位是你赵爷爷 赵氏都听过吧 他们家的海运和航运 做得不错 你们以后 有什么想要的找他准没错 这位叫林爷爷 他们家连锁酒店全国都有 林爷爷好 赵爷爷好 陈青和宇小双 翘声声的喊道 一脸的乖巧 能活到这地步的人 哪个不是人精 老林和老赵俩人 早就摸清楚了 这俩丫头与陈玄的关系 当下脸上立刻削开了花 当即从身上摸索出 各自珍贵的物品递给二人 分别是一柄玉佩 一枚吊坠 清中透着紫 绝不是凡品 除此之外 还有两个小金佛 据说在古叉开过光 来 这是赵爷爷给你们的见面礼 拿着 这个是林爷爷的 收起来 这 陈青迟移着 不知道该不该收下 与小双更是直接挥手 不行不行 这我不能玩 陈爷爷带我过来玩 都很不好意思了 怎么能要大家的礼物呢 我爸知道的 饶不了我 看俩人如此反应 宋山河直接接过 继续塞点二人 亲丫头 今天这是长辈给晚辈的见面礼 不许拒绝啊 还有我上次送的镯子 今天也得带走 这是规矩 至于于丫头 你父亲是于 于 嗨嗨 那个谁吧 我知道他 宋老爷子一时间有点脸红 于家算不上什么人物 要不是因为于小双出现在陈玄身边 他都没听过这么个姓 于小双满脸的黑线 您真认识我爸吗 宋海平 不用管他 今天陈叔带着你来 就是拿你当自家人了 放心收下 于小双和陈青再拒绝不了 被迫累汪汪的 收下了价值千万的见面礼 太热情了 大厅中 人生顶沸 来这里贺寿的 都是没资格进小厅 但又与三大家 多少沾点联系的人物 整个饭店就这里最闹腾 因为对其中的很多人来说 今天能踏进这个饭店 自己就在这座国际大都市的身份 更上了一层楼 且结交了更多的人脉 接触了更多的资源 对未来的发展 有极大的帮助 于俊逸就属于这种人 于家属于新兴势力 是这几年才发迹起来的家族 但是他又与那些网络巨头不同 不属于科技公司 主业操持的是传统地产行业 而且做的还不大 这下身份多多少少就有点尴尬了 既融入不到互联网阵营去 也常被老牌的传统势力看不上 这次能参加宋老爷的寿宴 也是阴差阳错的 和赵家生意上有了点联系 再加上给某位三代送了点礼 这才混进来 此刻 这位中年人 兴奋得无以复加 安静听着周围行业 大佬们议论 不是不想一起搭话 是身份不够 没资格插嘴 各位 刚才门口的驾驶 你们都瞧见了吧 来的到底是谁啊 好大的面子 竟然三大家的老爷子 全都去赢了 不知道 咱们也就隔着玻璃窗户 看上了两眼 哪能看清 有知道的没 是哪位大人物来了 赵总 您得说说 来的是谁啊 对对 您的消息最灵通 给我们透露点那部消息啊 说话间 桌上的人都看向手作的胖子 这人也姓赵 属于赵家的远亲 因为沾着那么点关系 且在某银行 担任贷款部门的副经理 在这张桌子上 身份最尊贵 赵经理挺着个大肚子 摇头晃脑地 听了好一会鳄鱼奉承 这才神秘兮兮地道 我偷偷告诉你们啊 谁都别往外转 来的是这都 最近的风声都听说了吧 新上任的这都来咱们这了 因为和赵家有点关系 所以肯定过来败寿啊 你们想想 除了他谁还有这么大的面 死 周围人满眼震惊 一戏想 说的有道理 最近这都新官上任 赵家早就有年轻一代的放出风 那位和赵家有点关系 今天要是来贺寿 确实说得过去 当下桌上的人又是一阵奉承 赵总 那您这又要高升了 赵家是这位大人的嫡系 能不提携提携您 哈哈 说的对 来来来 咱们提前攻注赵总了 当一把手是宝碟 我看就是一步到副行长 也不是什么那事 赵总真要发迹了 来来来 一块喝 来 干杯 赵经理喝得红光满面 自己都信了自己的话 等到话题过去 周围人去四处敬酒的时候 于俊义端着杯子 来到了赵经理身边 赵总 我敬您一杯 要不是您过去的照顾 我哪有资格来这 我先干为敬 您随意 说着 多半杯的白酒一饮而尽 脸腔的通红 可脸上还带着恭维 因为他项目遇到了问题 急需资金周转 接下来能不能顺利渡过难关 就看这位能不能帮一把了 再看赵经理 明明比于俊义小了十来岁 但这时候 一副老辈做派任由于俊义弯腰站着 他稳稳坐在椅子上 向征兴地抿了一口 对这来魔度发展的外地人 又没什么背景的 他向来看不上眼 当下打着关枪道 小鱼啊 不是我不帮你 是行李现在管控的确实演言 你那项目就属可批可不批的 具体就要看我这个审核的 是是是 得麻烦您了 赵总放心 规矩我懂 回头您那份 我尽快送到府上 不 你感觉钱我缺吗 赵经理晃荡了两下杯子 我早说了 想认识认识你女儿 上次去你那审核的时候 见了一面我就忘不了了 总想再和他再见见 嗨嗨 别的我也不多说了 你自己回去想想吧 刷 于俊一脸仗的通红 暗中咬牙切齿 这胖子看上了自己的女儿 他一时渐气的气血翻腾 咬着牙黑脸坐了回去 就算公司倒闭 他也不可能卖女儿去 赵经理见此 眼中闪过一丝利色 现在还敢硬是吧 等你最近的一笔贷款到期再说 有你乖乖服软的时候 想到那一身职业装的余小霜 他直觉身上一阵躁动 下意识舔了舔嘴唇 哄 来了来了 有人来敬酒了 是宋家小太爷宋山河 真是啊 据说宋家等老爷子百年后 这位将越过第二代 直接就继承家主位置 消息是真的 这两年宋家就逐渐放权了 汇丰楼目前就是这位在管事 走走 别等人家过来了 咱们先凑上去 当即 一群人全都围了上去 赵经理肥胖的身子比谁都快 脸上更是笑得看不见眼睛 哪还有半点巨傲 该坑谁 又该巴结谁 他清楚得很 于俊逸没去凑热闹 独自坐着喝闷酒 他其实上去也说不上话 就在这时 突然听到有人喊自己 爸 嗯 戴着三分醉意的眼睛一看 可不正是自己的宝贝女儿吗 于小霜也没想到 在这看到了老爹 当即拉着陈青跑了过来 笑嘻嘻地拍了拍于俊逸肩膀 老于 你怎么也来了 于叔叔好 嗯 过来拜兽啊 鱼儿 小青 你们怎么也在这 酒喝的确实不少 他脑子原本有点猛 可下一刻立马清醒了 只见先是一群年轻人 嘻嘻哈哈围了上来 七嘴八舌地打着招呼 于叔叔好 好呀小鱼 你爸爸来了 不先给我们说 早知道先过来问好了 于伯伯你好 于叔叔没想到您坐在这 是我怠慢了 请您勿怪 于俊逸猛了 这些年轻人他全都认识 都是三大家的第三代 别看这些人年轻 随便那个的身价 都不是自己能比的 尤其是最后说话的年轻人 宋山和 宋家的下任掌门人 宋公子 爸你叫啥宋公子啊 都是家里人 我给你介绍介绍 宋山和 我刚认的大哥 这是宋山姓 老二 这个是宋山玉 比我小 四妹了 这边的赵家大少 赵子祥 林家大姐头 林子玉玉 不管介绍到谁 谁都乖乖低头问好 态度恭敬的不要不要的 各家老人都提醒过小辈了 别说陈青 就是这个于小双 都要巴结好 因为陈太爷 是拿人家当曾孙女看 惹不起 此刻 大厅中其他人 也呼啦啦的权威了过来 眼神诡异的 看着于俊逸 好吗 你个小子 在这给我们扮猪吃老虎 有这来头 你早说啊 还一直在这给我们装孙子 原来我们才是真孙子 于俊逸猛了 看着这一群平日里 自己眼里的大人物 乖巧地问候 他脑子实在转不过弯来 不等他说话 与小双呼啦啦 又将一大堆东西 塞进了他怀里 你也在这真好 这些东西 都帮我们带子院去吧 全都是各位爷爷伯伯们 送给我和小青的见面里 我们正愁说不好拿呢 哄 快看 那是赵老把玩了十年的 迎客送玉佩 据说最低也得上千万 我眼花了吧 那件绝对是 林老常年带着的 乾隆吊坠 有想收藏的 曾经三千万想收了 人家不卖 我的天 那件不是送老的 百香红木珠吧 就是上过福布 扶拍行榜的那件 据说价值数个亿 赵伯的白玉扇 林家的鼻纹金 你嘛 三大家这是不过了吗 周围人震惊了 单单于俊一闺女 是三大家小辈的朋友 都够让人羡慕了 结果看样子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原因很简单 谁家给小辈见面里 给几千万上一打 开玩笑吧 这小辈要是常带朋友回家 家底在后 也顶不住啊 三大家 看起来都像是在 巴结这小丫头 于俊一捧着 价值数益的见面里 手都在颤抖 他真想说 丫头还回去吧 不然你爹就是杂锅卖铁 骨头渣子都敲碎卖了 也还不上这份礼 好了 爹你带着吧 我们回去了 姑母晨也快走了 东西别忘给我们送家去啊 于小双说完 就杂杂呼呼地往回走 一群年轻人礼貌告别后 紧紧跟随在他和陈青身边 众星捧月 眼睛不瞎的都知道 他们二人是主角 哎 鱼儿 你说的陈爷爷是谁 就是小千的太爷爷啊 刚才不是那么多人 都出去接来着吗 这段时间 陈爷爷和小青 一直住在我呢 对了 陈爷爷 说我照顾的他很好 想任我也当曾孙女了 老鱼 过段时间 没准我给你带个爷爷回家 声音远远飘来 人已经走远 大厅中 所有人全都诡异起来 相互间眼神充满了火药味 下一刻 老鱼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来得怎么也不坐老哥身边 于兄弟 今天咱们高低 好好喝上两杯 于兄 上次见面 还说没事常联系 你怎么也不打个电话 是发达了 看不上兄弟了 别的不说 先罚酒三杯 都让让 我给于大哥正说正事 于大哥 你那个项目 不是想融资吗 我们公司非常有兴趣 愿意出资50% 分红10%就行了 那轮得到你啊 小鱼 你那项目王叔我投了 我出全资 分红不要了 就当给咱们家鸭投个见面里 咱家夜小 比不上三大家 你别嫌弃 诶 赵胖子 刚才看你 吼我于大哥来着 你吃了什么胆这么肥 明天我和你们行长去喝喝茶 你准备回家养老吧 嗯 还有这事 大家必须给于大哥吃口气啊 明天咱们一起 去找他们行长聊天 于俊一一时间 心里五味杂陈 自己愁白了头发的大困难 就这么没了 真是人生际遇无常 大长套小长 全是套路 都不等他感叹完 又是一群大人物来了 三家的第二代 纷纷赶来敬酒 没一个敢拿捏姿态的 此次宋家受宴 于俊一城最大赢家 暗中没人的地方 见到这一幕的于小双 悄悄吐了吐舌头 歉意地对陈青道 小青对不起 我不想他 那么被人瞧不起 这次算是见你的光了 于小双你说什么 你以前接级我 还有我 搬去你家住的时候 可没这么矫情 等回到天字号房间 陈玄已经吃好 陈青详细地 将各位爷爷 薄薄送的见面礼 告诉了岑爷爷 问是否能收 不可以的话 他们现在就退回去 陈玄白白手 长辈给小辈的见面礼 收下就行了 没事 接着 他指了指宋海平 笑道 这老家伙 账饭的精明着呢 和当年一样 可不是吃亏的主 宋海平笑眯眯的拱手 您老拿出的东西 都是我们这凡人 千金难求的好东西 有这机会舍了脸 也得替小辈们求个福源 陈叔 您别怪啊 陈玄拿出一个小玉瓶 推给他 哼道 幸好老夫早有准备 去吧 这是润神叶 用温水冲开 赏所有小辈各一杯子 能温养精神 一个个地看起来都为你 哪有点年轻人的样子 光荡 宋海平腾地站了起来 激动地手抖颤抖 陈叔 这太贵重了 这太贵重了 润神叶当年 他就被赏过一次 对精神有极大的好处 喝上一杯 就算三天不睡觉 也感觉不到丝毫疲惫 他自己之所以能年近百岁 还思维清晰 与当年喝的润神叶 有极大干系 这是神物 西事后的润神叶 没那么大作用 也就温养精神而已 而且 宋小子你用心做事 我都看在眼里 我从不是磕待下属之人 去吧 陈玄淡然道 谢陈叔赏赐 宋海平又是一个 恭恭敬敬的大礼叩拜 这才激动地退下 双手捧着个小瓶子 紧张得不行 这小子 没见过什么好东西 陈玄摇摇头 是与小双和陈青喝茶 他们俩乖乖个倒上一杯 刚喝了一口 就感觉头脑清晰 思维活跃 大脑犹如被一双温暖的手 轻轻揉摸 说不出来的舒服 双眼都愈加有神 曾爷爷 这是什么茶 好香啊 润神叶 这就是润神叶冲的水吗 好厉害 稀是啥呀 谁喝那玩意 这么多年我都是 把润神叶当水喝 胃不错 你们多喝点 有好处 此番话一出 俩丫头一杯接一杯地干起来 他们不傻 早就知道曾爷爷的神奇 出手的东西 必不是反品 刚刚挪到门口的宋海平 也听到了 悄悄加快了脚步 赶快回来 没准还能再蹭上一两杯茶 没多久 茶水分发下去 小厅中 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喧嚣声 三大家所有的嫡系 被集中到了一起 在小厅中 众人好奇地看着宋海平 尤其是他手中 小心翼翼端着的茶壶 茶壶不是什么珍贵的古董 就是和平饭庄 普普通通沏茶的那种 可这位老爷子 好似拿着最珍贵的宝贝 小心得不得了 一排小杯子 挨个摆放在桌子上 每一杯都倒上七分满 既不多 也不少 每当有一些茶水 不小心洒出来的时候 宋老爷子急忙一脸心疼地 拿手直抹上一抹 放进嘴里 可是不敢浪费一丁点 这看得所有人眼角直跳 至于吗 就算是宋燕都看不下去了 他上前两步 想接过老爷子手里的茶壶带牢 问道 爹 这是 闪开 宋海平一巴掌拍开他的手 自己一边慢慢倒 一边笑眯眯地说道 这是陈叔赐下的润神水 你们可算是有福气 我可告诉你们 这是多少钱也求不来的大纪元 一会一人一杯 都别挣 也都别抢 喝上一杯 能弥补你们颓废的精神头 这东西 效果堪比神仙水 这是天大的福气 一群人面面相去 别说第三代的小辈了 就是赵宋两家老人 都一脸的难以置信 宋大哥迷瞪了吧 陈老爷子不是寻常人 这他们知道 但也不至于随便弄出来一瓶什么水 就有逆天的效果 这一般都是江湖骗子的把戏 说到底 除了八十年前 宋海平亲自跟随过陈玄外 这里的任何人 当年都没资格接近他 知道的不多 如果说起当年的关系 大概可以这么形容 陈玄是高高在上的大佬 宋海平是他手底下最不起眼的小马仔 可就因为进了陈玄的眼中 让他看了几天门 宋海平发达了起来 拉扯出了宋家 这之后 赵宁两家又来投靠他 就成了宋家的马仔 这两家虽然也是间接为陈玄办事 可当年绝没有资格接近陈玄 甚至关于陈玄的可怕 都是道听途说来的 体会不深 再加上如今八十年已过 尊敬 感恩的心情可能要更大 也许还夹杂着一丝炫耀的心思 众人往大了想 也无非觉得 陈老爷子 可能还有一些当年的人脉比较厉害 本身也就是个活得长的老人 蝼蚁没见过神的威严 也就想象不到 神到底有多可怕 哼 蜀目寸光 宋海平年纪虽然大了 可脑子灵活得很 瞥了一眼就知道众人想的什么 连带着赵琳两家老人都冷哼了一句 一点面子没留 山河给他们讲讲 宋山河深吸口气 恭敬道 赵爷爷 林爷爷 我爷爷来饭店之前 身体虚弱的走路都困难了 甚至医生直言 最多再有半年 哼 所有人震惊地看着宋老爷子 惊讶至极 宋老家主的身体状况 已经恶劣到这种地步了吗 所有人都心中惶恐 宋家看似如日中天 可要是宋老爷子这个定海神真末 他们将来真能有个好下场吗 林赵两家也是忧心忡忡 他们都明白其中的干系 宋家倒了 他们也落不得好 一时间只感觉心神恍惚 可是紧接着 又都觉得不对 宋老爷子能走能喝 刚才还吃了一大碗米饭 怎么也不像快不行的样子 看着面色和身子骨 比在场的一些纵于过度的年轻人还结实 什么情况 哼 那是来吃饭之前 宋海平倒完了茶水 放下茶壶 中气失足道 我刚刚去接陈叔的时候 得了一粒他老人家赏赐的丹 如今再活个十年不成问题 哼 所有人只觉得五雷轰顶 满眼的不可思议 这听着跟神话故事似的 怎么听 怎么不敢相信 可之前老爷子状况不佳 大家伙都知道 现在的精神器和气血 也做不了价 是怎么回事 在场的都是人精 所有可能抛掉不可能的 那剩下的最后一个结果 不管多么不可思议 也一定就是事实 宋老爷子真得到了 延年益寿的丹药 瞬间 赵琳两位老人坐不住了 呼吸都开始急促 他们的年纪如今也不小 都在八十附近 要是有这种丹药 那自己有没有机会得到 宋大哥 我先来 赵老爷子直接走到桌子边 端起一杯茶 一饮而尽 清润 爽口 他扎摸扎摸嘴 刚想说点什么 突然愣住了 细细感受一番 只觉得有一股清凉 在脑中盘旋 之前一团江胡思的思维 又活跃了起来 甚至许多早已经忘了的记忆 都重新想起 效果堪称立竿见影 老赵 怎么样了 林老爷子还等着看他反应呢 见他半天不说话 急得不行 不急 我再试试 说话间 赵老爷子又端起一杯一饮而尽 这次效果更明显 精神头都明显好了很多 甚至双眼都隐隐发亮 死茶的效果 似乎是可以累积的 别说话 我再来一杯 赵老爷子强忍着激动的内心 想再接着喝 无论多有钱 平日吃多少补品 时间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 上了岁数后 他总感觉 每日昏昏欲睡不说 脑子里也是一团混沌 可此刻 他真感觉大脑重新回到了以前 这种神清气爽的感觉 对老人来说 简直就是不可抗拒的诱惑 只是 不等他伸手 林老爷子直接没好气地越过了他 你忙拉倒吧 再喝下去没了 说话间也是一饮而尽 愣神 再端起来接着喝 动作如出一辙 不愧是一辈子 绑在一块的老伙计 这下行了 再傻的也反应过来了 甭管是谁 都乱哄哄地上来抢自己的杯子 爷爷 来来来 你让一下 该我们了 大伯 递给我一杯 大伯 大伯 三妹 我给你一百万 你把你的让给我 你在开玩笑吗 我给你二百万 你的让给我行不行 小辈的都退后 你们还年轻 抢什么 这杯茶 就当孝敬你们爷爷了 小厅中杂杂呼呼的不成样子 老一辈的也不在乎脸面了 坑蒙拐骗地忽悠其他人手里的茶 这神物在面前 谁能把持得住啊 抢了再说 不知道何时 宋海平敲默默地摸了身影 临走还拉上了宋山河 他可没忘包间里有好东西 天字号房间 听着外边杂杂呼呼的声音 陈玄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轻轻抿了口茶 当年的老人都死得差不多了 如今重现出山 自然要再次布局一些东西 为了取乐 陈玄的修为通天彻地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只要他想 可以轻易毁灭这个世界 可那又怎么样呢 他不会如此去做 更不会允许世界毁灭 没了这个游乐场 漫长的时光 该如何去度过 他简直不敢想象 没了其他人 只有自己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也是因为此 才每次出山 玩着不同的游戏 叫到高徒如此 成立神秘的组织如此 学琴棋书画如此 封王败相如此 这些对他有意义吗 有 也没有 世间的权势他视如粪土 因为只要想 做皇帝又有何难 一统世界也不在话下 之所以如此折腾 只是为了保持自己的人性而已 如果修仙修成了冰冷的机器 每日在太玄山打坐 一坐千年 那活再久 又能如何 相比那样 他更喜欢如今的自己 俗世的是 用俗世的手段 来解决 尽量克制自己的修为 就当玩一场场的养成游戏 放下修仙者的身份 以凡人的角度 体验爱恨情仇 也颇为有趣 上次苏醒 已经是八十年前的事 时过境迁 当年的人又死得差不多了 除了少数如宋海平这样 当时还小的人勉强活着 其他固有皆已不在 此次涅槃结束 日后也无需沉睡 这个科技的世界 陈玄以前也没见过 一觉得有意思 忍不住想下场玩玩 如果只想在家中闲坐 但看院前花开花落 天上云卷云书 自然无需准备什么 可既然打算玩一场 自然要重新布局棋子 交舞情细 联络宋家 讲课 刺润神叶 甚至参与澄清的直播 都是一手手贤奇 有些将来可能发挥作用 有些也可能毫无意义 都没关系 随性而为 总的来说 就是无敌且长生的生活太无趣 找个乐子 至于压制自己的修为 就像玩游戏 开挂一时爽 可很快就会毁了一个游戏 慢慢经营 才能体会其中的乐趣 不过玩游戏之前 还有一件事要去做 陈叔 宋海平进了房间 乖乖坐好后 眼巴巴地盯着桌子上的茶 也不说话 宋山河乖乖站在他身后 他没坐下的资格 瞧你那样 喝吧 陈玄好笑地说道 山河也坐下吧 谢陈叔 谢老祖宗 等二人一脸享受地喝早茶 陈玄淡淡地说道 好了 饭也吃了 茶也喝了 该走了 明天山河准备好 陪我去趟洛城 有个老朋友要走了 我去送一程 他目光流露出一抹怀念 那是个很有趣的人 当年神游到洛兜赏花时 因缘巧合见过一次 却隐为之交 两人只喝过一坛酒 手弹过一次 话都未说上半句 可从其中 似是交谈了千言万语 秉性相投 想起那个疯子 他嘴角露出淡淡的笑意 曾爷爷 那是您朋友吗 我们可以一起去吗 陈青和于小双 也忍不住好奇起来 去 一起去 好 明天我开车去接你们 宋山河惊喜交加的印下 隐隐激动 自己终于靠近 这位老神仙了 宋海平一时一脸欣慰 躬身打开门 陈叔我送您 一路无话 宋海平亲自将三人送回子院 这才告辞离去 以他如今的年纪和身体状况 虽然吃下了冰清单 却也不能像当年一样 看门护院跑腿 索性目前看来 宋山河有望接班 这件事被宋家视为最重要的事 优先级高于一切 等回到七号院 门口竟然有人在等待 还拖着个硕大的行李箱 老于 于小双没想到 老爹竟然来了 不由得诧异 你怎么来了不进去 于俊逸心里苦笑 傻闺女 你爹见了今天的大场面 哪还不知道 家里住着神仙 我倒是想进去 可我敢吗 给女儿丢了个眼神 然后走到陈玄面前 恭敬道 陈先生 您好 嗯 走吧 先进屋 陈玄直接走进别墅 一副主人做派 丝毫不见外 其他人乖乖跟在后面 都没感觉有任何不对 理当如此 主要是陈玄身上气场太强了 别说这么一栋小小的别墅 就算是他直接说城门楼是自己家 估计别人都感觉不到奇怪 进屋后 陈玄先去楼上换身衣服 陈青也是赶紧打开直播 这两天事儿多 能抓紧 播一会是一会 他自从曾爷爷火了后 人气大涨 现在粉丝 已经逼近两千万大关 妥妥的直播界一解 按照合同 他有直播时长要求 明天又要去落成 可能还是参加葬礼 不一定有时间直播了 刚刚打开设备 呼啦啦的网友们 就涌入了直播间 主播看到 今天必须叨了你 不爱了呗 感情大了呗 就是不喜欢我们了呗 秦月儿 你太让我伤心了 没想到你 竟然是这样的人 我最爱的人啊 也是你伤我伤得最深 主播你太过分了 我们真生气了 快道歉 不然真的粉转 好家伙 陈青一看傻眼了 迎面来的是 铺天盖地的声讨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自己干了啥天怒人怨的事 兄弟们 什么情况 你们说说我咋了 死也得让我死个明白吧 他一脸视死如归地说道 好吗 不说还好 一说粉丝们更急了 你还说 你今天去干啥了 自己心里没数吗 自己反思 还敢不如实地承认错误 哼 唉 小青 别狡辩了 招了吧 我干啥了 陈青猛猛地道 我今天就是去参加了个寿宴 就是这个 这么精彩的场面 你为啥不直播 你知道我们等得有多痛苦吗 唉 你理解不了 哪怕你直播间是黑屏 我们几十万人 足足等了五个小时 就等着看看大场面 没想到再见到你 你竟然 回家了 行了 说到这陈青哭笑不得 明白了咋回事 这群老铁怪 自己没直播寿宴 陈青 兄弟们 这能怪我吗 你们也不想想 参加寿宴的 都是什么人物 我哪里敢随便直播啊 不过 话说回来 你们咋知道我去哪了 我说过吗 下一秒 无数个网友 齐刷刷地抛出来一张张照片 不过竟然是相同的一张 照片中 魔独三大家的所有成员 在和平饭庄门口低头行礼 陈玄目不斜视 坦然自若地走进饭店 气场十足 这张照片拍得很有水平 绝对是专业摄影师拍的 将三大家成员脸上的恭敬 和袒负拍得清清楚楚 也将陈玄脸上的淡然与漠视 表现得淋漓尽致 主播 你还装小白兔 说什么 在那的都是大人物 你不敢直播 明明大人物都快跪下请安了好吧 快给我们说说吧 我们好奇的都要死了 到底怎么回事 中谁有齐刷刷鄙视 不怪这么多谁有生气 细想一下也能理解 魔独三大家 是什么家族 不夸张地说 就是魔独商界的执牛而者 跺跺脚 这座数千万人城市 都要抖三抖的人物 别说三位老爷子 就是三大家里边随便出来的嫡系 都能牛掰到无以复家 可今天 三家人整整齐齐地 恭恭敬敬地 在门口迎接陈老爷子 动作都整齐滑衣 这怎么不让众多谁有兴奋 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大人物 竟然也低头了 也装孙子了 虽然不是给自己 但自己天天看陈老爷子直播 能算熟人吧 这不就有代入感了 越这么想 越想看在饭店里边发生了啥 以前接触不到的大人物 正在装孙子 太想看了 可偏偏 陈青没直播 都不知道 让多少人可惜遗憾的牙根痛 真就是开局一张照片 剩下的全靠想 陈青明白了这点 颇感无奈 兄弟们没啥看的 有钱人也是人 就和咱们自己家里聚会一样 长辈发发红包 送点小剑面礼 说点吉祥话啥的 真没啥稀奇的 不等他说完 身后传来了一道声音 可 小剑 你看他 这是今天你们让我保管的剑面礼 我都带回来了 你看看没少什么吧 于俊逸拖着一个行李箱的蹲地上 拉开了行李箱 推到了陈青面前 悄悄松了口气 别看他小有家产 可这个箱子要是弄丢了 卖了 他都赔不起 行李箱中 珠宝翡翠一大堆 最上面还有两尊小金佛 熠熠生辉 甭管懂不懂行 只要看到第一眼 心里只会有一个念头 都特么不便宜 全是宝贝 恰巧 直播镜头完美地拍到了箱子 下一刻 直播间炸了 卧槽槽槽槽槽 这就是主播你说的 送点小礼品 真你妈开眼了 这个箱子里的东西 最少得上千万吧 at藏宝阁 出来科普一下 价值几何 闪瞎了我的狗眼 太你马毫了吧 藏宝阁的老掌柜也坐不住了 差点闪了腰 乾隆吊坠 鼻纹金 百香红木珠 万家香火佛 都是三大家压香底的宝贝 他们不过了 最少也得七八个亿 这特么哪是给见面理 这是分家了 七八个亿 扶我一下 不行了 心脚痛犯了 快拿塑校救星完 我特么就算天天中五百万 也得中半年 才能比得上人家的见面理 酸了酸了 陈青头皮发炸 直播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尽量别炫富 不然很容易被封号 他悄悄冲后边摆了摆手 硬着头皮直播解释道 东西可能是稍微有点小贵重 不过我们也不是白拿的 我曾爷爷送回里了 说起来算是等价交换 嗯 这么一说 谁有我们心里平衡了点 陈老爷子一幅字 拍卖了十几个亿 他们都知道 要是等价交换一下 这还说得过去 不然主播平白得来这么一大笔钱 他们心里难受 只是 不等水友们发言 于俊一整理完礼物 垂垂腰站起来 又又又插话了 小青 我听说 你曾爷爷给三大家小辈的回礼 是一壶茶 你别说 那是什么茶 闻起来挺香 陈青和于小双自幼就熟 以前成天在于家待着 于俊一跟他也熟 说话也随意 陈青满脑袋黑线 欲哭无泪 干张着嘴 不知道说啥 果然 直播间又沸腾了 主播 你说的等价交换 就是一壶茶 请问 啥茶能值七八个亿 原谅我才输血浅 有钱人的世界 想象不到 价值个屁啊 市面上最贵的茶城 死了也就几十万 百万的都罕见 哪有值个七八个亿的 主播另类炫富 已举报 我错了 好好的泡面不香吗 我为啥非要打开直播 别说了 心痛的难以呼吸 主播 老爷子呢 我们要看老爷子 对对 快请老爷子出来吧 我们继续平复下心情 这时 陈玄悠悠然地下了楼 陈先生 于俊逸立刻站好 恭敬问道 嗯 过来坐吧 陈玄直接坐到沙发主位上 打亮了几眼这个中年人 眼中出现几缕笑意 我听说这些年 你没少照顾陈青 有心了 他清醒后 陈青陆陆续续给他说过 这些年的生活 一个孤儿生活肯定多有不义 可幸好很早就认识了于小双 这些年逢年过节 于家都会接他一起去过 于父于母对他 那是好的没话说 真正的事如己出 打心眼里 心疼这个可怜的孩子 他这些年唯一感受到的温暖 就是在于家 这件事 陈玄一直记着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才一直住在于家 这栋小别墅没搬出去 不然以他的身份 能没住的地方 只要说一句话 宋家庄园腾出来都没问题 宋家还得高兴得不行 啊 没有没有 俩丫都关系好 常在一起玩 我们没帮过什么 陈青从小就懂事 什么都不要我们的 生怕给我们添麻烦 于俊逸连忙说道 这话半真半假 帮过吗 暗地里多少肯定帮过 不过都是些小事 他不觉得有必要拿出来说 不然容易给人 诗恩图报的感觉 哎呀 于叔叔 你别谦虚嘛 找房租 办转学 吓唬骚扰我的小流氓什么的 不都是你和阿姨想着我啊 我其实一直都知道 陈青剑说到了自己 调整了下直播角度 也走了过来 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你这孩子说 这些干嘛 于俊逸 洋装恼怒的说道 只不过眼角的笑意 愈加明显 哼哼 好了 老夫此生从不欠人情 今天既然见到了 我给你两个选择了 陈玄淡淡开口 于俊逸顿时 屏住了呼吸 手心微微出汗 他清楚自己的机缘到了 接下来的话 可能会影响自己的一生 陈青和刚跑出来的于小双 也紧张地在一旁支棱起耳朵 第一个 你不是 有自己的生意吧 继续做下去 宋赵林三家 会全力地扶持你 大了不敢说 有个几年 做到他们那个地步 不算难事 哦 于俊逸口干舌燥 心跳突然加快 他是生意人 更能知道 三大家到底多么可怕 这几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家产最低 也在数百亿 家产 不是市值 做生意到那种地步 已经近乎接近了商人的巅峰 如果靠他自己 不能说完全没有希望 只能说机会飘渺 需要天时地利人 和大机缘俱全 可现在 他只要点点头 就必定能到那个级别 但是想想都血液沸腾 第 第二个呢 不知道为何 他并没有急着赢下来 而是声音嘶哑地继续问道 手紧紧钻紧 轻金直冒 第二个 陈玄似笑非笑道 第二个 我非但什么都不会给你 你还要关掉所有的生意 然后专心来给我做个司机 于俊逸沉默了 没急着说话 这个问题 实在是很难抉择 选第一个 从字面来看 无疑是最佳选择 声音做到三大家那种地步 绝对可以说一句 人中龙凤 处于社会的金字塔最顶尖 只要点到头 于家就发达了 辉煌百年不成问题 可是 真的如此吗 陈玄入世已经有段时间 而且因为 有陈青直播的原因 他做的许多事都不是秘密 有心人很容易就能查出来 不管是三大家对这位的态度 还是其本身玄妙的本领 无疑不说明这位的神奇 肯定不是寻常人 放下一切 来给这位做个司机 今后必定有大机缘 可是问题又回到了原点 选一必定飞黄腾达 选二充满了不确定性 那为什么不选一 不只是于俊逸在思考 直播间也议论纷纷 这还用想啊 要是我肯定选继续做公司啊 干个十年八年的 能到三大家的程度 有什么买不到的 我觉得也是 哎 你们说我现在去主播家 能让我也选不 你照顾过主播啊 这明显是老爷子的答谢 想什么没事呢 照顾过啊 我曾经给主播刷过 签到领的鱼丸 没事早点睡吧 梦里啥都有 我觉得还是选二好 你们也不想想 老爷子别的不说 一声鼓舞登峰造极 要是能血点 赚大了好不好 我选二 于俊逸 斩钉截铁的说道 双眼雪亮 没有丝毫犹豫 嗯 不后悔 陈璇都有些诧异 正眼看了看他 淡淡问道 能这么痛快地做出决定 有些魄力 于叔叔 爸 俩丫头在一边 也是忍不住喊出声 不用劝我了 于俊逸做出决定后 心里反倒是松了口气 洒脱道 我觉得选得没错 陈先生 您不是一般人 能跟随在您身边 是我的福气 至于生意 关就关掉吧 这些年为了赚几个钱 天天早出晚归 甚至疏忽了陪伴闺女 老婆也多有怨言 弄得家宅不合 放下也是好事 正好多陪陪家人 等过两年他嫁出去了 想陪也没机会了 爸 与小双嘴角一扁 差点哭出来 他心里有种感觉 老爹这么选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后边说的 好 既然决定了 就这样吧 你回去吧 明早来这 咱们去洛城 陈璇说完 悠悠然上了楼 宋 与两家 就是 他这次选定的随从 游戏 快要开始了 第二天 陈先生 岑爷爷 陈璇下楼 只见客厅中 站着数人 宋山河 于俊逸 陈青和于小双 这是昨天定好的人选 今天都要一起去洛城 走吧 陈璇吩咐一声 宋山河急忙起身去开门 恭敬请老爷子先走 车已经在门外备好 陈璇刚出门 突然停下了脚步 院门口有位中年人在守着 眼睛炯炯有神 动作也十分干练 陈先生好 宋义急忙问候 陈璇昨天与他聊过两句 就是让他通知的宋海平 自己要去贺寿 还说过 让他好好看几年门 叫什么名字 宋义 中年人陈生说完 不敢多话 陈璇转身 看向宋山河 是你们家的人 宋山河不愧为精英 立刻听懂了老爷子的话 我爷爷当年收养的 是宋家的嫡系 学过舞 明知道 大家族都要培养一些人 他还送入特战队 培养过几年 做事很稳重 解释一句后 立刻冷声道 宋义 从今天开始 你和宋家再没有任何关系 今天管家 会过来在紫苑买栋别墅 算是宋家 给你这些年的报酬 从今天开始 敢敢和宋家任何人私下联系 你明白后果 我说的是任何人 包括我 或者我爷爷 记住了吗 这番话 让陈璇都稍感意外 宋海平当年傻愣愣的 倒是培养出来的好孙子 看出了自己想收下这人 办事很有魄力 紫苑的别墅便宜的 也要三五千万 直接送出手 这算是两清了 心思算是缜密 瞥见陈璇嘴角微微翘起 宋山河暗自高兴 宋义依旧面无表情 是 陈璇从身上拿出个小册子 丢给宋义 武情谢 你自己练 等我回来 要看你学会了多少 说完 不等回答 直接上车 很快这辆改装的特制车 扬沉而去 宋义帆看了几言小册子 越看越兴奋 纵然在沉稳的性子 此时也按捺不住的 想要吼上几嗓子 这是密点 按书上所说 练成两世 就能成就先天 哄 铁塔般的汉子 如同推金山岛屿柱般跪下 冲着车离去的方向 重重刻了三个响头 岑爷爷 您是要打算收他当徒弟吗 陈青从后视镜看到刚才的一幕 暗自扎了扎舌 笑眯眯问道 看他的机缘吧 现在还远远不够格 陈玄解释了一句 于俊义安心开车 宋山河也不敢搭话 反倒是一直觉得 陈玄和蔼可亲的俩丫头 没那么多顾忌 想问啥就直接问 陈爷爷 您还没说 咱们去洛城参加谁的葬礼呢 是您的朋友吗 算朋友吧 陈玄笑道 他还没死呢 还吊着口气 得等看到我才会死 我不道 他舍不得去死 曾爷爷 您又逗我们 生死那还能等啊 俩丫头杂杂呼呼地说道 于俊义也当是个玩笑话 唯独宋山河心中一领 抿了抿嘴唇 不知道为何 他就觉得是真的 这段时间和陈老爷子接触越多 他越觉得深不可测 这位老祖宗 到底有多厉害他不知道 但他相信一点 自己看到的 甚至爷爷看到的 恐怕都是冰山一角 越接触 越觉得惶恐 此刻陈青在曾爷爷同意后 也打开了直播 因为这次他与陈玄都坐在后排 所以水友们也难得的近距离见到了老爷子一次 好家伙 以前还没注意 老爷子的皮肤真细腻啊 主播帮我问问 老爷子用的啥化妆品 这是在车上 对对 我给忘了 好像老爷子有朋友过世了是吧 姐 生老病死 谁都避免不了 这世界没有不死的人 关于老爷子的朋友 只有我比较好奇吗 我总觉得 老爷子是小说中的仙人 没人配做他朋友才对 好奇加一 主播帮着问问啊 陈青见众多水友都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不由的也被勾起了好奇心 曾爷爷 您这个朋友什么样啊 您给我们讲讲啊 大家都对能成为您朋友的人好奇 陈青哀求道 哈哈 好 那我就说说 陈玄虚眯起双眼 思绪回到过去 见陈玄进入了故事状态 车里的人纷纷竖起了耳朵 直播间的人也是如此 越了解陈玄 越能感受到她的神秘 让人忍不住想窥探一下她的过去 想看看到底是何等的经历 才能造就出如此的人物 记得那是八十多年前的一个四月 我陪你曾奶奶去洛城赏花 有一日 我们闲逛中到了一处集市 集市乏善可陈 没什么能说的 无非就是来回多受货物的商贩 可是 那个小集市 有个奇景 你们猜猜是什么 陈玄笑呵呵的卖了个关子 这奶能猜得到 其他几人皆摇了摇头 陈玄 那座集市的西南角上 有个少年疯子 饿了就讨一些剩饭剩菜吃 困了窝在街角睡 其余的时间 全在一个人下棋 围棋 你们说怪不怪 围棋 说到这 几人都觉得有些不对了 陈青醋眉 年龄不大的小乞丐 什么都不干 天天下围棋 是不太正常 那个年代认识字的人都很少 更别说下围棋的 就是现在 会像棋的倒是不守 懂围棋的多不多 是啊 而且能下围棋 最低也是上过学 可上过 学又怎么会乞讨 处处充满古怪 不过也可能是瞎走的吧 就当无子棋完 于小双也煞有其事地分析 陈玄点头 自顾自地说道 当时我也是好奇 就去看了看 一看之下 大为吃惊 此人竟是在 算了 其他的多说无意 反正你们知道 那个人很有意思就行了 话题到此结束 陈玄似乎是有什么顾虑 没继续说下去 车里的人傻眼 紧接着气得牙痒痒 那人竟然是在干啥 讲故事讲一半 太过分了吧 直播间也是闹腾腾的 我家老人也说过 那个年代兵荒马乱的 是有很多奇人 老爷子见到的这个准是一位 只是这个奇人 当时究竟在干啥 老爷子是在逗我们玩吧 一定是 要不怎么卡得这么好 太疲了啊 鬼求宿更 明老人家但是说完啊 不然我这一天 心里都得放不下了 陈玄碧眼假妹 懒得再理会他们 顺着刚才的话题继续回忆 不由得有些感慨 世界之大 无其不由 那个疯子少年 竟然在以为其推演选法 选法 或者说 宣法真的存在吗 真的有 不然陈玄如何能长生不死 他所修炼的十世涅槃法 就当归属于仙法 也正是凭借此功法 方可自远古活到现在 这仙法 也是陈玄最大的秘密 过往万年 从没给任何人吐露过 无论是妻子 后辈或弟子 宁可眼睁睁看着他们老死 也绝不传授给任何人 这世界上 长生者有一个就够了 再多 会出现可怕的事 可是那个疯子 不知为何知道仙法的存在 竟疯狂到以棋盘窥视天机 妄图推算出真正的仙法 陈玄初看的那盘棋的时候 还尚未在意 可只瞥了一眼 就大为吃惊 棋盘上横竖各十九道 包含天罗万象 那人竟然已经隐隐推算出了 仙法所蕴含的道理 极为神奇 当然 距离推算出完善的 可修炼的仙法 还十分遥远 但已经可以 堪称是出窥门禁 路是对的 只要给他时间 将来未必不可见的真经 当时 陈玄心情复杂之下 盘棋坐在那疯子对面 是白棋为他点误了一番 眼见那人明白 仙法脉落后方才离去 心中既是感叹 又是可惜 感叹的是 时间竟然真有这等奇人 能从零推演仙法 资质堪称旷古朔金 若是在远古时代出现 未必不能与仙神并列 可惜的是 他生错了年代 如今早已末法 除了自己这个 依靠仙法大成者 还活跃的长生者外 世间再无任何修士存在 也无人可在修炼 莫说修者 就连传承古武之人 都已少之又少 那疯子一代 傲视天下的资质悟性 也只能白白蹉跎 可悲可叹 世间不出天骄可惜 但生错了年代的天骄 更可悲 落成 一座青山之下 有座小屋 屋外简单地用篱笆围起来 养了一些鸡鸭 院内一角 还有块菜田 这里本应是清静之地 可今天却被无数 熙熙攘攘的人围着 都在目光担忧地 看着紧闭的房门 听说里边的人快不行了 他们都是来送行的 此处是落成有名的田善人家 这些年受过他恩惠的人 不知反几 这位田善人 自从某年发迹后 修桥补路 资助贫困老人幼儿 开办善学 为孤寡老人送温暖 整整做了一辈子 做一件好事容易 难得是一直做善事 可这位就生生做了一辈子 常年生活在落成的人 都听说过他 提起皆是敬佩 哎 上个月我还见田老亲自插秧呢 这怎么就好端端地说 不行就不行了 呜 田爷真的要死了吗 田老不是凡人 来下凡事杜劫的神仙 现在功德圆满 要重新回天上去了 嘿 我黑虎这辈子没服过谁 但对这位 是真心敬佩 都安静点 田老正在给那些人交到后事 谁在屋子里守着呢 还能是谁 就是那些达官权贵呗 他们可一心想 跟着田老修炼 这不见人要死了 也不甘心吗 泽泽 都说田老是有修为的人 我以为是杜撰出来的 难道传言是真的呀 嗨嗨 小道消息啊 田老这些年修桥补路 做善事的钱 都是找那些有钱人拿的 说是早年田老路过一手宪法 唬住了那些那些人 屋内 没有任何电器 点的还是油灯 因为房门紧闭 所以显得有些昏暗 十来个人围在床榻边 看着床上气息微弱的老人 这些人中 有三个一看 就是为高权重的 应该就是外面人说的 落成权贵 可剩下人的人 竟然全都是鼓舞高手 一个个眼睛闪烁金光 如果有董祥的人 在这得吓一跳 这小小的一间屋子里 竟然有六七个六十镜的高人 乖乖 这真唬人 鼓舞分断四肢 断躯干 成六十 先天 宗师五镜 宗师镜不说 因为没任何证据表明 世界上出过宗师高人 甚至绝大多数鼓舞者认为 这个境界是先人的一种愿望 不可能真的存在 剩下的四镜中 先天也是凤毛麟角 可能只在下国中心的 红墙大院里 有几尊镇国之宝 所以明面上说 六十镜就已经是鼓舞的巅峰 放在哪都是鼎鼎大名的存在 这类人甚至能看成新人类 要是没有束缚放开了手脚 一个人格杀百人军队不成问题 强悍得一塌糊涂 按理来说 六十镜强者都会被注册登记 且被军部邀请进去 活跃在外的很少 但这里就是 有突然冒出来的六七个 说为可怕 不过更恐怖的是 这六七个人 竟然全都恭恭敬敬地 被踏上老者称呼 师父 田安费劲地抬了抬手 一旁的弟子急忙将他扶起来 在后背垫上靠背 如此 老人才舒了口气 他望着三位达官权贵笑笑 有气无力道 你们这些年 被我敲了那么多钱 是否恨我 哈哈 现在我快死了 我猜你们总要松口气了吧 三位权贵一脸的漆黑 抿着嘴没说话 任谁家被敲诈几十年 都不会痛快 无学不来风 方间的传闻有真有假 但多多少少都有真实的影子 田大善人这些年 做慈善用的钱 确实是他们的没错 但不是因为他们 仰慕田安的风采 自愿给的 完全是被勒索出来的 而且还不是抢一次 近乎持续了几十年 这些年 他们几家就和 新秦的小蜜蜂一样 摊点油水 就给这位送来 田安急促喘息了两口 自古以来 流水的关 铁打的力 你们三家盘踞落成 贪了多少钱 土出点来正好 要不是看你们 除了贪点财 其他的还算未冥想 我能容你们活着 记住了 你们再落成一天 我办的善堂和学校钱 就不能断 不然 老人眼中闪过一丝寒光 三位权贵浑身一个颤抖 急忙硬下 这位是要死了 但人家还有好几个徒弟在 没人想试试看 自己能不能在六十高手的刺杀下挺住 交代完 田安看向自己几个徒弟 此时他的状态已经极为不好 脸上泛起灰白 眼皮都忍不住向下搭了 师傅 他勉强地抬抬手 让众人听自己说 田安 我能教的 都 都交给你们了 将来 你们 能不能进 先天 也要看你们的命数 记住 不可以五胡作非为 不然 不然 共诛之 这番话说完 田安似乎用尽了最后的力气 赫赫喘息 看起来难受至极 田一身为大徒弟 看不得师傅这模样 攥住老人的手 颤抖道 师傅 您说的 我们都记住了 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想走 就走吧 别熬了 他竟然再劝自己师傅死 可其他徒弟皆是抹泪 却没人反对 几人都知道 师傅早已经到了游进登窟的时候 如今完全是凭借先天之功硬称 每一秒都如刮骨剃肉般难熬 死 反而是种解脱 我在等 等他 他一定会来 田安意识已经近乎模糊 喃喃自语 大师兄 师傅在等谁 七妹年纪最小 如今才二十出头 泪眼模糊地问道 田一沉默片刻 道 当年有人在师傅十六岁的时候 和师傅下了一盘棋 师傅应该是在等他 那人叫什么 在哪 不行 我们去找吧 嗯 师傅这个样 太难受了 田一摇摇头 师傅说过 当年他与那人在集市相遇 看样子像是来落城玩的游客 两人只下了一盘棋 没说过半句话 所以不知道那人的任何信息 其他人都愣住了 就算是三家权贵 都有人忍不住嘀咕道 人家不可能来吧 而且八十年前的事 那人还活着没活着都不知道 其他人也都是这个心思 不知道 等吧 就在这时 床上的田安突然又睁开了眼睛 精神竟然好了许多 双眼炯炯的盯着房门 只 众人急忙看过去 只见门口 不知道何时 有几人竟然已经走了进来 背靠阳光 光芒万丈 来的自然是陈玄一行人 陈玄与田安目光交错 似有千言万语 却都没说一句话 犹如当年 田安用力地挪动脖子 用下巴点了点自己的几个徒弟 陈玄稍作犹豫 点头印下 临死之人的求情 答应罢了 至此 田安合上双目 师父 下一秒 哀乐奏起 响彻天空 外边围观的人群 更是呼啦啦地跪下 宋田大善人最后一程 陈玄望着这个道死 也没交谈过 半句的良友 心中也略微有些沉闷 他活了上万年 见识过无数的天骄 如过江之际 其中有人能一扫路河 蔑视世间 有人能被六国相应 笑谈间影响天下新王 有人可用千军万马 猎土封侯 有人用千娇百媚 不负风流 但 那些人在他眼中 皆是俗人而已 追的是世间富贵 求的是天下权势 不过而尔 唯独这位 一心寻大道 可与自己称为同道中人 道友 如何不是有 这无关于权势 身份 地位 而是思想上的共鸣 陈青和于小双 分别陪在陈玄左右 眼见老爷子有些伤感 想找个话题 分散下老人注意力 岑爷爷 这个田爷爷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他呀 是个有趣的人 此时 葬礼开始举行 台上有人在永送田安的一生 不是他的弟子 也不是达官权贵 而是一群受过他照顾的孩子 税嫩的声音不断响起 田爷爷告诉我们 天行剑 君子已自强不息 帝是昆 君子已厚德载物 您说过 精神是生命的延续 我们不会忘记您 永远也不会 直播间也刷出了密密麻麻的弹幕 没想到是田老 泪目 我是落成人 没想到田爷爷竟然没了 主播劝劝老爷子 节哀 是啊 老爷子年龄大了 千万别伤心过多 看过了 就回去吧 注意身体 陈青也觉得 谁有说的有道理 老爷子年龄这么大 千万别出什么问题 岑爷爷 要不咱们先走吧 是啊 既然您和田爷爷隐为知己 他一定也不想让您伤心的 俩丫头在一旁劝道 陈玄摆摆手 道 我没事 不用担心 只是 现在还不能走啊 事还没办完 不等众人疑惑 陈玄迈步走上前 哄 手上用力 直接一掌拍开了棺材 棺材盖 都打飞了 刚刚被抬进去的 田安静静闭目 躺在其中 曾爷爷 师父 你干嘛 周围人全都猛了 这是什么深仇大怨 人死了 也得把人家棺材盖打飞 丧心病狂 此刻 别说田安的七个弟子 就是周围的百姓 也全都怒了 不断嚷嚷着 把这老家伙送去报官 唯独三个权贵 差点笑出声来 太爽了吧 这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事 直播间里 也是想起成片成片的卧槽 不明白老爷子发什么疯 陈青和于小双见此 也傻了 一左一右地 抱着陈玄的胳膊 警惕地盯着愤怒人群 手脚冰凉 好胆 你想死 田安的几个弟子 怒目而逝 要不是因为 此人乃师父苦苦等待之人 早就动手了 田一拦下他们 疑惑地看向陈玄 他不相信这位奇人 特意来此 就是杂官的 陈玄没搭理任何人 注视着官中尸体 突然大笑出声 时光匆匆 能被老夫认可的人不多 你且算一个 今日我送你一程 道友 你若有来生 愿可践行大道 得偿夙愿 贺来 话落 仰开双臂 不等周围人惊讶 天上突然头下一阵的阴影 我的妈呀 陈青疑惑抬头 然后人都傻了 愣愣地举着手机 不知道该说啥 不只是他 全场万类俱计 无一人敢吭声 直播间也不见一条弹幕 凡是目睹到现场的 全都犹如被掐住了嗓子 天上 数不清的白顶黑警的丹顶鹤飞来 密密麻麻地 犹如头下了一片阴云 围绕着棺木盘旋 这场景堪称梦幻 无人敢说话 生怕打扰了这一幕 丹顶鹤不时地发出阵振哀鸣 齐音闻着伤心 似是在为侍者哀悼 两久后 丹顶鹤自下而上地排成鹤桥 这才稀去 像是接到了某道灵魂 直到此时 周围人群彻底炸了 卧槽 驾鹤西去 驾鹤西去 我的天哪 我这是做梦了吗 刚才吓死我了 都不敢吭声 那人是谁 一句话能让动物听话 神仙吗 这死得真有拍面 我死的时候 要是有这场景 没准能笑醒了 做完这一切 陈寻摇头离开 宋别这位固有后 此世间再无一人可露他眼了 田安的七个弟子恭敬跪拜 他们自然是已经知道 这位绝对是和师父一个等级的强者 最低也要是先天 甚至是传说中的宗师也不无可能 不然 何以一眼引来贺桥 太梦幻了 宋山和 于俊逸 陈青 于小双 也只会傻愣愣地跟着 不时侧头看一眼老爷子 还没缓过进来 不怪他们猛圈 主要是这场面 谁看谁猛 直播间里 也充满了诡异的气氛 嗯 虽然我知道老爷子很神奇 但是 这有点太假了吧 呼 难以置信 我现在就想问一句 现在还有人质疑 老爷子有修为吗 没了没了 我以后看老爷子的直播跪着看 别劝我站起来 我不配 太吓人了 手脚冰凉 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不知道 想想都觉得有大恐怖 这画面 比什么黑人抬官牛太多了 我特么看得泪目 田老是个奇人 陈老爷子更奇 上车后 不理会直播间的弹幕 陈玄看向宋山河 去把地址给他们 让他们办完事去找我 这事儿 是田安林死前的请求 田安林了 还是放心不下 想让自己的弟子 看看更高的风景 陈玄刚刚印下了 既然如此 那就给他们个机会 至于他们能不能把握住 那就看他们自己了 是 宋山河从不多嘴 点头印下后 快速撕下一张纸 刷刷刷写上地址 交给了宋行的甜意 葬礼办完 送别宾客后 田氏妻子 聚在师父的小屋内 每个人都压着一肚子的好奇 白天的突然出现的老人 一看就不简单 更别说引来了贺桥 谁能不在意 大师兄 那老先生怎么说 田宇疑惑问道 他排行第七 年龄也最小 也是田安的关门弟子 田一挥挥手势 意众人别急 打开手里的纸条 魔都 子愿 七号愿 这应该是那位老先生的地址 田一思索一番 陈生道 你们应该看到 最后师父的动作了吧 我猜 应该是想恳请那位老先生教导我们 老先生也是同意了 所以才给我们留个地址 师弟师妹们 你们自己做决定吧 众人沉默下来 都没急着说话 暗自思考 他们七人都是孤儿 自从被师父收养后 一直在这青山上习武 就算年龄大了 也是听从师命 在洛城做一些义工 可以说 别看这些人 都是一身本事 但从未见过世间繁华 现在师父死了 以后各自的路怎么走 终究要看自己决定 噼里啪啦 油灯不时爆出火花 昏暗的灯光 也映射得众人脸庞阴暗不定 片刻后 老二田安最先开口 我不去了 我已经答应了钱将军 要去西南当兵 大丈夫事儿一场 总要轰轰烈烈 田是妻子 有六个六十高手 唯独最小的田羽钢断驱干不久 这是块肥肉 要说官方不知道 肯定是不可能 无非也就是以前 顾忌田安这位先天高人 不敢轻易得罪 可私下早就有过联系 田一点点头 同意 见此 其他人也七嘴八舌地开口 我也不去了 我要去帝多 马氏财团找过我了 我去深城几年 六十就到头了 师父何等人才 也磨了几十年才入先天 我是没希望了 接下来想四处走走 没一会 除了田一和田羽外 其他人都想好了去处 我打算去找这位老先生 七师妹 你呢 我 我跟这大师兄 你一起吧 聚会结散 人影离去 这大概也是田氏妻子 最后一次聚集 田安修道天资恐怖 练武也天赋卓绝 但看人就一般了 遵从他遗愿的 只有两人 当然 这或许是他早就猜到的 也未可知 谁说的好呢 帝都 某条不起眼的胡同 被层层警戒 堪称三步一人 五步一岗 细看更能让人惊骇 此处的守卫 竟然全都是鼓舞高手 其中不乏六十进的强者 最里边的院子里 石桌上坐了四位老人 这四人正是下国的定海神针 几个各自拿着平板 再看一段视频 越看院子里的氛围越是沉重 好办上 才有人开口 一句话引先贺搭桥 这到底是什么手段 黄良忍不住感叹道 本以为五之一道 咱们已经练到了顶点 没想到天外有人 长见识了 咚咚 另一旁的老人敲了敲桌子 就没道 咱们现在 要想的是怎么处理 那位这次出山 做事过了 跑进来的雇佣兵 杀了也就杀了 可赵承业也直接给杀了 可还将这个国家放在眼里 其他几人沉默 作为强大的国家机器 要说对境内某些恐怖的人 没丝毫了解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从古至今的各个皇朝 都有秘荡存在 这片神秘的土地上 无论哪个政权执政 查阅秘荡 都会发现一个人的身影 陈玄 可 老刘 说话别这么绝对 赵承业怎么死的 咱们也没查清楚 不等他说完 刘老直接冷哼道 不管是不是 他都敢这么做 必须想办法能约束他才行 不然他下次出手怎么办 这个国家 任何人都不能无视法律 这是底线 此话一出 几人都有些头疼 道理是这个道理 可该怎么做 那位做不更明行不改信 贯穿于各朝代的历史 是真正的神仙人物 真以为以前历朝历代的皇帝 没想过从人家嘴里 知道长生的秘密 可结果呢 许多鼎盛的皇朝 莫名其妙地没了 人家还活得好好的 里边的细节 想想都让人慌 就算换到科技进步的现代 真就能十拿九稳地干得过 先别说行不行 就算行 难不成在境内玩和平事件 不现实 黄粮愁愁道 别激进行事 那位到底有多强大 咱们还不知道 万一贸然激怒他 后果难料 而且我是这么看的 从他肯去摩大讲课来看 大体上还是善意的 当案里也没说他做过什么天怒人怨的事 我看 不行 咱们先试着接触接触 聊聊看再说 这是老成持重的想法 其他几人都是同意 我看行 那位过去 也与很多皇朝有联系 没道理会排斥我们 是该先接触一下 不错 去的人身份不能低了 不然没资格对话 我看老黄亲自去吧 对 老黄提出来的 肯定是早有想法 就你去吧 别人我们也不放心 好 黄粮脸皮抖动一阵 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要去接触那等人物 他也有点发虚 一日 紫愿七号愿 陈玄躺在太师椅上 正在听着宋山河汇报 老祖宗 这段时间通过我们宋家 有三个势力投来了拜帖 分别是港城的渡家 澳洲的楚家 以及帝都的皇家 这三家都希望能来拜访您 说这话的时候 宋山河腿肚子都在发展 在魔都这地界 宋家可谓是虎聚龙盘 无人可敢小看 尤其是在金融领域 更有巨大的能量 可是 也就仅此而已 如果将眼界放到全国甚至全世界 宋家时再是排不上名号 跟那一群大佬相比 他们宋家就在狼群里的小绵羊一样 上面提到的三家势力 都是真正的巨恶 港城渡家 这是名声最大的一家 甚至大部分普通人都知道 只因这家的创始人 是曾经的魔都皇帝杜月恒 渡家在建国前的时代 有多恐怖就不用多说了 单说他们家移居港城之时 传言运送黄金的船都用了七艘 时至今日 杜家依旧在许多领域 有非常大的能量 尤其是一些世界的阴暗面 如港城的自投 台城的竹联邦等 都拥有摩大的话语权 与其相比 澳洲的楚家丝毫不予多让 楚家据说是明清时代 一句的夏国人创建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 近乎控股了全世界的夏侨势力 楚家有钱还是一方面 但真正让人惧怕的是 他们在多国都扶持有军阀 东南亚 中东 非洲等冲突背后 常常能隐约见到楚家的影子 黑的透彻 黑的纯正 至于最后一家 黄家 不用多介绍任何东西 只要知道 这家目前住在帝都某条胡同就行 嗯 陈玄眯着眼甲妹片刻 道 杜家先不见 以前杜月恒伺候过我几天 不过人都死了 就别让他后人来烦我了 楚家 哼 他们是怕了 怕我找他们算账 让他们滚 老夫懒得动 但过段时日 会有人去讨说法 黄家 约个时间吧 宋山和恭敬退下 就在这时 陈青背着包 举着手里走了出来 明显是正在直播 等看到院子里的老爷子 挥挥手喊道 岑爷爷 我今天约了朋友 出去玩啊 去吧 等等 过来过来 陈玄突然将他喊住 定睛望去 只见陈青眉宇间 隐隐有股黑气 这是眉韵缠身的表现 岑爷爷 怎么了呀 陈玄手指在茶碗里沾了一下 轻轻点在他眉心 这才满意道 行了 去吧 陈青一脸的猛 这突然 把自己叫过来点一下 不问清楚 好奇心不得爆炸 他凑到陈玄背后 轻轻帮着揉捏肩膀 乖巧地问道 岑爷爷 您刚才那是干嘛呢 给我说说呗 没啥事 我看你今天有没孕 帮你遮挡了一下 哗 都不等陈青说话 直播间水友先按捺不住 不吃 笑死我了 老爷子的业务 这是又扩展了吗 看阴阳 断疾胸 哈哈 多才多艺的老爷子 会得有一点多 我只能大乎666 倒霉了 用茶水沾一下眉心就好了吗 一天一个生活小妙招 喂 你们不是认真的吧 这明显是老爷子 在逗主播好吧 M 不好说 我也判断不出来真假 主要是老爷子实在有点悬 他说啥我都信 虽然 但是 连眉运都能看出来 还能改 也太挑战科学观了 兄弟 你竟然在这直播间讲科学观 啊 不管直播 陈清真吓了一跳 手下意识想去摸摸眉心 可抬起来 又不敢去摸了 不比隔三差五观看直播的谁有 他现在可是老爷子的忠实粉丝 信得不行 主要是这段时间 见识那么多神奇的事 想不信都难 没运这东西 别人说一定是装神弄鬼 可老爷子说 十有八九是真的 他想了想 咬牙道 那算了 我今天不出门 道路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 比起出去玩 此时明显更适合从心 陈清向来不是喜欢挑战刺激的人 去去去 陈玄一听 反倒是嫌弃的哄他 年纪轻轻的 天天在家干吗 想去哪就去了 随便去玩 不用担心没运 我说没事就没事 哼 小丫头骗子 这是不相信自己 别说小小的没运 自己出手 就是没神来了 又能如何 也得趴着 呃 那好吧 岑爷爷我走了 中午你按时吃饭 陈清见状 忧心忡忡地离开了家门 岑爷爷说 没事了 应该是真没事了 算了 还是去吧 今天是上次刚认识的三大家的年轻一代 约自己去玩 答应了不去 也确实不好 门外 已经有车在等他 很快风驰而去 一辆彪悍的汉马行驶在路上 开如此霸气车的人 却是个娇小的小美女 颇有些美女与野兽的即逝感 充满别样的风味 宋山玉嘴里嚼着口香糖 笑嘻嘻重复驾驶位置的陈清笑道 二哥他们 还有几个长一起玩的朋友 在饭店等咱们呢 咱们直接过去就行 不过 清姐 今天咱们这些小辈聚会 你怎么看起来不开心啊 宋山玉是宋家第三代的老四 也是最小的一个 年龄比陈清还要小一岁 性子也是一向活泼开朗 自从上次聚会后 短短的几天时间 已经和陈清混得颇熟 此次聚会也是他传的局 一提起这个 陈清惆怅地摇了摇头 无奈说道 哎 别提了 刚到我出门的时候 曾爷爷把我叫住了 说是我今天有没孕 当下 他一五一十地 将刚才的事讲了一遍 越说心里越是忐忑 别人不清楚曾爷爷爷的玄妙 他这个天天守着的人 能不知道吗 就算现在有人给他说 他曾爷爷是神仙都不会怀疑 这段时间 一桩桩的神奇事 都是发生在他的眼前 想不幸都难 现在老爷子说 自己要倒霉 那十有八九的 就是真的 虽然老爷子说 没孕被挡住了绝对安全 可谁能真完全放下心啊 运气这东西完全说不好 运气好的 有随便买个彩票中 几亿大奖的 可也有倒霉的 喝口凉水都能枪死 他心里不清楚 自己这个倒霉 会到什么程度 嗨 反倒是宋山玉 听完满不在乎 随手将窗户打开 让凉风吹进来 发丝飘扬 本科专业就是考古的他 对这些神神秘秘的事 向来不敢冒 亲姐 咱们可都是生在新下国 长在红旗下的新时代青年 你不会真信 这些神神叨叨的事吧 要我说你就放宽心 该吃吃该喝喝 想咋玩咋玩 在意这些东西干吗 都是唬人的 你们家老祖宗 当年大有来头我知道 要不然我爷爷 也不至于崇拜到 那个夸张的地步 可要说老祖宗 连神神鬼鬼的事 都全知全能 太假了吧 此言一出 陈青笑笑也不解释 强行收拾了一下情绪 附和两句 自己心里信就完了 没必要让其他人也信 既然决定出来完了 还是别打扰大家兴致的好 略过这个话题 很快 两人来到饭店 聚会的地点 还是和平饭庄 饭店门口 已经有几个人在等着 人不多 只有三男一女 全都是衣冠楚楚 相貌堂堂 陈青看了一眼后 略微有些诧异 除了宋家老二宋山行 赵家大公子赵子祥 林家大小姐林子一外 还有一个他意想不到的人 被广大网友 称呼为国民老公的 王思忠也来了 宋山玉一边拉着他过去 一边乐呵呵解释道 嘿嘿 王大少天天和我们混一块 这次正好 他在我二哥家 死皮赖脸的 就一块过来了 你不会介意吧 啊 没事 正好认识新朋友吗 陈青心里知道 这是三大家的小辈 想帮自己扩展人脉 笑笑也没说破 反正以后生活在这地界 多认识些人 也没坏处 小萝卜头 你又说我话话呢 王大少可丝毫不见外 逗了宋山玉一句后 礼貌地给陈青打招呼 大主播 你好 早就想认识你了 正好今天见到了 本人郑重声明 千万别听宋山玉瞎说 我只是在网上说话 有些嚣张 现实里 可是是很稳重的人 嘻嘻闹闹的 几人开几个小玩笑 也就没了刚见面的生疏感 说到底 终究是同龄人 这时 几人也进了饭店 王大少还是很会做人的 抢着掏出了自己的会员卡 意思是 挂自己的账 那是张浅黄色的流金卡片 看起来就尊贵非凡 只是 他的卡被前台轻轻退了回来 王先生不好意思 今天普通包间已满 很遗憾您今天不能在这里就餐 这情况 可真出乎王大少的预料了 一般只有顶级宴请 才来和平饭庄 这很少有坐满的时候 没想到今天就让自己赶上了 这下尴尬了 说来和平饭庄吃 也是自己定的 就是为了给陈青留下个好印象 这要是吃不了 颜面何存 关于陈青具体的身份 他知道的不是很清楚 三大家都忌讳的不肯多说 但老爹特意提醒过他 陈家绝对不简单 能混到一块 会对自己家有大帮助 想到这里 他悄悄看了一眼后边几人 感觉脸上挂不住 低声道 我现在家前 能不能占个包间 前台小姐只是微笑地看着他 并未说话 王大少也反应过来 阿妈自己傻了 这地方可不是自己常去玩的夜长酒吧 有钱想干啥就干啥 和平饭装背景大的吓人 别说自己 就算老爹来了也 得讲这里的规律 无奈 碰了一鼻子灰 几位 这满了 不行 咱们换个店 他故意装作说的满不在乎 算了 就在这吧 一大上午的就开车折腾 估计都饿了 有钱人好啥 好面 宋山醒比起他大哥宋山河 就差得太远了 这时候见王大少吃了饼 他竟然有了表现欲望 迫不及待地想给陈青刷刷印象分 走 行吧 王大少撇了撇嘴 混不在意地说道 反倒是陈青 刚才隐隐听到了前台小姐的话 浅笑道 要不算了 咱们去外边随便吃点就行 不用这么麻烦的 前天来这里贺寿 通过网友的弹幕 他可知道了和平饭装的地位 陈青自觉地知道自己这些人 可没老一辈的面子 可惜 良言难劝该尴尬的鬼 宋山行耿着脖子就走了过去 不用 不麻烦 很快就好 稍等一下 不过几分钟 他去了 他又回来了 脸上一块青一块白 念念道 嗨嗨 今天课满 人家没位子了 普通会员排不上 你们谁有高级会员吗 宋山玉翻了个漂亮的白眼 咱们能在这 混个普通会员 都是给人家给爷爷面子了 靠咱们 自己这些混吃等死的废物 普通的都没资格拿 还想高级的会员 做什么美梦呢 王大少 赵子祥 宋山行 都一脸大写的尴尬 这话说的可太直白了 暗暗埋怨宋山玉说话不过脑子 陈青还在这呢 就不能伪晚点说 宋山玉说完 眼珠突然一翻 想起了前天老掌柜 给陈老爷子下跪的事 青姐 你有这的高级会员吗 陈青摇了摇头 这太高级了 我都没怎么来过 这 就前天给宋爷爷贺寿来了一次 哪来的会员啊 可 要不咱们走吧 在这挡着人家门口不太好吧 几人的脸都是微微抽搐 默默地转身向外走 几位大公子刚刚还指点江山 言语间貌似魔独 没他们摆不平的事 万万没想到 这么快就打脸了 几人眼神迅速地交流了一下 今天这事谁都别谁出去 吃饭没吃成被赶出来了 太丢人了 我还怕你们往外说 千万保密 就在这时 身后突然有人将他们叫住 陈小姐 哎呀 陈小姐真是你啊 我还以为我看错了 一个面容精明的中年人 快步走了过来 脸上笑出了一朵花 笑淫淫地看着陈青 来的人陈青认识 正是和平饭庄的总经理 姓孙 前天这位孙经理 跟在老掌柜身边 他见过一次 可并未说过话 没想到 人家竟然记住了自己的名字 孙经理你好 陈小姐你好 你们这是吃完了 陈青略微有些尴尬地摇了摇头 没有 我们本来打算来吃饭 不过 我这几位朋友 只有普通会员卡 预约不上位置 咔嚓 几位富家子富家女 默默地扭过头 丢人 请人来着吃饭 结果预约不上号 要多尴尬 就有多尴尬 心里就像住了一万头草泥马 陈小姐 您这是什么话 老董事长早就交代过了 和平饭庄就是您家的食堂 您想来随时都可以 哪里还用得上预约 来来来 这边请 啊 还是不用了 太麻烦您了吧 您千万不能走 不然老掌柜的 一定朝我犹豫 陈小姐 请您一定体谅一下 如此 几人又被孙经理 给连拉带拽的请了回来 还直接上到了二楼 最关键的是 全程都不用服务员 孙经理亲自忙前忙后的帮着点菜 等到终于安排妥当一切 这才攻身下去 这一幕 可就真唬住了王大少 他眼神忍不住的往陈青身上飘 好家伙 虽然老爹说过 陈家不简单 但没想到不简单到了这个地步 这是有多大的背景 别看刚才孙经理一个劲的点头哈腰 可那家伙不是个简单的角色 换个人 想见人家一面都得提前预约 没看全程都没搭理自己几个人吗 也确实不用搭理 换成老爹过来 可能还有机会说上两句话 可也就仅此而已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话题也就慢慢被打开了 王大少再也按捺不住心里的疑惑 半真半假地打去问道 陈青 你还没说 你家到底是做什么呀 我问他们几个 也神神秘秘地不说 你偷偷给我透露透露 你家不会有体制内的大人物吧 哈 陈青知道他误会了 笑道 他们没跟你说吗 我就是个小主播 以前完全是小透明 今年才有了些名气 至于家里更没有大官 最大的官可能就是我自己 我上学时候当过国旗手 眼见王大少不太相信 他认真解释道 我说的是真的 我其实是个孤儿 家里除了我之外 只有个一百多岁的曾爷爷 没其他亲人了 嗯 这可真让王大少弄不明白了 一个没权没势的小主播 能有这么大的能量 别的不说 三大家的继承人都在这巴结 自己又不是眼下 这段时间 他一直在忙碌站队的事 也就没怎么看过直播 不然可能也不会一头雾水 我家这没啥大人物 你不信就算了 陈青见他还是半信半疑 耸耸肩也就不管了 就在这时 咚咚 包间门被敲响 下一刻 不等里边的人反应 直接被推开 只见孙经理 推着一位坐着轮椅的老人 走了进来 李爷爷 李老 除了陈青略微有些愣神之外 其他人全都匆忙站起身来 这位正是和平饭庄的老掌柜 几人心中都是一惊 没想到自己几个小辈 竟然惊动了他老人家 这位别看表面名声不鲜 但关系极为深厚 传言早些年 给某位帝都领导做过饭 和平饭庄能成为 半指定的官方招待所 就可见一般 别说他们几个小辈 就算是自家爷爷过来吃饭 能去后堂 给苏老爷子寒暄几句 也就到头了 万没有人家亲自过来的可能 这都是顶级大领导的待遇 所以 这位来肯定不是 看他们几个富三代的 而是为了 陈青 果不其然 李掌柜白白手 笑眯眯道 都做 都做 陈丫头啊 你这孩子 别怪李爷爷说你 刚才我听小孙说 你差点饭都没吃 直接走了 你就不能给李爷爷打个电话 这不是笑话李爷爷小气呢 哈哈 陈青尴尬的脸 都要红了 李爷爷没有的事 我是怕给您添麻烦 说的这叫什么话 你能来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陈丫头放心 是小孙的工作没做好 我已经通知了饭店的所有员工 以后你来吃饭随时来 这就是咱自家的食堂 哈哈 那我就不给李爷爷客气了 这样就对了 三言两语 将刚才的事略过 李掌柜左右看了看 没见到陈玄的身影 眼神有些遗憾 陈先生没来 没 就我和几个朋友 他老人家在家悠哉的晒太阳呢 唉 我还想再看看他老人家呢 李掌柜稍显陌寞的说道 嗨 李爷爷您想看他 随时可以去紫院啊 反正我藏爷爷天天也没啥事 陈青满不在意的说道 谁知 这一句话让李掌柜满脸复杂 唏嘘道 你还小 还不懂 我一个厨子 可没资格去拜见陈先生 陈先生那是什么人想见就能见的 话落 他又打量了一番陈青 笑道 行了 你们小年轻的吃好喝好 缺啥就喊小孙 咱家里的饭店不用客气 我这老头子就不在这碍事了 你们几个小家伙 都是陈丫头的朋友 临走前 李掌柜终于将目光放在了几个富三代身上 是啊 李爷爷 李老好 好好 小孙 一会他们几个走的时候 你都送张高级卡 陈家的朋友 永远是和平饭庄的贵客 几人自然受宠若惊 差点被惊喜冲猛了脑袋 和平饭店的高级卡 可不是他们这身份能有的 这就跟特殊牌照的车牌一样 拿出去就是身份的象征 你开啥豪车 住啥豪宅 和这张卡一笔全都是渣渣 这不光是一个饭店的会员卡 更代表了你的背景 你的人脉 和你掌握的资源 几人再三感谢一番后 李掌柜这才出门 等他走后 王大少好奇的要接近爆炸 人都处于半猛圈状态 李老今天这态度对自己 说出去 老爹都得羡慕的不行 陈青 求求你了 你满足下我的好奇心 你家老爷子到底干啥的 他此刻再也不信陈青之前说的话了 他家里人要是没背景 能在和平饭庄有这排面 别说他自己是个主播 就算斗鱼老板来了 都没这面 目前来看 一切的根源 就在李掌柜说的陈先生 陈青的曾爷爷身上 曾爷爷是个什么人 陈青略微有些为难 也不知道咋形容 恰好此时有人接过了话头 嘿 王大少你消息落伍了呀 难道你不知道 陈青是目前的斗鱼一姐 他的粉丝一个多月的时间 涨了小三千万 妥妥的火遍大江南本 知名度比你还要大 而且最恐怖的 就是清姐的曾爷爷 那位可是个神人 你看看直播就知道了 赵紫祥在旁边解释了一句 嗯 还有这事 王大少饭也吃不下去了 他还真不知道这些 今天之所以来想认识一下陈青 也是因为老爹的原因 他急忙拿出手机 翻找到陈青的直播视频 一条条地看起来 好吗 这一看不要紧 饭都吃不下去了 吃惊都吃饱了 宋老爷子 当着直播的面下跪 国一大牛张大师下跪 和平饭庄 李掌柜下跪 这特么到底是什么人物 走到哪 让人跪到哪 等在看到一张名片 轰飞赵叶后 下意识地吸了口凉气 心道 难怪赵叶最近不联系自己了 没想到几天没见人 都要不行了 一条条视频看过 一次次的震惊 等看到昨天更新的贺桥 眼神里已经不是震惊 而是震撼 人都傻了 陈青面对他的眼神 也略微地有些不好意思 嗨 我曾爷爷会的是有一点点多 而且一般人都不太容易理解 不过见多了也还好 其他几人傻愣愣地点点头 但对后半句话 都觉得有点问题 一开始不太理解是真的 可见多了也好不了啊 神迹见一百次 也是神迹 宋山行 你们家又和陈老爷子什么关系 你给哥们说说 话题既然聊开了 王大少打算一次问个清楚 魔读出了这么一号人物 弄到详细情报 已经不单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更是为了王家考虑 身为一个大家族的继承人 岂会真的没脑子 这两天 魔读最火爆的消息 就是突然出现的陈家情报 为什么能被宋太爷亲自去接 三大家又为何全家出营 这些疑惑掉着所有人的胃口 可三大家一直没往外透露什么口风 众多大小事例猜测倒是很多 可靠谱的没几个 王大少看几人喝得晕乎乎的小脸 下意识觉得 今天是个弄清楚情报的好机会 兄弟你别问了 我真的不能多说 宋山醒神秘兮兮的道 我们家老爷子下的死命令 不能在外面议论陈家事 我可不敢瞎说 不然 格儿 不然打断我的腿 提都不能提 这么谨慎 王大少眼中闪过一丝凝重 行 那我不问了 不问了 是我多嘴了 来来来 一起走一个 碰 放下酒杯 宋山欲擦擦嘴 满不在乎的道 其实我们就是想说 也不知道说啥 我们知道的都一知半解 老人啥都不肯给我们说 反正让我们 把陈老爷子当祖宗就行了 让家族后辈 把陈老爷子当祖宗 王大少敏锐地把握住了重点 哈 这我倒是不理解了 陈青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将情报突破口 转移了目标 陈青文言 有些为难地开口道 我知道是知道 爷爷提起来过 但是我不太好说 不等王大少疑惑 一边的赵家大少嘴快突露了出来 哼 哼 你们 你们知道的都没我多 我爷爷 前天喝多了 给我说了是怎么回事 想知道吗 其他人都来了兴趣 别说王大少 就连宋山玉和宋山醒 林子玉都好奇心爆满 他们也不知道 自家和陈老爷的渊源 快说 嘿 悄悄地给我们讲讲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心里也纳闷呢 天底下厉害的人多了去了 为啥我爷爷对陈老爷子这么崇拜 等充分满足了虚荣心后 赵子祥眼睛迷离的道 说来话长 这一切都要从八十年前说起 当年 我们赵家和林家还在老家种地 穷的裤子都得几个人分着一条穿 谁出门谁穿 别看我 我爷爷的原话 可是宋大哥 格儿 不对 我爷爷叫宋大哥 咱们得叫宋爷爷 宋爷爷已经背着麻袋 来老魔都闯荡 要不说天生我才必有用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长处 赵大少别看平时就会吃喝玩乐 可这次喝醉之下 竟然意外觉醒了新的技能 说评书 这一番话说起来 那叫一个淋漓尽致 跌宕起伏 不光是人物的神态描述得很好 就连情绪都把握得十分到位 愣生生用筷子敲着小茶碗 将宋老爷八十年前的事迹 说得清清楚楚 从背着破麻袋 收锅碗瓢盆 到偷看小寡妇洗澡 被追砍八条街 从吃个面条都撒鸭子就跑 倒被陈老爷子 赏识弄去看大门 紧接着开设汇丰楼 说得这叫一个真真切切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亲眼看见了呢 事实上 当时他爷爷都没见过 都是后来听说的 叮 筷子轻轻地在碗底这么一敲 话题落下了尾声 诸位 书接上回 宋爷爷穷小子被贵人赏识 陆定的裤子 换成了绫罗绸缎 发达了 诶 便有钱了 这穷人便有钱以后干嘛呢 先拉帮七大姑八大姨之类的亲戚 这我们赵家和林家 也就起来了 鸽儿 你们看 这关系图一下就清晰了 从宋爷爷爷的心思来说 肯定有报恩的心思 但从我们两家来说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当年宋爷爷帮着陈祖宗看大门 都能那么发达 那现在老祖宗真没当年的资源了 哈哈 我爷爷说了 不可能的 现在老祖宗重新出山 我们 我们可不得巴结好了吗 等 等伺候的大老祖宗心情好了 指不定 鸽儿 指不定我们家也能得到点遗泽 嘿嘿 这一天 不会 不会太远 陈祖宗都多大年纪了 一百多岁啊 再能活 还能活多久 指不定哪天 鸽儿 嘎嘣一声 碰 陈青小拳头直接拍在桌子上 眼睛里都开始冒火星 这几个富二代 放浪行还惯了 不知不觉的就喝多了 他可是还清醒 此刻听到这话 哪里还有不及的道理 你 你 王八蛋 恨恨地瞥了一眼赵子祥 他二话不说 拿起背包就要走 气得肺都要炸了 一句话都不想多说 甚至心里打定主意 回去就跟岑爷爷告状 不能被这些小人给骗了 还有上次赵家老爷子送的见面礼 也要还回去 邻家的也一块还 他们这些人都不是好人 就在这一刻 半晕的几人才突然清醒 头上冷汗 瞬间就出来了 清姐 清姐 别冲动 你听我慢慢说 赵子祥他不是有意的 他 他是喝多了 喝多了才说的 酒后土真言 不对 宋山欲猛乎乎的 自己都不知道说的啥 王大少爷急了 满脑瓜子的戏汗 这件事的起因 还是自己提出来的 现在都喝多了 没人记着 但等赵大傻清醒了 肯定忘不了 不行不行 这要是被三大家知道了 自家不得 被针对死 王家别看在小老百姓面前 顶着前首富的头衔 实则和这些老牌家族比起来 还稍有不足 嗨嗨 陈青你先冷静 别急 有话咱们慢慢说 他匆忙站起身 想去拽住陈青 可万万没想到 站起来的太急 慌里慌张地手点到了手机 还恰巧按下了发送 原来 是刚才他担心自己记不住情报 怕转述给老王时候遗漏什么 鸡贼地打开了录音 这下行了 玩犊子了 他低头看了一眼 只感觉眼前发黑 不知道要多倒霉 竟然还是点了群发 群发给多少人 他一时间也不知道 反正手机通讯录上 大概有一两千人 估摸着 现在差不多都收到了 叮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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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子祥 宋山醒 宋山玉 甚至刚刚互存了 电话号码的陈青手机 都响了起来 年轻人查看消息 都快成条件反射了 哪怕现在情况这么紧急 不管是要走的 还是拦人的 都下意识瞥了眼手机 当点开后 全梦了 嘿嘿 想知道陈祖宗的消息是吧 我赵子祥全知道 我爷爷前天喝多了 全给我说来着 当年 我们赵家和林家 还在老家种地 生情并茂的嗓音 在手机中响起 全都傻眼 陈青一口血白的 牙咬的咯吱咯吱响 紫苑 七号院 陈玄皱眉 喃喃自语道 忘了给乖曾孙女说了 他是不倒霉了 可没运会扩散给周围的人 别出什么事吧 千达集团 总裁办公室 老王处理完文件后 自己动手泡了的热毛巾 敷了敷眼睛 感觉清爽了很多 事实上 他的秘书就在外间 只不过曾经多年的军旅经历 让他养成了自己动手的习惯 叮咚 桌子上的手机突然响了 他走过去一看 可不正视自己宝贝儿子的短信 打开后 一段录音缓缓响起 老王仰靠在沙发上 细细地听着情报 心中倍感欣慰 自家儿子终于长大了呀 前些年还有些爱胡闹 现在已经知道 为自己分担 心性成熟了很多 比如说这次 自己昨天刚把这件事交给他 看看他能不能从三大家 那群狐朋狗友身上 问出点什么 没想到 今天就超额完成了任务 这情报的详细程度 就俩字 专业 其实搜集情报这份工作 自己不仅交给了儿子 还交给了很多人 甚至还有找一些 专业的情报贩子 但 各方面的情报都还没回来 反倒自家儿子先立功 哈哈 痛快 这么下去 自己也该逐渐地将权力 过渡给他才好 可以放心了 心里思索着乱七八糟的事 他开始亲自整理陈家档案 将消息汇佐 其实在下国 生意做到一个程度后 需要长度人做的工作 反而很少了 基本能掌控大的方向就行 具体的事 都有下边的职业经理去做 下国做生意 做的不是生意 是人情世故 把握好这个核心 企业总能趋利避害 想不赚钱都难 这次出现的陈家 自己必须要尽快地 想办法靠上去 咚咚 他刚刚打开文件 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敲响 进来 知 董事长 您要的情报有消息了 行政秘书一脸兴奋地 快步走了进来 他可知道 老板现在最想知道什么 哦 你也得到消息了 老王眼角蕴含笑意地说到 发给我看看 小王正好也得到了 我刚看完 正好咱们查一补缺 嗯 行政秘书猛了 我的消息 也是公子发过来的 我以为他 让我给你转发呢 你已经看到了 也发给你了 老王思索一番 挥手笑道 不碍事 估计他是怕我正在开会 看不到才让你转达的 这臭小子 做事越来越有条理了 不过 下次得告诉他 不能这么干了 言不传六耳 要注意保密工作 传出去对我们不好 到底是有点年轻 行政秘书急忙工为道 公子已经很不错了 等在您身边学习历练两年 绝对是个合格的领导 话没说完 老王桌上的手机铃声响起 我在仰望 月亮之上 有多少梦想在自由地飞翔 王总 摸读很多人都收到了 公子发的短信 上面是赵家大公子的录音 现在这件事传得很广 情况对我们和赵家 非常的不好 有多人少收到了 没办法统计 最少也得几百人 各方势力基本都知道了 啪 挂掉电话 老王面无血色地坐在沙发上 双眼无神 去 那混蛋给我叫回来 啊 行政秘书惊讶 现在就要让他来您身边锻炼吗 那先安排什么岗位 保安部 老王一字一顿地说道 似乎压抑了极大的怒气 仔细看去 眼睛已经在冲雪 刚才有多爱他 现在就有多恨他 赵家 所有的家庭成员 以最快的速度 聚集到了老宅大厅 端正地坐着 大气都不敢喘 最前方的太师以上 赵老爷子没有生气 更没有暴跳如雷 而是瞇着眼假妹 嘴角甚至留下了一丝惊艳 没办法 刚刚吃了素孝救星丸 得缓一下 爸 对不起啊爸 你放心 等他回来我 亲自抽死那个逆子 赵相担忧地看着老父亲 咬牙切齿地喊道 赵子祥是他的儿子 此刻他心里拔凉拔凉的 这次儿子闯了大祸 哪怕身为长房长子 怕是一个交代不好 也得量 先不提陈家那边什么反应 宋老爷子那边 就饶不了自家 宋老爷子真把那位陈先生 当神明看待 他就是最虔诚的信徒 现在自家儿子说 盼着人家的神早点死 能不及眼 最惨的是 这话还不是那小崽子自己说的 还特么是打着他爷爷 赵家老家主的名头说 想想和宋家决裂的后果 赵家 所有人都浑身冰寒 三大家三大家的 被人叫了很多年 似乎三家地位相同 可只有三大家成员自己清楚 宋家是主 其余两家是陪衬 是枝叶 越想 宋相越想先去个卫生间 只是不等他开口 赵爷子先哆哆嗦嗦的 等会再说 我 我先去 放放水 恐怕目前 还在和平饭庄的赵子祥不知道 自己已经把老爹和爷爷吓尿 这是长生者陈玄 都没办到的事 他年纪轻轻地完成了这一成就 死也能瞑目了 不提外边的风云变动 此次事件的正中心 和平饭店雅间中 几个富二代和陈青 终于重新坐了下来 大眼瞪小眼的面面相亏 你怎么能那么说我曾爷爷呢 别怪我打你 我盼着你爷爷 死你生气嘛 陈青仍愤愤不平地说道 哎呀 清姐你别生气了 不是抽他了吗 而且 话虽然不是很好听 但也算得上心里话 宋山玉在一旁劝道 实际上 他现在也恼人疼 不知道目前的情况 该怎么处理 事儿大调了 要是能选择 他宁愿自己 从没约陈青出来吃顿饭 或者吃饭之前 先去赵子祥弄死 赵子祥捂着脸 垂头丧气地不说话 现在 他酒已经彻底醒了 也知道自己 犯下了弥天大错 嘿嘿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 不如咱们先想想怎么处理 不然恐怕咱们几个 都不会好过 王大少心虚地说道 哄 赵子祥豁然抬头 疯了一样盯着王大少 咬牙切齿道 你还敢说 都怪你 你个王八蛋 竟然还敢录一 我他妈一定弄死你 此刻他心里 真是恨不得 包了王大少的皮 话头是这小子提起来的 录音是他录的 短信是他发的 现在竟然还有脸说话 你他妈怎么还不去死啊 生气归生气 可再如何悔恨 事情要是要处理的 这次他们阴差阳错的 捅了这么大的篓子 如果不能尽可能地 想办法善后 那后果绝对分散 家里都饶不了他们 所以 在场的人 除了被宋山玉强 拉着不给走的陈青外 其他几个都绞尽脑汁地琢磨 该如何是好 别看这件事 表面上只是赵子祥 与王大少犯的错 可既然林家大小间 和宋家两位公子小姐在这 也少不得吃瓜捞 甚至宋山玉和宋山醒 心里的惧怕更甚一筹 身为宋家人 他们可是清楚 自家爷爷对陈祖宗的疯狂痴迷程度 他们甚至敢打赌 现在要是就这么灰溜溜地回家 被绑起来揍一顿 都是从轻发落了 可 别都闷着头部说话 咱们现在到底该怎么办 宋山玉发狂地挠了挠头 恶狠狠地看向几人 他的小手紧紧攥着陈青袖口 生怕他走了 陈青可不能走 要是几人连让陈青原谅都做不到 后边的环节都不用想了 直接找个山清水秀的 地把自己埋了完事 王大少默默地挂断老爹的电话 捋一下思绪 态度诚恳地道歉 那个 陈青 真的对不起 我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 我发誓 我录音真的只是想发给我老爹 也不瞒你说 在送老爷子寿宴 你曾爷爷出现在这个时候起 整个魔都 但凡有点能量的 都在搜集他老人家的情报 绝对不是只有我们王家 不是说 我们搜集情报有什么坏想法 这只是 生意人必须要做的工作 每个出现在魔都的大人物 都会被人搜集情报的 你不信可以问宋山芋 这是大实话 如果他没有群发出去短信 只是偷偷录个音 也算不上什么过错 可谁让他群发了呢 此刻 王大少就恨不得抽自己两个耳光 心里暗暗决定 等回去了 就把破手机砸了 越碎越好 本来没自己什么事 赵子祥喝多了 瞎说 跟自己关系也不是太大 结果自己怎么就倒霉催得按错了 群发出去了 这下可倒好 自己端起叶虎口 扣在了自家脑袋上 有嘴说不清 对对对 我可以作证 这种事经历的多了你就知道了 很常见 就说我们家 就连我爷爷每天几点吃药 血压多少都会传出去 防都防不住 宋山芋狂点小脑袋 哼 陈青冷哼一声 怒看向赵子祥 搜集我曾爷爷的信息 我没怪你们 这种事背地里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做 我早就知道了 可是 当着我这个陈家人的面 还敢直说 我曾爷爷能活多久 也算正常吗 肯定不正常 几人都面露尴尬 此次世间最难受的地方也在这 如果赵子祥没有最后几句话 无非也就是讲了 讲老祖宗当年的历史 都不能算犯错 可他千不该万不该地 喝多了说胡话 说人家这岁束活不了几天 指不定那天就嘎嘣了 实在是太过分 人家陈青几眼正常 要是说自己爷爷 自己指不定都上去抽他 这种事你心里 想想也行啊 大家都想过 可说出来救了不得了 我 赵子祥面色惨白 酒彻底醒了 捏捏着抿紧嘴唇 几次犹豫后 小声道 是我嘴上没把门的 喝多了瞎说 陈青 你消消火 你要是还生气 你就抽我两巴掌 都不等他说完 啪 陈青果断地抬手 一巴掌拍在了他的脸上 清脆的声音中 赵子祥脸上出现个五指印 这一幕让所有人都发愣 没想到他真下的去手 按照几人的想法 陈青柔柔弱弱的性子 怎么也不会动手才是 宋山玉都被吓了一跳 松开陈青的袖口 后退了两步 陈青拎起包 冷眼瞥了赵子祥一眼 清冷道 你说我爷爷没几天好活了 我打你也是应该的 你们完好 我先走了 说完 都不给几人阻拦的机会 直接出了饭店 哎 哎 清姐 几人想拦 但也没拦 没脸 雅间里安静下来 过了没一会 赵子祥突然一把 薅住王大哨的衣领 争鸣道 姓王的 你他妈敢阴我 我整死你 你给我松手 你自己说的话怪我 松手 都松手 别冲动 闹腾了好半天 几人才重新冷静下来 直到此时 一直沉默寡言的林子怡抬起头 冷眼看着王大哨和赵子祥 开口道 不闹了 我警告你们 现在不是怪谁不怪谁的问题 等过了今天 你们愿意怎么算账怎么算账 但现在 咱们必须要想办法 将这件事解决了 要不然 谁都没好果子吃 后果的严重性 我不说 你们心里也清楚 见他说话了 几人都乖乖老实下来 在富二代富三代这个圈子里 也隐隐有等级存在 一是靠家庭背景 二是看个人能力 他们几个说难听点 都是仗着家里整天玩的玩主 可宋子怡不一样 人家是和宋家长孙宋山和一个等级的才女 其本人是国际著名大学的高材生不说 为人处事和思想见地 也深受老一辈的好评 更得林家所有人的看重 甚至林老爷子曾经说过 将来百年后 把家族交给孙女 也不是不行 几人都知道 林大小姐话虽少 可开口了 就是心里有了主意 哎呀 林姐姐 你别说他们了 快告诉我该怎么着吧 我都急死了 好不容易约陈青出来吃个饭 还想联络联络感情呢 结果弄出了这事 她心里得骂死我了 宋山玉央求地喊道 办法吗 确实是有 林子怡轻轻拢起秀发 轻声道 其实咱们的处境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 只要处理好了 大家都会没事 不过 你们愿意听我的吗 听 听 林姐 只要你能救我过了这关 你让我干啥都行 磕 我也这么想的 林姐姐你说怎么办 我们全听你的 林子怡抬起头 道 好 那现在 你们都给家里说一声 就说 咱们现在要去紫苑道歉 去紫苑 几人面面相亏 甚至心里有点发虚 去紫苑 不就直接见陈祖宗吗 他们有点不敢 心里原本想的 还是先回家认错 让家里想办法解决 可 咱们直接去 会不会有点太唐突了 我是说如果 求老一辈地去 赵子祥脸色不自然地说道 他这个当事人是真怕 万一陈祖宗见自己后生气 直接赏张名片 怎么办 那自己不得凉了 赵业 现在可还在床上躺着呢 这辈子都够呛能站起来了 他去看过 很惨 去卫生间都要人服 唉 林怡失望地叹口气 抬起头 低沉地道 我刚才的话没说完 我说 咱们处境不算很糟糕 但没说家里的处境 家里面对的问题 比你们想象的更严重 陈先生 陈祖宗的本领 要比所有人想象的都神奇 我研究过他做的每一件事 得出的结论是 很可怕 绝对比我们想象的 甚至比爷爷猜测的更可怕 相信我 任何招惹到他的人都会很惨 今天的事 咱们如果处理不好 恐怕会给家门招货 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说过一个故事 以前有个小男孩 很贪玩 今天偷邻居家珍 明天偷邻居家险 他从来不怕 因为他父母 总是代替他去赔礼道歉 可是 直到他长大 有一次赌钱耍诈 看到替自己去赔礼的父亲 被砍掉手后 才醒悟 父母不是无所不能的 我们 现在就是那个小孩 自己做错的事 该咱们自己承担了 成熟起来吧 替你们父亲 爷爷想想 好 其他几人听到这 迅速下定了决心 不管是王大少还是赵子祥 心里都一个想法 绝不能拖累了家里 这些年间天胡遭八闹的 早就给家里点了数不清的麻烦 可这次无论如何 都不能将家族拖进险地 一想到白发苍苍的爷爷 或奋斗了一辈子的老爹 被自己给坑死 几人心里着实不是个滋味 行 就这办吧 不过去 咱们别空手去 都去准备点礼物 拿什么个看心意了 半小时候在这集合 王大少匆匆地扔下一句话 转身走出饭店 其他几人也是如此 说到底 终究是在精英家族成长起来的后辈 见识过大世面 平时在胡闹 真到了关键时候 也比寻常人果决 紫月 陈青坐在门街上 单手煮着下巴 另一只手恶狠狠地 用石子砸院子里的小草 心里还是生气 哎哟 乖曾孙女行了 你忙让我种的 这花花草草的吧 这些东西都是宝贝 我给弄出来 可不容易 陈玄拍拍他的脑袋 笑眯眯地说道 曾爷爷 你不生气吗 刚才回来后 他已经将饭店发生的事 全都说给了老爷子 现在还是愤愤难评 嗨 几个小辈的话 我要是都在意 还能活这么久 再说 你不是都已经打人家了吗 陈玄也是哭笑不得 真没想到 看起来文文弱弱的 乖孙女也会动手 石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不过一想到乖孙女 是因为人家说了 自己才出的手 那叫一个欣慰 至于说打人 打就打了 他们敢怎么着 自己要是想 打了他们左脸 他们还得 把右脸伸出来 我 我也是气急了才动的手 曾爷爷 你不会怪我吧 不会 陈玄大手一挥 傻丫头我 非但不会怪你 还得说你打得好 记住 活一辈子 别委屈了自己 想揍谁就揍谁 曾爷爷什么时候 都站在你这一头 闲聊间 陈玄发现自家 曾孙女眉心的黑气霉了 心到还真是传染给 那几个小辈 这就有点意思了 会传染的霉运 他还真没见过 小区门口 你这是拿的啥 抱着一幅画的宋山玉 目瞪口呆地望着赵子祥 其他几人也是一脸古怪 他们几人拿的都是些价值不菲的文丸字画 看过直播的都知道 老爷子写的一幅字 卖了十七个亿 送东西 肯定要投其所好 当然都是家里 给准备的 可赵子祥 居然抱了一箱酒 你特么当时给上司拜年 赵子祥一脸的难受 生无可恋道 别提了 你们当我不知道 回家去拿古董吗 我刚给我爸打通电话 我爸就让我什么都别说 千万别回家 先在外边躲躲 说我爷爷差点气死 素孝救星丹豆 吃了半瓶 我现在要是赶回去 一定会被打死 这一时半会的 我能去拿买古丸 弄到假货了更麻烦 所以直接去弄了香酒 这酒也不便宜 小几十万呢 而且 要是老爷子喝起来喜欢 没准就饶了我们 说的也是 行了行了 宋子怡连忙打断他们 再聊下去 他怕自己思路会被带偏 这次他下定决心 日后一定离这些小混蛋远点 一行人再无二话 胆战心惊地来到了七号圆 咚咚 院门被打开 陈青看到他们柳眉微醋 惊讶到 你们真的来了 先前 陈玄交代过他 说是今天聚会的这些人会来家里 到时候直接将人带进去 清姐 我们是 宋山玉笑嘻嘻地凑上去 只是不等他说话 就连陈青让开了门 进来吧 曾爷爷等了你们友谊会了 说完直接扭头走了进去 几人稍微有些尴尬 可都到了这时候了 也不能在意这些都乖乖地跟了进去 刚进院子 只见陈玄正坐在屋外的食意上品茶 老祖宗 陈先生 几人低头问好 哼 不用多说 我知道你们想说什么 这样 你们都在这站着就行 没别的要求 只要在这站一下午 今天的事就此结果 怎么样 陈玄盯着几人的眉心意味深长地说道 越看 越觉得有趣 哪怕自己活了万年 会传染的霉运也没见过 这究竟是什么古怪的东西 还是说 世界出现了变化 这东西 为何会出现在自己曾孙女身上 是意外 还是与自己有关 一个个疑惑 浮现心头 想到此处 他古井无波的情绪 也出现了一丝变化 有意思 不急 慢慢研究 自己就时间多 陈玄盯为先法大成者 长生者 无敌者 从不怕出现意外 怕就怕生活太清淡 世界上出现他任之外的事物 简直是太有意思了好不好 赵子祥等人可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听见这话 高兴得都快疯了 还有真好事 乖乖站一下午 就全都了结 早说啊 白白提心吊胆了这么久 早知道早过来了 别说一下午 多站半晚上也没问题 可以说 陈玄现在的反应 他们是怎么也没想到的 就连林子宜眼中都露出一丝疑惑 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对 可老祖宗不说 他也不好去问 当下只能乖乖地罚站 心里不由地感觉好笑 这叫什么事 时间悄悄过去 秋天的阳光 容易晒得人昏昏欲睡 几个富二代早就开始频频点头 眼皮子也不断地打架 许是站的时间长了 腿都已经麻木 酸痛难受 浑身不舒服 啊 无意间 林子宜下意识瞥了一眼老祖宗 突然惊叫出声 其他人也立刻清醒过来 抬头一看 顿时都感觉傻眼 只见陈老爷子 还是坐在石桌前品茶 似乎姿势都没变过 可他的对面 不知何时又出现了一位老人 一位正目光灼灼 盯着他们四个人看的老人 眼神像是在看国宝大熊猫 充满了稀奇 古怪等难言的情绪 几人下意识觉得浑身发凉 这人盯着他们四个人看了多久 什么时候来的 他们全都不知道 他们明明没有睡着 可偏偏就是没人注意到 院子里什么时候多了个人 太怪了 太怪了 黄老收回目光 不解地看向陈玄 陈先生 还请您解惑 他们终究是怎么了 我能感觉到 他们身上有古怪的气息 但是又感受得不明显 甚至分不清好坏 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 仙天静已经不同于寻常人 身体会出现不可思议的变化 比如说 能模模糊糊感受到气场的变化 本来是找陈玄聊天的黄一都 没等说话 就先被院子里的几个年轻人吸引了 一时间也大感有意思 不急 看看变化再说 陈玄喝口茶淡淡说道 小院里一时间又恢复了平静 黄一越看越觉得惊奇 过了一会 竟然忍不住走到几人的面前 以奇异的眼光 上下打量几人 甚至捏开赵子祥的嘴 看了看舌苔 哎 哎 老头你谁啊 哎 你给我开 松开 哎 轻点 疼 握紧好意啊 善呼送手不客气啊 我警告你啊 再不送手我不客气了 赵子祥被捏得生疼 忍不住叫喊起来 其他几人齐刷刷地后退了一步 用惊恐的目光看向黄一 自从进了这七号院之后 发生的一切都让他们觉得不正常了 碰 等黄一松开手重新做回去 林子怡轻轻踢了一脚赵子祥 小声道 别吵了 这老人不简单 又不简单 被人想看骡子牙扣一样的摆弄了半天 赵子祥憋了一肚子火 怒气冲冲道 这又是谁 被陈祖宗罚我也就认了 怎么着 随便来个人都能欺负我们赵家了 他给我等着 等陈祖宗罚完我 我给他没完 林子怡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 嘴唇微动 以微不可闻的声音说 大内侍卫 几十年前 某某同志访问白头鹰的时候 这人就护卫在身边 几个小辈都梦了 心里都忍不住惊悚 俗话说知道的越多 才越能感受到畏惧 他们几个就是如此 如果是一般的小老百姓 没准还真不知道这两句话代表什么 可能感觉再大的侍卫 也就是侍卫 没啥了不起 可从小 自大家族长起来的几人却是知道 世界上有鼓舞的存在 守在领导人身边的侍卫 能是普通人 一种传说中的境界 浮现在他们的脑中 先天 他们骄傲的家庭的背景 在这等人物眼里屁都不是 真没想到 陈老爷子竟然能认识这等人物 难怪家里这么巴结人家 这背景是真能通天 可 老爷子 您刚才看清没 是我错了 没配合好您 来来来 现在您随便看 啊 赵子祥能屈能伸 舔着脸甜不知耻的张嘴喊道 黄义 陈玄瞥了他一眼 才重新让他安静下来 被迫进入观众模式 又过了半晌 陈玄突然发现了有意思的一幕 眼中绽放出微微的悬光 几个年轻人眉心间的黑气 竟然向外飘散 隐隐朝着自己和黄义飘来 这是 二次传染 他不动声色地看着 只见黑气已经悬绕到自己和黄义的身边 盘旋许久 开始尝试向自己二人身体渗透 黄义身边的黑气 不过眨眼的时间 已全部钻了进去 没什么意外发生 可他自己的身体先法大成 百毒不清 都已超出了天地轮回 岂是小小的霉运能影响的 黑气数次尝试都被挡下后 竟然也转头全部进入了旁边黄义体内 嘖嘖 陈玄都忍不住微微诧异 这相当于五个年轻人身上的量 全都集中到了一人身上 这股特殊的霉运 比陈青早上出门时候大了数倍 黄义眉心都黑得发亮 好了 你们走吧 今天的事就此过去了 记住以后说话定要谨慎 告诉你们 家里也不用担心 我说 没事就是没事了 老夫还不至于给你们几个孩子计较 陈玄辉挥手说道 几个富三代根本不知道发生了啥 看陈老爷子就让自己站了一会 高兴地眉开眼笑 这惩罚可比预期的轻太多了 是是 多谢老祖宗 多谢老祖宗 这是我们给您带的心意 放这边了 您忙着 我们就先走了 老祖宗再见 您忙您忙 几人放下礼物后 撒鸭子溜了出去 这地方他们可不敢多待 甚得慌 唯有林子怡朝身后看了一眼 心里浮现许多疑惑 可老祖宗不给他们说 他们可没资格问什么 等几人出门 说吧 来找我有何事 陈玄淡然开口 态度很是随意 对黄一这大内高手的态度 竟和几个小辈差不多 这其实也正常 本来也没什么差别 不管是寻常人 还是先天高手 都能被他一眼瞪死 没区别 神明怎么会在意 脚下的蝼蚁 个头是大事小 对于有人会来找自己 他早就意料到了 每次苏醒出山都是如此 当朝者知道自己的存在不奇怪 咕噜 黄一总觉得 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 尤其是看这位突然让那几个年轻人走了 感觉愈加明显 那几个年轻人走之前 身上的古怪感已经没了 是自然消散了 还是去了别的地方 一想到这个问题 他有些不自在地动了动身体 原本还想问问 可见陈玄说起了正事 也就先将此事压在了心底 眼前这位绝对是世间最恐怖的人 没有之一 陈先生您好 我是下国天选特战部部长 黄毅 请允许我先给您简单介绍一下天选特战部 天选特战部是以下国最精锐的武装力量 成员都是经过多层筛选的兵王和鼓舞强者 我们几个部长都是先天静 黄毅说这番话 目的还是想表达一下下国的强大 如果能威慑一下是最好 谈判只有双方在一个层面才能谈 只是不等他说完就陈玄无情地打断 不允许 什么 黄毅呆愣 他自从晋级先天 身居高位后 很多年没被人这么对过了 陈玄不耐烦地道 有事说事 没事就哪来得回哪去 他心道 自己乖孙女被织出去这么久可快回来了 哪有那么多时间陪你末计 好吧 那我长话短说 陈先生 不知道您对下国怎么看 我们知道一些您的情报 说实话是有些担心 毕竟您生活在境内 如果想 恐怕随时都能造成巨大的破坏 以您的境界 就算毁掉一个城都轻而易举 黄毅探寻问道 不会 闲得没事我还懒得动 陈玄没好气地说道 自己又不是吃饱了撑了 犯得着没事 轰城去玩吗 再说随意的大规模屠杀生灵 还要小心遭天谴 那就好 眼见大前提谈妥 黄毅心放下了很多 只要能谈 就是好现象 接下来 二人进行了一番相聊 傍晚 陈青和于小双 结伴一起回来 眼见院子里 只有岑爷爷一人 陈青不免有些好奇 岑爷爷 他们都走了吗 嗯 都被我罚站了一下午 这下子 你出气了吧 哈哈 就这样才对 谁让他们乱说话 陈青一想到几个 无法无天的富二代 乖乖在这罚站 也不由得觉得好玩好笑 心里的郁闷 终于消散了不少 这也不能说他心胸狭隘 主要是他心里将曾爷爷看得太过重要 身为一个孤儿十几年 好不容易重新感受到了温情 有了亲人 结果有人这样说曾爷爷 怎么可能不急 如果饭店的时候 赵子祥直接说他自己 可能都不会如此生气 闲聊了一会 陈玄将一个小本本扔给了陈青 这东西 你拿着玩吧 陈青打开一看 顿时乐了 正见 姓名 陈青 所属单位 保密 职位 保密 级别 保密 住 此人员身份属国家机密 任何单位部门不得擅自查询 处置 一切事宜均需请示上级 由办公厅决断 证件上 还有大大的下国办公厅章 且有防伪印记 这东西自然是皇义留下的 不得不说 他来之前真的是下了心思 琢磨着该带点什么 总不能空着手来 民间做客 还要拎点水果什么的 空手去谈判的意味太重 不好 可关于送什么 这可真犯了难 甚至让专门负责陈玄相关事件的智囊团 都犯了仇 这等神仙人物 送什么 才能送的恰到好处 让人家看得上眼 凡人没什么能让神明感兴趣的 是真想不出来 最后 还是有人将目标转到了陈青身上 才有了个主意 就是送陈青个身份 这证件 能免去日后陈青遇到的所有设计官方的麻烦 也颇为实用 而且还有个隐隐的好处 陈青拿了证件 等日后让有关部门再与他多多联系 联络联络感情 这指不定哪天就能让他成为自己人 真有那么一天 以陈玄对这个曾孙女的喜爱态度 那他的问题还是问题吗 对夏国来说 非但不会再是隐患 还很有可能变成超级巨大的助力 提出这个办法的参谋 被皇义重重奖励了一番 岑爷爷 您做这个干嘛呀 自己伪造证件是违法的 陈玄乐呵呵笑道 说的什么话 我还用得着作假吗 这东西是别人送的 你就拿着吧 万一在外边遇见什么麻烦 就拿出来试试 这证书是真的 陈晴和于小双都一脸的猛 忍不住咋舌 老爷子神奇 他们都知道 可玄道连国家特殊部门的身份 都能弄到 太邪了吧 小区外 不主动挑起争端语 哎 能得到这个承诺 已经是自己答应当实验对象的原因了 暂且这样吧 黄老一脸惆怅地说道 转身离去 走在路上 黄义接通了一个电话 断断续续的声音从里边传来 信号似乎很不好 部长 镇守的长白山跑出来了两个 已经剿灭 损失不小 牺牲了六个兄弟 沉默片刻 黄义略有些疲惫地道 新型武器还是没作用吗 和常规装备一样 无效 只有 银支子弹造成微弱伤害 怪物很难对付 好 我知道了 再坚持一段时间 我这边忙完尽快过去 另外 注意保密 给烈士家属的借口想好了吧 训练牺牲 挂断电话 黄义心头沉闷 轻轻揉捏了片刻眉心 纵然是先天之躯 身体可能不会累 但心里的压力 却丝毫不小 身为拥有十数亿人口下国的顶级守护神 他们肩膀上承担了无穷的压力 这个世界 没有寻常人眼中看得那么简单 暗中隐藏着许多魁梅亡两 之所以老百姓看不见 是因为有人用命将他们挡在了门外 隐藏了消息 有些东西一旦公布出来 未必是好事 容易造成恐慌 如果有人有心看看每年牺牲的烈士名单 可能会被吓一跳 现如今这和平年间 每年竟然会死伤那么多人 颇为不可思议 没办法 有人享受岁月静好 那就总要有人负重前行 天选特战部 就是专门处理此类事件的部门 三天 最多在这待三天 必须要尽快赶过去了 吸血鬼 僵尸 青铜人 这世道越来越乱 现在更连传说中的长生者都跑出来了 幸好不是胡作非为之辈 真不知道以后还会出现什么 多当一句 黄毅走向临时住处 夕阳下 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背影也稍稍有些勾搂 能力越大 责任也就越大 这一切与繁华的魔都没有半点关系 宛若两个世界 再说回被陈玄放过的几个富三代身上 他们出门便各自回家 迫不及待地想将意外之道的天大秘密告诉家里 陈老爷子认识帝都的顶尖大内侍卫 这消息很重要 陈老爷子拥有这条人脉 说明关系可直接通天 这可是真了不得 任何朝代 能直接给当朝皇帝帝化的人物 岂是凡人 被三大家尊敬的陈玄 虽然也很可怕 但与这层大内侍卫的关系相比 却不算什么了 自古以来 钱不如全 千达集团 听完儿子的话 老王陈思片刻 随手掏出手机 翻找到一张照片 你看看 是不是他 照片上一位老人平静的背手站着 可双眼却如同深渊 分外可怕 只是单单看一张照片 都让人心静 如同在近距离凝视猛火 没错 王大少肯定点点头 虽然照片上看着年轻些 可绝对是一个人 陈老爷子就是认识这位 呼 没想到 陈先生竟然能与这位攀上关系 我们好好想想办法 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老王 此刻也坐不住了 不停地在办公室中渡步 其实外边的人不知道 千达集团最近的日子很不好过 被上面针对了 而且已经被整顿得不轻 这一切源自他想将一些资产转移到国外 以规避未来的某些风险 却不想 这件事竟然直接惊动了最上层的大领导 王家直接被抓了点刑 想通过王家警告社会上的某个阶层 在国内挣了钱 想跑出去 门都没有 这个警告确实震慑住了其他好门 很有作用 对国家来说是一件大好事 但对谁都好 唯独对王家是坏事 什么时候杀鸡警猴 都是鸡最倒霉 所以近日来 王董整日绞尽脑汁的琢磨 怎么才能避免王家成为牺牲品 可不管是想向上层输送利益打通关系 还是求救当年的一些老领导 都纷纷吃了闭门羹 没人想在这时候惹一身骚 躲还来不及 谁敢伸出援手 大领导的意志 就是这个国家的意志 无人敢违背 眼见王家似乎衰落已成定局 甚至就连老王都隐隐认命的时候 儿子带回来了这么一则惊人的消息 这犹如黑暗中的一缕曙光 悬崖上的一根稻草 老王决定要尝试一把 试试看能不能想办法 通过陈先生这边 改变王家既定的命运 纷纷杂杂的思绪一闪而过 很快 他收拾好念头 将自己的情况先如实地透露给儿子 儿子 你也老大不小了 我先给你介绍介绍情况 所以 如果能求助陈先生 帮自家给那位大内侍卫说说情 兴许事情 还有转机 我说的你听明白了吗 王董语仲心长地介绍了一番情况 王大少梦了 他知道自己家情况不是很好 但没想到不好到了这个地步 家里钱都少到 只剩下一千个亿了 爹 你的意思是想让我通过陈青 接触到陈祖宗 然后请老祖宗 帮着给那位大内侍卫说说情 没错 王董点头 宋家放过话 任何人不能擅自去打扰陈先生清修 我们这些人 也不敢贸然登门 所以儿子 只能看你了 当然 恐怕并不容易办到 大内侍卫 先天高手的身份很尊崇 我想 就算陈先生认识这位大佬 也愿意帮咱们说话 恐怕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平等 说不准是这位大佬 没当上大内侍卫时候结交的 现在陈先生给人家说话 肯定也会很慎重 他能不能求到人家帮忙也说不准 可不管怎么着 咱们都要试试 等等 说到这 王大少感觉有点不对劲了 又拿起手机上的照片看了看 再仔细回忆了一番 在陈玄家看到的大内高手 脸色古怪道 爹 我想你误会了 在陈家的时候 我看得真真的 那位大佬在陈祖宗面前 腰都没直起来过 他在陈家非常的没排面 你说的事能行是能行 但我感觉你把握错了重点 难得不是陈祖宗 能不能请动那位大佬 是咱们怎么能请动陈祖宗 咔嚓 老王生生捏碎了手里慈悲 任由茶水洒落一地 震惊至极地问道 你说什么 这挑战了他的想象力 来来来 你详细给我说说看到的 随意将手上的茶叶 往儿子名贵西装上抹了抹 老王急不可待地催促说道 黄毅这个人物 他以前虽然没资格接触 但对其情报知道的 下国顶级的大佬 就算是某些直属部门的部长 身份都比不过人家 以前曾听闻过一则传言 说国内最精锐的部队 就掌握在那几位大佬手里 军方都无权插手 这种牛白刀随便跺跺脚 都能让魔独躲三斗的人物 竟然在陈家腰都不敢直起来 臭小子 给我讲故事呢吧 不可能啊 没道理啊 王大少看着袖子上的茶叶 脸皮都抽出两下 不过也知道自家老爹的急性子 也就不敢磨叽 将下午陈家的每一幕场景 都说得清清楚楚 越听 王董的腿越抖 心跳都突然加快 嘴里不断念叨着 太好了 太好了 说不准咱们真有救了 王大少说完 扎摸了下嘴 疑惑道 爹 可是这里边有个问题 你想没想过 什么 咱们怎么才能和陈祖宗搭上关系啊 人家凭啥帮咱们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曲线救国 你先去想办法 和陈青走的近点 目前来看 陈先生对这个曾孙女非常的看重 能拿下她 咱们就成功了一半 王大少脸上浮现几次犹豫 嗨嗨 这不太好吧 我还没想过结婚呢 而且 陈青也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况且 他对我有没有感觉也不好说 想拿下 估计得用点手段 王董愣愣地看着儿子 摸了摸鼻子 以尽量平和语气说道 儿子 你对你自己的定位很准啊 谁给你的自信 碰 他恶狠狠地拍在了王大少脑袋 恨铁不成钢地道 我是让你去亲近人家 亲近 亲近 不是去泡他 还用点手段 你他妈是想直接送你爹一程 别我滚 去给人家当跟班 当舔狗 成不了你就死外边 别回来了 晚上 陈青照常直播 半撒娇地 将陈玄也拉到了镜头面前 没办法 自从曾爷爷火了之后 每次直播 只要看不到老爷子的身影 无数网友敲锣打鼓的抗议 威胁分分钟取关 弄得陈青现在没老爷子 都不敢开直播 这届水又太吓人了 有喝 老爷子 今天遇到什么喜事 看起来很高兴啊 陈老爷子好 今天咱有什么骄傲的节目吗 万人血书 求老爷子直播看病问诊 专制难言之急 很多同胞都有需求 破 兄弟 你是不行了吗 no no 我想看老爷子写大字 一幅画十七亿 万万不能懈怠啊 要是我有这手艺 恨不得饭都不吃了 老铁们 难道你们就不想看贺桥 那视频我看了两天 越看越感觉邪门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贺桥要不就算了吧 别再给送走谁 好家伙 陈青目瞪口呆 他直播的时候 费劲的来个五沙弹幕 都没这效果 曾爷爷就往镜头这一做 都不用说话 网友自己都聊得兴高采烈 说到兴奋处 还自觉刷播小礼物 嘖嘖 他心里酸溜溜的暗道 这场面别说自己没见过 就是可拙劲的打听 直播界都没出现过 谁家主播不是哄着谁要 唯独自己曾爷爷 谁有得求着他老人家直播 人比人果然气死人 他吸口气 故作严肃道 嗨嗨 兄弟们 今天曾爷爷说了 不做别的事了 就简单的和大家聊聊天 想看热闹的都散了吧 今天没什么大场面 可惜 他话还没说完 哄 直播间飞腾起了火箭 京都李重阳打赏主播超级火箭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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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千枚超级火箭 价值六百万 就这么扔出来了 眼都没眨一下 轰隆隆飞起的火箭动画 将直播间都卡得一顿一顿 一众多网友全猛了 这是哪来的好 直播界虽然常有大额打赏 但要么是支持自家主播充榜 要么是别有目的 可像这位李重阳一样 话都不说一句 先扔个几百万玩玩的 从没出现过 谁家钱也不是风刮来的啊 花钱总要有想法吧 六百万扔水里也要听个想 大佬 请收下我的膝盖 卧槽 真神豪啊 神豪说个话 征婚征婚 本人年方十八 原装出场 现象全网征兆良配 信里最好 京都李家 别不是我知道的那个李家吧 则 肯定是那个小魔王没错了 信里的有钱的多了 可敢把金雅兹挂在ID前头的 除了他 还能有谁 这小王八蛋 怎么冒出头了 就在此时 这位神豪终于说话了 主播怎么样 看到本人的实力没 让你后边的老头跟我说话 有画面赶了 都不用见到人 光听说的这语气 就能想象到 这位说话时的不可一世 一个嚣张的混世魔王形象 出现在众人脑中 陈青撇了撇嘴 以他如今的身价 早就不将几百万放在眼里了 曾爷爷卖字的十七亿 还在卡里放着 几百万 真当谁没见过钱 他收起笑脸 声音清冷的道 这位网友 我不认识你 也不想接受你的打赏 稍后我会将六百万赚给你 另外 别觉得有两个臭钱多了不起 我曾爷爷看不上 我也看不上 你可以走了 不怪陈青翻脸 涉及到老爷子的事 他态度都会变得强硬 在和平饭店抽赵子祥如此 这次直播也是这样 甭说现在有钱了 就算没钱的时候 他也不会为了几百万的礼物 让曾爷爷受任何委屈 其实 如果这位水友 不是这吊炸天的态度 好好说话 单纯的想和老爷子聊聊天 陈青就算半哀求半撒娇的 也能请曾爷爷聊两句 老爷子坐在这 想必也不会介意 可你过来就直接扔钱 紧接着 天老大自己老二的态度 谁管着你臭毛病 好 漂亮 主播这不我听你 给你刷两个鱼丸 这位龙傲天哪来的 嘻嘻 习惯了拿钱甩别人脸 被人甩回去的滋味怎么样 这还是普通网友的反应 以宋山省为首的三大家子弟 则更为激烈 差点兴奋的原地升天 白天出了意外事件 他们自然被家里收拾得很惨 甚至直接被警告 要是晚不回在陈青那里的印象分 让陈老爷子对自家有了意见 直接剥夺财产继承权 这下子行了 没人能淡定 大才女林子怡都不负以往的从容 有才并不等于不想要精致的生活 这几人正琢磨 怎么讨好陈青呢 就看见出来了这事 机会 行了 开干 老规矩 说话之前先诈评 不然显得没礼貌 不用心疼钱 各家老人早就说了 给陈青打赏 随便来 只要不让人家反感想怎么刷怎么刷 国民老公王小聪打赏了主播超级火箭X3000 国民老公王小聪打赏了主播超级火箭X3000 at帝都李重阳 我就是爱玩打赏了主播超级火箭X3000 我就是爱玩打赏了主播超级火箭X3000 李健健和我比有钱 不动如山打赏了直播超级火箭X3000 不动如山打赏了主播超级火箭X3000 我星号码星号 装星号 傻星号 滚星号 我警告你李健健 你在这撒野就是不给我赵子祥面子 臭星号星号 宋子怡打赏了主播超级火箭X3000 宋子怡打赏了主播超级火箭X3000 魔都不差钱 李重阳你还是低调些好 卧槽 无数网友都沸腾了 几句话的功夫 陈青直播间被打赏了数千万 这纵然在直播史上都是少有的一幕 一些电脑配置不好的谁有此刻 直接被卡得死机了 而远在帝都的某个小胖子 也目瞪口呆 赵子祥 宋山醒 林子怡 宋山玉 王大少 我尼玛不就想给我爷爷订个贺桥套餐 想让他死得高兴点 你们至于吗 下国很大 魔都与京都之间的距离很远 消息的传递自然也有一些滞后 陈玄陈老爷子虽然在魔都已经火出圈了 但从全国来说 只有一些顶级人物注意到 大部分人还是顶多在哪屋一间听过这个名字 了解的不深 李重阳就属于这类 知道有陈玄这么个人 在网上最近挺有热度 但没关注过 今天他之所以来澄清的直播间 还是昨天听狐朋狗有提起过贺桥的事 起了心思 想着爷爷快不行了 要是能给老爷子买个这套餐 那多风光 到时候家里的大人肯定高看自己一眼 自己也能借着机会表达表达孝心 至于陈玄是怎么做到的 自己能不能请动人家 人家又肯不肯来 他也简单琢磨过 觉得问题不大 简单 砸钱就行 这方面他很有自信 京都比自己家地位高得多的是 比自己家权是大的也不少 毕竟是遍地金关的京都 可要说能比自己家有钱的 那放眼看去 真没几个能打的 李家是出名的爆发户 没别的 就是有钱 除了摩都 港都 深城有那么几家能媲美外 放眼全国都没比自家有钱的了 有钱不能摆平所有的事 但可以摆平99%的事 如此 才有了开头的一幕 李重阳心想 600万砸出去 陈青还不得乖乖听话 事要是能谈成 那就再刷上一两千万 万万没想到 自己刚开了的头 剧本跑偏了 主播根本不鸟自己外 顺带还把摩都那批 和自己一个等级的三代 炸出来了 作为下国最有钱的一批三代 他们相互间都认识 李重阳真猛啊 自己是想求陈玄办事 才刷的600万 你们起毛线的哄啊 这么一回的功夫 已经刷出去五六千万了 有钱也不是这么玩的吧 我靠 老山 宋小娘 赵大傻 子一姐 你们搞什么 我就是想让这主播 还有那老头帮我办点事 你们给我急傻啊 李重阳战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的问道 直播间 水友们十分幸福 掐起来了 掐起来了 有钱的富三代掐起来了 他们就喜欢看这个 王大少 李健健 你别表现得很熟的样子 我警告你啊 主播是我最亲的朋友 你在这搞事 就是不给我面子 名人直播间自动认证 一看王大少发言 网友们激动了 王大少绝对是名声最大的富三代 国民老公 娱乐圈纪委 称号获得者 啊 真的是校长本尊吗 没看见实名认证吗 肯定是本人啊 校长也和主播认识 好家伙 刚才打赏太多我没看见 校长也刷了一千多万 真特么流皮 一次打赏我一辈子也赚不到 兄弟你说的太保守了 一千多万 那是一辈子的事 八辈子也赚不到啊 真尼玛恐怖 这么一会 主播收到了五千多万的打赏 太屌了吧 不动如山 李胖胖还有我 主播是我三妹 你敢吼她 想死啊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赵子祥 宋子怡 崇阳还是道个歉吧 你刚才说话的态度确实不好 让陈青妹妹心里不舒服了 我可告诉你 陈青妹妹是林家最好的朋友 我就是爱玩 宋山玉 胖胖 快道歉 不然咱们没爱咯 众人你一言 我一语的说个不停 忠心思想就一个意思 不管谁在这个直播间搞事 那就是看不起我们 你可以骂我全家没关系 但绝对不能声音大了 吓到我陈青妹子 姐姐 不然不共戴天 精英家族出来的三代 岂会真没脑子 李胖胖见到这阵时 也怂了 暗喜心惊 这主播到底什么人物 什么背景 才能让那几个家伙脸 都不要了跪舔 他不嚣张了 默默退出直播间 没搞清楚情况之前 不适合再说话 说多所多 拿起平板 他想了一下 决定去找老爹 问问这主播和陈玄 到底什么人物 自己不知道具体消息 但家里应该是多少 收集过情报 出门 只见小小的四合院里 此刻不停地有人进出 面上都带有哀色 李家老家主不行了 消息早就传了出去 和李家有生意往来的 沾亲带故的 想攀上关系的 都少不了来假惺惺的看看 有多少人真心实意不知道 但姿态都做得很服 李家也不会丢了李叔 专门安排人迎来送往 周叔 我爸呢 李胖胖拍了拍管家的肩 大咧咧问道 管家回头 先是看见了李重阳手里的平板 上面还有澄清的阳光照 看起来很是青春亮丽 他脸上浮现几次无奈 这小胖子也太不懂事了 老家主都快不行了 现在竟然还有心思看美女直播 真不像话 怪不得外人都说 李家后继无人 再说 你想看在屋里自己看不行了 还拿着跑出来 丢人现眼 可没办法 谁让人家生的命好 长房长孙 他强忍着怒气 指了指屋里 大爷正在跟老家主说话 你还是别进去了 免得老爷子生气 周管家犹豫着后边的话没说 他想说的是 免得老爷子看到你给直接气死了 好了 你忙着吧 这次爷爷肯定见了我肯定高兴 我给他老人家准备了份大礼 他死得准比谁都有 比谁都风光 话落 直接走进了屋 周管家 这他妈是人话吗 屋内 只见床榻上 躺着位病痒痒的老人 以行将就木 脸上都有了灰色 床前还站着位中年人 嘴上留着一抹胡须 分外威严 爷爷 爸 李重阳乖乖问好 老爷子没搭理他 而是眼神浑浊的看向大儿子 都让他来看我了 我这次是真不行了 北方有老习俗 就是老人要断气之前 把家里的亲戚都喊到跟前来看看 以免老人留下什么遗憾 李富贵一看自己 向来不待见的孙子都喊来了 自己这是真要走了 说着 他留恋的看着屋里的百见 充满了不舍 没人想死 有钱人更是如此 真到了临头 说获达都是假的 没有 您别多想 李家主见父亲气息更微弱了几分 瞪了李重阳一眼 急忙劝解老父亲 只是不等他说完 李重阳顺嘴接道 爷爷你别多想 一声说了 还有两天呢 呵 呵 就剩两天了 李富贵差点被这句话给吓死 父子二人手忙脚乱地帮老爷子顺气 这才让他缓过来 眼见老爷子平静下来 才松了口气 李重阳尴尬得不知所措 知之无无道 爷爷我不会说话 你别生气 我就是想来看看你 李富贵复杂地看了他一眼 对这个孙子 他真是没办法了 许世人之一生俘虏中有定数 自己这辈子时运加深 年轻时遇到了贵人 得其相助之下 算是富贵到了极致 赚的钱堪称富可敌国 可惜 冥冥中就有诗 李家少子 香火不剩 自己和老七耕耘一辈子 也就生了一个儿子 而后就再也没了动静 这唯一的儿子 幸好还算争气 能支撑起这偌大的家产 可到了第三代 彻底玩犊子 李重阳他爹努力了二十多年 自从生下这一根犊苗后 儿媳的肚子也没了动静 求便名医也没啥用 更让他担忧的是 富不过三代 许是真因验到了李家头上 孙子蠢的都没法提 脑子不聪明也就罢了 还偏偏爱自作聪明 闹出了不少笑话 哪怕到了临死 李富贵其实还是放心不下李家 等儿子也岁数大了 这偌大的家业谁能继承 李重阳没这么大的能力 这么多的产业给了他 只会害了他 这些想法一闪而过 李富贵悄悄叹了口气 扭过头 儿啊 让你家小子出去行不 你爹这声最后两天了 想死的踏实点 李家主脸皮抽搐俩下 冷眼看向李重阳 滚 嘿嘿 爷爷 爸 你们先别情绪这么大 这次我真用心了 准备给爷爷个大礼物 想让您高兴高兴 真的 你们听完一定觉得我这次懂事了 李重阳信誓旦旦说道 老爷子没准什么时候就不行了 必须尽快把事给谈妥 不然等人凉了再谈 怕赶不上 魔都距离京都可不近 时间得抓点紧 哦 嗯 李富贵父子二人对视一眼 都有些惊讶 这小子怎么突然懂事了 李家主犹豫急许 道 爹 不行你就听听 也难得他有心了 老爹儿子一样轻 手心手背都是肉 难得儿子想静静孝心 就别让他失望了 嗯 孙子 说说看 想送什么 让爷爷高兴高兴 李富贵有些期盼问道 嘿嘿 爷爷 这次我送的东西 您绝对想不到 我想送您个盛大的葬礼 我保证 整个帝都谁都没比您死的更有面子 谁都得羡慕 等您下去了 埋您周围的人的羡慕死 哎 也就是前两年我奶奶死早了 不然我也得让他风光风光 您看 就是这个老头 他会的绝活 能召唤贺桥 你看看视频 驾鹤西去您听没听过 这比什么灵车部牛皮多了 哼哼 想要不 李家主愣住了 紧接着脸上青筋冒气 藤弟坐了起来 转身就找棍子 逆子 逆子 今天我不打死你 你就不是我爹 气得他都糊涂了 李重阳傻眼了 老爹这反应不对 爹 爹 我真用心了 你听我解释 听我 哼 啊 李家主在旁边大打出手 床上 李富贵却愣住了 他呆呆地看着平板上的老人 嘴唇开始慢慢颤抖 没片刻 眼中竟有一行浑浊泪水流下 干爹 干爹 您还活着 他壮弱疯狂 不顾身体的虚弱 仰天狂笑 干爹啊 干爹 呜呜 干爹 富贵想你 想你啊 没人知道 声名显赫的李富贵 九十多年前 还是个叫花子 当年老家遭灾 粮食欠收 饿死人无数 在那个年头 能入口的东西 全都被吃光了 树皮 野菜 甚至观樱土 后期甚至出现了 惨绝人寰的 一子而食 百姓惨壮不忍描述 等百姓实在没有吃的后 不得已开始了迁徙 寻找能活下去的地方 迁徙 迁徙 自古以来 都是流民最惨 一路走 一路乞讨 路上饿死的海骨 随处可见 李家 原本也是个大家族 整个宗族都算上 足足有将近三五十口人 可在路上饿死的 病死的 还有忍不住投河的 等到了最后 只剩下了十来岁的 李富贵一人 等到他终于撑不住 倒下时候 却别一双温暖的手抱住 至今 他仍然记得那个场景 一位美得不似凡人的 女子抱住他 询问旁边的人 好可怜的孩子 咱们带回家好不好 我想救他 藏啊 以后你就是他干娘了 旁边 李家主头皮发麻 儿子把自己爹气糊涂了 没听见吗 气得都叫开爹了 他强忍着心酸 手上加了几分劲道 混账 我今天一定打死你 你这个逆子 王八蛋 李重阳都被抽得鼻涕泡帽了出来 他甚至觉得自己今天 可能会随爷爷一起去了 好在 这时候李富贵终于醒悟过来 喊住了二人 孙子 快说 这人在什么地方 这是在哪拍的 他干枯的手指 抓得李重阳生疼 言语间很急躁 似乎这个问题 比他生命更重要 整个人看起来 竟然精神了许多 可这种情况 对酒病之人不是好事 回光返照 洛成 洛成 这段视频是在洛成拍的 李重阳第一次见爷爷这种情况 也被吓住了 洛成 洛成 是啊 应是洛成啊 在那座城外 李富贵改变了命运 他立刻看向旁边猛了的儿子 平静道 背车 去洛成 爹 李家主犹豫道 您现在的身体 不如您告诉我 那是谁 我亲自去 将他请来见您 李富贵沉默片刻 落寞地摇摇头 在没有得到他的原谅之前 我不能告诉你们任何事 背车吧 能见他一面 我死也甘心了 眼见儿子还想说什么 他呵斥道 李介 你想让你爹死都闭不上眼吗 李家主双眼泛红 终于点了点头 拿出手机吩咐了一声 没一会 一个满载着急救器械 跟随着专家医疗小组的车队 驶出了京都 前往洛成 他们的使命 就是抓紧时间 以最快的速度 送老人去完成此生最后的心愿 然后带着遗体回来 李介并没有一同前往 京中还有许多事物需要处理 老爷子临近大行 盯着李家的豺狼 数不胜数 直到此时 李重阳才想起个事 犹豫地打通爷爷的电话 可 爷爷 我忘了给您说了 视频是在洛成拍的 可陈老爷子 现在在摩都 你可别走错了 房车上 李富贵示意周管家挂断电话 然后有气无力地说道 改道 聚摩都 等等 安排车拔 我那孙子接来 要是再弄错了地 你帮我掐死他 车队 掉了个头 差点跑错了方向 陈青直播结束后 转头就将莫名其妙出现的帝都李重阳 望在了脑后 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出现两个奇奇怪怪的人 不稀奇 这场直播确实如一开始所说 陈玄泄达了一些水友关于书法 医学方面的知识 并没有做出什么惊人之举 不过就算这么简单地聊聊天 讲的知识点 也能轻易融汇贯通 让许多真心求教的水友听得懂 听得明白 这无疑再次收获了满瓶的称赞 现在这年头 许多专家教授讲课云里屋里的绕半天 说不到重点 老爷子的简明峰 自然深受喜爱 此时的陈玄还尚且不知道 阴差阳错下 他出伤后 刻意没去联系的干儿子 已经在赶来的路上 有些不想见的人 总是会因缘巧合地见到 命运无常 第二天 清风徐徐 鸟叫重鸣 陈玄养在太师椅上 半眯着眼看着院中的人影 左右藤月 只见身穿黑色悬衣的男子 如同一只猛虎在战斗 不断做出种种动作 时而嘶吼 时而力爪闪现 气势十分磅礴 嘶 好凶猛的身手 不知何时到来的黄毅赞叹出声 眼中出现金色 天下五路无数 可此人完全走力之一道 一双手上的尽道的有上千斤 莫说旁人 就算自己这个先天强者哀上一下 恐怕也难受 不过 他悄悄摇头 嗯 陈玄侧头 斜眼看向他 怎么 觉得看不上眼 演练之人正是宋义 练的也是武情戏之虎事 他教的 看不上宋义演练的 那不就是说 看不起我的功法 已经收工走过来的宋义 也是虎目一瞪 杀意凛然地盯着黄毅 似乎只要他吐出半个不字 就要悍然出手 这老头乃来的他不知道 也不需要知道 陈先生教授给他的武情戏 被他看得比名还要重 绝不允许任何人侮辱 黄毅脸色微变 可涉及武学 他并未想着妥协 能成就先天境 自有一番傲骨 陈先生 我只是有什么说什么而已 这位小友刚才演示的功法 厮杀之间四头猛虎 凶猛可冠绝武学之手 至少我从没见过 更当猛的功法 但是缺点也太明显 他不卑不亢 并未因陈玄掌声者的身份 媚心说话 反倒是让陈玄高看了一眼 哦 你且说说 黄毅 缺点就太多了 如果真碰到恋家子 他退不能防守 侧不能躲避 追不能挤敌 跑也跑不过对手 这套功法 我看能被称为虐心功法 什么意思 宋义冷冰冰问道 黄毅笑道 你打不如你的 所向屁腻 但是一旦遇到比你强的 直接卸菜 你 宋义忍不住就要上去捶他 退下 陈玄瞥了他一眼 道 练武也得有眼力价 遇到打不过的 不是上去成能 他是仙天静 你打得过吗 宋义脸色狂变 精一不定地盯着黄毅 仙天 这个境界 已经近乎是习武者的巅峰 他没想到 眼前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老头 竟然是仙天高手 太可怕了 仙天静只存在传说中 大家都知道有这个境界 但亲眼见过的没几个 他万万没想到 继陈先生这个疑似仙天强者的人之后 自己竟然有幸见到第二个 太幸运了 他默默退到一旁 不敢再打扰两人说话 却将耳朵支棱了起来 再说 陈玄呵斥了他一句 转头看向黄毅 发现他眉宇间黑气竟然还在 并未消散 反而过了一晚上又浓厚了许多 这真让他有些好奇了 你昨天有没有遇到什么倒霉的事 倒霉的事 黄毅不解 陈玄 我是问你有没有踩狗屎 遭遇车祸 或者头上飞下来个花盆什么的 黄毅想了想 古怪的摇了摇头 他昨天一切如常的回宾馆睡觉 没发生任何意外 这不对啊 陈玄琢磨道 你身上凝聚了这么厚的霉运 按理说你在哪 哪都会倒霉不断 为什么会什么都没遇到 寻常人说的 倒了八辈子血霉 都没你现在的霉运厚啊 你为什么不倒霉 黄毅这 还是第一次知道 昨天那几个年轻人身上发生了什么 也知道 后来自己身上感觉不对劲 是为啥了 霉运 这东西说不清到不明 他也不知道 竟然真实存在 此刻听说自己身上倒霉的一塌糊涂 也迷糊了 他确实没感觉出什么倒霉的地方 不对 突然 他想到了什么 脸色大变 变得难看至极 怎么 你想起了什么 陈玄急忙问道 黄毅抬起头 声音苦涩 嘶哑 我想 我知道一念在哪了 昨天晚上 我接到了一晚上的坏消息 战场上 牺牲了很多人 从昨天太白山第一个电话开始 他陆续接到了数个消息 都是很意外发生的坏事 原本他还没多想 此刻才意识到 竟然有可能是自己身上的霉运 霉运所导致的 一时间 浑身冰冷 嗯 你详细给我说说 陈玄坐不住了 这件事 让他也极为吃惊 霉运这东西 他曾经研究过 与好运相符相依 只对个体生肖 从没听说过 能影响下属的 出现在自己身边的这团霉运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隐隐感觉到兴奋 黄毅有些犹豫 没有开口 其中许多事是国家机密 不能轻易向外透露 可现在要是不说 自己已知的手段 恐怕也没办法解决 可 有些消息不是很方便透露 陈玄一猜 就猜到了他的心思 冷哼一声 直言不会道 是哪方面出了问题 是离山那边的青铜守卫 还是雪山上那些蝙蝠 应该不是矿洞那边 出了问题吧 当年我封印过一次 应该不会啊 嗯 我想想还有呢 总不会是狐狸脸的蛇目 被打开了吧 国外的不至于吧 乱七八糟的东西 差不多全被我宰了 剩下几个 也是小鱼小虾 难道当年 沙漠金字塔里的 臭虫钻了出来 黄一猛了 咽了口唾沫 只感觉心里发凉 他觉得 自己现在要研究的问题 不是没运了 是先去查查这位 长生者刚才说的地方 究竟在哪 娘恋 下国还有这么多 我们不知道的险地 优瘦了 这些地方 都有 他瞠目结舌地问道 心里拔凉 目前下国官方所知道的 只有长白山上的 吸血鬼 和离山的青铜守卫 这也是两处挑战 最大的险地 其他陈玄所说的险境 他们从没有察觉过 想想心里都一阵地厚怕 嗯 都有点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当年闲来无事的时候 游历天下 全都见过 陈玄点头 黄毅 那您为何没处置那些怪物 我想 以您的境界 应该可以对付才对 我处置他们干嘛 这些东西 见到我的时候都挺怪 当年老夫为了保证物种的多样性 也就全留下了 陈玄淡然说道 都挺乖 物种的多样性 黄毅脑瓜子嗡嗡的 他万万没想到 会是这个理由 一时间心里五味杂陈 同时 心里对陈玄的实力 也有了直观的印象 具体多高不好说 但能把那些怪物当宠物看 总之很高就对了 那些怪物没那么好说话 接下来 黄毅也不用再隐瞒 将昨天发生的事 全都说了一遍 陈玄听完 点了点头 目前看来 这么多意外感一块 可能真跟着梅运有关系 不过还不能确定 再等一天看看吧 行了 你可以回去了 黄毅脸色沉闷 几次欲言又止 还有事 没 那我就先回去了 最终 他心里叹息一声 还是没说出口 其实他想试试看 能不能请陈玄 将那些麻烦都给解决了 那样一来 蓝提就解决了 可又觉得 目前还不到说这话的时机 自己现在之所以站在这 无非是因为 两人之前有一桩交易而已 自己与陈玄 或者说 下国与陈玄 并没有多深的关联 贸然找人家帮忙 容易被拒绝 这种事 被拒绝一次以后 可就不好再开口 所以 一定得把握好 时机才行 至于陈玄能不能解决那些麻烦 他没有丝毫的担忧 根据多潮密档记载 这位长生者的实力 深不可测 曾做过许多惊骇至极的大事 等黄毅走后 陈玄沉思片刻 抬头淡然道 武情戏第二世 练得怎么样了 此话自然是问宋义 陈玄敏锐感觉到 随着自己出事 很多麻烦也正在酝酿 此时急需要手底下有个好手 能帮着处理些东西 不然恐怕得失事轻微 麻烦 如果宋义能在短时间练成第二世 晋级先天静 那也算勉强能应付些小麻烦了 还得需要一段时间 宋义脸色战红 羞愧说道 站在陈先生面前 他都觉得无地自容 手里拿着顶级的功法 进度却迟迟不如人意 可没办法 虎世是与他自己最为契合的仪式 练时只需要忙就行了 其他四世却不同 他研究许久 就连入门都做不到 陈玄瞥了他一眼 冷横道 练舞醉际心浮气躁 你心都静不下来 如何能进行习舞 现在你莫说第二世 就连虎世都还欠缺点火候 宋义脸上浮现不解 闷闷道 按照功法上所说 属下的虎世 应该已经是大成才队 陈玄摇头 路数没什么问题 力度也足够刚猛 但是你缺了最重要的一样东西 杀气 这两个字一出来 周围的环境顿时变得凌冽 树叶都显得萧瑟 杀气 没错 古武不是现在那些 强身健体的花架子武功 有些功法被创造出来 就只为了杀人这一个目的 宋义 你可曾见过 不识活物的猛虎 一语点醒梦中人 宋义呼吸变的急促 他知道自己缺少的是什么了 是战斗 是厮杀 是生死间的磨炼 如果完不成这一步 恐怕自己的武擎功 再也难到下一个境界 能被陈玄受为门人 他的武学天赋 本就很强大 只不过是被时代 局限了思维吧 现代人谁没事 会去想着厮杀 陈先生 那我该怎么做 难道要去屠宰场杀猪 杀那些东西有什么用 你回去准备一下 明天跟着皇义离开 他会给你安排好 当年我留下那些地方 就是为了磨炼弟子门人的 如今该你走一走了 说完 陈玄闭上眼 冰冷道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宋义重重的点点头 转身离去 陈先生的话 他听得很明白 这次去世要拼命 能不能活着回来 就要看天意了 不过 他丝毫不在意 从拿到武秦宫的那一刻起 生死早就已置之度外 能见到更高的风景 死有何惧 昭文道 惜死可以 再说回皇义这边 回到住处 他脸色阴晴不定 原本不知道霉运也就罢了 知道后心里自然难安 呼 陈玄说的也不能全信 长生者都不能当凡人看待了 他的心思谁也猜不透 梅云到底是不是真的 试试就知道了 保持对一切怀疑的态度 是强者的本能 皇义伸出手 只见手掌中有一枚硬币 他闭上眼 深吸口气 轻轻向天上一炮 字 嗡 硬币翻转 而后稳稳地落在他的手背 他睁开眼一看 脸色更加难看 是花的一面 再来 字 再来 花 再来 字 片刻后 皇义脸色已经阴沉得要滴水 抛硬币这件唇碰引起的事 他竟然一连错了三十次 也就是说 但凡他想的事 没一件事会顺利发展 犹如旁边有个隐身的幽灵 可以看透他的想法 然后干预 皇义声音有些嘶哑 现在 就要再试试 看我的霉运是不是真能影响下属 如果这也是真的 警卫 进来 他心里浮现些许阴霾 或许自己也已经知道结果 老祖宗 陈青好像生病了 这时 于小双慌里慌张地打开门 焦急地冲陈玄喊道 怎么回事 不知道啊 没准是昨天晚上他着凉了 陈玄快步来到一楼的房间 只见陈青正捂着被子躺在床上 脸色有些苍白 此时天气已经有些闷热 他竟然还盖着厚厚的被子 曾爷爷 你 你别担心 我不碍事 陈青虚弱说道 一旁的于小双 直接从他胳膊下拿出体温计 一看大惊失色 我的天 都39度了 走走 咱们现在就去医院 陈青也被自己这度数吓了一跳 正常人体温是36度多 他这都能算得上高烧了 俩人急忙想去医院 发烧可不能拖 高烧有可能会把大脑烧坏了 急什么 陈玄呵斥了俩丫头一句 直接反手取出一个瓷瓶 拔开木塞 倒出一枚雪白的丹药 正是曾经赏赐过宋海平的冰清单 吃了 陈青一愣 面色有些为难 他毕竟不是宋海平 身为一个现代人 从小到大听不知道多少老师 讲过古代方式用重金属炼丹 心里还是觉得医院靠谱 主要是炼丹这东西太玄乎了 不会有什么隐形的危害吧 再说 足足有指甲盖大小的丹药 怎么吃啊 看着都怕 尴尬笑道 蹭爷爷不用了吧 小发烧而已 我去医院打个点滴就行 哼 我还能害你 眼见老爷子瞪眼 陈青所信心一横 拿过冰清单塞进了嘴里 试试看吧 下一刻 他睁大了眼睛 只觉得丹药入口即化 并没有他想象的胡嗓子 紧接着 头脑为之清明 全身的不是迅速散去 效果快得都不可思议 不仅如此 他甚至觉得 身体都轻快了许多 犹如回到了高中时候 像年轻了好几岁 我的妈 不等他说话 一旁的于小双 先目瞪口呆的惊呼出声了 陈青 你皮肤变得好白好难 头发都有光泽了 人的状态变化 其实非常明显 比如熬夜加班一晚上 第二天 皮肤必然顶着熊猫眼 精神违靡 肤色暗淡 整个人也会显得很疲惫 相反 如果早早地休息 享受一场高质量的睡眠 则会精神焕发 斗志昂扬 看起来都很精神 现在 陈青给予小双的感觉 要比上面的粒子更明显 从高烧39度到痊愈不说 就连肤色都白皙了 如果细看 还能发现 陈青的眼睛很有光 陈青听闻 急忙站到事一近前 啊 一看 也不由得惊呼出声 自己的变化太大了 要不是亲身经历 他绝对不会相信 这是一粒丹药的效果 实在是挑战科学观 和想象力 曾爷爷 这是怎么回事 书上不是说丹药 都是重金属什么炼制的吗 说话间 他双眼直勾勾地盯着 陈玄手中的玉瓶 呵呵 陈玄索性全都递给了他 这是上次开炉炼制剩下的 里面应该还有八里 你说好吧 再者说 你以为你曾爷爷 是哪些江湖骗子 我炼制的丹药 呵呵 不夸张说 我称第二 无人敢称第一 此话陈玄说起来十分自傲 他漫长的一生中 学会的东西实在是太多 比如琴棋书画等等 但那些在他眼里都是小道 陶冶性情而已 真正他所重视的 除了本命所在的仙法外 就要论炼丹之术 此术严格来说是他所创 即天生万物之精华 以炉火萃取 凝结成丹 效果可说乃凡间要食的极致 这冰青丹还属于小丹 最多只能这些伤病 增瘦十年 如果炼制的是 七七四十九天的造化大丹 可谓能活死人肉白骨 说一句 仙丹也不过分 西年他有个烧火童子 名叫葛红 学了点皮毛 出了太玄山后 竟然被称呼成了盗祖 由此可见 陈玄的炼丹之术 是何等的境界 不过别看冰青丹是小丹 是陈玄看不上眼的那类 属于随手炼制着玩的玩意 可在寻常人眼中 已经是了不得的逆天宝贝 丹丹能重新焕发身体生机 增瘦十年 世面上有什么保健品能做到 完全是神丹好不好 一旁的于小双 看着陈青手里的小玉萍 眼睛都要直了 满心的烦躁 想要讨或者买一课 但是又不好意思开口 她因为创业的原因 看起来比于小双还要沧桑 平日里用名贵的化妆品 遮掩住了而已 可到了晚上卸完妆 每每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都要抓狂 以前各种保养做的也不少 钱花了无数 化妆品用的更是世界顶级品牌 效果却寥寥 此时见了这好东西 哪还能走的动路 不管什么年龄段的女性 就没一个对自己容貌不在意的 陈青瞥了她一眼 眼珠子一转 起了捉弄的心思 当着她的面打开玉瓶 将里边的冰清单 全部倒在手心上 一 二 三 八 还有八粒啊 曾爷爷 您说这宝贝 放着不会过期吧 我该怎么用啊 陈玄大手一挥 自傲道 老夫炼制的丹药 放百年南散其香 历岁月不改旗帜 放心便好 你现在看它是什么样 过上百八十年 还是什么样 至于怎么用 你自己看着办吧 既然送给你了 你自己决定就行 又不是啥难得的玩意 不过 你自己就别吃了 吃上一颗 就能百病不清 再吃也没什么用 还容易大不过多 嘱咐一句 陈玄幽幽然走了出去 哦 陈青脱肠一挪鱼道 那这么看来 只能给没吃过的人了 咱们这谁没吃过呢 于小双再也忍不住了 上去直接搂住她的腰 连使劲在陈青身上蹭 我 我 我呀 我还没吃过 哎呀 青儿 你就别逗我了 给我个吧 求求你了 我发誓 只要你给我个 伦家以后就是你的人了 咦 死丫头走开走开 别蹭了 给你给你 真恶心 你都把口水蹭我身上了 玩到一番 陈青还是给了于小双一颗 别说曾爷爷已经将这瓶丹药赏给他了 就算没有 他也得想办法帮于小双求一颗 没别的 和于小双的勤奋 是在过去二十年中得到见证的 他们俩不分彼此 也就是有曾爷爷 这个亲人出现了 不然 于家就是他的亲人 谁对我好 我加倍对谁好 从不计较利益得事 这是陈青的处事准则 也是陈玄当时留下的家风 代代相传 亲二 谢谢 于小双真心实意地感激道 眼神有些复杂 玩归玩 闹归闹 他岂能不知道 这丹药的价值 他们俩丫头 因为陈玄没说增售十年的事 也不知道还有这药用 但能改变身体资质 治愈疾病 总不是假的 上次宋海平验证过一次 这次陈青自己 也体验了 真的不能再争 光这个效用 拿出去卖一两千一粒 不算过分吧 他们俩都是如此想到 于小双自觉 自己以前对陈青的帮助 别说一两千万 撑死了 也就是一二十万 当然 以前也没想着图回报 死丫头 你不吃给我 绞尽个屁 吃 我吃 我吃吃吃 闹腾了一番 于小双总算将丹药塞进了嘴里 效果如出一辙 冰凉的气息席卷全身 皮肤变得紧致细腻有弹性 脸上的毛孔都缩小了好多 原本如果俩人的容貌 能达九十分 现在要添八分 莫说魔都 就算放眼整个下国 能比他们更亮的 也没几个了 嘿嘿 嘿嘿 于小双高兴的都快傻了 死活抱着镜子不撒手 说起丹药 宋家也因此陷入了一场意外之中 话还要从宋老爷子宋海平大寿那天说起 那日宋老爷子得到了陈玄赏赐的一粒兵清单 身体机能大为好转 原本依旧如同朽木的身体 也焕发了第二春 宋老爷子从原本的走路都需要人搀扶 变成了一顿能吃半斤酱牛肉 加二两小酒 身子骨肉盐可见得结实了起来 这一变化实在是太明显了 有心人只要不瞎都能看到 自然 内内外外的讨论声也就不绝 原本还是小范围的议论 可自从前几日宋老爷子最新的体检结果出来 这件事大条了 据当时在场的人是这么描述的 听说了吗 给宋老爷子做体检的医疗组专家都傻了 嗯 说说怎么回事 那些专家口口声声说 老爷子情况不对 说他上个月体检的时候就显示不行了 现在竟然还活着 见鬼了 嗨嗨 别怪那专家傻眼 我偷偷告诉你的内部消息 宋老爷子原本是癌症晚期 可自从大受过后 癌症好了 癌症 尤其是晚期 被视为死神的使者 阎王的邀请帖 他不会因为你的身份 地位 权势 对你有任何的优待 他公平地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 这是无解的难题 不管是谁 只要被确诊了癌症晚期 基本剩下的日子能数着过了 那种明知命不久矣 却无可奈何的无力感 不知逼疯了多少人 对有钱人更是如此 他们家财万贯 可却买不到能续命的药 可宋家出现了奇迹 近百岁高龄的宋老爷子 还正自愈了 如果这还只是让人单纯羡慕他命后 那紧接着传来的消息 则逼封了所有的权贵 重大内幕 宋老爷子的司机亲口说的 宋老爷子的病能好 是因为吃了一粒丹药 号外号外 宋家主得神丹一粒 据说可续命十年 据不想透露姓名的宋山省先生说 他爷爷亲口承认的 吃的是名为冰清丹的神奇丹药 百病全销 严寿十年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那日宋海平来接陈玄 就在七号院的台阶上 众目睽睽之下的赐的冰清丹 并且吃下的 这消息想瞒也瞒不住 很快 这件事的发酵速度 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无数大恶闻风而动 无论是生意人 财阀还是权贵 利益可以衡量得失 三思而厚动 但这种涉及生命的神丹 没人敢落后一步 在这等神物面前 谁能保持理智 成功人士也是凡人 保不准谁家就有亲人快不行了 如何肯放弃这等神丹 就算家里没有病人的 自己也想吃啊 陈玄这个名字 再次以核弹级别的威力 乍响在了魔都 宋家这个唯一与他有牵连的家族 陷入了暴风雨的中心 苦苦抵挡着四面八方的压力 全都是想通过他们家求要的 宋海平自然不敢替陈玄应下 他也没资格 只能尽力帮着应付 只是出面的人物越来越强 能量也越来越大 宋家渐渐的也扛不住了 就在无数剧情渐渐不耐烦 想直接找陈玄的时候 某家拍卖行 爆出一则惊天消息 两日后将拍卖一粒冰清单 起价 十亿 第二天 拍卖会的消息传播得越来越广 吸引了全国的权贵聚集魔都 这还是时间太短 许多国外的大佬过不来 不然场面恐怕会更恐怖 十亿 多吗 多 普通人一辈子都挣不到个零头 但是要看谁来说 对某些积累了三十余才的老牌家族 或互联网新贵来讲 他们拥有着市值数千亿 甚至上万亿的生产资料 钱早已只是个数字 一个多亿的美元 能换来百病不轻 延寿十年 简直太便宜了好不好 属于走过路过不能错过的好事 错过了能后悔的单长寸断 拍卖会还没开始 就可以想象 最后的成交价会是个天文数字 甚至有大佬预言 最后的成交价可能在百亿之上 这数字 让许多爆发户都心产 与此同时 临近魔都的一辆车队 也得到了消息 比凭财力这种事 主办方觉不会忘记京都李家 特意打电话通知的 都说李家老爷子快不行了 这个冰清单出现的时机恰到好处 李家肯定不会让 事实也确实如此 先不去找干爹了 明天先去拍卖行 拿下这个单要再去 我不能躺在单架上去 见他老人家 李富贵望着已经隐隐可见的魔都 虚弱说道 他还是决定再等一天 身体确实是不行了 现在已经感觉神志都迷迷糊糊的 随时都可能要过去 自己不能以这个状态去见干爹 是 周管家自然没意见 转身安排车队改变路线 先去李家在魔都的府邸 同一时间 京都的李家开始筹措资金 简直到了不惜代价的地步 许多优质的财产都抵押了出去 一笔笔恐怖的资金集中到某个账户 数字大到 让某个总行的行长都震惊的地步 这一切与子愿都没有关系 外边的风风雨雨 打扰不到七号院的宁静 黄义来找陈玄辞行 长白山那边的事 已经到了必须要解决的地步 下国其他几位先天强者各有要事 他只能亲自前往 你没心的霉运 我没办法消除 不过有手段能封了他 陈玄淡淡说道 这团霉运他研究了三天 心里已经弄明白了的大概 这东西有点类似于天才地宝 属于某种巧合下自然诞生的 不具备复制性 具体的作用也很简单 很鸡肋 就是给人带来霉运 自然界中这类东西很稀少 不过也有各有各的作用 比如陈玄曾经见过一棵九转雷劈木 形成的条件也极为苛刻 要求是一棵柳树 每百年都要被雷劈一次 而后还要重新抽枝活过来 如果重复九次 才能成为九转雷劈木 这种木头天然就有猪鞋 震恶 强韵 守福的功效 后来被它做成一柄桃木剑 送给了某个稻桶 如今就有了龙虎山的千年的稻桶 当真 那还请您出手帮我收了 这东西 这两天真把我们折腾惨了 不知道您需要什么才肯出手 黄毅双眼都隐隐放光 激动得不行 这两天自己算是倒了大霉 就没听见过一件好消息 也给天选部带来了无数的麻烦 据说上边了解到这边的情况后 有人提议不行 就自己先提前退休养老 不然老这么倒霉 不是办法 不用 我收集这碗 这么多年 就爱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陈玄说着 举出来一小节桃木 递给黄毅 将这东西随身携带 等什么时候彻底变黑了 给我送回来就行 这是 千阴木 取自世界上最古老的桃树树心 能吸收束缚脏东西 我一般当做容器用 好 如果真能将这霉运吸收出来 我会给您送回来 嗯 对了 一会你带着它一起走 陈玄指了指送业 这不太合适吧 黄毅闻言醋眉 有些不太乐意 自己要去的地方事关机密 不能轻易透露给外人详细地点 不然 被针对性的搞破坏 容易出大问题 嗯 陈玄侧眼看他 我告诉他在哪 让他自己过去 黄毅脸黑 忘了这位全都知晓具体位置了 下国的秘密 对人家不是秘密 那还是跟我走吧 擅自闯进去 更容易出大麻烦 别这么一脸不情愿 一个临近先天的好手 给你免费打工 你赚了 临近先天了 黄毅一听 瞳孔皱缩 紧接着满脸的羡慕 昨天看的时候 还是六十高端 这么一晚上的功夫 都要先天了 有个长生者教导真幸福 自己当初可是硬生生魔了三十多年 才入的先天 羡慕极度恨 陈先生 我走了 您多保重 我必成先天 到时再回来见您 等他将所有事宜交代完后 送一郑重地给陈玄跪下磕了的头 而后头也不回地跟随黄毅走了 目光坚定 他没说自己成不了先天竟会怎么样 等不见了二人的身影 院中有声音轻笑 老夫看中的人 不会走眼 陈玄随手赠予他份功法 且给了个机缘 如不出意外 定然会塑造出个绝顶的高手 这种事过去发生过无数次 比如当初给过宋海平一笔资金 介绍了两个人脉 所以出现了声名显赫的宋家 再比如更早以前送给某人一本兵书 其率领军队所向辟命 绝杀凶奴于墨北 杀出了大名鼎鼎的冠军侯 钟情于纵横之术的鬼谷子 剑法通神的概念 可抗千金俱顶的霸王 手摇雨扇的八卦图 真传的卧龙 历史长河中 这些人搅动了天下风云 兴望了万千子民 背后 皆隐隐有陈玄的影子 栗子无数 他就是幸运之神 或者死神 在他的身边 被他青睐者 一步登天 惹他不悦者 万劫难赴 陈玄就是这个世界的bug 有些人知道这一点 拼命的跪舔 势如神明 有人不知道这一点 所以疯狂地作死 这不是 作死又来了 门外 一位衣衫楼履 浑身脏兮兮的青年 仇恨地盯着七号院 眼睛里都在冒火 牙腰的咯吱咯吱想到 唐燕 那陈玄老头就住在这里 绝不会错 您绝不能让他跑了 这青年走路都摇摇晃晃 似乎身体极为不好 他正是赵燕 赵家树倒狐村散后 他不知道怎么逃了出来 且带人来了这里 他身后站着卫身穿赎紧的老者 没须修剪得整整齐齐 眼中有金光闪烁 老者嫌弃地瞥了他一眼 面笑屁不笑道 放心 他跑不掉 咱们说好的 赵燕 惨然一笑 赵家没了 我都成了这个鬼样子 没几天好活的了 钱留着也是没用 你杀了他 只要杀了他 我们赵家在国外的信托会 全都转到你名下 文一笔乱国 侠义武犯禁 既然有鼓舞的存在 那就自然有侠客的生存空间 学习鼓舞的不多 但下国太大 说不准哪个名山秀水间 就有份传承流了下来 而且 相比如愿意投身官方组织的舞者 喜欢逍遥自在地 更占多数 下目面临的挑战很多 外部环境是来自灯塔国 和那些恶心的怪物 内部的主要不稳定因素 则是这些不听话的舞者 他们给官方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唐墨就是这么一号人物 甚至还可以说是 官方重点关注目标 他是先天进强者 而且 性格有很大的缺陷 穷怕了 贪财 贪色 为了钱和女人 就没他不敢干的 不过要说以前 他也不至于为了爱好动杀心 这次之所以能被赵叶请来 也有冰清丹的原因在 近些年 他明显地感觉到 身体不行了 渐渐地力不从心 这可让他很是恐慌 女人的不满意还在其次 最重要的是 江湖人没有金盆洗手这一说 等你拿不动刀的时候 就是仇家索命之时 恰在此时 冰清丹的消息传来了 没别的说的 他志在必得 只不过一想到 起拍价都十个亿 他的心简直在滴血 想得到丹药 又不想花钱怎么办 赵叶只好死不死地送上了门 这下没说的了 杀人越货 但要到手不花钱不说 还能吃赵家一头 美得很 至于会不会发生危险 他没想过 先天静 先天静 就是无敌的代名词 他可能打不过一支军队 但想逃脱掉军队的围剿不难 因此 军方也很不愿意招惹他们 不然等来的 会是无休无止的报复 只 两人像是回自家院子一样 打开门走了进去 七号院里 陈玄此刻正在二楼吐纳 院子里只有俩丫头在 陈青和宇小双身体变美 这时候还美滋滋 正趴在石桌上 一粒一粒地观察冰清丹 小脑袋琢磨不明白 这小小的丹药效果 为什么这么神奇 听到开门声 陈青一看就愣住了 唐墨他不认识 可赵夜是熟人了 汇丰楼外曾爷爷打飞过他 你们干什么 你们怎么进来的 给我出去 同时 他悄悄将手揣进兜里 忙发给于小双个短信 报警 这俩人擅自闯进来 恐怕没怀着什么好心思 与小双瞥了一眼 脸色顿变 他也不傻 立刻扭头 就想往屋里去 可他还没迈动脚步 肩膀就被人抓住了 犹如刚找一般 抓得他生疼 啊 回头一看 刚刚还在门口的老头 不知道何时 越过了这七八米的距离 站到了自己身后 干什么 你猜 我要干什么 唐墨黑黑一笑 眼里闪过一丝银鞋 体内有骨躁动 他没想到 这家竟然有两个 这么美的女娃 他玉女无数 也没有享受过这等资质的 简直比那些大明星都美 天生丽质 死之前不能浪费了 好胆 二楼的陈璇 猛地睁开双眼 怒喝出声 没想到 有人赶来他家里找死 活得不耐烦了 喂 什么 刚离开紫园不久的黄毅 接了个电话 脸色大变 一把扯住宋毅就往回奔 车都顾不上坐了 似乎得知了什么 极为惊骇的消息 宋毅看二人去的方向 心里一沉 黄部长 紫苑出事了 顶着强风呼啸 黄毅脸色阴沉 顾不上解释 直接点开刚收到的一条视频播放给他看 视频中 一个青年满眼血色 壮若疯狂的鹰狠道 宋家 林家 赵家 王家 还有甘愿为走狗的国安 你们好狠 竟然杀了我爹 瓜分了我们家 不过 嘿嘿 哈哈 你们没想到吧 我赵爷活着逃出来了 看看这是谁 不错 鬼手堂 堂爷 我用我们家百亿的信托作为报酬 请看来人家 来帮我复仇了 你们 都给老子等死吧 现在 我要先去宰了陈玄那条老狗 别急 接下来就是你们 画面一黑 视频播放完毕 鬼手堂 宋毅性格在沉稳 此时都忍不住心里一寒 练武之人 就没几个不知道鬼手堂呢 鬼手堂 堂末 据传幼年 在蜀地某山崖 捡到了一门暗器功法 带有心法的完善功法 自此之后 他在全世界都闯荡出了弱大的名气 据说他的暗器无影无踪 威力更是大的媲美步枪子弹 他不动手 则已 动则必定取人性命 因此 慢慢地被人称呼为鬼手堂 那双手就像勾魂锁命的鬼 见着必死 黄部长 您打得过鬼手堂吗 不对 应该说 陈先生是鬼手堂的对手吗 黄毅摇头 鬼手堂晋级 先天比我早得多 现在我们评估 最少也在先天中层 我恐怕不是对手 不过你放心 我拖住他 应该不是问题 他不敢纠缠 至于陈先生 他好多年没出过手了 我也不知道他目前的情况 黄毅眼中闪过一丝忧色 根据史料记载 陈循的状态很不稳定 强大时 疑似能翻山倒海 可某些特殊时期 他又疯疯癫癫地像个普通人 比如两年前 在玄山发现他的时候 身上就没一点修为的影子 现在两年过去了 官方也不知道 陈玄究竟处于什么状态 如果是修为恢复了还好 鬼手堂死定了 如果没有 那恐怕就糟了 别忘了陈青还在紫院 一旦这位长生者 最看重的曾孙女 发生了什么意外 后果是灾难性的 等陈玄恢复过来 一位发疯的长生者 是下国绝对不想面对 想想都胆寒 说话间 风驰电撤 两人愣是用脚跑出了时速180 很快就回到了紫院小区 刚到这里 碰巧的发现宋海平 赵家 林家 也带着各家的打手赶来了 黄老 黄部长 三位家主都认识这位 面色凝重地打招呼 行了 不是废话的时候 快进去 呜呜呜呜呜的人群 迅速前往七号院 打开门 所有人都愣住了 这 陈叔 死 三大家主连带着无数打手 黄部长 宋毅 全都寒气 从脚底涌上脑袋 院中 陈玄备手站立 陈青和于小双 倒在了他身后 鬼手堂端端正正地跪在门口 正不断地 用他自己的暗器 在身上穿针引线 胳膊上 腿上 身上 已经密密麻麻的 全是黑白线条 针脚密集 很有美感 脸上似乎在承受着偌大的痛苦 可发不出丝毫的声音 手上一丝不苟地继续工作 赵叶一跪扶在一旁 这一幕太过惊悚 愣了片刻 众人才反应过来 刻意绕开血人一样的鬼手堂 跑到陈玄的身前 陈叔 陈玄摆摆手 冷哼道 把小青他们搀扶到卧室 快醒了 语气很不好 他刚才没想到 竟然有人敢擅闯家里 怒急之下出手重了点 为了不让俩丫头吓到 直接弄晕了过去 还愣着干什么 快 宋海平喝制几个女打手过去后 急忙跪倒在地上 低着头 一句话也不敢说 宋家就是如今老祖宗的守卫 让人就这么闯了进来 是他们的失职 宋老爷子都跪下了 其他人那还敢站着 骑刷刷也跪下 你可以走了 陈玄没搭理他们 先是冷眼看向黄义 接下来的事 不适合外人看到 黄义被这一眼看得全身凉透 头皮发炸 是 是 凝芒 说完带着宋义直接离开 等没了外人 陈玄任由他们跪在地上 自己躺到太师椅上 眯眼道 宋海平 当年你好歹 还能给我看看门 怎么 现在门都看不好了 这话 不可谓不重 宋海平低垂着头 不敢说话 陈氏门人的身份 让他得了天大的好处 可以要背负上相应的责任 今天他 明显是失职了 老祖宗 魔独有突然冒出来的冰清丹 爷爷是在追查丹药的来处 宋山和低声解释了一句 住嘴 宋海平豁然扭头 紧接着一巴掌 抽在他脸上 再敢顶撞老祖宗 逐出家门 宋山和挨了一巴掌 又看见爷爷眼里的交集 明白自己贸然插话是貌似了 急忙乖乖低下头 这一幕 这所有人都胆颤 以前三大家严格来说 只有宋海平 亲自在陈玄手下办事 其他人没资格接触过 也就上次宋家大寿时候 见过一面 当时还觉得老祖宗挺平和的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了 错觉 这位的恐怖 看看还在一边疯狂自残的鬼手堂就知道了 三大家的几个小辈会在后边相互间满眼的庆幸 宋山醒 宋山玉 赵子祥 林子怡都出了一身的冷汗 颇有些大难不死的感觉 上次他们喝多了口嗨 冒犯了老祖宗 只是被陈玄罚站了一下午 现在看来是运气好的逆天 可能是赶上了老祖宗那天心情好 不然没准他们也早就跪门口玩针线活去了 哼 听闻了宋山和的解释 陈玄脸色好了一些 办事最重要的是分清什么重要 别整天稀里糊涂的 有人拍卖冰清单算什么大事 我前些年赏赐过不少 指不定从哪留下了一颗 拍卖就拍卖 不用去管 明天拍卖会 小青也想去 你几家的年轻人陪好 再出了差错 哼 说完 陈玄走进了屋里 把院子里处理干净 都滚吧 三大家所有人大气都不敢喘 乖乖地退出了院子 没一会 七号院恢复了宁静 就连空气中的血腥味 都被空气清洗剂所驱散 又过了没一会 陈青和于小双 齐齐地睁开了眼 啊 曾爷爷 他们记忆还停在老者 突然出现身边的一幕 自然惊呼出声 哎 哎 曾爷爷在这 不用怕了 赵叶和那个怪人呢 都被抓走了 放心吧 陈玄笑道 你们胆子也太小了 居然直接被吓晕了 丢人不丢人 是吗 陈青和于小双脸上 都露出一丝狐疑 第二天 陈青家客厅中 赵紫祥 宋山玉 宋山醒 和林子怡 端正正地坐在沙发上等待 手机都不敢玩 像是三好学生一样 等了好一会 陈青和于小双才下楼 抱歉抱歉 昨天睡得太晚了 刚收拾完 都等急了吧 陈青歉意说道 没有没有 不着急 拍卖会还早 去早了也没事干 不错 我刚刚沉思了一下人生 静坐挺好的 几人齐刷刷摇头 态度诚恳真诚 心里则是疯狂吐槽 谁敢有意见 不怕玩针线活去啊 要不是有昨天老祖宗的吩咐 他们都不敢踏进这院子 甚人 陈青感觉他们的态度有点奇怪 不过也没多想 还以为几人是对上次的事心有歉意呢 跨上包道 好了 走吧 出了门口 几人的腰都不自觉地塌了下来 喂喂喂 你们至于吗 搞得我们家像是龙唐虎穴一样 于小双不满地皱起了穷鼻 双啊 你谦虚了 龙唐虎穴可没你家 赵子祥话 还没说完 就被眼疾手快的林子怡捂住了嘴 美眸中满是惊恐 赵大傻是完全不长记性 上次就是他口嗨 这次还死性不改 好了好了 王大少到门口了 走走 咱们赶紧上车 宋山玉也急忙转了的话题 拉拽着陈青上了车 哎 别拉我啊 赵子想想说什么啊 嗨 别管他 他想说 你们家怎么可能是龙唐虎穴呢 我们在这亲切得很 就像回家了一样 是吗 肯定啊 那挺好 以后你们多来玩啊 不敢不敢 嗯 呃 我是说一定一定 车上 陈青照常打开了直播 以他如今三千万粉丝的热度 即使是轻早 直播间也立刻涌入了无数的水油 主播走 卧槽 主播你整容了 死 还真是 主播你怎么变好看了 这尼玛 变化也太明显了吧 实锤了 主播刚从棒子国回来 贵求主播带货 什么化妆品效果这么明显啊 铜球加一 铜球加二 刚看到陈青第一眼 无数老观众就敏锐地发现了陈青的变化 皮肤好了很多 头发也有了亮泽 眼神都在放光 这变化太明显了好吧 不等陈青说话 与小双挤到了镜头前 臭美道 兄弟们 看看我的变化怎么样 他陪陈青一起直播的次数多了 老观众也都认识他 这下子 又惊起了无数的卧槽 又又又又活着了野生美女一枚 双儿 你咋也有变化了 告诉我 你和主播怎么变呢 叔叔给你买糖吃 哎 你们看照片对比 他们俩真的变化了好多啊 这还用对比吗 眼不瞎的都能看到吧 于小双特别享受称赞 仰着脖子笑道 嗨嗨 偷偷告诉你们啊 我们吃了老爷子里的冰清单 哈哈 羡慕不羡慕 这话一出 先不说观众羡慕不羡慕 车里人都酸了 他们也早就发现了 陈青和于小双的变化 怕涉及到老祖宗的秘密 才没敢问 这时候知道了原因 心里自然泛起了柠檬 尤其是林子怡和宋山玉 同时心里起了心思 今天看看 有没有可能买到冰清单 要是二三十亿能成交的话 拼点凑点应该够 没办法 他们不敢去找老祖宗求要 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陈青将手机架好 突然拍了拍开车的王大嫂肩膀 王少 你帮我个忙呗 王大少一回头 顿时直播间沸腾了 卧槽 校长 是校长本尊 看到真人了 不是吧 主播你怎么和校长搞到一起了 完了 主播被校长拿下了 大清早就在一起 昨晚不会过夜了吧 王大少一回头就看见了这些弹幕 顿时满脑袋飞现 方向盘差点都攥不住了 昨天陈家发生的事 他已经知道 现在被这些言论吓得不轻 这特么都是什么虎狼之词 要把自己坑死吗 我靠 我警告你们啊 陈青和我是好朋友 没任何不纯洁的关系 谁敢瞎说我纪律师函 生怕被陈青误会 他斥急白脸的吼了一嗓子 陈青误会倒是没误会 可被吓了一跳 你干嘛呀 小点声 吓死人了 王大少立刻缩了缩脖子 压低声音道 嗨嗨 是是 我这不是他们瞎说吗 轻儿别管他们 你说 有啥事尽管吩咐 不等陈青说话 赵子祥难得的聪明了一回 轻儿 有事你给我说啊 咱们是自家人 不用麻烦外人 好家伙 这还是赵大傻嘛 开窍了 宋山玉 宋山醒 林子怡心里顿时有了危机感 轻姐 宋家可是和老祖宗最亲啊 你给我说 啥事我都给你办了 嗨嗨 林家和老祖宗 有几十年的渊源了 秦儿妹妹给我说吧 这一幕 可让水友们傻了 这是什么情况 求人办事 还能变成被求的 好家伙 三大家的后代 都这么热心肠吗 王大少脸黑得像的拖鞋 差点直接松开方向盘 爬后边锤他们 自己想巴结讨好陈青都想疯了 难得有机会 你们竟然敢截胡 秦儿 别搭理他们 有事尽管说 陈青受不了他们的热情 急忙摆手道 不用不用 你们别这样 就是个小事 是这样 我曾爷爷现在喜欢 种一些花花草草的 院子有些小了 我想换个大点的地方住 王大少家里不是做地产的吗 我想看看 他能不能帮着介绍个 他现在手里有小二十个亿的闲钱 也没什么花销 自然想着让曾爷爷住的舒服点 自从发现老爷子 每天都在鼓到些花花草草后 就琢磨着 买套带花园的房子 在寸土寸金的魔都 符合他要求的不多 所以才想到了王大少问问 千达集团是地产龙头企业 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其他几人听完 眼睛都放光 亮得吓人 老祖宗现在住的地方小了 这是讨好他老人家的机会 有有有 亲儿你别管了 这事交给我 王大少都不给其他人说话的机会 单手把这方向盘 另一只手熟练地掏出了手机 喂 爹 可 那什么 我有个朋友想买套带花园的房子 最好大点的 谁 你也知道 我给您说过 就是陈青 资料发给我吧 我们现在去参加拍卖会 完事就直接过去看 好好 挂了 三两句话 这件事妥了 效率高的其他人都目瞪口呆 直到此时 与小双才反应过来 一把扑在陈青身上 声泪俱下道 好啊 陈青 你要抛弃我了吗 没 我不管 我就要和你住一起 行 到时候不行 咱们一块搬过去好了 嘻嘻 这还差不多 很快 加德拍卖航到了 如今网络拍卖兴起 对这些老牌的拍卖势力 造成了不少冲击 这次冰清丹在这里拍卖 倒是给加德带来了不少人气 就是不知道丹药是不是真的 效果有没有宋老爷子那么好 谁知道呢 加德口风很严 除了知道名为冰清丹外 其他的都没透露 加德拍卖行外 已经占了不少人 此刻正在议论纷纷 不过都没急着进去 因为魔都三大家的家主 都在门外等待 貌似在等待什么重量级的人物 其余人也都有些好奇 什么人能让三位老家主等待 送老 一位带着金丝眼镜的中年人走了过来 与他一起的还有位年龄稍大些的男子 两位都姓马 哟 你们也来了 哼 这么惊人的消息 自然也得过来凑个热闹 马老师 你不是去教书了 今天也过来了 嘿嘿 这不是想来看看您啊 就你会说话 三位老家主和两位马董谈笑风生 其他人没资格靠近 生意场上更讲论资排备 买卖做的大小是一回事 可背后代表的关系人脉又是另一回事 两马别看如今有首富之资 在宋老面前还是不敢放肆 这五人是一个级别 马老师心里敏锐 他很快发现 宋老爷子在聊天的时候 频频向路上看 他打了个去道 宋老 您偷偷给我们透露一下 一会还有谁要来啊 别不是黄老吧 听说黄老也在魔都 宋海平摆了摆手 黄老昨天已经离开魔都了 我在等 来了 话没说完 只见一辆商务车停在了门口 三大家的成员全都闻风而动 骑刷刷的挤了过去 陈青一下车就猛了 宋爷爷 赵爷爷 林爷爷 你们这是刚到 刚到 哈哈 来来 丫头和爷爷一起进去 陈青和于小双 被一头雾水的簇拥了进去 人群中哗然 他谁啊 好大的面 嘿 你还在魔都混呢 陈家丫头不知道 兄弟说说 最近有事在外地 刚回来 嘿嘿 今天拍卖的宝贝 应该就是人家曾爷爷制的 好家伙 陈小姐 陈小姐 马董有些木讷 不知不觉地被挤到了外边 可是马老师绝对不会 人家就是靠察言观色起家的 他三下五除二地凑到陈青身边 笑眯眯地递给他张名片 陈小姐 认识一下 Jack Ma 听说你还投过我们阿里妈妈简历 怎么最后没去啊 啊 陈青一看马老师 有些惊讶 对年轻人来说 两位马董的名声 也要比魔都三大家高太多了 马老师你好 是啊 我当时已经过了面试 刚要去上班 可惜我曾爷爷来了 最后遗憾地没能去了 没事 马老师挥挥手 道 竟然过了面试 那就是咱们阿里自己人了 怎么样 抽个时间吧 我亲自带你参观参观咱们航程的总部 那太谢谢你 我其实对阿里相当地有兴趣 不过我得问问我曾爷爷 看可不可以去航程 没关系没关系 正好我也想拜访一下陈老 我对贵族的字很感兴趣 想探讨探讨 好 那马老师等拍卖结束 你可以和我一起回去啊 就这么定了 恭敬不如从命 三言两语 马老师就和陈青认识了 外边的马董心里憋屈 不过转头一想 心里有了主意 悄悄拿出电话 帮我去给子院七号院地拜帖 就说有件东西 想请他老人家看看 号称是两千年的山餐 另外 明天早上之前 将人行总行七号保险箱里的东西 送到我手上 两人各自谋划 都在准备拍卖不利的后手 尽管准备的资金很充足 但也要预防意外的发生 冰清单 他们无论如何也要得到 不惜代价 各位朋友 各位来宾 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拍卖会 今天我们准备了极为丰富的藏宝 不管您是想收藏也好 想投资也好 一定会遇到心仪的宝物 另外 今天拍卖会有压咒大宝 冰清单 原谅我 现在不能再过多地介绍了 让我们将期待留到最后 下面有请我们的一号宝贝 兰拉斯钻头花 加德拍卖行很有策略 将人人在意的冰清单留在最后 难得聚联起如此多的富豪 是大拍的好机会 兰拉斯钻戒 各位想必都了解 你们见过鸡蛋这么大的天然钻石吗 更可贵的是它天然 就像一朵头花 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工 相信我 世界上只有这么一朵 无论是送给谁 她都将成为独一无二的女子 起拍价 一千万 拍卖台上 一朵有鸽子蛋大小的头花 发出璀璨的光芒 拍卖师没有吹嘘 确实非常漂亮 哇 太美了吧 如果将来结婚的时候戴上 那我得高兴死 与小双两眼放光 林子怡和宋山玉也频频点头 女孩子多多少少都会对出嫁的那天有美好的幻想 陈青眼中也有些渴望 可还是摇了摇头 上千万的珠宝 太贵了 不过 几分钟后还是咬牙举牌 人不轻狂往少年就任性这么一次 好 一号买家 这位美丽的小姐 加价一百万 现在一千一百万 小姐 您真的很美 哪怕是这枚南拉斯头花 在您面前都显得有些暗淡 一千五百万 三十七号买家加价到一千五百万 各位 他不需要我浪费口舌的介绍 相信我 为了独一无二这个词 什么价格都能配得上他 七十八号买家加价到两千三百万 两千三百万一次 两千 九十号买家出价三千万 不过片刻的时间 这枚开场珍宝 直接上涨到了五千万 这个价格已经溢价最少百分之三十 可还在有零零散散的买家举牌 最后 赵紫祥出人意料的一锤定音拿下了他 六千万 拍卖师都要孝风了 溢价百分之五十 他的提成翻三倍 这位先生 恭喜你获得了他的归属 请问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赵紫祥上台领取 只见他拿起话筒 郑重道 这没头花 我希望送给美丽的陈青小姐 花 现场一片哗然 哪怕在这富豪遍地的拍卖场 六千万的珠宝随手赠人 都属于大手笔 一众跟来的女性 眼都直了 可三大家阵营里 全都傻眼 我靠 赵大傻要疯了吗 宋山玉张大了樱桃小口 他不会疯狂到 要给陈青表白吧 死 永世 三代们议论纷纷 几家的长辈 则全都阴沉似水 赵老太爷都快把牙咬碎了 王八蛋 冒失 太冒失了 如果赵紫祥是光明正大的追求 并且把陈青给成功拿下 带进家门 那赵老爷子做梦也得笑醒 能和陈玄攀上亲切 这都不能说是祖坟冒青烟 得祖坟炸了才行 可现在用的是什么混蛋手段 都没给人陈青表明过心思 直接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赠珠宝 这特么不知道的 以为赵家想用钱砸人家 这让社会各界怎么看陈青 又怎么看赵家 众多心思在心中一闪而过 赵老爷子牙咬的咯吱咯吱响 去把那逆子给我托回来 让他滚到祖宗林牌前跪三天 他是想坑死自家家族才罢休吗 爸 你别急 混账 上次我就饶了他一次 这次不让他长个记性怎么行 正当赵家人无可奈何时 宋海平眼神深邃 轻声开口了 别急 一切等回去再说 小辈们是要好好交交了 不过现在稳住 你我不怕丢人 不能让陈青下不来台 赵老爷子一愣 紧接着醒悟过来 头上立刻出现细细的汗珠 死 宋大哥说的对 现在把那逆子拉走 若是让外界甚至陈青以为 是我们老家伙看不上他 后果更严重 如此 三家人恨得牙痒痒 脸颊都抽搐 却都安静地看着 陈青也猛了 他见赵子祥直勾勾盯着自己 哭笑不得地站起来 落落大方道 赵子祥你开什么玩笑 咱们俩是不可能的 气氛更加尴尬 观众都替赵子祥难受 估计换了 自己得找地缝钻进去 不可能 陈青你想啥呢 我的意思是 上次吃饭的时候 我说话没分寸 不小心冒犯了老祖宗 也惹你生气了 老祖宗原谅我了 你可还没有 今天 我想把这朵头花送给你 真诚地表达歉意 其次是希望我们的友谊 也能像南拉斯钻石一样 欲久迷奸 花 风回路转 这几句话说得漂亮 从颇为尴尬的表白 变成了有意的见证 王大少 宋山玉 林子怡都傻眼了 我的妈呀 这是赵大傻 不可能 我绝对不相信 这混蛋 以前都是在装 我们被骗了 高 实在是高 再向前排看 几位老一辈的表情 也十分精彩 赵老爷子 更是快笑开了花 嘴里不断念叨着 我家有麒麟 好小子 颇有老夫当年的情商什么的 仿佛刚才让贵词堂的不是他 陈青微微一愣 哭笑不得 笼了一下秀法 爽朗笑道 好 以后说话注意就好 这朵头花我就收下了 希望我们以后永远是好朋友 不过钱我稍后转给你 不准拒绝 六千万 价格稍稍有些贵 不过陈青也能咬咬牙接受 这段时间直播间人气大涨 平台预付的直播工资 都有一个亿 再加上三大家送的见面里 买得起 好 赵子祥此刻真是智慧之神附体 朗朗的印象 并没有试图在前上推让 这无疑又让众多观众高看一看 赵子祥亲手将南拉斯头花 交给陈青后 美滋滋的下台 都不等坐下 就听到赵老爷子发话 下个月开始 子祥的家族股份分红 增加百分之二十 这下子乐得他 大牙都露了出来 跪舔成功 赚翻了 小插曲过后 拍卖继续进行 期间出了不少寻常难得一件的宝贝 可见加德拍卖行 绝对是借着冰青丹的名头 筹划了许久 三个小时后 拍卖会终于来到了压轴大戏 所有人纷纷来的精神 大厅中响起振振抑论 真的有传说中的冰青丹吗 能治各种疾病 真不敢相信 嘿 传得越来越神 还有说能延长十年寿命的 夸张了吧 我也觉得是传言 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 各位 别说的这么绝对 你们看看宋老爷子 上个月他 可是真的床都下不了 我亲眼见的 走路都要人服 这怎么可能 我看他走路不乏有力 面色红润 比我都结实 怎么也不像是不行的 说的就是啊 不然你以为为啥会有人来 真的有神丹吗 说话间 拍卖师直接下了台 主持冰青丹拍卖的另有其人 只见两位身穿黑衣的老者 护送着一位约莫二十来岁的女子 走了上来 所有参与者全都愣住了 这位女子美是一方面 可给众人的第一感觉 竟然是仙 飘飘欲仙的仙 折仙的仙 她明明穿的是现代服饰 可给所有人一种成风欲起的错觉 似是遗落凡尘的仙子 尤其是眉目中的神态 与额头的一点朱砂 更是层添了几分的独特气质 一些年轻人与她对世中 竟忍不住自残行贿 好美 这气质太独特了 她是什么人 原来世界上竟真的有仙女 太惊艳了 三大家的后背无一步痴迷 个个都低声赞叹 声音都不敢大了 唯恐惊到了仙子 喂喂喂 你们搞什么啊 她有我和陈青好看吗 与小双撇起嘴 恶狠拽了拽送山芋的衣服 其他男的看也就算了 你一个女的看什么看 宋山芋痴迷的摇摇头 眼泛桃花 双儿你们也很漂亮 但是和她的美不一样 好想抱抱她 尽管全场就没一个不着迷的 无分老幼 男女通杀 诸位 我名为妙依 是武当传人 此次将由我负责拍卖冰青丹残丹 声音柔和 却不急不躁 似江南与米之乡的暖宇 听起来让人格外的舒服 武当传人 我常去武当山给真武大帝上香 怎么没见过 这是味道人 看着气质湿了 可惜真想看看她穿到袍的样子 嗨嗨 说话多注意点 武当山分内外门 咱们平常去的都是外门接应 这个丫头不简单 应该是内门弟子 这么说 应该是鼓舞高手 肯定的 小姑娘 一道苍老的声音 打断了大厅中的议论 众人闻声看去 只见是宋老爷子 宋海平端坐在椅子上 面色平淡道 老夫冒昧问一句 你这冰青丹是从哪里来的 据我所知天下 只有我的一位长辈会练制 另外 你说的残丹又是什么意思 剑聊到了正题 一群人又将目光凝聚到妙衣身上 宋家主 您说的不错 冰青丹确实是出自陈仙人之手 昔年他游览武当山 我师祖摆天龙局 与陈仙人对弈了整整三日 因此获得了仙人的赏识 得赐下这枚冰青丹 至于说残丹 是因为我师祖不忍吃下这等宝物 只用精气切走半颗 放置于山泉之中 这余下的半颗 师祖命我等不可留下 天大的机缘武当独享 恐遭天急 因此才有了这场拍卖会 所拍卖钱财 也将用于救济穷苦 不过诸位不用担心残丹的药性 武当以千年名誉丹宝 最低可严寿五年 可治愈百病 哄 见他用武当千年的名誉丹宝 所有人神色震动 眼神火热地盯着台上玉盒 实锤了 世上真有治愈百病的神丹 五年对临死之人也了不得 尿医说话间 轻轻将玉盒打开 拍卖场的大屏幕上 立刻出现丹药的样子 冰青玉白 浑然天成 只需用肉眼这么看去 都知道不是凡物 唯独可惜的是 这枚冰青丹只有一半 这也是许多人 第一次见到冰青丹 忍不住惊呼出声 神丹竟然长这个样子吗 呼 我好像闻到了药香 精神头都好了不少 没想到 人间真有丹药这种东西 我一直以为是古代方式 重金属炼制的骇人玩意 哼 现代人总是感觉自己 比古代人聪明 也不想想 以前的皇帝 掌握天下大权 手下什么人物没有 真以为那些得宠的道士 随便弄点药丸子 就能糊弄 有道理 不过咱们也不能大意 现在科学发达得很 想弄出卖相不错的东西很容易 谁知道这冰青丹真有用 他用武当山的名义做宝 应该不会有假吧 小心没大错 这倒也是 哼 也不用担心 宋老不是吃过吗 咱们看他的反应就知道了 尽管这梅丹药卖相不错 可很多人还是半信半疑 都在暗暗观察宋海平的反应 毕竟他应该是唯一能被证实 吃过冰青丹的人 宋海平知道这些人的心思 细细观察片刻 郑重地点了点头 不错 应该出自我陈叔之手 假不了 妙依微微低头 向宋海平道谢 而后眼神平和地看向众人 轻笑道 在拍卖之前 我想透露给诸位一个消息 以免有人因缘巧合的错失机缘 这个消息就是 陈仙人丹药指赠有缘人 能被他赏识 丹药分文不取 若是不能入他之眼 万金也是难求 新年 有许多大人物向仙人求药 无一例外 全被拒绝 应该有很多人都知道 陈仙人现在 就停留在这个城市 如果有人想直接去找仙人求药 尽可试试 看看自己是否有那个命数 嘖嘖 这番话 让不少人都露出失望的神色 最近陈仙的消息 在魔独传的沸沸扬扬 知道的人不在少数 甚至许多人都知道 他就住在紫苑 这不是什么秘密 刚才有很多聪明人 想避开这半枚冰清单的拍卖 直接从陈仙那里去想办法 毕竟只要不傻 都知道 价格绝不会低到哪去 可现在被妙医 直接戳破希望 也对 陈仙那里真要容易求到丹药 早就有人得手了 不会有这么多人来拍卖会 还是老老实实近拍吧 拍卖开始 10亿 20亿 21亿 30亿 大厅中绝大多数人心都凉了 想到了价格会很高 但没想到会这么高 不过几分钟的时间 已经上到了30亿 而且 这远远不是最后的价格 别忘了 那几个大 还没开口 果不其然 等价格到了50亿 渐渐没人喊价的时候 马老师淡然地举牌 60亿 只是不等他手中的号码牌落下 他旁边的小马也举起了牌 企鹅公司也不差钱 70亿 80亿 90亿 两人相邻而坐 时不时地还闲聊两句 丝毫看不出正在竞争 可几个举手之间 竟然将价格推到了百亿 陈青和于小双 目瞪口呆 盯着小胯包 眼神火热 包里的小瓶瓶中 还有七枚冰清单 紧接着 于小双痛苦地捂住了脸 嘴里呜呜着都快哭出来了 喂喂 你干什么 陈青吓了一跳 赶紧扯了扯他 于小双欲哭无泪咧嘴 我早知道冰清单这么贵 我就不吃了 把你送我的那枚卖了多好 我直接财富自由了 一想到自己 昨天吃了上百亿的钱 他心痛得都不能呼吸 说着 一脑袋扑向陈青怀里 求抱抱求安慰 陈青尴尬地看看周围的人 手上用力死死 抵住他的脑袋 用力往外推 死丫头你丢起来 丢死人了 于小双破罐子破摔 闭着眼就往他怀里挤 上百亿啊 自己一口就吃了 太奢侈了 一百亿一次 一百亿两次 妙一不是合格的拍卖师 既不推销 也不会挑动情绪 只是淡然地数着次数 只要数到三次 必然立刻成交 幸好冰清单也用不着推销 不然只不定要少卖很多钱 两码之间的气氛 也凝重了许多 百亿现金流 对他们不是小数目 你岁数比我小不少 以后还有机会 一百一十亿 马老师举起手牌的同时 淡淡说道 一百二十亿 小马哥紧随其后 扭头道 这种是谁说的好 万一需要的时候 找不到了怎么办 马老师举牌 一百三十亿 他沉默少许 低声道 共享车的市场 我全让给你 我今年五十了 真的需要这枚单 呵呵 一百四十亿 小马哥侧头看他 宛如看智障 别说共享车 社区买菜 团购我全退出 换这个单要怎么样 你岁数比我大点 可我常年写代码 有职业病 就这么一句话 十个亿 半枚冰清单 逐渐被顶到了 骇人的二百亿 要比拍卖 开始之前预测的价格 高出了百亿 莫说其他人 就连三大家 都忍不住侧目 紧接着又按喜 幸好他们不用竞争 不然也要伤筋动骨 陈老爷子暗示过 好好办事 以后亏待不了他们 戏拳 最终 马老师冰冷地 扔下了号码牌 二百亿的现金流 是他的极限 阿里股份构成太复杂 再飙下去 容易出问题 小马哥暗暗擦了擦冷汗 心里一阵庆幸 这价格差不多也到了 他承受的最高点了 不过 幸好拿下了 目睹了这一场神仙打架 其他人纷纷大呼过瘾 伴随着妙异的倒数声 不少人开始打圆场 两位马董好样的 有实力 让我们这些老家伙汗颜啊 江山带有新人出 我们这些人不行了 都不许生气啊 现在有竞争历史好事 难得凑到一块 下午一块约约 不错 这咱们还得去找宋老 白魔多了 得让宋老拿出珍藏的好茶才行 就在一群人嘻嘻哈哈的时候 突然有个年轻人站起身 大声道 三百亿 满堂寂静 雅雀呼声 李重阳骄傲地站起身 美滋滋地享受周围的目光 憋了这么半天 就等着秒杀你们 傻眼吧 呵呵 和我李家比有钱 闹呢 李家主尚在京都 李富贵又重病不起 这参加拍卖会的人选 自然就落在了李重阳的身上 他一开始故意不出嫁 就憋着秒杀一下最后胜利者 想想都刺激 事实证明 他成功了 没见小马哥 脸黑的 要滴水了吗 马董心里憋屈至极 这小崽子太不给面子了 你出嫁 但是早点出啊 自己刚才都说了半天什么侥幸 承让啥的了 你现在冒出头 是特么故意针对我吧 马董要不是实在拿不出更多钱了 高低也得给他标一下 生意场上这么打脸的事 很少有人做 容易招人记恨 都不等妙衣倒数 他冷冷地瞥了眼李重阳 扔下句话 就转身出门 弃拳 你赢了 其他人见大局已经 也三三两两地起身离去 没一个人上前和李重阳搭话 就算和李家关系不错的 也绕着走 嘴里还在念叨什么 李家倒了什么霉 除了这个玩意 李重阳可没有做错了事的觉悟 相反还得意洋洋 哎哎 你们别走啊 不是说下午聚聚吗 老刘 你跑啥呀 一会去吃什么 庄叔 你去呢 带我一个 是不是要去聚会 被拦住的人脸 全都黑了 不是不是 我公司还有事 现在就先回去了 不聚了 我老婆在家生孩子 改日 改日 重阳啊 你快回去吧 你爷爷不是身体不好吗 应该还等着要救命吧 等周围大佬皆是散去 妙依和李重阳 在加德拍卖行的帮助下 顺利完成了交易 现场大佬们虽然走了 可还有无数记者在 他们以最快的消息 将具体情报 传回各自单位 这场拍卖会彻底火了 爆点太多 转眼间 铺天盖地的报道 席卷全忘 半颗丹药三百亿 真的不贵 可治愈百病 严寿五年 武当有真转弟子出世 小编真的惊为天人 双马落败 京都李家背后隐藏的恐怖能量 陈氏走红 炼丹术与科学的对碰 此时 陈青在三大家族的护送下 也上车离开了 虽然有不少人想认识一下 可都被宋家拦了下来 所以也没被打扰 刚才那个人叫什么啊 应该就是上次在我直播间闹事的人吧 陈青拍拍 宋山玉肩膀问道 几个富三代都和他在一起 说是不放心王大少办事能力 要帮他一起看房子 免得被骗 宋山玉嚼着口香糖 点头道 是啊 李重阳 京都李家的独孙 很有钱 就是人傻乎乎的 清洁你别怕 再魔都他不敢惹你 林子怡凝重摇头 要我说 咱们得小心点 李家势力很大 而且一向宠着这个独苗 小心他脑子一热犯魂 不能吧 但凡有点消息渠道的谁 还敢惹清洁 别人不敢 李重阳真不好说 林子一头疼道 他脑子就不正常 做出什么事都不稀奇 这话一出 几个富三代都无语了 实话 正常人不敢干的事 脑子有病的 没准真敢干 李重阳就是所有人 都不愿意面对的对手 人傻还有钱 关系也很硬 你招惹了他 完赢了也占不到什么便宜 输了更得惹一身骚 陈青心中凛然 也不想惹麻烦 点着小脑袋认真道 说的对 还是别招惹他的好 不过应该也不用怎么担心 我想 他还不至于为了 直播间里的一些小事 找我家去 吧 哎呀 你们越说 我越觉得他这人不正常 万一真找我家去闹事 该怎么办 陈青和于小双都有些担心 他们自己有理 李重阳真去了也不怕 可就怕惊扰了岑爷爷 老爷子年纪大了 老让他遇见 这乱七八糟的事 难免生气 对身体不好 其他几人诡异的对视了一眼 嘴一脚都微微抽搐 李重阳找你家去 那就不用担心了 他得量个透彻 真现活 很恐怖的 陈青压下 心头的担忧后 打开了直播 刚才在拍卖场 不好意思开直播 毕竟有很多名人 没经过人家同意 就开进不太好 不过现在必须要工作了 早就答应过粉丝一起看房 这次再放鸽子 说不过去 等他进入直播间页面的时候 人都猛了 只见直播间里 竟然已经有一百多万人在线 这说明什么 说明这些人 直播间黑屏的时候 都一直在小黑屋里等待 太给面子了 一见他上线 无数弹幕袭来 主播你想不想混了 拍卖会的直播呢 为啥每次一到大场面 你就下播呀 是啊 太狗了吧 我超级想看拍卖会的那部视频 有人有吗 麻烦分享一下 没视频 不过寻狗新闻网上有图片爆出来了 则则 最后拍卖单要的美女太有气质了 绝对和主播一个等级 听说拍卖会发生了好多事 两位马董标起来了 主播透露点内部消息啊 横空出世的李佳是什么情况 是上次来你直播间撒野的那个吗 一行行的问题接踵而来 谁有闷都对拍卖会上发生的试感兴趣 陈青脑袋大了 参加参赛会的非富即贵 都很有名气 可以说全都是大佬 他没经过人家同意 拿好意思透露消息 此时自然是装眼瞎 将此类问题视而不见 强行转换了话题 嗨嗨 兄弟们拍卖会的事 我不能多说 不然容易得罪人 你们也不想我收到律师函吧 大家别急 我估计很快会有详细报道 现场有记者的 好了哈 大家都知道我之前想偷偷换个房子 给岑爷爷住 给他老人家的惊喜 早上不是拜托王大少帮忙找了吗 现在已经有了消息 我们正在去看的路上 说话间 商务车来到了一片平静的郊区 并且视线中出现一片片的花田 何望不到尽头的柳林 杨柳依依 花香扑鼻 恰巧直播间里几条弹幕 也吸引了陈青的注意 花田刘海 主播你去那干什么呀 那里除了有一栋私人庄园外 没有别的房子 我说怎么看着眼熟呢 原来是那里 景色很美啊 泽泽 这景色羡慕死了 能住在这种地方 每天的心情都不一样 是啊 咱们天天醒了 憋在鸽子笼里 和人家能一样吗 想住在这地方 各位别想了 我做梦都不敢想这种夸张的事 你们知道花田小院是谁的吗 球内幕 我一直好奇 谁有这么大的能量 能在魔都进胶圈这么一大块地 宋氏庄园比这都差了三分吧 现在自然没人能拿下了 不过下国刚刚建立的时候 推行改开政策吸引外商 有这么一位抓住了机会 所以才有了这柳林花海 那位你们都知道 港城 李家 哦 李超人啊 我说 谁有这么大本事呢 总得来说 这块地和这个庄园 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 阴差阳错下 历史遗留下来的 现在再有钱再有关系 也弄不到了 喂 王大少 你带我来这干嘛 陈青猛头地问了一句 这地方好看是好看 不过他今天是想买房子 又不是爱踏青的 跑错地方了吧 至于这里唯一的花间小院 他想都不敢想 喜欢 但是不敢去想 别说房子多少钱了 就这块地 最少也得几百亿级别 自己兜里的二十亿灵头都不够 其他几人也口诛笔伐 一个个埋怨王大少不靠谱 王大少神秘笑笑 道 你们别急 跟着我走就行了 嘴上说的信誓旦旦 不过他心里也在打鼓 要不是老爹说 一切安排好了 他也不会带陈青来着 此时他暗自猜测 老爹不会是 想把花间小院 送给陈老爷子吧 自家的资产搞不定啊 应该不可能 除非老爹 把千达集团整个盘出去 才有希望拿下 不过 老爹脑子又没进水 送礼也得有个限度才对啊 倾家荡产送个礼 有病也不是这么个玩法 千达都没了 还送礼有个毛用 不一会 一座青砖灰瓦的庄园 进入市县 典型的苏杭风格 绝对是大市级的设计师 操刀设计的 美得无与伦比 门口不远处 还有一条小溪 涓涓流淌 单单站在门口 都能感受到心情愉悦 简直是世外桃源啊 没想到魔多 还有这种地方 于小双羡慕地说到 他居住的的子院 就是以环境优美闻名的 可比起这来 差距太大 就像是门口小土坡 和泰山的距离 我靠 我还真没来过这 竟然比我们家还要气派 宋山玉也是觉得择舌 王大少你到底什么意思 不想帮忙就直说啊 我忙着买房子 你还带我闲逛 陈青闷闷说道 撇过头 不敢多看花间小院 生怕自己控制不住 拍卖几粒冰清单买下来 这里太舒服了吧 直播间里 也是满屏的羡慕 兄弟们我自卑了 这才是人住的地方 我住的应该叫狗窝才对 狗窝 已经不错了好吧 我的出租屋 应该没有这栋庄园里的狗射大 特么的 人不如狗戏脸 哎 突然觉得在魔都 混着没意思了 过两年再攒点钱 我回我们老家盖个小别墅去 兄弟们别感慨了 我家里有点小钱 告诉我 这房子得多少钱才能买下 让我死心 房子不算太大 只有一两千平 应该最多十来个依旧够 不过这块地 肯定是捆绑一切卖的 最少也要有三十多亩 按照目前的出让价 总数不会低于五百亿 是我飘了 竟然敢想五百亿的房子 打扰了告辞 谁能住在这 这简直是躺在金砖上了好吧 羡慕极度恨 五百亿 陈青看见后 暗暗惊呼 这价格太高了 冰清单就算按照今天的最高价 也得卖两个才够 当然肯定不能这么做 虽然他手里还有七粒冰清单 可这种能严寿的宝贝 绝对不能为了钱出售 他心里隐隐有种直觉 曾爷爷可能是在考验自己 不然真的贵重的丹药 为什么随便让自己处置了 一定有阴谋 自己绝对不能上当 坚持本性 钱财乃身外之物 陈青暗暗默念不断 尚且在紫苑的陈玄 也就是不知道曾孙女怎么想的 不然的哭笑不得 随手给他点灵嘴而已 都挠不出了什么东西 冰清单也就是 无聊打发时间的练手之作 自己储物戒指里 囤积了多少 根本数不清 呵呵 我怎么敢逗你玩呢 王大少尽管也是一头雾水 可还是硬着头皮道 今天看的就是这 你等着 我去敲门 叮铃 叮铃 门铃暗响 很快 一位举止优雅的老人 从里边出来 您好 您就是陈青小姐吧 我是李先生的私人管家 姓周 快请 快请进 李先生一切都已经交代过了 希望这处房产 能让你满意 自称周管家的老人 没搭理王大少 看到陈青眼前一亮 立刻上前客气说道 还在港城的李先生 特意交代过 绝不能对陈家人 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这位一出来 几个富三代 都变得有些拘谨起来 别看人家只是个管家 但那是自谦的说法 这位 陪在李超人身边有几十年了 是真正的心腹 内地中 李家许多财产的处置 这位老人都有决定权 周也好 周爷爷 您什么时候来的魔多 面对几个 小辈的问候 周管家只是随意点点头 都懒得去寒暄 目光依旧温和的凝聚在陈青身上 陈青头皮有些发麻 周先生 事情可能有点误会 嗯 您不是想买房子吗 对 我是想买 可这里 那就没错了 您请进 周管家客气的不行 话没说完 已经在前面引路 陈青没办法 也就跟着走了进去 算了 就当他亲好了 他哭笑不得的想到 身后 几个富三代 都有些马爪 来之前 尽管没人挑明 但都有帮着负账的心思 这也是三大家老人的意思 可花间小院 真的超出他们承受能力了 别说他们 数百亿的流动资金 就算三大家 恐怕一时间都凑不起 此刻纷纷埋怨起王大少 老王你搞什么 万一一会陈青看上了这 咱们怎么着 你掏得起钱啊 宋山玉暗暗地对了一句 赵子祥 王大少 这事儿办的是不靠谱 你带陈青去汤居一瓶也行啊 不过我估计 陈青也不准要买这 人家很懂礼数的好吧 我觉得 他都不会让咱们掏钱 林子怡扶鹅 头疼道 爷爷交给我们的任务 不就是让他买的高兴吗 现在问题来了 看过这之后 就算去别的地方 哪还能让他满意 这话一出 其他几人更难受 不怕不识货 就怕货比货 整个魔都 也没比这好的房子了 王大少摆摆手 低声道 你们以为我傻呀 是我爹说 让我来这的 不然我吃饱了撑的呀 他说一切安排好了 咱们都别管了 王董 其他人倒是不好意思 再说什么了 都迈不跟上 王董做事 肯定不至于没头没脑的 应该是有什么安排 哇塞 陈青你看哪 太漂亮了吧 我的天哪 我好喜欢这个走廊 夏天 走在这儿有多惬意 妈妈 这是惯心台吗 天哪 竟然还有花园 这在荡秋千 要有多美 于小双看了一路 扎惑了一路 他不是不知道买不起 可看看也行啊 于总的性格 向来如此没心没肺 死丫头安静点 丢死人了 转了一圈 周管家带着众人 重新来到门口 陈小姐 不知道对这处房产 您还满意吗 刚才我们看的只是主宅 这附近的三十亩花园 也是附赠的 您以后可以慢慢观看 如果没什么问题 我们现在就可以完成交接手续 陈青留恋地看了一眼花间小院 赞叹不已 满意 非常满意 我就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房子 接着 他坦坦守道 可惜交接怕事不行了 我没钱 买不起 说完 转身就要走 在这待得越久 心里就越痛苦 人生最痛苦的就是 见识了美好 但兜里没钱 不过 您误会了 不承想 周管家一把拦住了陈青 何矮笑道 钱已经有人付过了 您直接搬过来就好 手续 我已经过后到您的名下 这处房子 从法律意义上来说 已经是您的了 刹那间 现场安静 直播间轰动 扑吃 可嗨嗨 正在喝水的我差点枪死 好家伙 我直接好家伙 几百亿的房子 直接送人 太肯定挑战我想象力了 谁这么有钱 三大家还是王总 关于是谁结的账 不光网友想知道 现场的人也想知道 可众人都面面相亏地摇头 这手笔明显超出了各家的能力上限 这不行 不是我买的 我不会住的 陈青果断摇头 郑重道 请您收回去 无论是谁付的钱 我都不会接受 说完 略显生气地 转头就要走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这个道理他从小就懂 啊 请您留步 我想您可能猜错了 并不是哪家帮您付的钱 这有张礼先生开的收据 您拿给令祖就明白了 周管家双手递上一个信封 说完竟直接上车离去 陈青傻眼了 在满心的疑惑下 打开了信封 里边是一张白纸 只有寥寥的三句话 不知道您可还记得 港城三号码头的四个包子 和十个银员吗 房款85年前已付清 待过些时日 身体状况好转 定然登门拜谢 嗯 曾爷爷 就是这么一回事 您说我怎么办啊 变化另一边 陈青略显郁闷的声音传来 陈玄沉思片刻 疑惑问道 李家 对 李超人 很有名的 我给您介绍介绍 听了半天 陈玄终于有了印象 记忆一息间 回到了八十多年前 一个明明很瘦小 眼神却分外倔强的少年 出现在他的眼前 不由得笑了起来 这小子当年就有脾气 记得当时自己想给他一大笔钱 条件是要跟着自己做事 但那小子 只拿走了四个包子 和十个银员 拒绝了邀请 漫长岁月中 能拒绝自己的人 屈指可数 果然成了气候 既然是他送的 你收下就行了 回来收拾收拾 明天咱们就搬过去 嗯 我怎么认识他的 哼 这说来就话长了 当年我带你曾奶奶去港城 恰巧他在码头搬运的行列 花间小院这边 现场众人还都处于震撼之中 李先生的大手笔 真让听闻此事的人都傻了 五百亿 不是万 是亿这个单位 一块钱1.15克重 一亿就是一吨多 五百多亿 就是五百多吨重 别说寻常人 就算对绝大多数上市公司 这都是一笔难以想象的财富 结果就被人家送人了 这可能是史上最贵的一次礼物 宋家预要将回封楼 过往八十年一半的利润 归还给陈祖宗 数目大概也就在几百亿之间 这都已经清算了小一个月的账面 都还没理清 据说雇佣的专业会计 都上了数百人 还得需要一段时间 况且账目理清之后 筹集现金也要很久 由此可见 这笔钱庞大到什么程度 结果他们这边还没弄完 人家李超人不声不响地完成了壮举 曾爷爷怎么说 眼见陈青挂断电话 与小双急忙问道 他见了这里都快走不动路了 做梦都想住进来 其他几人爷眼巴巴看着他 陈青心情复杂到 曾爷爷说他收下了 让我回去收拾收拾 明天就住进来 花 花间小院彻底一煮了 太厉害了 清姐 老祖宗说他怎么认识的李超人吗 纸条上的留言又是什么意思 宋山玉满眼羡慕道 陈青点头又摇头 曾爷爷说八十多年前遇到过李超人 不过没说得太细 只说我想知道 就回去给我讲讲 好了 既然曾爷爷决定了 那我们也要尽快搬进来了 王大少 你忙吗 如果不忙 就顺路送我们去子院 我们回去收拾收拾 明天找人搬家 忙就算了 我和云小双打个车回去就行 啊 啊 不忙 不忙 王大少终于缓过神来 急忙道 不忙 我今天专程来陪你 不对 干脆咱们一起去子院吧 正好人都在 直接帮陈祖宗搬了家算了 如果方便的话 顺带请老祖宗讲一讲方便的事 你们说怎么样 这个提议得到了众人的一致赞同 既能去讨好老爷子 又能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 啊 没问题 我正想说呢 走走走 快点 没想到老爷子与八十年前的李超人有过交集 太感兴趣好不好 生命在于运动 一起吧 三下五除二的决定好接下来的事 一行人又转头上了车 目标 子院 车上 陈青面对火爆了的直播间 也是苦笑不已 兄弟们 别问了 我现在 也是一头雾水 知道的不多 这件事 让我也觉得是做梦一样 太不可思议了 你们说我不会 真是做梦还没睡醒吧 说着 忽扇着小手扇了两下脸颊 直播间的谁有多乐了 主播这个梦 实在是太美了 晚上换我来做可以吗 主播 请你务必出一期花间小院的专题视频 让我们开开眼啊 同求 我更好奇 老爷子是怎么认识李超人的 八十多年前 李超人才十来岁吧 想知道当年的事 我也是 如果算的没错 八十多千里超人才十来岁 还是个小孩子 能和老爷子有什么交解 又为什么会在八十多年后 送老爷子这么贵的房子 快快快 主播快回家 我太想看到老爷子了 他应该还不知道 自己练制的冰清单 拍卖了三百多亿吧 想看看老爷子听到后什么反应 哈哈 估计会吓一跳 主播这次要全程直播 胆敢下播 真的取关 对对对 这次再不给看真就没爱了 他们这边回家的同时 几路人马也七七出发 李福 在众多人的注视 管家的服饰下 李富贵将半枚冰清单送入了口中 缓缓闭上了眼睛 房间内的人 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这半枚单三百多亿 绝对是世界上最贵的药 效果如何 马上就知道了 就连没心没肺的李重阳 都安静了下来 静等爷爷的反应 他心里知道 爷爷能不能活下来 对李家很重要 没片刻 李富贵睁开了眼睛 眼中的浑浊消散了很多 重新恢复了清明 面色也渐渐红润起来 老家主 老家主你感觉怎么样 我的天 效果立竿见影 真的有效 睡 睡 快拿碗水来 房间内的人大喜 七嘴八舌地吵闹了一番 才慢慢安静 李家的晴天柱 真的活了下来 对这些依附在李家的人来说 太重要了 被搀扶着做了一会 李富贵 彻底精神起来 他神色并没有多么激动 似乎早就想到了这个结果 从始至终 对冰清丹的疗效 没有丝毫的质疑 目光复杂地 盯着装冰清丹的玉瓶 看了一会 吩咐道 管家 被车 现在醒了 他迫不及待地 想回到干爹的身边 老家主 您刚刚醒 专家都准备好了 不如先做个身体检查再去 管家有些担忧的道 我没事了 不用担心 被车吧 尽早见干爹最重要 要是我不能得到他的原谅 死也不能瞑目 李富贵看向孙子 重阳啊 走吧 和爷爷一起去 咱们要回家了 从嘴里说出回家两个字 李富贵颤抖了一刹那 记忆似乎回到了洛城 回到了那个小院子 那个有干爹干娘在的小院子 一席间 干爹好像还在院里的石桌上写字 干娘笑淫淫地在一旁看着 自己和楚飞最小 没心没肺地满院子跑 大哥 也还没有死 陈家没有聚变 那时候的日子多好啊 心里粗略一算 离开家时仍是少年 如今已是快要入土的人 原来不知不觉间 已经过了七十多年 干爹 富贵想你啊 现在 久别的游子要归家了 可惜 这份感慨的心情 都没持续一分钟 回家 好嘞 李重阳一听 咧开冲门外吆喝道 都快点准备好 爷爷要回京都了 李富贵再也忍不住 直接站起来 一巴掌护在他脑袋上 我让特么你去洛城 我让特么你回京都 你不气死你爷爷不罢休 是不是 小兔崽子还胆跑 我今天抽死你 一时间 李家鸡飞狗跳 可众人都乐呵呵地看着 都很高兴 这在以前是李家 每天都要上演的节目 可自从老家主病了后 很久没出现了 李重阳一边挨揍 一边也乐呵呵的 心里被高兴 妙医跟着一位 没须揭白的老道士 走在路上 他也换上了一身道袍 出尘气息愈加明显 如果说拍卖会时候 像是一位欲要成风规矩的仙子 此刻则是清灯古佛的道姑 风格不同 但都分外迷人 却又相同的 都对眼前的繁华视若无睹 四凡陈南染其心神半点尘埃 二人明明行走于闹市 但周围人却反常的视若无睹 像是刻意忽略了二人 很神奇 可 妙医 你就没什么想问师祖的吗 眼见都要到陈家了 妙医还安静跟着 老道反而是先沉不住气了 没有啊 师祖想告诉妙医的 自然会说 如果不能告诉 我问也是没用 一切顺其自然 到经上说过呀 妙医好奇说道 老道是嘴角忍不住抽搐 可是师祖不是告诉你了 现在是要去挑战一位神仙 应在无声落 你不担心吗 你以后可就见不到师祖了 妙医停下脚步 注视着师祖行来的道理 师祖平生的夙愿 就是能挑战一次陈仙人 见证人与神仙的差距 为此足足准备了百年 今日得偿宿愿 想必生死以置之度外 不再重要 妙医恭喜师祖了 哼 哼 你说的对 走吧 老道是心里开始琢磨 自己不是把这个完美的道种叫傻了吧 造孽啊 陈青等人先到的子愿 因花间小愿和子愿 都在魔都近郊 距离比较近 一行人性质都很高涨 陈青和于小双也是如此 无论是拍卖出三百亿高价的冰青丹 还是莫名其妙被赠送的花间小愿 都给了众人无与伦比的震撼 这两件事 无论那一件 都能震惊一个国度 堪称今天的手笔 等见到陈玄 与小双杂杂呼呼地跑过去 拉住他的手 兴奋道 曾爷爷 您猜猜今天的冰青丹 卖了多少钱 他目光狡黠 似是想吓老爷子一跳 陈玄半眯着眼睛 好笑道 多少啊 三百亿 我的天啊 还是半枚冰青丹 就拍卖了足足三百亿 于小双竖起三个白皙的指头 崇拜道 曾爷爷 我敢说 您是全下国最会赚钱的人了 众人都目光灼热地看着陈玄 似乎是想看到 他听到这个数字的反应 三百亿 对谁都是个难以想象的数字 想想老祖宗 会被惊呆的表情都好玩 只是 陈玄注定 让他们失望了 听到三百亿 只是简简单单地呕了一声 依旧半眯着眼 躺在摇椅上 表情都没什么变化 貌似 这只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 其实对他来说也确实如此 别说三百亿 就算三千亿或三万亿 也难以扰动他的心神 钱这东西 对一个能不吃不喝永生的人来说 作用真没那么大 单纯的就是串数字 有没有的 也就是那么回事 曾爷爷 您不惊讶吗 您知道三百亿是多少钱吗 好多好多 于小双有些不能接受老爷子的淡然 惊讶吗 有一点吧 没想到只卖了这么点钱 陈玄好笑地瞥了他们一眼 自傲道 你们还有没有点出息了 这么点钱大惊小怪什么 也就是当年知晓老夫的人不多了 不然这么点钱都没资格出价 哼 当年 记得有个王爷愿意用万寝良田 加上五千金黄金 换冰清单 我都懒得理他 卖家是武当山吧 我猜除了那个牛鼻子 别人可舍不得拿出来卖 哼 他亏大了 一群人面面相亏 不知道真的假的 不过 心里都觉得 老爷子大概率在吹 不是说冰清单 不止几千金黄金 和一万寝帝 只要是封建社会的王爷 是什么身份 能乖乖的 这么好说话 人家不会抢啊 直播间里 也是一片欢乐 哼 我敢赌一包辣条 老爷子这次绝对是吹牛了 他当年在封建社会 要是显露出炼制冰清单的手艺 不被囚禁就算好的了 也不好说 别忘了老爷子 还是个鼓舞高手 兄弟 你怕不是对王爷这个职业 有什么错觉 个人再强大 能有军队强大吗 谁知道呢 可能有什么别的原因吧 别忘了老爷子 还有和末代皇帝的合影 估计当年身份也不简单 哎 你这么一说 也是 了解的老爷子越多 我对当年的事越好奇啊 真想求老爷子出一本自传 好了好了 与小双别闹了 陈青带着一群富三代走了过来 拽了与小双一把 然后将手里的信封递给了陈玄 老祖宗好 陈老好 一群人乖乖地问候 站得笔直 没一个赶掉狼丹的 现在进这个院子 他们心里都发颤 有时候还会下意识地看一眼院门口 想起上次见到还在玩针线活的鬼手堂 都忍不住打个冷战 嗯 给我说说 李小子联系的你们谁家 陈玄抬头问道 顺手抖开信指看了一眼 可 陈老 王大少抓住这个能和陈玄对话的机会 立刻站出来介绍起情况 事情是这样 这件事说起来也颇为巧合 现在还让王家父子二人震惊不已 原来是早上王大少给老爹打完电话后 王董知道是陈玄想换房子 上心了 他们正想着搭上陈家的关系 只是一直以来进展都不太顺利 现在有这机会 自然要狠狠抓住 抱着这种心态 王董将此事当成了最重要的战略任务 直接召集集团高层开了的董事局会议 就讨论一件事 送哪处房产最合适 可以说 这次会议考虑到了方方面面 从建筑面积到地理位置 从人文文化到便利程度都进行了量化比较 可惜 找来找去 王董都不是很满意 主要是自家主营的 是商场广场类开发 住宅建造本身就是弱项 有人建议不行 别找最好的了 直接送栋差不多的就行 其实对他们这种大集团来说差不多的 其档次都已经是寻常人眼中的顶级豪宅 不过王董断然拒绝 他就一个想法 这次机会难得 绝对不能浪费 房子送出去后人家要天天住的 这送的万一陈玄不是很满意 那不就得闹心 送了还不去不送 相反要是人家越住越喜欢 王家也就搭上线了 舍不得孩子套不到廊 最后王董咬牙拍板 自家没有就去外边买 一定要送出去栋完美的宅子 完美 想到这两个字出现在一众高层脑中的 自然是花间小院 李超人这栋宅子 若是不考虑价格 无论从那个方面来说 都是最完美的房子 当然价格高也不算房子的缺点 是你的缺点 王大少先前想错了 他以为老爹舍不得几百亿 买下花间小院送人 实则老王真有这种魄力 他真打算卖掉几十个地产项目 筹措资金 拿下花间小院 王董能从一个小县城包工头 做到全国地产的龙头企业 真有豁出去了的很近 决定了目标后 王董直接电联了李超人 三言两语地说明了想法 只是接下来的剧本 走向大大 出乎了他的意料 李超人一开始怎么也不肯卖 只说花间小院和附近的三十亩地 永远也不会出手 是为了给某位恩人准备的 对他有特殊的意义 绝对不会出手 老王心里因有些绝望 在不断提高价码都被拒绝后 忍不住心里的苦涩 卖起了可怜 李先生 你就拉我一把 他将王家的困境 还有陈玄和大内侍卫的关系 以及自己是想买来送礼的想法 全说了出来 谁知道 都不等他说完 对面的李超人 听到陈玄的名字后 差点激动地直接过去 王董 请务必答应我 一定将花间小院送给陈先生 这栋房子 就是为他建造的 我每五年派人修缮一次 已经等了足足五十年 陈先生就是李家的恩人 这个送礼的机会 让给我吧 条件随便你开 王董 你帮我一把 王董猛了 王大少并未添油加醋 也没有拐弯抹角 完全客观地描述 将自家的困境 和老爹的想法 也如实说出来 他算看出来了 陈青和陈玄就喜欢直白 有什么说什么 千万别藏着掖着 果然 听完后 陈玄也不由觉得好笑 想了想 道 你们家有心了 王家虽然最后没出钱 可心意是实打实的 办事用了心思 值得夸赞 至于王大少言语间的困难 他没提 这种小事 用不着自己费心 听到这句话 王大少只感觉 爽感直冲天灵盖 笑得合不上嘴 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再说千达集团 整个公司的高层 都在观看直播 见到这一幕 无不沸腾 哈哈 成功了 咱们成功了 董事长 陈老爷子认可咱们了 哦 喜极太来 千达一定能活下去 董事长的目光实在高 佩服 真心佩服 今天好赌 咱们赌赢了 老王整个人虚脱式的 靠在了办公椅上 值了 整个集团忙碌一天 能换来这句话 值了 不对 应该说赚大了 有这么一句话 就说明 王家以后有资格 替陈老爷子做事了 这句话 就是进入某个圈子的邀请函 我在仰望 月亮之上 有多少梦想在自由地飞翔 不等他发表感言 手机铃声响起 老王看了一眼 立刻坐着身体 抬手压了压 送老的电话 所有高层立刻闭上嘴 紧张兮兮地盯着董事长 在魔都 千达集团和三大家 还差着不小的距离 不光是钱的事 差距更明显的是 背后代表的资源背景和人脉 说的直白点 就是 潮中有没有人 别说现在千达集团落魄了不少 就算以前最辉煌的时候 老王都没资格直接和宋老他通电话 喂 宋老您好 什么 这周五 有个内部的慈善晚宴 好好 我一定准时的 都督也在 您要帮我们介绍一下 太感谢了 您客气了 为陈先生办事 是我的荣幸 好好 先这样 您忙 挂掉电话 老王神清气爽 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王家 有人要拉一把了 站起身 豪气万丈道 诸位 咱们要再接再厉 不忘初心地继续加把镜 再创辉煌 底下有人顺嘴接了句 王董眼一瞪 道 辉煌个屁 继续加把镜 为陈老爷子做好服务 说完 他美滋滋地出了会议室 现在他算看出来了 要是能紧紧围绕在陈老爷子身边 自己想不发达都难 干得好 不如跟对人 死愿 陈青知道了事情的始末 倒是意外地恢复了冷静 面色隐隐间有一丝担忧 价值数百亿的房产 太贵重了 免费拿到手中 他心里有些不安 李超人真的是为了报答当年曾爷爷的恩情送的吗 什么恩情能值数百个亿 他会不会有别的目的 需要曾爷爷付出什么吗 生命中的任何馈赠 早就暗中标注好了价格 李超人的名声可不是太好 要说单纯为了报恩豪值数百亿 别人信不信不知道 他反正不太信 如果再往深处想一点 等日后曾爷爷万一不在了 这处房子会不会引来麻烦 老爷子在可能还好 但有一天真的离开了 不管是冰清单 还是这处房产 都会引起滔天的麻烦 面对这种等级的诱惑 自己这个小主播会被吃得干干净净净 方方面面的问题很多 曾爷爷 咱们真的要搬去花间小院吗 其实 我觉得 住在这挺好的 他缓缓说到 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好什么呀 比花间小院差远了 轻轻 我想一起住那去啊 与小双撒娇地 抱着陈青的胳膊摇晃 给我闭嘴拔你 陈青偷偷拧了他一下 死丫头没心没肺地 怪不得之前被人坑 也不长点心 陈玄似乎猜到了他的心思 满意地笑了笑 赞赏道 能想到这一层乖孙女 你就比大多数人要强了 说话间还瞥了一眼于小双 于小双一愣 也发现气氛有点不对 低着头粘了 陈玄站起身 遥望着天际 人无远虑 必有近忧 鱼儿吃饵的时候 就是丧命之时 我有资格承受一切 你们不行 你能说出这两句话 曾爷爷爷很欣慰 记住 存身天地间 万事多想想 总没错 有时候意外之财 不是喜事 福气或所依 谁敢说 什么是好事 什么又是坏事 这几句话 引起了众人的深思 粗看没什么 但越想越觉得是真理 直播间里也讨论了起来 卧槽 我对老爷子这几句话 感悟太深了 给兄弟们说说我的经历 一定要引以为戒啊 我以前就是个出租车司机 虽然每个月挣得不多 可也有持有和老婆孩子热炕头 日子还算不错 可自从前两年拆迁给了一千万 我就飘了 天天酒醉金迷的 亲兄弟翻了脸 媳妇也受不了跑了 孩子跟了他妈 就剩我喝钱了 结果这才没两年 被人设局坑了一把 钱也没了 现在又开回了出租车 剩下孤家孤人一个 呜呜 我好后悔啊 兄弟你真惨 这可不是应了老爷子的话吗 意外来的财 不一定是好事 楼上兄弟振奋起来 千金难买浪子回头 只要真心悔过了 去给嫂子好好聊聊 让人家看看你的态度 有机会挽回 支持一下 哎 我也差不多 要是早两年听到 老爷子的这番话 也不至于过成现在这样 塞翁施马 焉迟俘获啊 陈玄说完 看院子里的气氛 有些沉重 轻笑了一声 当然 我只是 教你们做人的道理 不是说这次的事 李小子送的房子 咱们该出去住 放心 没事 我和他的故事 有趣得很 当年纵然是我也很意外 你们几个小子 都过来帮着搬家 一会给你们讲讲 李小子的事 再给他通的电话 赵子祥等人立刻来了精神 纷纷挽起袖子干活 干得这叫热火朝天 不过没一个人喊累 更没人想着 喊手下来帮忙 这能和老祖宗联络感情的机会多难得呀 谁也不傻 宋家守护在外边的保镖想来帮忙 都被宋山醒偷偷轰跑了 一个个的没个眼力劲 每天醒来 花香会顺着窗户的缝隙溜达进来 等站到阳台上望去 更是满目的杨柳随风飘荡 当然 还少不了鸟叫虫鸣 宜然自得 料想一天的心情都会很好 搬完家后 陈青畅想了一下以后的生活 都觉得满意 在水泥笼里住久了 在这花间小院 就像突然回归到了自然 身心都放松了 可惜 就是附近的人太少了 他有些感慨 于小双反倒是对此不在意 大大咧咧道 那有什么呀 这里距离市区也就三十多里 开车十几分钟就到了 以前住在子院 遇上的堵车都经常半小时呢 况且 曾爷爷不是说让商和大哥 我爹都搬过来住吗 而且以后宋依大哥也会回来 人不少 说话间 二人下楼 屋外夕阳正好 陈玄难得的有了兴致 养在堂椅上 给一众小辈讲述当年 那时候的李小子 应该也就是个十来岁 极为瘦辱 不过人十分机灵 帮下客船的人 抢着搬些箱子 挑选的目标 都是些年轻的女性 哪怕被主动搬箱子 心里有些不高兴 也多少掏些钱 纵然有不给钱的 李小子也不在意 更不会去吵闹 而是抓紧时间 立刻寻找新的目标 我当时就留意她了 让人将她喊怪问话 才知道也是逃荒过去的 刚去没几天 语言不通 也没什么稳定的活计 鸡一顿饱一顿的 哇 没想到李超人 竟然有一个这样的童年 估计她也想不到 以后自己能成为首富吧 宋山玉感慨 老祖宗不说 谁都想不到 李超人当年有这种经历 能从一个小乞丐 做到全国首富 太神奇了 其他几人也纷纷点头 能从这种起点 做到如今的规模 想想都不可思议 这才是真正的白手起家 呵呵 这你就说错了 陈玄摇摇头 她当年就坚定一个目标 赚钱 赚大钱 当时 我得知她家中 有一个重病的老母 自己常常也三餐不饱时候 提出让她跟我走 我会安顿好她母亲 教她些本事 这样性子的好苗子 不该荒废了 说到这 陈玄自嘲笑道 可是 她拒绝了 什么 一众人大为吃惊 怎么想 怎么觉得不可思议 直播间 也刷起了热烈的讨论 李超人当时怎么想的 对于一个饭都吃不饱的孩子来说 突然有人肯收留 这是天大的好事啊 那个年代兵荒马乱 社会混乱无比 可以说 到处都是孤儿 能遇到被收留的机会 很难得 可能是担心 老祖宗是坏人吧 你以为是现在的和平年代 那年头 孤儿到处都是 人命不值钱 那我也想不通了 不过幸好 没跟着老祖宗走 不然哪还有现在的李超人 哼 这句话不对吧 陈老爷子是平常人 如果跟着走 成就比现在更大 也说不准 再大能大过一个全国首富 哼 老爷子要是赚钱 你觉得 需要多久超过现在的首富 分分钟好吧 随便练炉丹 就差不多了 你们不会现在还看不出来吧 老爷子是真的不在一身外之物 这么一说 也是 看来李超人错过了一辈子最重要的选择 命运无常 可惜 几个富二代 也是觉得遗憾 老祖宗身边有大机缘 从鸡犬升天的三大家 都能看出来 这也是为何现在无数人费尽心思 想靠近陈家的原因 别说外人 他们三大家的子弟 都要费尽心思地 维持这份殊荣 不然 真以为他们天天没事干 只会围着陈青丸 心里都是有目的 老一辈岁数都已经很大 早晚有过去的一天 现在谁能靠得陈家更近 越容易得到大好处 从这方面想 他们甚至心里喜滋滋的 觉得自己比李超人命更好 也不知道李超人后来有没有 后悔当初的决定 心中暗爽 陈玄对他们的想法都一清二楚 却不知可否笑笑 没有说话 正在此时 宋山河走了进来 老祖宗 联系上李先生了 您现在要和他通话吗 接通吧 陈玄淡淡说道 众人一听 齐刷刷地兴奋起来 自从李超人退休后 再也没出现过大众视线里 今天能从视频里看看 也不错 直播界面连迈 很快 画面一分为二 左边是陈玄 右边又出现一位老人 身穿家居服饰 依靠在病床上 神色有些激动 可不正是李超人 陈先生 真的是您 真的是您 嗨嗨 这两年 他的身体状况 一直不是很好 虽然之前已经知道了 陈玄的消息 可此刻 见到八十年前的故人 还是忍不住颇多感慨 陈玄可以说是 他一生事业的开始 现在再见 估计也要到了 要结束的时候 自己快不行了 当然 还有转机 就看接下来聊得怎么样了 他眼底浮现一丝期许 自己的病医生没办法 这位不一定 你怎么病奄奄的了 陈玄忍不住醋梅 要是没记错 李小子比宋小子还要小几岁 直播间里的水友 也都乐了 下国人对李超人 没多少尊敬 这位有钱是有钱 可名声不怎么好 如今遍布全国的鸽子龙 就是这位带入下国的 此时调侃起来 也是毫不留情 哈哈 超人被掖了一下 我就想问问 礼貌吗 弱弱地问一句 正常来说 九十多岁应该是什么样 泽泽 有钱能怎么样 该死还是要死 兄弟们 和我一起挥舞起双手 一起摇摆 陈老爷子是世上独一份 一百三十多岁 耳不聋眼不花 谁见谁羡慕 快看李超人 他绝对后悔了 李超人被憋了一下 情绪都被打乱了 苦笑道 您是神仙人物 我这凡夫俗子 生老病死也是正常 他神色也是由衷的羡慕 当年见面时候 陈先生估计都有三四十岁 如今八十多年过去 竟然还像六七十岁 世上真的有如此高龄的人吗 说不可忘 肯定是假的 陈玄点点头 沉默片刻 你送的房子挺好 我挺满意的 说完 没再开口 李超人笑道 那就好 那就好 就是为了您准备的 嗨嗨 嗨嗨嗨嗨 话没说完 猛地弯腰磕起来 观众看得都替他揪心 爸 爸你怎么样了 有个中年男子 急忙跑到李超人后边 帮他拍打后背 神色很是急切 过了好一会 李超人才慢慢平静下来 虚弱地笑道 让您见笑了 也不知道我还剩下多少日子 一年吧 不等他说完 陈玄给出了答案 你不知道我知道 可以告诉你 李超人 富三代 观众 李超人整个人都不好了 面色苍白极许 一般说不在意生死的人 那是没到自己脑袋上 真自己到了那份上 没一个不慌的 李超人不甘心道 陈先生 请您教教我 还有什么办法吗 我还有许多事没做完 有啊 陈玄理所当然地点头 吃了冰清单就行了 多简单的事 李超人呼吸都粗重了很多 强行压抑着兴奋的情绪 自从知道陈玄出事的消息后 他自然也就知道了冰清单的消息 可惜今天的拍卖会太匆忙 他知道的消息也太晚 没赶上 无奈之下 才筹备了这次送房子的事 为的就是增进一下当年的关系 和陈玄套套交情 顺势提出求单 李超人从不做赔本的买卖 几十年前的几个包子和银元 不值这么多钱 话说当年他和陈玄指 匆匆见过一面 没太深刻的印象 后来也没联系过 此刻终于进入正题 他只感觉手心都有细汗甚出 陈先生 还请您卖我一颗冰清单 李小子 还记得你当年的话吗 陈玄直接打断他 笑道 你说 这一辈子 要自己看尽这世间繁华 不想跟在别人身后 自己选的路 得坚持着走啊 最后 谢谢这栋房子 几个包子和银元不值钱 可当年我帮你母亲 医好了身体 就当晚到了八十年的报酬吧 说完 陈玄笑笑 一旁的宋山河 很有眼力价的挂断了连迈 众人全都猛了 还能这么晚 院中 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他们猜到了故事的开头 却没猜到故事的结尾 一行人眼神复杂地看着陈玄 半天不吭声 好家伙 老爷子算让大家长见识了 房子照收 是就算了 李超人这把亏到老家了 没人想到淡然的陈老爷子 也有这么干脆拒绝别人时候 曾爷爷 咱们这么做不太好吧 陈卿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询问道 您要是不想给李先生冰清单 那咱们干脆别住在这了 还回紫苑算了 他脸皮薄 琢磨着想搬回去 于小双也疯狂点头 不办事还收礼 是有点说不过去 搬什么办 陈玄不屑地冷哼一声 咱们就在这住着 这的环境还凑合 老夫平生最恨人算计 李小子早就丢了灵性 一门心思钻进了前眼里 这次让他长得记性 你们也别觉得他亏 老夫虽未曾赐单给他 但当年送了他母亲一枚 算起来区区一栋房子算个屁 这番话带着三分的怒意 这怒意并非来自李超人的 更是陈玄感觉自己看走了眼 当年第一次见面之时 李小子活泼机灵 处世圆滑 可谓是早会 因此 才有了让他跟随自己的念头 虽被拒绝了 但也并未恼怒不说 更是高看他一眼 能坚持初心 更为难得 却不想 八十年后 李小子已经给自己动起了心眼 自去其辱 当年的那点勤奋 早就没了 院子里的人都有身份 说话不敢太过分 可直播间的水友 就没那么多顾忌了 漂亮 直播我必须给老爷子点个赞 就这半才爽 嘖嘖 舒坦 李某人想玩欲擒故纵 这下行了吧 玩砸了 哼 我早就看出来了 陈青刚想要换房子 他那边就立刻准备上了 要说不是早有预谋谁信 生意人嘛 心眼就是多 可惜老爷子不吃这一套 港城 李超人面如死灰 养在病床上 双眼无神 最后一丝希望 没了 爸 你别难过 保重身体最重要 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大儿子在一旁忧心忡忡的劝慰 陈先生可能就是怪咱们 没有提前去拜访 明天我专门回一趟内地去登门道歉 不等他说完 李超人摆了摆手 疲惫叹息道 你以为陈先生是因为这点小事 拒绝我们的吗 错了 他生气应该是源自两点 第一个是咱们太过牺牲 当年陈家落难时候 也没有伸出援手 如今毁之晚矣 第二个就是 这些年咱们赚钱的有段有些过了 惹得他不喜 以前的错误 如今怎么弥补 别费心思了 爸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您给我们说说 二儿子忍不住问道 当年 出了太多的事 故事缓缓到来 掀开了尘封已久的历史迷雾 李超人向来聪慧 极易抓住问题的本质 自从收到陈玄出世的消息后 他就大为后悔 后悔过去的许多事 八十多年前 陈玄的名头远比现在大得多 陈家更是如日中天 威名震慑海内 可以说 活跃在那个时代的人 大多都知道陈家的名头 李超人年纪虽小 但因为常看报 却也知道其人 因此 第一次见面 他就意识到 机会来了 他当年耍了个心眼 拒绝了跟随陈玄 但又从他手中拿走了包子和银元 并求其治好了母亲 这还不算 他心思灵敏 拿着陈玄的几个银元 直接找到了当时陈家 在港城的下属失利货家 如此 才有了以后的腾飞 不然 白手起家说起来容易 可做起来难如登天 他怎么可能轻易做到 说到底 还是因为和陈玄见过一面 才有了诸多的关系和机遇 便宜占尽 按理来说 李超人发迹后 更应该紧紧地靠近陈家才对 这棵参天大树 他怎么也不应该舍弃 可事儿坏就坏在 没过多久 陈玄就失踪了 陈家内部人自然知道 他是去太玄山闭关 可外界不清楚 一时间谣言四起 有人说 陈玄是遭到了军阀的暗算 也有人说 他是被鼓舞强者伏击身亡 更有消息传来 他得了不治之症 已经病逝 时间短还好 可时间一长 陈玄又真的不曾再露面 不少人起了不该有的心思 又过了一些年 陈家遭难了 当时一切发生得太快 有外部势力的联合 有军统的围剿 也有内部家贼的背叛 还有鼓舞强者的袭杀 反正就是眨眼间 如日中天的陈家没了 紧随其后的 就是一场席卷全国 甚至全世界的围剿 当时乱得很 有势力出面保陈家后人 被暗杀全家 有人藏匿陈家人员 被炸死当场 反正种种对异后 陈家销声匿迹 也是多年后才有消息传出来 陈家庞济死伤殆尽 下属也死得差不多了 直属势力同盟会 除了个看门的小宋 其余人全被肃清 陈夫人逃亡路上染上急症 不治身亡 陈氏三子现任家主老大 陈青爷爷被暗杀当场 不过遗留下一子 陈青父亲 杨子老二李富贵 被京都势力出面救走 隐姓埋名 后来才亮明身份 杨子老三楚飞出现在欧洲 成立处势同盟会 控股世界各地下一商会 背后有君同影子 疑似是当初的叛徒 李超人缓缓说完当年的事 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我没想到 我真没想到他还活着 他活着 为什么不早点出来 他当年但凡露个面 绝没有任何人 敢起算计陈家的心思 我也不会一直袖手旁观 完了 完了 早知如此 悔不当初 俩儿子听得目瞪口呆 他们没经历过那个年代 此刻听起来不敢置信 有些不解道 爹 按照你说的 当时是很多势力联合针对的陈家 陈玄 陈先生在不在 很重要吗 或者说 陈先生究竟是什么人 李超人脸上出现一丝潮红 不 你们理解不了 陈家的鼎圣辉煌 是因为有他在 他是镇压古武宗门的顶级强者 他是炼制神丹妙药的修道者 他是威逼军阀让步的霸者 他是对赌西方资本的胜利者 陈先生 是神人 或者说 仙人 爹 那现在怎么办 大儿子忧心忡忡的问道 现在说的陈玄越厉害 他们心里也就越没底 世界上唯一能延寿的神丹 就在陈玄手里 自家想拿到 真要难于登天了 怎么办 李超人颓废的闭上眼睛 这都是命啊 没办法 等我不在了 李家可能会乱一阵 但你们要挺住 还有 一定要记住 绝不能再和处事同盟会有任何的牵连 一定记住了 同盟会里边的资产 能撤就撤出来 撤不出来 全都捐给公益组织 要尽快 出去吧 我休息会 是 两个儿子对视一眼 出了病房 不过 两人十分有默契 并没有下楼 而是来到了天台 咔 李二点上烟 缓缓地吐出个烟圈 看向大哥 神色阴狠道 老头子现在还不能死 嗯 李大点了点头 同意这说法 港城情况太复杂 深水里藏着的大鳄太多 老爹要是现在死了 他们二人恐怕撑不住 届时 生意被抢都是小事 性命能不能保住 都是问题 其实他们没有给李超人说 外边现在已经有波兰饭起 不知道多少恶狼 在虎视眈眈的盯着李家 都在等着分享盛宴 老二 你说怎么办 硬来怕是不行 老爹这么强的人 都被陈玄吓破了胆子 陈玄应该是有点邪门 这样吧 咱们派人去联系楚会长 他现在一定比我们更急 李二英显笑道 咱们家称死算是见死不救 他这个叛徒 指不定已经怕成了什么样 让他去打头阵 同盟会笼络的好手不少 据我所知 先天进的供奉都有好几个 就看楚会长敢不敢拼命了 啪 烟头被扔在地上 鞋底狠狠地碾碎 李大 就这么办 不进则退 老头老了 没了当年的锐气 现在哪还有置身室外的机会 退就死定了 夕阳西下 天色静晚 李家这边先不说 花间小院又来了不速之客 一辆浩大的车队行驶进了庄园 打头的是闪烁着红蓝色光的警车 后边的红旗车上都插着小旗子 周围更跟着不少护卫车辆 如果透过漆黑的车波里 就能看到里边一一个个鹤枪实弹的精锐士兵 场面十分浩大 温拉温拉 听到警笛声 院子里闲聊的人都猛了 这地方怎么会有警车来 岑爷爷 我去看看 陈青随即站起身去开门 这地方就自己一家 肯定不会是找错人 他冲于小双地了的颜色 你陪我一起去 我一个人有点不敢 他有些心虚 是不是李家找人来抓岑爷爷了 刚看了人家这么一大处宅子 人家能善罢甘休就怪了 岑爷爷不会犯了诈骗罪吧 所有事都搁不住细想 往往越想越慌 瞬间 他又联想到 岑爷爷在直播间 做了很多出格的事 不管是一幅资卖十几亿 还是贺桥啥的 会不会是被人举报了 这涉及封建迷信了吧 完了完了 这段时候 曾爷爷犯的事还真不熟 自己也一样 收到的打赏都上亿了 钱来的这么多 这么容易 他心里不踏实 想着想着 路都快走不动了 与小双也一样 小脸雪白 说到底 他们刚进社会不久 对官方有天然的畏惧感 直播间里都被逗笑了 怂了 怂了 主播怂了 别瞎说 这叫丛心 话说警方为什么会来 我早说过 陈老头是骗子 你们不相信 杠 再敢乱说 我跟你急啊 爱信不信吧 一幅画多少多少亿 一颗单夸张的几百亿 你们爱信就信吧 我反正觉得是专业Z片 那老爷子一片非夜 把人轰出去机密远 怎么解释 贺桥怎么说 我怎么知道 等会看警方怎么说就行了 怕什么 走 我陪你去开门 王大少经验就比他们丰富多了 知道就算警车来了 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 李家想一个电话就抓人 哼哼 想简单了 三大家和自家都不是吃素的 好好 谢谢你啊 陈青还没说话 与小双一脸的庆幸 然后顺手就把王大少推到了前面 跟在人后边 他们胆子大了不少 陈玄咪卓也没说话 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他已经知道来的是谁了 不过不急着说 逗逗俩丫丫头也好 走 咱们一块去看看 谁这么不张眼啊 在老祖宗家门口诈刺 搁几个一块去 眼见陈青有点慌 赵紫祥和宋山行 立刻就蹦了起来 刷好感的好机会啊 如此 一群富三代和陈青与小双 走出了庄园大门 刷 哎呦 卧槽 谁啊 哪个混蛋这么不张眼啊 搞毛啊 刚出门 一群人就被晃了眼 院子外七八辆车打着大灯 正对着院门口 他们一出来就被打了个阵阵 再加上现在都是扇气灯 眼睛顿时都睁不开了 一个个骂骂咧咧的出口 王大少更是强眯着眼 走到最前面的车前 砰砰砰拍引擎盖 哪个混蛋 给我下车 看不到前面有人在啊 如他所愿 下一秒 车里窜出来四个全副武装的警员 干净力索地将他制服 并且将头压在路上 别动 放老实点 举起手来听到没有 啪好 头被枪狠狠地顶着 赵紫祥终于明白情况不对 强行睁开眼看了看车牌 顿时心都凉了 魔嘟嘟嘟的一号车 咕噜 误 误会 话没说完 就被狠狠地按下了头 刷 刚刚一群牛的上天入地的富三代 全都老实了 乖乖地举起双手 不敢乱动 幼兽了 魔都都督亲自来了 他们个家的老辈来了 还说得上话 可几个小辈在人家眼中 就不够看了 说话间 一位眉目间 充满威严的中年人下了车 瞥了一眼几个富三代 意外道 你们怎么在这 说着 不等他们回话 转身快步走到后边的车门外 殷勤地打开门 温和道 张老 到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凝聚到车上 忍不住睁大眼睛 地上的赵紫祥 都忍不住伸长了脖子 到底是谁 能让魔都督督开门 一只不斜踏在地上 紧接着 一位鹤发童年的老人 走出车外 神色间隐隐有些无奈 旁边 还跟着出来的小倒姑 妙姨 卧槽 张天师 死 张天师亲自来了 无论是现场的富三代 还是直播间 全都炸了 任何年代 都有传说流传 属于这个年代最神秘的传说 就要说起这位张道长了 张道长 原名张山行 武当道官第76代传人 因为其拍摄过许多教导徒弟时候的视频 被广大网友熟悉 视频中 老道长一手太极剑 飘飘欲仙 更用出了百步穿扬 飞檐走壁等绝活 震撼世人 第一次让普罗大众知道了古武的存在 可以说 如果没有陈玄 他才是当时公认的修道者 这还是普通人对其的看法 一些了解古武存在的权贵更是清楚一点 这位是货真价实的先天高手 还是先天中顶级的那种 这类强者 就是行走的战略武器 无论去哪当地 都要妥善安置好 因此 得知他来魔度后 官方第一时间就找到了他老人家 全程陪同 想一个人带个小徒弟去挑战强者 不存在的 必须在官方的安排下才行 不然随便动手 波及周围百姓算谁的 官方隆重的接待和保卫力量 既是尊重 也是在预防 预防这等级的强者突然发疯 直播间里 掀起了一阵的热浪 这位的真爱粉 比陈青都要多不少 毕竟人家都出名十来年了 陈青才不到一个月 张道长 张道长来了 天师 啥时候出新视频啊 都断更好久了 上次我专程去武当官了 可惜没见到张道长 可惜啊 我的天 我越来越怀疑科学了 你们看 张道长是不是和十年前差不多 也没怎么变老啊 不会又是和陈老爷子 一个等级的强者吧 M 我个人认为 世界上没人比得上张道长 我也这么觉得 张道长才是真正的人间哲仙 他可是实打实活了120多岁了 每一年的生活记录都有记载 陈老爷子说活了130多岁 可我总觉得太假 不错 这个疑点一直没解释清楚 不会真有人相信 闭关七八十年的话吧 不接受反驳 本人是张道长铁粉 谁知 不等直播间议论完 张山行的第一句话 就让所有人都哑了 他满目激动地望着花间小院 似乎隔着院墙 已经感受到了某个熟悉的气息 左右手衣袖互拍 郑重的座衣 弯腰朗道 张山行 拜见陈仙人 一别八十年匆匆 近日听闻仙人众旅尘事 晚辈心中激动难耐 冒犯来访 还望恕罪 大声喊完 张道长保持着弯腰垂手的动作 不敢抬头 貌似真的在请罪 态度恭敬地 让周围人震撼 凡事 都要靠对比 也看衬托 比如在学校时 被学渣夸赞100句流皮 也比不上学霸的一句 我不如你 你学习真好 陈璇过去弄出过很多大场面 不管是飞夜轰人 还是换来鹤桥 或炼制冰清单 这些都属于神仙手段 但奈何大家看不懂啊 知道厉害 可不知道究竟多厉害 现在 原本的天下第一道 张道长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 陈仙人要高的不可想象 他在人家面前 就是个晚辈 就这么两句话 奠定了陈璇的高度 只呀 院门打开 陈璇迈步走出 哼 我就知道 你这小子要跑过来 还不快起来 他语气也有些欣喜 这个时代 眼前这位算是少有 能和自己聊上几句的人了 最少思想在一个频率上 这种人 少之又少了 张道长抬起头 纵然以他的心境 看到陈璇的样子 也不免有些惊愕 真的没变老 八十年的岁月过去 自己从意气风发 变为了如今的冒蝶老者 陈仙人竟然没多大变化 岁月四在其身上 停止了流动 您的境界 我当年就看不透 本以为八十载过去 现在总能看出个大概才对 没想到 还是和当年一样 张山行摇头苦笑 心里也不免有一丝丝的酸楚 自己一生的终点 竟然比不上 仙人八十年前的境界 太打击人了 陈璇没搭理这话 仔细看了他一眼醋眉 你快不行了 这话 让周围人满脑袋的问号 陈青都悄悄拉了 拉层爷爷袖子 您这不是咒张天师呢吧 人家看起来能走能跳 腰背挺直的 怎么也不像不行啊 这是挑衅吧 官方护卫人员也都骑刷刷上前一步 警惕地盯着陈璇 他们要对张天师在魔都的安全负责 尽量避免其亲自动手 哼 身体保养的还行 再加上吃过冰青丹 所以不嫌老太 不过里边腐朽透了 陈璇摇头叹息 人分精与身 张道士身体状态还行 不过精神已经接近济灭 他这种情况和之前的宋海平和李超人都不同 他们是精没事 身体机能腐朽 想严寿来立冰青丹就行 张道士吃冰青丹都没用 他是身体没事 精气耗尽 正好相反 这种情况 慢则一个星期 快就这一两天 死定了 没救了 果然瞒不住您 张山行坦然承认 应该就在这几天 见过了您 或许回不了我当山了 哼 周围泛起轩然大波 众人都没想到 会听到如此惊骇的消息 尤其是魔都官员 更是手脚冰凉 张山行虽然不属于官方人员 但其心性善良 这些年有意地避护了沿海地区 如果他要死了 下国顶级高手 必须有人尽快调房过来才行 防备偶尔跑出来的脏东西 一时间 各种短信传讯到各地 陈玄没管这些 见张道士知道自己的情况 也就不再多说 心里有数就好 进来吧 说完转头进门 张山行带着妙衣 跟了进去 陈青和于小双 懂事的上前 搀扶张道长也进了家 等众人都进了院子 官方保护人员下意识想跟上 只是不等他们卖腿 砰 大门无风自动 狠狠地关上 天色已晚 老夫就不带客了 诸位自便吧 院子内 想起陈玄淡然的声音 他喜欢清静 才懒得 让一群人来家里吵闹 烦得慌 魔都嘟嘟吓吓了一跳 这不行啊 张天师随时可能要凉 必须在自己眼皮底下才行 最不济也得有人跟着 这莫名其妙的跟丢了 怎么给上边交代 可 陈先生 麻烦开下门 比人是魔都嘟嘟 揍 滚 魔都 在下国的地位很特殊 他不光是全国的经济中心 甚至在全世界都很有名气 名副其实的东亚经济动漫 能担任魔都嘟嘟这个位置的人 级别之高可想而知 这个滚子一出口 在场的全都吓了一跳 尤其是几个年轻的三代 心都漏跳了一排 老爷子太牛掰了吧 他们自家的长辈再厉害 撑死也就和都督平背论交 可没人敢这么侮辱人家 太打脸 要完 只是 周都督的反应 让所有人大跌眼镜 只见他立刻扭头 动作都没丝毫停滞地回身招手 走走走 都走 全都上车 快点 别打扰到陈先生 一群护卫猛逼 满头雾水地垮垮上车 动作都轻点 保持安静懂不懂 周都督脚静悄悄地上了车 直到开出去很远 这才擦了擦头上的冷汗 都督 刚才那位也太不尊重您了 大秘不满地说道 周都督心有余悸地瞪了他一眼 闭嘴 小心地回头看了一眼 确定车已经开出足够远了 才低声道 任何时候都别说这位的事 我今天就是想借着张天师的面子 拜访一下 没能成就算了 告诉下面 以后没事都别来这边找不自在 看大秘满眼的不解 他想了想 含糊不清地解释了句 黄老上次来 就是为了这位 大秘悚然一惊 这才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能让郑国神柱专程跑一趟 且被张天师如此尊敬的人 必定是超级强者 先天二字 映入他的脑中 花间小院里 一群人瞠目结舌地看着陈老爷子 脑瓜子嗡嗡的 刚才真把他们吓到了 就连陈青和于小双也手脚冰凉 他们也没见过这样霸气的岑爷爷 有点吓人 都看着干什么 去烧水沏茶 陈玄毫不在意地吩咐道 大晚上乱哄哄地往自己家里挤 不骂他们骂谁 也就是现在 要是几百年前这么没规矩 少说也得挨顿板子 至于身份 别说一个小小的巡抚 就算是当朝皇帝 来了 这也得讲自己的规矩 以前是 以后也是 陈青如梦初醒 小跑得沏茶倒水 请客人坐下 伺候老爷子的保姆 今天都放假了 他只能自己动手 张天师道谢 坐在院中的石屹上 妙依安静站在他身后 于小双和一群富三代也都在 不过都懂事的没赶上桌 各自拿着马扎坐着 两位老神仙聊天 他们超级愿意在旁边听 别的不说 长健身 润神茶 还是当年的味道 品了一口香鸣 张山行赞叹不已 凭到一身好喝茶 喝了百多年 其中之醉 还是要数您的润神茶 八十年前喝过后 馋了这么久 终于能再次一饱口福了 说着 他又慢慢抿了一口 神色兼莫大的享受 对你没用了 陈玄摇头 淡然说道 润神润神 有神才能润 张山行的神 已经接近祭面 除了自己肯给他炼制仙丹 不然吃什么都没用 哈 确实如此 不过好喝就够了 张山行喝完杯子里的茶 看陈青还要再到 连忙抬手阻拦 我这快死的人了 尝尝味道 就知足 喝再多也是浪费 就不抱天天物了 仙人 这剩下的半壶茶 能否赏赐给我这小徒孙 话音一转 张山行后着脸皮 求起了好处 现实的可怕 这个风格的张天师 别说一群富三代没见过 妙医都没见过 这可和你以前 得到高人的影响不符啊 一群年轻人 心里隐隐听到咔嚓一声 形象破碎了 先锋道骨的张天师不见了 张山行丝毫不在意旁人的眼光 笑眯眯地望着陈玄 等待他的回答 脸是什么 这东西可是神物 除了这院子 天下难寻 能让妙医喝上两杯 对修行大有益处 自己此生能到这个境界 一半的功劳 都要算在八十年前的 泡过半颗冰清丹的井水 和一壶润神茶上 现在来寻陈先生 就是为了给小徒孙 求些好处和机缘 不然快死了 在家里躺得多好 没事谁愿意乱跑 这叫什么话 又不是什么好东西 管够 陈玄都被他逗乐了 大手一挥 爽快道 轻而去弄筒泡茶 厨房里润神叶多的是 今天所有人敞开了喝 能喝多少算多少 难得有看得上眼的人来做客 陈玄可不小气 润神叶对其他人可能是宝贝 不过对他来说 就是平常喝的水 要多少有多少 以前养的猪喝的都是润神叶 哈哈 谢谢老祖宗 谢老祖宗赏茶 金姐 快快快 我们去给你帮忙 嘿嘿 一起一起 我去拿筒 这话一出都不等张山行反应 几个富三代都杂杂乎乎的蹦了起来 一个个嘴都笑裂开了 润神叶他们知道 上次宋老爷子大寿尝过 每人一小茶杯 喝了后 腰不酸了 腿不疼了 精神头背足 脑子都好用很多 今天来帮着搬家 可算来着了 谢传 这下行了 没别的说的 灌就对了 使劲灌 没一会 人手一个大缸子 咕噜咕噜的牛椅 张天师看得脸皮都愁愁 这等好东西能这么放开喝吗 自家山上泡过半颗冰清单的井水 都淡的没味道了 每天还得限量 一边摇头感叹 一边掏出个大杯子 塞点妙衣 傻徒孙 还看什么看 快点喝 有伴儿来 妙衣猛头猛脑地喝了一口 嗯 再来一口 继续 她樱桃小嘴不大 但喝的频率极快 没多大功夫 一杯子就干完了 双眼亮的吓人 不用师祖说自己 就接着倒去了 心心淡然又不是傻 面对这等机缘 无人能淡定 喝杯润神茶 比吃千年老山深效果还好 这谁忍得住 不理会小辈们 陈玄声音沉重一些 说吧 这次来想做什么 她动若明火 张道士这时候来找自己 肯定不会光绪就这么简单 张山行摇了摇头 苦笑道 原本还想趁着最后 与您切磋一场 不过现在 还是算了 这话说的 叫一个五味杂陈 见之前 还以为自己苦修八十年 现在就算比不上陈仙人 过过招总能行 谁知道见面才发现 差距非但没小 反而更大 八十年前 自己好歹 还能隐隐感受到陈仙人的可怕 现在面对面坐着 自己竟然都感觉不到人家的气息 切磋不切磋的 已经没有了意义 陈玄点头 你境界太低 和我交手没啥用 还不如留着精气神干点别的 张山行沉默片刻 试探道 嘿嘿 您如果压制一个境界 我能在您手下撑上一挥吗 他还是不死心 和陈玄进行一场势均力敌的切磋 这都想了八十年了 不是是死都不能瞑目 他琢磨着 不行造点假 请陈仙人压制一个境界 过两招满足一下心愿也行 陈玄低头算了一下 摇头道 还是不行 别说片刻 你就是想在我手下撑住一招 我最少要压制一百多个境界 不过那样一来 你觉得有意义 咔嚓 纵然是快死了 张天师都淡定不下来 惊骇地看着陈先生 他 到底什么境界 原本的仙人是自己的戏称 别当年稀里糊涂地蒙对了 真遇到神仙下凡了 这个话题被掠过 张天师就算再想圆梦 也没道理 要人家压制一百多个境界 陪他演戏 他也觉得丢不起这个人 可问题又来了 留着最后这点惊奇神 做点什么 躺着等死 不是他的性格 这个问题 还要好好再想想 陈玄大部分时间 都在自顾自饮查 偶尔回答张三行几个问题 只是不知道何时 平平看向墙外 像在期盼什么 小院外边 距离大概有五六里处 一个豪华车队停在这里 一大队随行人员 看着前边的一老一少 无奈等着 李富贵遥望着远处的大院 鸣紧嘴唇 既不敢过去 也不想离开 静香情窃 干爹就在那里 可他总觉得 自己还没准备好 见了干爹要说什么 干爹能原谅自己吗 陈家没了 自己却活到了现在 要怎么给干爹交代 干娘和大哥的仇 自己还没报 有什么脸来见他老人家 一个个问题 堵在他的心头 这短短五六里的路 他不敢迈进一步 也不想离远一步 心思尤为复杂 靠后一些 李崇阳站不住了 抓着脑袋 试探问道 爷爷 您要是还不想去 要不咱们先去吃饭 同时 他肚子咕噜噜响了起来 这一大天折腾的马不停蹄 就早上吃了点东西 中午饭都没吃在这末季到天黑了 咔 思绪被打断 李富贵缓缓扭头 有杀气一出 李崇阳立刻缩脖子 善笑道 我只是提议 您不想就算了 您忙 您忙 李富贵看着傻孙子 忍不住想自己上辈子 究竟造了什么年 要不是李家就生这一根毒苗 掐死算了 唉 李富贵指了指远处的小院 唏嘘道 那里边住着爷爷的干爹 也就是你曾爷爷 我想去见他 又怕他不开门见我 到底是亲的 李富贵还是忍不住 将心里的愁 说给孙子听 李崇阳一听就乐了 抓起钥匙 就钻进了最前面的车 边打火边打开窗户大喊 爷爷 原来就这点事啊 您早说啊 放心 交给我 叫门我是专业的 帝都就没我叫不开的门 早上不营业的 我都能叫开 哦 最后一句话飘过来的时候 车已经扬长而去 李富贵到底是刚康复 反应多少有些迟钝 等反应过来 手指这远处颤颤巍巍 你 给我回 回来 周围人也被小少爷给惊呆了 这特么是叫门的事吗 快上车 快 快 追上那混蛋 让他惊扰干店 我特么这辈子回不了家了 没几分钟 豪华气派的花间小院 静在眼前 停好车 李重阳力锁的下来 都不带任何犹豫的 走到门前 砰砰拍起来 开门 开门 他扯着嗓子吼了两声 立刻就听见了里边的脚步声 忍不住暗息 叫个门多大点事 看把爷爷愁的 早说啊 八百回都能叫开了 陈青走出来 一眼就认出了李重阳 脸色大变 急忙冲后边喊道 不好了 宋山玉你们快来 李重阳真找我家里来了 他对这位帝都小公子的印象 停留在直播间的嚣张 和拍卖会上的嚣张上 不是个好惹的 只不过他真没想到 自己就在直播间对了他两句 竟然敢找自己家里来 太记仇了吧 欺人太甚 嗯 哎呦 王大少都猛了 赵子祥猛了 宋山玉和子依也猛了 李重阳疯了吧 真敢来陈家撒眼 找死也不是这么个找法啊 走 出去看看 只是不等他们出去 陈玄先站起了身 老祖宗不用 就一个富三代 我们去就行 保证保护好陈青 王大少狗腿地说道 不用 来的是故人 一起去看看吧 来的不是李重阳吗 一群人不太理解 乖乖跟在了后边 张山行倒是坐着没动 他能坐着 就尽量不站着 不过是一秒一根出去看看 等一群人出门 就见到了唬人的一幕 三个壮汉正围着李重阳打 打得哇哇乱叫 场面这叫一个混乱 一个被搀扶着的老头 在一旁跳着脚的喊 你们没吃饭吗 都给我用点力 小兔崽子 你再躲 你再躲 都用尽 这个月每人家一万的奖金 老子让你叫门 让你叫门 打死一个王八蛋 好家伙 一群人实在没想到这情景 很快 眼尖地认出了老爷子的身份 那个 是李重阳的爷爷 李富贵吧 没错 是李老爷子 不过不是说不行了吗 你忘了人家拍到冰清单了 李家真有钱 不觉得不说国内首富 应该那是在那一层次 那肯定啊 这位是建国前就活着的传奇 身份盈盈比宋老爷子还要高一层 曾爷爷 咱们 陈青一回头就愣住了 他发现曾爷爷向来云淡风轻的脸上 第一次出现了变化 眼神中夹杂了复杂的意味 也确实如此 望着老太龙中的李富贵 陈玄的目光 似乎透过了八十年的时光 见到了那个怯生生 喊自己干爹的少年 那个偷着攒铃花钱 给自己买烟锅的孩子 富贵 一声轻呼 李富贵终于看到了台阶上的陈玄 缓慢地扭过头 眼睛瞬间就模糊了 是干爹 千真万确 干爹样子 他这八十年 每日都会想起 碰 他双膝一软 跪在了地上 垂着头哭喊道 干爹 富贵 回来了 哄 周围的人 犹如被掐住了嗓子 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 李重阳见此 爬起来就想去拉爷爷 幸好被眼疾手快的周管家 一把扯住 低声道 还不快跪下 说着偷偷揣在他膝盖上 李重阳顿时跪在老家主后边 陈玄望着趴在地上的老二 不由地回忆起以前的陈家 回忆起来 那位自己翩翩起舞的人 向来沉稳 颇有自己风范的老大 有些内向 心思敏感的老二 还有那胆大的老三 眼眶微微有些酸涩 快步走到他身前 将他拉起来 回来了就好 回来了就好 爹早就跟你说过 不管犯了什么错 只要回家 就有爹在 走 咱回家 李富贵气不成声 被干爹拉着 走进了家门 此刻 在外漂泊了八十载的游子 进家了 其他人也大致弄明白了情况 都为陈玄于老家主高兴 欢天喜地地帮着收拾 热热闹闹地进了花间小院 片刻后 李重阳萧瑟地跪在地上 琢磨自己 要不要站起来 都把我忘了 陈家 呼啦啦地 进来了一大群人 这都是李富贵随行的保镖 医生 司机和管家 再加上前来拜访的张山行和妙医 也就是得亏今天搬到了这花间小院 房间足够多 不然还真住不下 干爹 当年发生了很多事 李富贵到底是年纪大了 虽然吃过半颗冰清单 可精神头明显还是不足 再加上促然见到陈玄 情绪大喜大啰之下 很快就昏昏欲睡 此时还说着话 脑袋已经忍不住点头 陈玄拍了拍他的手 温和道 好了 今天不早了 先去睡吧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青儿和鱼丫头 这是你们二爷爷 来 带他先去休息 明天再介绍 你们认识 都是亲人 小王 还有你们几个小崽子 今天也都别走了 帮着招呼其他人 陈玄安排完 就直接走回了房间 突然见到了亲人 他情绪也有些波动 忍不住回忆起了几十年前的陈家 还有那个女子 需要平静一下 二爷爷 陈青见到先前的一幕 尽管心里早就有所猜测 此刻还是忍不住 眼眶酸了一下 寻常人难以体会到 孤儿对亲情的渴望 他孤苦伶仃了二十多年 今年不但有了一位 疼爱自己的曾爷爷 又多了一个二爷爷 尽管对这位二爷爷还不太了解 可就这个称谓 都能让他感到心中一满 二爷爷 我是陈青 他快步走上去 温柔地搀扶住老人的胳膊 小声说道 李富贵听到后 强打着精神睁开眼 目光中却没有任何陌生的感觉 只有数不清的慈爱 他抬起干枯的手掌 揉了揉陈青的头 道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一直都知道你 你小时候第一次打架 第一次收到的情书 第一次拿到的奖状 我全都知道 亲丫头啊 你是我看着长大的 只是以前我不敢和你见面 今天终于见到了 说着 扭头看向于小双 就连他 小双 也是二爷爷 安排和你一起上学的 李富贵说的情真意切 也确实如此 如果有人现在 在他京都的书房 打开最隐秘的保险箱 就能发现 里边不是什么宝贵的资产 全都是陈青的照片 从小到大的全都有 这些年 他不敢 直接出现在陈青的眼前 就是怕把危险 带给这个丫头 他和以往的陈家 断得越干净 也就越安全 不然 那些人不会放过大哥的女儿 可这个亲人 过去遇到的每一件事 他都知道 陈青和于小双对视一眼 瞠目结舌 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心里憋了一肚子的疑问 不过老人明显状态不是很好 他们忍着什么都没问 先将他搀扶到客房安顿好 一切等明天再说 等他们上了楼 再说这边 王大少和赵紫祥 都快打起来了 两人眼红脖子簇的对视 不为别的 就为谁带妙依去房间 其他人都被安排好了 现在只剩下妙依和李重阳 他们俩都想让对方 带着李健健走 看着较劲的二人 李重阳满脑袋的黑线 妙依都有些惊恶 僵持片刻 王大少与气软了下来 勾住赵紫祥脖子 低声道 老赵 这个机会你让给我 我车库里的车你随便挑一辆 兄弟可没求过你什么 少来 赵紫祥根本不吃这一套 翻了个白眼 你王大少现在什么名声 我还不知道 我告诉你 只要有我在 你就别想靠近妙依 想祸害人家 门都没有 他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 声音稍微大了点 恰好能让在场的私人听到 王大少脸黑得和鞋底一样 差点急了 污蔑 你特么这是污蔑 再敢乱说 我告你诽谤啊 他诽谤我 他诽谤我啊 嘿嘿 兄弟 这次我是真动心了 你帮我一把 赵紫祥果断拒绝 说的跟我没动心似的 还想让我帮你 三块钱一把钥匙 十块钱三把 你配吗 配 配几把 你们俩混蛋 想死自己回家死去 别拖累我们 敢在老祖宗家里胡闹 都吃了雄心抱子胆了 恰巧 宋山玉安顿好一群医生回来了 见到这一目气的牙都痒 狠狠地给了他们俩小腿搁一脚 上次就被他们俩吭惨了 这次居然还敢乱来 是真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吗 既吃不计打的混蛋 说完都不听他们的解释 直接拉着妙衣走了 好了 这下客厅就剩下王小聪 赵紫祥和李重阳 三人面面相识 都是老熟人 说话就完全不用拘束了 哼 现在去睡有点早啊 是啊 我还不太困 嘿嘿 我记得外边 还有小半桶没收起来的润神茶 嘘 走走走 眼看他俩不管自己就要走 李重阳一把拉住了王大少 你们俩鬼鬼祟祟的干啥去啊 我可警告你们 这是我爷爷的干爹家 也就是我家 难得李重阳聪明了一次 关系这么论 确实没毛病 赵紫祥一愣 给了王小聪个眼色 要不带上他 带上吧 李健健傻人有傻福 有大靠山了 俩人意料迅速统一一致 立刻搂住李重阳脖子往外走 可 没想着丢下你 李健健 不是 李兄弟 你难得来一次魔都 兄弟得好好安排安排你 跟着来就行 别客气 对对 到了咱们的地盘 今天你放开了完 安排 放开了完 李重阳想如飞飞 有些不好意思道 这不太好吧 前面我爷爷交代我了 明天要早起给老祖宗敬茶 王大少笑咪咪道 放心 咱们要去的地不远 想回来很近 嗨嗨 别磨叽了 快走吧 一会凉了 赵紫祥推了两人一把 不耐烦说道 凉了 难道已经拖 好等着了 李重阳立刻耐不住寂寞 拿起车钥匙 就往外走 快快 别让人家等急了 老王老赵 以前是我错怪你们了 不错 你们够意思 等下次去了帝都 我也好好招待招待你们 三十秒后 寒风萧瑟 看着蹲在树下 一人一个大缸子灌水的 王小聪和赵紫祥 李重阳缓缓打出了一个问号 魔度的招待标准 现在都这么低了 第二日 阳光透过窗户照耀进来 伴随着阵阵花香 陈家的餐厅里 已经坐满了人 两个保姆一大早赶回来 正在厨房中忙上忙下 准备着一道道精致简单的早餐 陈青和于小双等人 也不断地帮着端盘 没片刻 饭香已经萦绕在院中 陈玄下楼 坐在主位上 一看餐桌顿感满意 金丝南瓜粥 温养汤 八宝玲珑菜 酸辣小黄瓜 呵呵 都是开胃养生的好东西啊 见他下来 李富贵连忙站起身行礼 休息了一夜 精神头果然好了很多 乐呵呵道 干爹 这都是你当年喜好的口味 厨娘有心了 周管家 别忘了一会封两个大红包 是 周管家欠身 都坐下 都坐下 陈玄示意他们坐下 新味道 是啊 都是海平安排的 谁能想到当年的毛头小子 现在这么欣喜的时候 呵 众人附和地笑着 不过没人动筷子 显然都知道 接下来还有节目 很快 等人都到齐后 李富贵冲厚微微点头 周管家心领神会 赶忙从后边端上来的托盘 托盘上铺着红筹 一盏茶放在上面 李富贵端起茶 心情激动至极 深吸口气 嘴唇如动片刻后 双膝跪在地上 大声道 儿子李富贵 给干爹请安 干爹请茶 声音洪亮 却又饱含感情 这一嗓子 他盼望了八十年 终于又喊上了 此刻就算让他去死 他也知足了 再无遗憾 老天待他不薄 陈璇看着这一幕 也满眼的欣慰 正当他想端起茶的时候 突然想到了什么 动作一停 又将茶放了回去 干爹 李富贵顿时诚惶诚恐 心里冰凉 干爹不肯喝自己敬的茶 是不是还没原谅自己 其他人也都下意识 平住了呼吸 陈璇没搭理他 而是看向一旁 乖乖坐着的陈青 温柔道 亲儿 打开你那直播 所有人都是一愣 想不明白 老爷子想做什么 唯独李富贵 片刻的惊恶之后 激动得手都在颤抖 干爹 陈璇点点头 郑重道 今天 老夫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我儿子回家了 陈家 尚有后人在 哦 李富贵只感觉热血冲上头顶 眼眶顿时通红 自己的名字 能重新写在陈家的家谱上 这是来魔度之前 他想都不敢想的奢望 再加上从昨天见面到现在 干爹未曾问自己当年的事 更没有怪罪自己 反而一心为自己着想 重重情绪冲击之下 李富贵老累纵横 将托盘放在一旁 重重的扣头 干爹 干爹啊 儿子对不住你啊 当年大哥和干娘不该打晕我 让人送走我啊 我死也要死在陈家 我是个废物啊 我没能弄死那些杂毛 还有好多人活着 我神志连楚飞都没弄死 我恨啊 可嗨嗨 我对不起大哥 没想到那些人能找到小元夫妇 陈亲父母 斩草出根 我后悔他恨不得去死啊 我这个二叔死了 都没脸见他们 这些年 为了保护亲儿 我不敢和他通个电话 不敢见他一面 就连钱都不敢给他一份 看着他吃苦 我心疼地忍不住抽自己啊 此刻 他彻底地放开了心扉 明明是个冒蝶老人 却哭得像的孩子 简直是不顾一切地放开了哭 要把过去所有的委屈哭出来 声音之悲切 让周围人都感同身受 心里要不是积压了无数的苦 怎么能哭得这么伤心 而且李富贵话中 透露出了很多的信息 周围人反应各不相同 陈清和于小双惊恶不已 下人们恨不得堵上耳朵 几个富三代也面色各异 悄悄将每句话记在心里 甚至就连张山行 都神色凝重了起来 他知道一些陈家的事 不过都是一知半解 当年恰巧赶上他闭关 出来后一切都晚了 好了 等李富贵情绪稍微平复一些后 陈玄将他拉起来 柔声道 富贵啊 没事 都有干爹在 是干爹的错 当年走得太突然了 不过 你放心 该死的人一个都跑不掉 知道我为什么不去找他们吗 我就是让他们那天都活在惊恐中 让他们一想到我还活着 就浑身哆嗦 那些人就算想死 也要经过我的同意 语气很温柔 就像是在闲谈续话 可客厅中的美人都浑身一哆嗦 冷 渗入骨髓的冷 无名的大恐惧 弥漫在所有人的心中 甚至不少人都控制不住的慌乱 后退了几步 那个坐在守卫上的老人 就像是一座无底的深渊 他们现在就站在深渊边上 前迈一步都会万劫不复 曾爷爷 唯独陈青强忍着恐惧 颤抖着上前 蹲下身子 抱住陈玄的手臂 他这是第一次见到这个样子的曾爷爷 很可怕 却又很让人心疼 他不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 但隐约厅明白了一些自己爷爷奶奶 爸爸妈妈的事事 好像都是被人杀害的 这一刻 他没有安慰曾爷爷什么 自己没资格说任何劝解的话 而且杀青之仇 说什么都过于苍白无力 他只是紧紧地抱着曾爷爷的手臂 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生怕这个亲人下一秒就不见了 寻常人都感受到了大恐怖 有道横在身的张山行和妙依感受得更明显 纷纷惊骇地盯着陈玄 刚刚这位老人一傻似的杀意 简直让他们寒毛乍气 尤其是张山行 莫名其妙地想起了一句话 你想在我手下撑住一招 最少好的突破一百多次 不是开玩笑的 陈仙人不是自己猜测的宗师 绝对在宗师之上 过了片刻 陈玄平静下心情 恋爱地看着蹲在自己旁边的陈青 揉了揉他的头发 好孩子 好孩子 没事了 以后有曾爷爷在 不会有人敢欺负你 戴平静片刻后 陈玄扫尸四周 铿锵有力道 今天是高兴的日子 都给老夫高兴起来 拉丧着脸做神 我儿回家 是喜事 当贺 话音刚落 柳枝无缝摇摆 像在作一 窗外也有白鸟飞来 围绕着庄园 鸣叫不停 言出法随 可影响自然 这神奇的一幕 又双弱卓 让众人猛逼了 忍住不厌了口唾咽 神仙手段 神仙手段 张天师内心疯狂大喊 此时 见识到更高的风景 他突然不想死了 嗯 曾爷爷 我开直播 你说的对 咱们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二爷爷回来了 让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看看 陈家现在过得很好 陈青擦干眼泪 抢笑说道 这就对了 陈玄难得郑重起来 整理下衣领 准备出镜 旁边的礼服贵剑子 也咧嘴笑起来 重新端起托盘 想到一会 自己要在无数人的见证下 给干爹上茶 他激动的手都在颤抖 这是他盼望了八十年的事 总算到了实现的一天 两位老人都如此 其他人哪敢不给面子 一个个的都整理好着装 等着过会请查时候 出尽鼓掌 背景板们很有觉悟 陈青摸出了手机 打开了直播 不过眨眼间 直播间已经呼啦啦涌入了 大批的水友 以他如今的粉丝数量 就是不在直播的时候 直播间全天 都有闲得无聊的人事等待 我的天啊 今天怎么这么早开播 我还有点不适应 哇 蹲到了 我是一楼 二楼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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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主播大早上的咋哭了 眼眶红彤彤的 主播到底怎么了 宝宝 心疼 摸摸头 不哭 乖 嘿 主播遇到什么高兴事了 给我们讲讲 让我们也高兴高兴 不知道为啥 看到陈青难受 我就想笑 楼上的有病吧 陈青一看 就是刚刚哭过的状态 无数珍爱粉气刷刷的虚寒问暖 不过也有少部分 黑粉讥讽 一个群体技术大了之后 总会什么样的人都有 不可能指望 人人都喜欢 陈青对这些早已经习以为常 自动无视了黑粉的发言 正想感谢那些关心自己的人时 后边也悄悄掏出手机 溜进直播间的李崇阳不干了 他脑子不是很够用 但也明白一个道理 这里是自己爷爷的家 那陈青就是自己的亲人 有人问候自己亲人 这能忍 能忍他 就不是帝都小魔王 京都李崇阳打赏主播超级火箭X100 轰 百发火箭飞上天 钱不多 一共也就20来万 但动画特效能打断弹幕的节奏 果然 直播间安静下来 没谁有说话了 都忙着去抢超级火箭送的免费鱼丸 趁着机会 李崇阳嗖嗖嗖上前几步 直接挤到陈青旁边 一把抢过手机 鼻孔朝天 凶狠狠吼道 说话都特么注意点 陈青是谁知道不 那是我心好心好心好 敢骂我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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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活得心好心好心好了 别避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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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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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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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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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速超快 表情凶恶 都不带有丝毫的迟疑 一连串的国粹脱口而出 亲切友好的问候了 所有黑粉的家中女性 和十八代祖宗 行为十分果断 骂完后 还给了陈青个得意的眼神 不用怕 以后哥罩着你 啊 陈青并未被他感动 反而被吓了一大跳 脑袋嗡的一下 小脸煞白 心里就一个想法 自己恐怕是吃不了直播这碗饭了 主播亲属在直播间口吐芬芳 这是什么恶劣性质 简直能载入直播室 啊 对不起大 都不等他到完前 啪 画面一黑 您的直播间涉嫌严重违约 已永久关停 网络时代 各方面监测的十分严格 检测到有主播做任何违规的事 能在几分钟内直接切断 因为李重阳的一场国粹表演 直播间 疯了 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弄猛了 人都傻了 没一个不猛的 一个个的看李重阳的眼神 都敬畏天人 这特么是什么操作啊 咕噜 以后我愿意称李健健为最强 太特么牛掰了 赵子祥表情都呆滞了 喃喃自语道 老祖宗还等着呢 他竟然把直播间弄爆了 王大少爷瞪直了眼睛 以后真得离他远点 他不是一般人 其他几个富三代都狂点头 这指定不是一般人 一般人办不出这事 但凡有点脑子也不能傻成这样 场面一时间十分尴尬 陈玄都有些愣神 眼神诡异地看着李重阳 自己这个众孙子 不会是个傻子吧 重阳 来来来 你过来 李富贵站不住了 哆哆嗦嗦地坐下 温柔地招手 咳 爷爷 现在网络管控的挺年哈 李富贵小步走过来 善善笑说道 他也知道 貌似自己闯祸了 我演你个头 今天我不打死你 你就不是我爷爷 李富贵蹭地站了起来 抓起旁边的拐杖 就抽了上去 真下死守了 只一下 李重阳身上就起了一条红肿 啊 爷爷别打了 我错了 李重阳一边嚎哭 一边撒腿就跑 要不说他不是正常人 按说刚任的老祖宗在旁边看着 乖乖站着被打几下也就行了 可他哪想得到这些 撒鸭子就跑 眼见他还敢跑 李富贵更是怒火中烧 直接窜了起来 周康 你还看什么 给我抓住他 还敢跑 我他妈今天打死你 小兔崽子 跑啊 跑吧 到底是在自己家里 难道能看着人家 挨打自己不劝 陈青脑袋还是一片空白 下意识地去栏李富贵 二爷爷 您别生气 您别生气 注意身体 陈青一动 其他人终于敢求情了 场面一下子就乱了起来 跑的 追的 劝李富贵的 蓝李崇洋的 乱哄哄闹成了一团 陈玄柔了柔眉心 突然觉得 要不把这二儿子 赶出去算了 斗鱼直播总公司 王总监 幸亏你反应及时 这个月 你们部门奖金加20% 现在净化网络环境的活动 刚刚展开 这类事件必须要及时处理 不然对我们影响很大 总裁张绍赞扬地说道 他们公司 作为网络时代的宣传窗口 下国管控得很严格 因为主播 也算是公众人物 他们的行为可能会影响到很多观众 所以 早就有严格的协议 绝不能在直播时候 出现说脏话 吸烟等等任何不文明的行为 一旦出现 直播间永风都是小事 对公司形象造成严重影响的 更是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张董 我们虽然做得没错 但你也看到了 那个小姑娘的直播间 有很多的富三代 我要是没认错 宋家的 赵家的 林家的和王小聪都在 他们看样子 和那个主播关系都不错 我担心 他们会不会找咱们求情 咱们到时候可就难做了 那些富二代富三代 都不是一般人 他们要是想 肯定能联系到总裁 王总监有些问难的问道 到时候解封不合适 不解封也不合适 解封吧 王小了说 许多被辱骂的观众就不同意 而且还要考虑官方的看法 可要是不解封 这些富二代 也没那么好说话 张绍大手一挥 这次不管谁求情 一概不管 疯了就是疯了 谁来都没用 王总监 你把心放在肚子里 话我在这放着 我要是下令解封了 明天直接让你当副总裁 王总监 你礼貌吗 陈玄的身份很特殊 这个世界上 越是站在塔尖的人 越是知晓他的可怕 比如下国的先天强者 比如双马这类的金融巨子 比如有传承的世家 他们有自己的信息渠道 这些人对陈玄忌讳和畏惧 平日里都不会提起 更不会刻意告诉下属势力 这么个人的存在 因此 信息断层了 在普罗大众看来 陈玄称死就是个奇人 各方面都很神奇的人 除此之外 别的也没啥 斗鱼公司不小 但距离顶尖 明显还差几个层次 叮铃铃 张绍兜里的电话 突然响起 看吧 求情的来了 这些小家伙 能直接打到我私人电话上 也不知道找到哪个朋友 不过不重要 今天我谁的面子 也不给 张绍笑呵呵的说道 同时摸出手机 看了眼来电显示 就这一眼 人都懵了 宋山河 富三代和富三代不一样 王小聪和宋子祥 也是三大家的富三代 可充其量也就能说 顽固子弟 张绍赶不给他们面子 他们代表不了家里 可宋山河不同 先不提这位本身 就是宋家下代家主的身份 就是人家经营着汇丰楼 平日里接触的 都是什么政商大佬 圈子不同 决定地位高低 保守点说 宋山河在国内 也要高张绍八条街的地步 张绍 也是上次宋老爷子寿宴的时候 厚着脸皮才要到这位的联系方式 对 咱们这次谁的面子 都不给王总监硬气回应 只是不等他说完 别说话 张绍直接狠狠瞪了他一眼 别打扰自己和宋家拉关系 然后深吸口气接听 哎 宋哥 你有什么吩咐 直播间的事 知道知道 什么 陈青是您妹子 宋老要和我通电话 好好 宋老 这是误会 真是个误会 对 和我没一点关系 手下人不懂事 我完全不知情 马上 马上解封 好好 您忙 等下次有时间 我登门道歉 呼 挂断电话 张绍擦了擦头上的冷汗 心有余悸地喘了口气 宋老给他的压力太大了 以人家在政商圈的地位 可能没办法帮他做得更好 但一句话就能让他停业整顿 惹不起 王总监 胆快 叮铃铃 又是一通电话打来 张绍停下话头 再次看了一眼 头皮发麻 京都李家主 李总您好 幸会幸会 一直想认识您 只是一直没机会 直播间的事 您说的不会是 什么 您是陈青主播的大伯 李老是陈青主播的二爷爷 误会误会 我马上去办 您务必放心 电话挂断 叮铃铃 接着想 张绍愣神中瞥了一眼 人都骂了 马董 不等他接起 手机上 响起G2连3的提示 千达王总给您来电 应正在通话中 以自动聚接 阿里马董给您来电 应正在通话中 以自动聚接 商务部赵司长给您来电 应正在通话中 以自动聚接 张绍咽了口唾沫 愣愣地抬起头 王副董 立刻去把我妹子的直播间恢复了 再给个首页大热门 对 就是刚封的那个 是我亲妹子的 王副董心领神会的点头出去 啥都不用问 都懂 都懂 自己手下 要是有这么位关系通天的人 别说任人家当妹子 当祖宗都行 不寒碜 再说回花间小院 闹哄哄后 直播间顺利恢复 众人重新站好位置 李重阳被压到了最后 六七个人隐隐围着他 之前直播间被突然封掉 许多水友还没离开 此时无数的弹幕接踵而来 卧槽槽槽槽槽 刚才那是被封了 刚才那星号星号玩意呢 主播让他出来 兄弟们 大新闻 刚才那是李重阳 就是上次出现在直播间的京都李重阳 很有名的那个富三代 你们上网上查查去就知道了 啊 信息量有点大 大清早的 主播刚刚哭过 某个神秘 富三代同时出镜 我心碎了 难道 不 不 主播是我的 雪花飘飘 北风潇潇天地一片苍茫 眼见弹幕已经偏了 沉清无语地开口道 你们想歪了 事情是这样的 我曾爷爷有个亲人 是多年前的干儿子 简单解释一遍 又将镜头对准大厅转了一圈 才把误会解开 等他将手机交给宋山玉拿着 正式开始走进茶的流程 陈玄端坐在太师椅上 笑眯眯看着下方 重新端起茶杯 李富贵强忍着激动 慢慢走到陈玄前面跪下 儿子李富贵给干爹请安 干爹请茶 这句话说出来 他兴奋的脸都发热 手忍不住地颤抖 无数人正在看着这一幕 这都是人证 自此之后 自己就要重回陈家了 陈玄坐正身体 端起茶杯饮了一口 而后将茶杯 交给一旁的于小霜 接着 从怀里掏出一个玉瓶 递给李富贵 儿子 欢迎回家 这是卫附昨夜 给你准备的洗水丹 吃了 虽然也是低级丹 不过效果是冰清丹的数倍 为你洗净伐水之后 应可以增售三十载 哇 所有人都为之震撼 眼神火热地盯着小玉瓶 冰清丹的晋级版本 能延寿三十年 这东西可谓是绝世宝贝 拿到自己就算不吃 卖掉保守说 也要几百个亿 老爷子的丹药水平 是经过实践的 不管是宋海清 还是李富贵都能证明 消息最灵通的人士 都知道这一点 他们亲眼见证过 两位老人吃药前后的变化 直播间的水友们 也兴奋了起来 啊 冰清丹的晋级版本 正好一直听说 老爷子丹药的神奇 还没亲眼见过 现场吃一个呀 不吃 不会真有人相信 世界上有丹药吧 这明显 是有剧本的好吧 是这样吗 那上次拍卖了 三百亿的冰清丹 怎么说 兄弟你太天真了 没看到旁边的妙衣吗 肯定都是演员啊 我觉得所有的一切 都是策划好的 都是为了流量 你们想想 自从丹药冒出来后 卖丹药的是陈老头 吃丹药的 宋老和陈老头认识 三百亿拍下丹药的是 陈老头好儿子 人家都是一家人 这是一盘大棋 英雄所见略同 我早就觉得 陈老头弄虚作假了 别的别说 有本事现场吃一个 让我们看看变化 能增售三十年 多少得有点变化吧 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 来来来 到了见证奇迹的时刻